第四百八十八集 小安子这么一说 太子殿下寡薄的唇角 也微微扬了扬 很快地出宫去了 天圣帝回到了自己的御书房 依旧是很生气 咬牙切齿的道 你说说 这慕容哲学 怎么就不见他对朕有这个孝心呢 怎么就不见他在朕的生辰的时候 弄出个什么与民同乐的事啊 这下好了 朕生辰的时候啊 百姓们怕是都没这么高兴过 小林子不敢说话 天圣帝生了一会儿气 倒也终于想起来了 自己这些年对太子一直不怎么样 自己从来都不记得太子的生辰 三皇子的生辰 他都是在余品的提醒下 每年都会给些赏赐 倒是太子的生辰 他这个父皇 在先皇后过去之后 自是完全忘记了这回事 一次都没有给过赏赐 而这些年 他这个父皇每次生辰 太子还是会送礼的 这么对比一下 好像太子也没有什么呀 要这样大张旗鼓地 给自己过生辰的理由啊 只是即便是这样 天圣帝 还是不高兴 白鲁国的事情 也已经了了 要不是担心 成颖阁前来和亲 观光都是假的 真正的意图 是想谋算什么 得等他们走了 朕才能放心下手 朕此时此刻啊 就想把慕容哲学给除了 叶瑶瑶过度有面子的结果 就是天圣帝觉得 自己这个君主 大大的失了面子 小林子劝道 陛下 忍一忍就是了 您这会儿 要吃一碗芝麻糊吗 吃吧 只是话到这里 天圣帝还是觉得 自己就是不能让太子太畅快 他对着小林子 招了招手 吩咐了几句 一会儿 你呀 晋国公府 夜遥遥与夜陈锋 正同众人说着话 快到中午用饭的时候 门房就进来禀报 小姐 太子殿下来了 国公夜已经出去迎接了 我也去迎接 夜遥遥跑得这么快 全是能见着心上人的愉悦 韩子劝和林玉辰再次对视了一眼 觉得心里有点酸涩 但众人也都是一同起身 出去迎接太子殿下 晋国公府的门口 晋国公正笑容满面 同慕容哲学说着话 一脸高兴地迎接人进门 因为殿下已经潜然送来了什么礼物 晋国公心里是知晓的 自也是对慕容哲学越发的满意 夜遥遥就飞奔而来 殿下 大呼小叫得像什么样子 不得对殿下无礼 晋国公的话看似责怪 只是眼神中都是对夜遥遥的宠溺 夜遥遥立即吐了吐舌头 赶紧对着慕容哲学行礼 殿下 我失礼了 蜜语姑不必举礼 爷您看见了 殿下自己都说不用举礼了 咱们就随意点吧 殿下 瑶瑶从小就被我和他哥哥给宠得无法无天 殿下您如今还这么纵容他 这要是宠坏了 可怎么是好啊 就是要宠坏了才好 老臣一时间 竟然不知道怎么接您这话 而且老臣听了还挺高兴 即使殿下您也愿意宠着 老臣就不多说什么了 这个时候 其他人也都出来了 纷纷对着慕容哲学行礼 拜见太子殿下 殿下 请 一众人往屋子里头走 叶叙叙却是看着曹氏 小声嘀咕道 母亲 爷爷对腰腰姐姐可真好 你看看今日这府上 大张旗鼓地给得过生辗 我们可从来没有过这待遇 爷爷太偏心了 虽然叶叙叙早就决定了 不同叶叙叙做对了 但是多少心里还是有点羡慕的 都是叶家的酸女儿 爷爷的确是对妖妖姐姐 比对她们都要好一些 叶家的嫡子们都没这个待遇 曹氏撇了他一眼 开口当 你别说 若是哥在往年 我怕也是有点不高兴 生气你爷爷偏心 但是你想想啊 今年夜遥遥都办了一些什么事 鼠疫 招难关 哪件事情 不是给我们叶家长脸了 人家如今呢 还是未来的太子妃 自是尊贵不同旁人 这些你都比得了了吗 你能比吗 不能比 你就把你这点酸呢 塞回肚子里 别再说了 母亲 我觉得您说的还挺有道理的 不过母亲 您从前不是挺讨厌她的吗 哎 从前是从前 你看看杨氏 跟她作对 那个下场 你再想想你二婶 我这个三房的人 夹在他们两个中间 还能活得这么好 我觉得自己很不容易 所以呢 我要珍惜我现在的生活 再说了 我最近也想开了 我发现 我每日里 不钻牛角尖 不奢求不属于我的东西 也不同那个 妾室数字们计较之后 我的日子过得舒坦多了 心里呢 也舒服多了 既然这样 我何必再给自己 宣布痛快呢 你也是 你妖妖姐姐以后 是要做皇后的人 你就是不巴结她 你千万不要得罪她 知道了吗 是 母亲 我知道了 她们母女两个 自以为说的小声 没有人听见 却是不知道 叶玄玄把她们的对话 听了一个全 她忍不住就仰了仰嘴角 三婶在这个家里 这些年 素来是最爱找事的 如今因着夭夭小姐 为人也已经收敛 豁达不少 对这个家而言 自是一件好事 进了大堂之后 靖国宫 便一直在同着慕容哲学说话 面对着 将她许婚给自己的长辈 靖国宫说什么 慕容哲学 自己时都会硬的 他们这般说着 反而让叶瑶瑶 没能同美人太子 说上话 他心里再次觉得 果真平日里都跟美人太子 在晚上见面是正确的 要是美人太子 总是白天来 估计回回都会如现在这般 说不上几句话就算了 还要居礼 慕容哲学 听了靖国宫说了一会儿之后 眼神也看向叶瑶瑶 正要说什么 倒是这会儿 门外有人进来 来人是宫里的太监 到了这跟前之后 便在慕容哲学跟前道 殿下 陛下急招您回宫 说是有正务商讨 太子殿下眸光微灵 他自然明白 商讨正务是假 故意寻他不痛快才是真 在早上 让人往百姓们家送了银子 他便已经预料到会是如此 只是未免来得太快了些 都没来得及好好同他说句话 见过宫这个时候 自是开口道 殿下 既然陛下传诏 那老臣就不留殿下了 老臣送殿下出去 殿下 那您先回去吧 爷爷 我送殿下就好了 嗯 叶瑶瑶心里清楚 不管听圣帝 是不是真的有事情找他回去 他眼下都是要回宫的 不然他们那位皇帝陛下 便是又找到了理由 可以为难美人太子了 进国宫也是没想到啊 陛下这么快就叫上回去 早知道这样 他就少跟殿下说几句话了 这下倒是好 孙女一个生辰 就是因着自己这样的殿下高兴 多说了一些 反而让叶瑶瑶没说上话 所以 听叶瑶瑶说 他来送太子殿下 殿下也应了 进国宫 也就没有再讲什么礼节不礼节的 就让瑶瑶送殿下出去 私下跟殿下说几句话好了 想着 进国宫就没再出声 慕容哲学往外走 叶瑶瑶也赶紧跟上 走出了大厅之后 慕容哲学压低了声 已只有他们两个人能听见的声量到 晚上等顾 就是父皇不前人来叫顾 顾也是要和我们的 等快天黑的时候 给他做好了饭菜 才好晚上过来 与他单独过这个声尘 好 殿下 等等 慕容哲学脚步一顿 偏头看向他 叶瑶瑶从自己的袖子里头 拿出了他送的那块玉 还有心灰发簪 空了的锦盒 早就被他让红乱收起来了 里头装的东西 叶瑶瑶却是一直放在袖带中 就是等着他来呢 哼 哲学小宝贝 给我带上 太子殿下面上一热 倒也想起来 那日他把冒催给自己的时候 自己也是让他亲手记上的 边上船只的太监 倒是一脸惊悚 哲学 小宝贝 偏生的 看太子殿下的样子 似乎并无什么不悦 就跟早就习惯了这种称呼似的 慕容哲学伸出手 接过了他手中的玉佩 帮他系在腰间 倒也是可男可女的款式 佩戴起来也很是好看 叶瑶瑶在袖子里头 穿了许久这块玉 也的确是体会到了神奇之处 是真的 有他在身上 就感觉没那么热了 眼下见着殿下给他系上 他嘴角更是忍不住上扬 而紧接着 太子殿下又取过了叶瑶瑶手中的发簪 插在他发间 忽悠清风掠过 浮动他们的衣摆和末发 如此场景美不胜收 船只的小太监 都直接砍呆了 叶瑶瑶等他收了手 便笑了起来 谢谢殿下 把慕容哲学送出了门 叶瑶瑶回来的时候 脸上也没见多少失落 因为晚上就要见面 而且是他们两个单独过生日 也不用拘礼 其实是件好事 所以他心情还挺好的 他看起来情绪良好 到时让进过宫那种 拉着太子说了太久的话的愧疚 消失了许多 比较细心的白芷柔 倒是看见了叶瑶瑶头上的发簪 和腰间的玉佩 瑶瑶 你这是 殿下亲手帮我戴上的 白芷柔现在越发觉的 自己像个柠檬成了精 很快的就开始了家宴 府上的不少人 也都给叶瑶瑶备了礼物 叶瑄瑄 叶瑶和叶子林 也都是备了厚礼 曹氏想要缓和之前 同叶瑶瑶的恶劣关系 也是备了厚礼 叶瑶还亲手做了一个风筝 送给叶瑶瑶 正是更是直接取下了 自己手上的镯子 递给了叶瑶瑶 这是我最值钱的一件陪价 是我母亲给我的 瑶瑶 我把它送给你 希望能聊表我的心意 她是真的感谢叶瑶瑶 极其感激 容人的好意 叶瑶瑶都没有推却 一家人这顿饭 吃得还算是其乐融融 二房的人送的礼物虽然不厚 但人到底还是来了 也没给什么冷脸 只是这个消息 传到了后院杨氏的耳朵里 她却是要被气死了 现在倒是好了 一家人吃家宴 可如今她不过是个妾室 家中还有客人在 她并成了上不得台面的 没有资格一起去敷衍 她对比了一下 自己做正事的这些年的风光 又想了想自己如今的处境 浅之后的要吐血 杨氏的婆子都忍不住开口道 夫人 我觉得我们继续待在这夜家 每日里被人欺辱耻笑 也不是个事啊 其实还不如直接回家算了 就算回家不如现在风光 也好过现在这样 天天受罪强呀 婆子只想 夫人之前就有计划 要对付夜妖妖兄妹 因着正事忽然回来 打了夫人一个措手不及 夫人整天都在受折磨 倒是把这个计划搁置了数日 但是这个计划 回来杨家一样可以实施 为什么一定要在夜家待着呢 谁准你叫我夫人的 为了这个称呼 还没吃够亏 前天杨氏就因着他身侧的婆子 叫了他一声夫人 正是就以一个姨娘 竟然以赶称夫人为由 让他们主仆跪了一天一夜 而他的夫君 对此根本就不闻不问 四方的仆人们也都看明白了方向 个个都在巴结讨好杨氏 便也相对了 回来采杨氏 杨氏这几日 真的是过得猪口不如的日子 婆子立即的 奴婢知错了 姨娘 我不能回家 月哥的婚事我没办好 家里是怪我的 从前我是夜家四夫人 他们也就敢怒不敢言 可如今我不是了 回家了自然也没什么好果子吃 只是之前 我以为正是的头脑 没几日就会给我下手的机会 把他踩下去的 却没想到这个贱人 忽然就跟变了一个人一般 手段比我还多 我真的有些撑不住了 古风欢拖延情有声趣 独一小狂飞 感谢您的收听 火音声客出品 古风欢拖延情有声趣 独一小狂飞 欢迎收听 第四百八十九集 那姨娘 您的意思是 唉 再撑一段时间吧 说不定过几日就能有法子了 我实在是不舍得就这么走了 我把儿子和女儿都让给了那个贱人 就是为了留在这个家里 可是就这几日的功夫 我便败下阵来 自己离开 这着实太亏了 我心中咽不下这口气 婆子想了想 这倒也是 要是主子当日就走了 那也就罢了 可是最后 主子都付出了这么多 孩子都不要的留下 结果闹到最后 竟然只是为了 在家里受几天折磨 再灰溜溜的离开 这等事情 谁受得住啊 婆子给杨氏贵肿了的膝盖擦药 那好 那就再忍忍 而这个时候 杨氏院子里头的另外一个婆子 忽然飞奔了回来 到了杨氏的跟前 开口禀报道 夫人 今日小公子给二小姐 送了一个疯着 听说还是她亲手做的 我的儿子如今同这个小贱人 亲近到了这个份上 她是把我这个娘亲 置于何地 姨娘 您可别再说这种话了 之前不就是因为 您说了一句小公子是您的儿子 传到了正式的耳朵里 他又把您给收拾了一顿 说您说这种话 分明就是不顾孩子们的前程了 哼 这些仇恨我都会讨回来的 那个计划不能再拖了 你们赶紧去办了 一个一个 挨着收拾这些贱人 是 挪贝明日就去办 前厅一片欢声笑语 跟后头生气又郁闷的杨氏 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众人笑闹了一会儿 成瘾国皇子和银沙郡主 也一起来送了礼 银沙郡主 往叶瑶瑶的身边一坐 就特别热情地 给叶瑶瑶夹菜 还邀请叶瑶瑶 去他们成瘾国游玩 说自己一定会 好好招待叶瑶瑶 叶瑶瑶好笑地 看着她对自己献殷勤 也不知道该不该跟她说 你要是喜欢我哥哥 你不如给我哥哥夹菜 你这样生东击西 我哥哥搞不好 又觉得你是看上我了 但是想了想 银沙郡主 都没主动告诉哥哥 她的心思 怕是因为面皮薄 不好意思说 所以叶瑶瑶 最终还是没有拆穿 一众人吃完了这顿家宴 又在这府上 聊了半日的天 这期间 银沙郡主和傅云庆两个人 一会儿给叶瑶倒茶 一会儿给叶瑶瑶的水果包皮 各种嘘寒问暖 让成瘾国的皇子 看得眉心直跳 面皮直抽 一直到了下午 又吃了一顿晚饭 众人菜金属回去了 等他们一走 越是快天黑的时候 叶瑶瑶的心情就越好 甚至都忍不住夯歌 弄得叶辰风颇为莫名其妙 想了想 怕是今日这么多人 都来给叶瑶祝贺 她心情好了 便也没有多问 道士太子殿下 今日亲自来了一趟静国公府 给叶瑶瑶祝贺 还送了白鹿与新辉的事 船的整个京城又是沸沸扬扬 一众姑娘们再次做了一回 酸柠檬 到了晚上 叶瑶瑶早早地把红卵 遣回去睡了 就坐在桌子边上 等着美人太子过来 等了一个多时辰 也没见着人 正当叶瑶瑶心里担心着 她是不是被天圣地 给绊住了的时候 终于有人敲响了窗户 叶瑶瑶赶紧刺溜一声站起来 跑到窗口 把窗户打开 动作堪称仪器合成 笑盈盈地看着外头的人 殿下 叶瑶瑶的眼神 也看见了她手中的石盒 那是一个很大的石盒 殿下 你给我带好吃的了 慕容哲学没有回话 只是把盒子递给了叶瑶瑶 叶瑶瑶也不做犹豫 很快地拿着石盒 往桌子边上走 殿下 你快进来吧 叶瑶瑶话音落下 慕容哲学也进了屋 两个人到了桌子边上坐下 叶瑶瑶把石盒打开 看见了油闷小龙虾 还有几道她喜欢吃的菜 以及一个汤 叶瑶瑶有点奇怪地看她一眼 嗯 殿下 你今日怎么会想到 偷带吃的 慕容哲学想了想 她之前说了 她晚上 其实是不太愿意吃东西的 因为怕胖 于是 她没回答叶瑶瑶的问题 只是说道 只是偶尔夜间吃一次 不会胖 嗯 好 叶瑶瑶起身 端起平日里 她房间都会背着的一盆清水过来 同美人太子一起进了手 美人太子便直接取了虾 同那日在驿站的时候一般 包给叶瑶瑶吃 只是这一次 她看起来比上次紧张得多 见着叶瑶瑶把虾吃下去了 她便淡淡地问道 好吃吗 叶瑶瑶有点奇怪 觉得她这个样子 似乎有点不对劲 就算是半夜带了食物来找她 担心她最后不喜欢吃 也不至于露出类似于紧张的眼神吧 嗯 嗯 好吃 比上次驿站里头吃的还要好吃 殿下是找御厨做的吗 慕容哲学文言 寡薄的唇角才算是微微上扬了几分 做菜大概是太子殿下这辈子学的所有的东西里头最难的一个 炒菜的时候需要掌握力道 炒菜的过程中还要注意火候 稍有不慎就是满盘结束 她竟是好几日过去才好不容易摸到一点窍门 接着又从勉强能入口 艰难地做到御厨们都说好吃 她才知晓自己做的菜可以拿出手了 但是到底还是担心不和小姑娘的胃口 眼下见着叶妖妖说好吃 她便放心了 尝尝其他的菜 叶妖妖拿着筷子 就把其他的菜也吃了几口 又喝了一口汤 觉得菜特别好吃 汤也特别鲜美 她就忍不住看着慕容哲学道 殿下 今日的菜是哪个御厨做的 比之前在宫里吃的菜都要可口 以后咱们大婚了 住在宫里 能不能经常让她做给我吃啊 好 等大婚之后得空了 姑经常做给你吃 嗯 啊 殿下 你说啥来着 你经常做给我吃 那 难不成 这都是你做的 我上次在驿站不是说了 让你日后别再下厨了吗 那时候她被小龙虾夹上了手 叶瑶瑶可是心疼坏了 让她不要再做的 眼下这 如果就是这样的话 那她仿佛也是明白了 殿下方才包虾给她吃的时候 为什么会流露出那种过度紧张的神情了 你第一次同姑逛街的时候便说了 希望姑亲手做给你吃 可 可是 殿下 我那时候就是调侃你 随口一说啊 叶瑶瑶虽然是个现代人 但是也不至于来了古代 就真的天天想不切实际的事情 当真就指望一国太子给她做吃的了 现在想来 上次她在驿站 就想满足她这个心愿了 可惜 当时她真的不会 所以事情没办成 没提了 姑便会办的 摆明了 在太子殿下眼里 就没有随口一说这种事 只要是叶瑶瑶说了 她都会放在心上 都会帮她实现 只是这个时候 太子殿下的眼神 有些不自在的偏转 轻咳了一声 淡淡的补充道 除了那件事之外 殿下 你说的要除开的那件事 是不是咱们一起睡觉的事 慕容哲学的耳朵 顿时红的可以滴出血来 很快的 给她又包了一个虾壳 递给了她 希望能够把她的嘴给堵住 但是也显然 叶瑶瑶是猜对了 她说的除了那件事 的确就是这件事情了 叶瑶瑶顿时忍不住 提桐闷笑起来 太子殿下 却是微微抿了拨唇 盯着她 叶瑶瑶赶紧憋住 怕把她给笑得恼羞成怒了 殿下 我不笑就是了 对了殿下 你这次做菜应该没有受伤吧 嗯 病危 叶瑶瑶去看太子殿下的手 之前在驿站的时候 她手上被小龙虾夹出来的伤 自然是早就好了 眼下她的手也没什么异常 没看见伤口 又听说她没有受伤 叶瑶瑶就放心了 她又吃了几口菜 发自内心的开口道 殿下 那我刚才说的那句 以后要经常做给我吃 你就当做一句玩笑话吧 你是太子 每天有那么多事情要做 有那么多政务要处理 我还总是让你做饭给我吃 这太不像话了 也太不体谅你了 慕容哲学到看了她一眼 心里知晓 小姑娘是心疼她的 怕她累着 她没有出声 只是继续给叶瑶瑶剥香 叶瑶瑶这个时候 也喂了一口菜给她 笑咽吟的道 那 殿下 尝尝看你自己的手艺 太子殿下 特意喂叶瑶瑶做的菜 几乎都是叶瑶瑶喜欢吃的 自然也大多都是辣的 叶瑶瑶选了最清淡的一个菜 喂给她的 太子殿下倒也张了口 把菜给吃下了 她早就能适应不少辣菜 所以这么吃下之后 也没觉得难以接受 叶瑶瑶这个时候 又想起来什么了 不过殿下 能把菜做得这么好吃 绝非一日之功啊 那个什么 前几天哥哥说你不忙 但是你却说自己有事的时候 难不成就是为了 学做菜 这一个字 应得很轻 不仔细听都听不见 其实若非是尚此 小姑娘见着她 一段时间没来找她 险些误会了她 所以她此刻必须交代清楚 自己当时是在忙什么的话 她是不想承认的 太子殿下一点都不想承认 自己学做菜 竟然学了这么多天 而且她还很怕妖妖问细节 她一点都不想告诉叶妖妖 自己烧破了多少口锅 烧糊了几次菜 调料放错了多少次 那些一言难尽的过程 大概就是苏来无往不利 学什么都很快的太子殿下 办得最丢人的一件事 因为过程中是真的失败太多次了 既然是丢人 当然不能让她知晓 好在 叶妖妖没有问细节 没有盘问她的种种失败 倒是咬着筷子说了一句 殿下 可是我只会烤烤鱼和肉 完全不会烧菜 我是不是也应该学一下 哪天也做一顿给你吃才行 你不必会做 会吃便可 那我觉得 论起会吃这一点 我应该还算得上是 比较上得了台面的呢 可是殿下 这不太好啊 你今天特意做了这些给我 就是为了哄我开心 所以我也应该早点学会做饭 也好哄你开心啊 你开心 便已是在哄孤开心了 殿下 这个生辰有你在身边 真的太好了 因为是真的好开心啊 不管是殿下 学了这么多时日 特意给自己做菜的事情 还是她眼下说的这些话 没有一个不令叶妖妖欢喜 其实 就算她什么都不为叶妖妖做 叶妖妖能够跟她在一起 过这个生辰 也是开心的 叶妖妖的话说到这里 慕容哲雪又抱了一个侠 递给了她 看着她吃下之后 慕容哲雪 念容清冷如旧 眸光却很温柔 语气淡淡的道 日后 年年碎碎 你的生辰 骨头会在你身边 古风欢拖延情有声剧 独一小狂飞 感谢您的收听 火音深刻出品 古风欢拖延情有声剧 独一小狂飞 欢迎收听 第四百九十集 嗯 那好 殿下 一言为定 嗯 一言为定 吃完了这顿宵夜 两人静了手 慕容哲雪峰才看向她 语气淡淡地问 今日过得开心吗 开心 一言认真地帮我操办了家宴 好朋友们都来祝贺 每人太子还亲自做饭给我吃 我简直就是个亲情友情爱情 都特别圆满的人生赢家 那便好 殿下 我以前可是一点都不知道 你这么会哄人 可不是嘛 太子殿下虽然话少 甚至有时候能到沉默寡言的地步 不像许多男人那样 会说各种各样肉麻的话来哄人 但是 他却会做 他所有的行为 都能让人窥见他的真心 这是另外一种更有诚意的红 太子殿下没回这话 却是被夜妖妖垮得略有些不自在 耳朵有些微微的红 夜妖妖又问道 殿下打算陪我 为了此时再离开吗 嗯 夜妖妖又满意地笑出声来 他没再说话 就静静地坐着 认真地看着慕容哲雪好看的脸 只觉得真的是非常好看 令人窒息的好看 看一眼都觉得美滋滋 倒是太子殿下见着他如此 眉心却是动了动 他看似不在意 语气淡漠的道 就这本坐着 嗯 就这么坐着吧 吃太多了不想动 就这样坐着 欣赏一下他的脸 也是非常不错的 慕容哲雪 心思却是微沉 平日里他们在一起的时候 夜妖妖 总是会扑到他身上来 总是要坐在他腿上 要抱他 有时候还会亲他 但是今日竟然如此冷漠 只坐在他身侧 半点动静都没有 因着心情不愈 太子殿下寡薄的唇 都微微抿了起来 殿下 你怎么了 不高兴 不高兴 并未 殿下 你真的没有不高兴 既然察觉到 故不高兴了 还坐那么远 并未 那行吧 殿下 你没有不高兴就好 生辰之日 你不想抱心上人吗 殿下 你这句话是 是在问我 为什么不抱着你吗 不是 殿下 你刚才问我 想不想抱着心上人 我的心上人是谁 殿下心里不是有数吗 现在殿下又说不是抱你 这 殿下 那我得好好想想 你是想说谁啊 殿下 你要不然提示我一下 慕容哲学当然明白 叶瑶瑶其实是听得懂自己的话的 可是此刻 叶瑶瑶偏偏狡诈像一只狐狸 就是不肯自己过来 还这样调侃慕容哲学 非得吊着她亲口说 哎 殿下 你怎么不出声了 哦 我知道了 殿下刚才其实就是随口说的 殿下知晓 我若是去抱心上人 那肯定是抱殿下 所以殿下心里就不乐意了 殿下就后悔自己说错话了 哎 叶瑶瑶话没说完 就被慕容哲学从板凳上扯了起来 不由非说的 撞入了她的怀中 不但叶瑶瑶反应 太子殿下修长的手 便抓住了她的胳膊 还在自己的腰间 旋起 她语掉清冷的刀 你既然想抱骨 孤子是乐意的 这是我想抱着你吗 殿下 咱们能不能诚恨一点 叶瑶瑶忍了又忍 实在是忍不住 扶在她怀里 没声笑了起来 这个人 真是太傲笑了 简直了 叶瑶瑶都觉得 自己快被她给逗死了 慕容哲学看着小姑娘在她怀里 笑得上气不接下气 她眼下也开始有点 后悔自己的所作所为 怎么就没忍住呢 过了好半生 叶瑶瑶还在笑 慕容哲学终于忍不住了 语气淡淡的道 你 你还笑 分明是她今日赶了星子 忽然就不出动了 害得过只得如此 她不思悔改就算了 竟然还敢笑过 还笑了这么久 那好吧 不笑就不笑 其实也没什么好笑的 话是这么说 但是叶瑶瑶的肩膀 分明还在慕容哲学怀里 一抖一抖的 摆明了还在忍笑 太子殿下 只觉得面上躁得慌 可也不能同她生气 沉默了一会儿 伸出手抱着她 语气闷闷地道 别笑了 殿下 没笑了 真的没笑了 叶瑶瑶到底还是担心 自己要是继续笑下去 她主动把自己 拉过来抱着的事 恐怕 就没有第二次了 所以就真的憋住了 慕容哲学 盯着叶瑶瑶的眼睛 看着她桃花眼里 一派单纯无辜 嘴角却是微微绷着 姨父正在控制嘴角上扬 沉着没有继续 笑出声的模样 当真有这么好笑吗 你想笑就笑吧 殿下 我不笑了 我怕把你笑生气了 下次你就不会再这样 嗯 这样体贴的知道我想抱你 然后特别善意的帮忙 帮我完成这一系列拥抱的动作了 叶瑶瑶还是很给面子的 既然慕容哲学说 是自己想抱她 那就是自己吧 问题不大 小细节而已 慕容哲学从叶瑶瑶的话里头 听出来的都是调侃 而叶瑶瑶说了这话之后 忽然话锋一转 又看着慕容哲学 开口道 殿下 我是挺想抱你的 这是没错的 但 你想抱我吗 想吗 想 那 你想亲我吗 慕容哲学一僵 白玉般的面颊忍不住熏红 眼神也有些不自在 没有回答这话 脑海中很快地想起来 上次在宫里 自己忍不住吻了她的那一次 一时间 心头都躁动起来 叶瑶瑶一脸失望的道 看来是不想了 话刚说完 慕容哲学的手 突兀地伸出 抬起了叶瑶瑶的下巴 微微低下头便 稳住了她 由浅入身 一点一点品尝她的味道 叶瑶瑶不敢置信地 瞪大双眼 竟然必无可避 当然 她也没打算回避 她的手 抓住了慕容哲学胸前的衣襟 被吻到 眸光都有些迷糊 片刻之后 慕容哲学停住 呼吸紊乱地 离开她的唇盼 眼神都不敢去看 叶瑶瑶的红唇 也不敢去看她的眼睛 怕自己忍不住又吻下去 更怕局面一发不可收拾 只是这个时候 她清冷的声 也带着几分难掩的暗牙 传入了叶瑶瑶的耳中 顾想不想吻你 你现在知道了吗 知道了 不知道为什么 比起被主动亲吻的快乐 叶瑶瑶这会儿 竟然有点几杯发凉的感觉 因为 她忽然有种古怪的念头 觉得自己面前这个人 好像正在破开表面的冰封 正在逐渐被她唤醒 心底的那股子吃咽一般 一旦彻底觉醒 怕就像是猛兽出霞 让她没法招架 就像现在 美人太子决定亲她的时候 竟先绝住了她的下巴 不给她逃避的机会 这样的霸道强势 这 莫名心慌是怎么回事啊 甚至觉得自己大婚之后 会不会根本招架不住这个人啊 不不不 她肯定是想多了 绝对就是想多了 其实并没什么的 她就是太思想敏感了 再说了 她不是一直都很期待 跟对方一起睡觉吗 所以有啥招架不住的 她根本就不害怕 对 想到这里 她重新挺直了腰板 慕容哲雪却是没再说话 只是抱着她 力道几乎就要抱断了她的腰 压着心中那股子躁动的火 叶腰腰被勒得有点疼 正要出声 慕容哲雪便倒也自己意识到 小姑娘素来娇弱 怕是受不住这样的力道 于是抱着她的胳膊 便松开了几分 月上中天 太子殿下语气淡淡 自时了 是啊 自时了 殿下要走了 殿下 你想不想不走啊 叶腰腰又故意逗着她玩 本以为她又会如往常一般 当即就红着脸 赶紧起身 却没想到这话一出 慕容哲雪雾的眸光一按 低下头 轻轻咬了一下她的唇盼 咬得很轻 不疼 只是她警告的声音 也随之响起 别聊 那好吧 听下说不了就不了 姑该走了 叶腰腰倒也配合 赶紧放开她 起身放人离开 慕容哲雪也不敢多留 收拾了桌上的那些东西 不给她留下麻烦 便离开了此处 叶腰腰目送她离开之后 很快的便关上了窗户 好心情地躺到了床上 还打了一个宝壳 可别说 美人太子真的是干什么都厉害 这做饭 她虽然好像是学了一段时间才学会的吧 但是真的不是一般般的好吃 其实她晚饭吃了不少 根本就不饿 叶肖没吃几口 就已经饱了 但是因为真的太好吃了 她根本就停不下来 所以一直吃 幸好她聪明 在过程中 把不少菜都喂给美人太子吃了 不然那些菜要是她一个人吃完的 她现在怕是要被撑死 等明天早上她醒来了 一定要找红蓝问问 就这么迷迷糊糊地想着 叶摇摇就睡着了 东宫 太子殿下回去之后 小安子赶紧上去 帮殿下把手中的石盒接了管 殿下 您带去的菜太子妃觉得如何 他可是都吃了 嗯 他很满意 殿下 您这个神情 这还是得意上了是吧 算了 这是您自己的家事 奴才也管不着 那殿下 奴才伺候您沐浴 冰水 啊 又是冰水 第二天一大早 叶摇摇睡到了日晒三杆 她醒来之后 红蓝就进了屋 走到了叶摇摇的跟前 伺候着她起床 叶摇摇这个时候 自己还是记得 昨天晚上睡觉之前想的事情 便开口问红蓝 红蓝 殿下往年的生辰 都是怎么过得来着 美人太子生辰是十月 但她是太子 宫里头怕是要帮她准备 嗯 不知道她每年走完宫里那些规矩之后 还有没有时间出宫来 让我单独为她倾生 若是她当天没有时间出宫 不如就提前一天帮她过 古风欢托言情有声剧 独一小狂飞 感谢您的收听 火音声客出品 古风欢托言情有声剧 独一小狂飞 欢迎收听 第四百九十一集 小姐 定一下往年的生辰 嗯 几乎都不过呀 红蓝这话 其实是说得有点迟疑的 毕竟一国太子的生辰 几乎都不过 听起来 其实是一件挺离谱的事 但是事实上 也就是如此 叶瑶瑶有些恶然 不敢置信地问道 为什么不过 他不是太子吗 宫里没人帮他庆祝 这个奴婢就不太清楚了 只知晓定一下 每年生日都是不过的 不少朝臣们早些年 还会送你去东宫 但是定一下都不收 朝臣们就这么送了两年 回回都被挡了回来 静止定一下 怕是不会收了 便也没再送了 至于定一下 为什么不过生辰 要不然 你问问大公子 这毕竟是皇家的事情 红蓝能打听到的 着实是有限 叶瑶瑶沉默下来 心中 却也是已经开始 思考各种可能 很快就能得出结果 一国太子 为什么不过生辰 无非就是天圣地 这个父皇 根本就不上亲 也不在乎 这个儿子的生辰 而美人太子 性子冷清 不喜欢热闹 便也不会主动 去组这样的局 所以便就这么放着了 他既然没打算 验兵客 不收朝臣们的礼 也是正常 说到底还是因为 没有他在乎的人 给他过生日 行吧 以后他 夜夭夭来给他过 夜夭夭算了算时间 眼下都已经 九月下旋了 等月底 哥哥的 世子册封典礼结束 再过去五六天 十月初 便是美人太子的生辰 得好好想想 要给他准备 一个什么礼物 到时这个时候 门外忽然传来 一阵急促的脚步声 夜夭夭的眼神 看过去 发现是夜璇璇来了 夜璇璇 都没等护卫们通报 直接就冲了进来 夜夭夭奇怪地 看向他 开口问道 这是怎么了 这么着急 夜夭姐姐 你会骑马 你赶紧去救 陈峰哥哥 你快去 晚了就来不及了 快点 我不会骑马 我怕我来不及跟上 你这话什么意思 我跟怎么了 夜夭姐姐 你知晓得 我因着 清楚我母亲的为人 总是怕让害人 所以一直暗中盯着她 我今日看到 她身边的婆子 鬼鬼祟祟的 从皮门回来 然后听见 听见 听见什么 听见那婆子说 事情已经办好了 就在陈峰哥哥去驿站 接待陈颖国使臣的路上 会有人故意 惊慌失措地出来求救 正好去到陈峰哥哥的跟前 让陈峰哥哥去河里救人 说是有孩子掉进了河里 但是河里并没有孩子 那条河里的水 都是淤泥 这些年很多水性好的人 下了水最后都被淹死了 他们说陈峰哥哥 在水下没找到孩子 以她的性子 一定会一直找下去 最后是有八九 就会因为筋疲力竭 死在下头 我听到消息之后 就去找陈峰哥哥报信 但是仆人们说 陈峰哥哥已经出发了 三住厢的时间了 那条河叫什么河 在哪个方位 就在西街的南方一般密处 你赶紧去 坐马去 再稳就来不及了 叶瑶瑶二话不说 直接就冲出了院子 往马舅而去 马舅的人看见他来了 立即开口道 瑶瑶小姐 赶紧 叫上家中汇水星的护卫 让他们立刻跟着我 往西街南方的河边去 记住 是立刻跟上 一会儿都不能耽搁 是 奴赛之就去转化 叶瑶瑶交代完了 便直接翻身上马 从家中蹭马出去 门房看见他 骑着马出门 都吓了一跳 叶瑶瑶呵斥了一声 门房赶紧躲到一边 看见叶瑶瑶飞马出府了 叶瑶瑶在路上急迟 好在通往西街 有一条小道 是近路 而且平日里 路上根本没有什么人 叶瑶瑶这才能 这样纵马而去 自毫不必担心 误伤路人 他扬边策马 燕红色的衣摆 在风中被吹得烈烈作响 足见他策马速度之快 倒是这个时候 屋顶上 同样一些红衣的男人 看着下头飞驰的那个身影 省不住就被吸引了毛光 扬了扬嘴角 轻声赞叹 是个美人啊 这人是谁啊 是晋国公府的叶瑶小姐 就是太子的未婚妻 十二王爷从前几乎是不参加公宴的 许多时候还不在京城 所以几乎就没怎么见各家的小姐 就算什么时候偶尔瞥了一眼 也是不会往心里去 所以十二王爷不认识叶瑶瑶 仆人倒是并不奇怪 哦 叶瑶瑶啊 行 跟上去看看 他这是去做什么 火急火燎的 怕是出大事了 是 这个时候 叶家的护卫们也都跟了上来 策马跟着叶瑶瑶往那个方向走 慕容陈瑜继续往前 也吩咐道 小心点 别被他们发现了 是 奴才会仔细些的 叶瑶瑶策马 飞驰到了河边 边上零零散散地站着几个百姓 这个时候 一名妇人 红着眼眶在河边哭道 儿子 我儿子在下面 快救救我儿子 哥 哥哥 河面上 叶瑶瑶根本没看见人 水花都没看见一个 叶瑶瑶心头发慌 她知晓 哥哥要是在水下的话 她的声音是很难传到水下的 让哥哥听见的 因着水是有阻力的 人下水之后 更是会有水灌入耳朵 便就如同是隔着什么一样 听都听不清 欠着叫了几声之后 下头并没有什么反应 她又叫了几声 哥 哥哥 是我 我是瑶瑶 哥哥你在不在水里 哥 哥哥 叶瑶瑶叫得一声比一声高 叫到最后 声音都有些破碎 歇似底里一般 好在 随着叶瑶瑶这一声出来 河水中终于有个人 冒了一个头 那正是水下救人的叶辰风 她潜入了山水处 依稀似乎听见了妹妹的声音 所以便出来看了一眼 也正好换气 她吐出一口气之后 看向河边的叶瑶瑶 扬声道 瑶瑶 有人落水了 我在水下救人 你别急 哥哥 你快上来 他们是骗你的 根本就没有人落水 你赶紧上来 他们是想害你 什么 这个时候 在河边哭了半天 哭自己儿子的女人 一听叶瑶瑶这话 顿时白了脸 转身就准备跑 结果叶瑶瑶一个回身 狠狠一鞭子 就抽到了那女人的身上 那女人顿时疼得 在地上打滚 跑不动 叶辰风也不傻 见着那女人 在叶瑶瑶这句话说完之后 转身就跑 她心里就已经明白 叶瑶瑶的话是真的 她二话不说 就赶紧往岸边游 叶瑶瑶一直紧紧盯着她 生怕她的身影 从自己的眼前消失 而叶辰风游了一会儿之后 忽然就开始腿抽筋 沿着多次潜水 潜水时间还不短 在水下找人的过程中 还几次陷入淤泥的缘故 她此刻气也有些接不上 她顿时暗骂了一声 知道情况不好 叶瑶瑶也看见了 叶辰风的不对劲 可是她根本就不懂水性 一时间也是急了 哥哥 哥哥 你撑住 我 各位 你们有人会水的吗 百青们都摇摇头 表示自己不会 暗处的天羽正准备出手 叶瑶瑶也一咬牙 险些不理智地 自己下水去救人 好在就这个时候 进过公府的护卫们 总算是跟上来 叶瑶瑶赶紧的 快 快去把哥哥救上来 是 仆人们纷纷跳下水去 赶紧游过去救人 好在叶辰风 虽然一条腿抽筋 但是还有不低的内功 支撑着她 另外的一条腿 和两只胳膊滑水 没有直接沉下去 所以在护卫们游过去之后 她很快地获救 被人拉着 往安边游了过来 叶瑶瑶见着这一幕 方才提在嗓子里头的那口气 才慢慢地吐出来 神经一松 她竟然直接就 瘫坐在地上了 她这才意识到 刚刚见着哥哥情况不对 像是要溺水 她竟已被吓软了腿 眼下 她的眼神 也依旧盯着河里 等着护卫们 把哥哥带上岸来 护卫们一点一点地游过来 到了这岸边 才把人给拽上岸 这个时候 叶辰风的腿脚还在抽筋 脸色也苍白地厉害 叶瑶瑶赶紧强撑着 自己的腿脚 到了叶辰风的跟前 伸出手 却按叶辰风腿上的穴道 帮叶辰风控制抽筋的情况 她这个时候眼眶也都已经红了 开口道 哥哥 你别怕 你不会有事的 我不怕 是你在怕吧 叶瑶瑶见她还笑得出来 立即瞪了她一眼 好在没按几下 叶辰风腿脚抽筋的情况 就已经稳住了 叶瑶瑶又赶紧喂给她一枚药丸 帮助她立即恢复气血 其实叶辰风觉得 自己的腿脚不抽筋了 就没什么大碍了 虽然有点喘不过气 但是没一会儿 就是可以缓和的 其实不用再吃什么药了 但是见着叶瑶瑶担心成这样 她也不敢说自己不吃 张口便将药丸吞了进去 没一会儿 叶瑶瑶就问道 哥哥 你好点了没有 好多了 你别担心啊 真的别担心 你脸都下白了 多亏了玄瑶 幸好她今天正好看见了 杨师的婆子 鬼鬼祟祟的回来 不然的话 真不知道 真不知道会怎么样 傻妹妹 你哭什么呢 我这不是没事了吗 别哭了 到底是怎么回事啊 她这么一问 叶瑶瑶的眼神 这才看向那岸边 被她用了全力的一鞭子 抽在地上打滚的那个女人 她二话不说 就起身走到那个女人的跟前 一把抓住那女人的头发 拖着她往岸边走 那女人惊慌失措地尖叫起来 你干什么 你干什么 你还有没有王法呀 王法 你骗我哥哥 说你儿子落水了 你揭我王法了 谋害朝廷名官是死罪 你知道吗 我叫你害我哥哥溺水 我叫你害他 你自己尝尝 溺水是什么滋味 叶瑶瑶神清冷冽 眼中满是怒气 把人拖到岸边之后 二话不说 就按着那妇人的头 狠狠地往水中压去 那妇人在死亡的恐惧下 拼命地挣扎着 但是叶瑶瑶的力气非常大 她根本就起不来 于是 众人看见的场面 就是那妇人的身体 被叶瑶瑶拖着 趴在岸边 脑袋却是被叶瑶瑶按下水 被迫喝了不少水 呛得鼻涕眼泪都流了出来 双手在岸边不停地乱抓 腿也开始在地上乱蹬 但是叶瑶瑶半点没留情 不管那妇人如何挣扎着起来 她还是把人按在水中 半点不松手 股方欢托言情有声趣 独一小狂飞 感谢您的收听 火音声客出品 古风欢托言情有声趣 独一小狂飞 欢迎收听 第四百九十二集 那妇人 在叶瑶瑶的这般对待之下 挣扎越来越弱 叶尘峰这个时候 身体也终于缓了过来 赶紧到了岸边 扯了扯叶瑶瑶的胳膊 开口道 瑶瑶 松手 叶瑶瑶看了一眼叶尘峰 身上满是戾气 冰冷的眼神 又看向被自己按着的这名妇人 根本没听叶尘峰的劝阻 硬生生地按着她的头颅 一直按到自己再不松手 这妇人就会在下一瞬断气的时候 才算是把自己的手给松开 只是她这个时候 整个人依旧还是在发抖 是被气地发抖 她冰冷的眼神 也依旧看着那名妇人 冷声问道 溺水的感觉 舒服吗 那妇人这时候吓得要命 面临了濒临死亡的恐惧 她现在看叶瑶瑶的眼神 都变得无比惊恐 这个时候 也是吓得痛哭流涕起来 艰难地吐出自己呛进去的水 哭得一脸凄惨 别 饶了我吧 求求你了 饶了我吧 饶了你 那我这口气怎么消 那 那你要怎么样 叶辰风 运气不差呀 有人这么维护着 仆人小心地看了十二王爷一眼 没敢接话 因为她心里很明白 主子之前是想除掉叶辰风的 所以她也不知道 见着一夭夭这会儿 又救了叶辰风一回 主子心里是高兴还是不高兴 慕容陈宇 忽然也没心情看下去了 收回了眼神 吩咐了一句 查清楚 到底是怎么回事 回来抱我 慕容陈宇很快地离开 而这边 叶达达听着那夫人的问题 冷声道 你老老实实交代我的问题 我就把你送官 让官府给你判刑 谋害朝廷命官 可是死罪 要是被送了官 我就完了 那我要是不交代 不交代啊 那我就只好把你继续按下去 让你再多体会几次溺水的快乐 你放心 我是个大夫 很清楚如何在你冰死之前 把你放起来 让你缓过来一口气 再重新把你压下去 让你重新溺水 如此反复 直到你招供为止 你自己想想 你是直接招供 还是再受点这样的苦 在招供 我有的是耐心折磨你 把你折磨够了再送官 让官府再给你用心 那夫人这会儿 心中半点侥幸都没了 方才那溺水的感觉 那活生生的 就是比大佬里面的刑罚 都要令人害怕 听叶瑶瑶说 自己要是不招供 叶瑶瑶还要这样再折磨自己几次 她如何能不害怕 叶瑶瑶出言道 想好了吗 收买你的人是谁 收买你的人让你这么做 目的是什么 你都干脆地交代出来 才能少受点苦 我 看来是教训没受够了 很好 那我们再来一次 你放心 我不杀你 我就是折磨你 一遍一遍地折磨你 叫你知道溺水是什么感觉 让你打心牙里后悔 这样害我哥哥 别这样 求你了 别这样 我照顾 我照顾就是了 是 是一个婆子买通了我 因着我家夫君 无日之前 与邻居家发生了冲突 不小心退倒了邻居家 九十岁的老母 老人家摔到地上 当场就逼命了 邻居家也并非是 什么孝顺的人家 见此 便立即讹诈我们家 让我们家拿出一笔巨块来 否则就要一直诉证 把我夫君告到衙门 我们家哪里有什么钱呢 更不可能拿得出来这么多钱了 就在这个时候 一个婆子找到了我 说打听到了我家里的情况 想要跟我互相帮助一下 所以你就准备 为了你那个杀了人的夫君 命都不要了 来担着谋害朝廷命官的重罪 当时根本就没有想到你会来呀 原本就是准备着 我再哭一会儿 寻思着 叶将军应该是起不来了 我就赶紧跑了 跟我夫君一起离开京城 众人都只会知道 叶将军是为了做好事 为了救人 才溺死在水中的 少有人是会关心我去了哪里了 也少有人关心我是谁 我特意选了这西街附近的河 也就是因为这边没什么人认识我 我哥哥真以为你儿子出事 才好心来帮你救你儿子 你就这么对他 你良心被狗吃了 你们这些人 利用别人的善心来算计别人 你们心里就不亏吗 我都招供了 我都已经招供了 你不要再把我安到水里去了 我问你 那个婆子是谁 你知道吗 知道的 是经过公府 一位夫人身边的婆子 她是给了我看了她的脸 因着她给了我定金 说是整之后 再会给我另外一半的钱 我把她骗我 也把她跑了 要求看了她的脸 也要求她交代了 她是哪家的人 她就同意了 只是她只肯说 她是经过公府的人 还出事了经过公府的仆人们 身上都有的小家牌 具体是哪位夫人 她就不肯多说了 她只告诉我 说叶将军要死 也就是经过公府里头 主子们的算计 等叶将军死之后 叶家的主子自然会善后 一定能把这件事情 定死称只是救人发生了意外 不是谋害 让我放心做救事 我就 我就 收买你的婆子 是不是也知道 你要选西街这条河 她知道的 她推荐了两条河 都是河里有许多淤泥 和不少能绑住人的脚的草 这两条河都已死过不少人 她说他们家夫人说 叶将军武功高强 必须是这两条河 才更容易得手 其中就有西街 我就选了这条 也告诉了她 那么 你再看到那个婆子 能认出对方来吗 认得出来 自然是认得出的 看着这妇人的样子 叶幺幺也能看出来 对方此刻说的都是实话 叶玄玄是亲眼看见那婆子 鬼鬼祟祟的出来 这妇人不认识那婆子 但是叶玄玄肯定是知道 是哪个婆子的 只要玄玄肯指认 这妇人再确认就是了 叶陈锋听到这里 彻底冷了脸 是家里的人要杀我 这妇人的样子 不像是说假话 而且每个高门大院 家里的妇人们 都是有象征各家 仆人身份的小家牌的 每隔几天 管你就会检查一次 这个东西是不容易试的 一旦遗失 就容易给主人家惹来麻烦 对于家牌都守不住的仆人 各家几乎都会发卖出去 妖妖 管家这几日 可有告诉你有谁的家牌遗失了 没有 哥哥 是杨氏做的 是他 这时候 叶玄玄也终于跟上来 看见烂边的叶陈锋 见着叶陈锋没事 这也才算是松了一口气 到了叶陈锋身侧的 太好了 陈锋哥哥没事 玄炫 这次真的谢谢你 没什么谢不谢的 大家都是一家人 再说了 本来就是我母亲做错事 你不怪我 我就很高兴了 叶陈锋这个时候 却是有些为难的 看了一眼叶陈锋 把那妇人的话 都说给了叶陈锋听 说完了之后 开口问道 陈锋 你能不能帮忙 指认那个婆子是谁 帮忙指认你母亲 毕竟这是要命的罪过 让陈锋来指控 她自己的亲生母亲 她也是有些强人所难 你不能指认也没事 我自己来处理也是可以的 叶陈锋当然可以 现在就让这些护尾们 回晋国公府 不惊动杨氏 直接就来个突然袭击 不给杨氏半点反应的机会 把杨氏身边所有的婆子 全部抓起来 让这个妇人来辨认 到底是哪个婆子 到时候杨氏一样是插尺南非 只是这样的话 到底还是少了叶玄玄的证词 也算是少了一个证人 定罪起来会麻烦一些 只是定罪麻烦 不代表不能定罪 所以叶陈锋还是可以处理的 想到这里 叶陈锋也不等叶玄玄开口 便自顾得道 算了 我自己来吧 这毕竟是你的母亲 我不应该让你夹在中间为难 只是玄玄 这一次 我真的不能放过你母亲了 我会用一切办法 让她自己招供的 她这一次一定要死 必须要死 我绝对不能让她活着 再来害我身边任何一个人 杨氏是晋国公府的人 在府中待了这么多年 素来又公于心计 很是了解府上的每一个人 这样的她 想要下毒手也很是方便 比如杨氏就能料到哥哥心善 料到哥哥担心 那个不存在的落水的孩子 一定会在河中不断地找人 直到筋疲力尽 这么危险的一个人 怎么能放任他继续害人 这个人不死 只会变本加厉 叶玄玄这个时候 却是断然的 我帮你指认 叶玄姐姐 今天出了这个事 我其实真的很后悔 我赶来的路上 一直都在扪心自慰 问自己上次道士的事情 我给我母亲求情 是不是做错了 她这样的人 活着就是不断地害人 我帮她求情 是不是根本就是在害别人 要是陈风哥哥今日 真的有个三长两短 我也就是害死她的帮凶之一 因为我 我母亲才能好好地活到现在 才有害陈风哥哥的机会 我 我不想让她一错再错了 为了这个家好 为了所有人好 我 我指认她身边的婆子 我也会在公堂上 把我所知道的都说出来 叶玄姐姐 我知道你是顾起我的感受 也是关心我 才说你自己处理 但是 我也是叶家人 我必须要明辨是非 我不能引诊 那是我的亲人 就一再对她纵容 玄玄妹妹 谢谢你 到底是怎么回事 玄玄也知道真相 嗯 这次多亏玄玄妹妹过来通知我 我才知道哥哥你遇难的消息 这么说来 我们兄妹都要谢谢你了 没什么可谢的 叶玄姐姐待我好 我做这些也是应该的 而且 我也没有什么帮上忙 亏的是叶玄姐姐会骑马 直接就飞马过来了 不然 我就算偷听到了这些消息 也是一点用都没有 是来不及救你的 唉 我们妖妖真是长大了 已是几次三番救了我这个哥哥了 看来啊 我以后还要是小心些 不能再给妹妹拖后腿才是啊 都是自家兄妹 说这种话干什么 拖什么后腿啊 这叫相互扶持 啊 你说的对 是相互扶持 走 我们赶紧回家 抓扬师认罪 股方欢拖延情有声趣 独一小狂飞 感谢您的收听 火音声客出品 古风欢拖延情有声趣 独一小狂飞 欢迎收听 第四百九十三集 叶晨峰这会儿 也已经彻底缓过来了 也是得回家换一身衣服 他看了一名护卫一眼 开口道 你去驿站 搞知成颖国皇子和郡主 就说本将军遭人算计 晚些时候才能回去陪他 是 应下之后 那名护卫就赶紧离开 往驿站去了 叶妖妖也同叶晨峰一起 往静国公府走 护卫们也不需要 叶妖妖吩咐什么 便直接将那名妇人 给抓住 一起绑着离开 到时这个时候 叶妖妖也回头 看向一名护卫 开口道 去买些蛇回来 还有 把金赵福音请来 让他暗中陪审 是 这 你要为姐姐买蛇干什么 玄学妹妹 一会儿到了府上之后 你指认完了那个婆子 就直接回自己院子 若是需要你上官府作证 我才叫你过来 为什么让我先回院子 怕蛇吓到你 哦 好 当时叶晨峰听出了几分不对 只是也知晓妹妹这样做 必然是有用意的 就没有再开口 晋国公府 杨氏这个时候 心情非常好 正在家里等消息 因为知晓很快就能看到 叶妖妖伤心欲绝的场面 只要这样想想 他都觉得心里畅快 从正是回到这个家里之后 他今日倒是难得有心情 坐着品名 就在这个时候 他院子门口的婆子 忽然慌慌张张地进来 到了杨氏的跟前之后 开口道 姨娘 不好了 二小姐带着人往这边来了 她脸上都是怒气 还有 还有我们收买的那个妇人 也被护士们带着来 一起过来了 她这 是不是知道什么了 别怕 有什么好怕的 我们不能慌 不能自乱阵脚 只有那个妇人指控我们 一人之言是不足为证的 只要我们死不承认 就不会有事 嗯 妇人说的是 月晨峰呢 她死了没有 没 没死 跟二小姐一起回来的 这会儿 也一起过来了 这下 杨氏心里才是真的有点慌 要是叶辰峰已经死了 叶瑶瑶能抓住那个妇人 来找自己问罪 那反而说明 只有那个妇人出卖了自己 但是现在叶辰峰根本就没有事 说明 叶瑶瑶是不是及时把叶辰峰给救下了 要是这样的话 叶瑶瑶怎么会先一步知道自己的计划 难道是有人告密 会是谁告密呢 杨氏正慌慌张张地想着 叶瑶瑶就已经带着人闯入了她的院子 杨氏正理了一下面上的容色 走到了门口 看着叶瑶瑶开口道 就算我如今只是个妾室 不过就是奴婢 身份比不得你叶家体女尊贵 但是你就这样带着人闯入我的院子 这也是不对吧 是不是太过分了一些 嗯 玄瑶怎么也来了 玄瑶妹妹 你看见的是哪个婆子 就是她 猪婆子 叶玄瑶这话一出 那猪婆子的腿就已经有点抖了 因为她是负责出去收买那个妇人的 眼下知道叶瑶瑶和叶辰峰带着人来了 她此刻正是心慌呢 没想到眼下这一指认 就指认到了自己的头上 二小姐 玄瑶小姐 老婆子我就只是一个奴婢呀 奴婢真的什么都没有做过 你什么都不知道 奴婢实在是不知道你们在说什么 哼 你什么都没有做过 什么都不知道 那你慌什么 你跪什么 还不快点滚起来 你这么跪下是想干什么 是想冤枉你主子我 办了坏事吗 不不不 不是的 老奴没有 叶瑶瑶看了一眼叶瑄瑄 叶瑄瑄想起来叶瑶瑶之前交代的话 说是让她指上了婆子 就直接回去 等官府的人找她 眼下见着叶瑶瑶盯着她 她虽然还是有些不放心 但也还是听了叶瑶瑶的话 选择了暂时离开 等叶瑄瑄一走 叶瑶瑶才指着猪婆子 看向那名自己从河岸边上绑来的妇人 开口问道 你说收买你的是不是她 是 就是她 就是她收买我的 她收买我的银子 已经有一半 都送到我们邻居家了 她说了 等事成了之后 再给我另一半 的确就是她 错不了 这妇人说 是你收买她 让她假装儿子掉进了河里 骗我哥哥下水去救人 她说的话 是真的吗 不不不 不是真的 这都不是真的呀 叶瑶小姐 奴婢真的不知道她在说什么呀 这个妇人 就是来叛悟我和我家姨娘的 您千万不要相信她的胡言乱语 叶瑶小姐 我说的话都是真的 当真就是这个婆子收买我的 千证万确 我绝对没有说假话 我真的什么都不知道 瑶瑶小姐 你不要相信她的话呀 你什么都不知道是吧 是的 我什么都不知道 真的不关我的事啊 我什么都没有做过 可真是巧了 玄瑄今日看见你 鬼鬼祟祟从片门回来 又偷听到你同杨姨娘说 要害我哥哥的计划 这夫人也正好指控你 结果你却说 你什么都不知道 那好 我现在就帮你知道知道 来人 就在这儿 挖一个坑 两米长一米宽 一米高就好 护卫们应了一声 立即挖坑 杨士这个时候也算是明白了 又是叶瑄瑄这个小贱人 从中作梗 见着叶瑶瑶张罗着 让人挖坑 她顿时也有点心慌 开口道 叶瑶瑶 你这是想干什么 这是我的院子 你是不能随便挖坑的 你不过就是一个妾 在你的院子里挖坑怎么了 我说可以挖 我说可以挖就可以挖 瑶瑶 你自顾的挖就是了 四方的院子里 我还是能做得了主的 多谢四神 瑶瑶 你不用谢我 我这会儿过来 其实也是为了我们四方找找 是不是有什么藏屋纳垢的东西 要是真的找到了 也算是为我们四方除害了 是四神应该谢谢你才对 夫人多虑了 我们这院子没什么害要除 正是吃笑了一声 并不理会她 护卫们挖坑 并不需要多少时间 没一会儿 就已经把坑给挖好了 这个时候 叶瑶瑶的眼神 看向那名出去买蛇 眼下手中拎着一个麻袋的护卫 开口道 把你手里的东西 倒进那个坑里 护卫二话不说 就走到了那跟前 打开了麻袋 将一袋子蛇都倒了进去 这下 就是正式都色缩了一下 后退了一步 并并 你这是 叶瑶瑶走到那猪婆子的身边 把猪婆子后领提着 到了那蛇坑之前 冷笑道 你什么都不知道是吗 那我就把你推下去 我相信你下去之后 就能知道不少东西了 哎呀 悠悠小姐呀 不要 不要推我下去 那都是蛇呀 他们还是会咬死我的 哎 求求你不要 不要这样啊 我手一松 再往前一推 你就掉进去了 你好好想想 你自己之前的话 今日这夫人指控的事情 你是真不知道 还是假不知道 就是被杀头 也不过就是砍一刀罢了 一刀过去什么都没了 可是被推下去 那就没那么轻松了 你想想 那蛇要是爬到你身上 啊 啊 姨娘 救我 姨娘 哼 她自身都难保 怎么救你啊 你们不能这样做 你们这般太过分了 你们 狄小姐审安 什么时候 轮到你插嘴 还是你想到官府去审 去官府 你们一样 没什么好下场 哼 看来你是真的不想说了 好 说着 叶妖妖手一松 就要推人 猪婆子吓得面无人色 赶紧开口道 我招供 我招供 不要推我下去 是杨姨娘 是杨姨娘 她看你不顺眼 所以要害死大公子 是想要让你伤心欲绝 这都是杨姨娘的主意 我只是一个仆人 我不得不听杨姨娘的话 你饶了我吧 杨姨小姐 你饶了我吧 说着 猪婆子就要跑 想要远离那个蛇坑 她一点都不想被推下去 也一点都不想再看见那些蛇 更不想听见里头那些蛇 嘶嘶嘶地吐着蛇杏子的声音 太可怕 真的太可怕 杨姨顿时惨白了脸 腿脚也有些发软 她指着猪婆子道 她胡说 这都是这个剑壁 自己的主意 我什么都不知道 此时跟我没有半点关系 叶瑶瑶一点都没意外 杨姨的回答 她嘴角微微一扯 把杨姨拉过来 也拽到了那蛇坑边上 杨姨自也是害怕的 看着下头五彩斑斓的蛇 她吓得脸色发绿 叶瑶瑶开口道 既然你也不知道 我也让你来看看这些蛇 只要我把你推下去 你就会砸到这些蛇身上 蛇吃痛了 肯定拼命咬你 你想不想下去试一下 你就是把我推下去 我也是什么都不知道的 你是不知道呢 还是以为我不敢推你呢 总之你别想吓唬我 我什么都没有做过 你以为几条蛇 就能让我承认 我没做过的事情吗 那不可能 哦 那看来杨姨娘你 还是个硬骨头 我这根最喜欢做的事情之一 就是检验很多坏人的骨头 是不是真的这么硬了 那你下去吧 古风欢托言情有声趣 独一小狂飞 感谢您的收听 第四百九十四集 伴随着杨姨的一声惨叫 她普通一声 就落入了蛇坑里 所有人都愣了一下 都没想到 叶妖妖竟然真的这么干了 杨姨摔下去之后 就被蛇咬了好几口 疼得她不断地惨叫 不少蛇 立即就攀爬到了她的身体上 吓得她脸色发绿 不断地惨叫道 救我 救救我 快救救我 拿个棍子来 只要杨姨娘试图往外爬 就乱棍把她打回去 是 救命啊 杨姨 你不得好死 别咬我 好疼啊 我要死了 你好好想想 你是说还是不说啊 你说了 我就救你上来 杜说 你就在下头待着吧 等你最后剩下一口气的时候 我就把你捞上来 给你治好 再重新丢下去 杨姨的脸上 这个时候都爬过了一条蛇 不少蛇还在往她袖口里头钻 烟凉的触感 落到了她的皮肤上 她浑身上下的鸡皮疙瘩已经全部起来了 而且那些蛇还在动 随时就有可能咬她一口 她真的吓得三魂少了气魄 她哭着道 我招 救我上去 我都招 我什么都招 好 我现在问 你就回答 等你回答完了 我再救你上来 难道就不能先把我救上去再让我回答吗 我真的都招了 我 猪婆子的话是不是真的 是你让她去收买人 害我哥哥的 我告诉你 我耐心有限 如果让我觉得你在说谎的话 我现在就走了 等我晚些时辰 心情好了再来问你 是是是 她说的是真的 是真的 你还有什么要问得干净的 哟哟 舌坝到我身上来了 你快点 你快问她 你是不是想知道 我为什么要害你哥哥 就是因为 因为你 都是因为你这个小贱人 瑞哥是我的儿子 但是他向着你 他绝对向着你 那是我从小养大的儿子 我在这个府中 做的所有的筹摸 都是为了他 可是他呢 我被你害得毁了脸 他最后竟然站到你那边去 他说是我做错了 江月瑶的事情 他还找你 跟你说 让你不要听我的 就是要告江月瑶 他还给你送蜂蜜 他是我儿子 凭什么向着你 你生辰 他还给你送蜂蜜 我不甘心 我就是不甘心 你这分明就是想把瑞哥 从我身边抢走 让他变成你那个阵营的人 就是为了让我体会骨肉分离之痛 让他跟你一起对付我 既然这样 我也要你常常一样的痛 我就是要夺走你的哥哥 我要叶辰风死 这样的话 你也一定会很痛苦 你就能体会到我的难过了 你真是疯了 哪一回杨氏出事了 叶瑞没有帮他求情啊 这孩子心里是惦记着自己母亲的 但是这个女人 却只看到叶瑞同妖妖师好的那几回 认定了妖妖是要抢走他的儿子 还做出这等丧心病狂的事 这可不就是疯了吗 都是因为这个贱人 要不是你这个贱人 突然回到金国公府 我早就把叶辰风给除掉了 岂会等到今天才动手 最后被叶玄玄那个小贱人看到了 当真是冥冥之中自有定数 当初把四审找回来 没想到竟然也在这件事上 帮了我自己一把 若不是四审拖住了杨氏 让杨氏今日才能出手 但凡杨氏选了之前其他日子动手 都不一定能正好被玄玄瞧见 那样就不一定来得及帮哥哥了 你就只是为了这个 就算是没有这些 我也是不会让叶辰风活着的 这个家里 所有挡着我瑞哥当世子的人 我都会一个一个挨着除掉 不管是二房的嫡子 还是三房的嫡子 我一个都不会放过 这府上所有的财产和荣光 都只能是我们母子的 曹氏原本就是听说了 这边出使过来看热闹 走到门口就听见这话 顿时一争 想当初他虽然惦记 世子和郡主的位置 但是想着 世子就算没了叶辰风 那还有二房的嫡子呢 轮不上自己的儿子 所以就只盘算着 怎么各营叶摇摇 为自己的叙叙得到郡主之位 从来就没想过世子之位的事 没想到 杨氏的野心居然比自己都大 心思也这么独 世子的位置杨氏都想要 还想把大房二房三房的嫡子 全部除掉 哎 等等 三房的嫡子 不就是自己生的吗 曹氏反应过来之后气坏了 进屋就骂了一句 你这个妖狩的小贱人 你还想伤我的儿子 你到时候动手试试看 你看我捅不捅死你 说着 曹氏就气呼呼地往里头冲 正要去走杨氏 结果进了院子 都没看见杨氏 倒是听见杨氏哼哼唧唧的惨叫声 他寻着声音走到坑边一看 顿时吓得白了脸 赶紧后退了好几步 打扰了 虽然现在很想打杨氏 但是好歹还是等他上来再说吧 好吓人呐 叶摇摇这个时候也想起来了 之前红鸾说了 叶摇是主动提出 把涨价的权利给自己 却让自己接住 不要给杨氏 因为觉得杨氏不是好人 甚至是那种 想把自己跟前所有的绊脚石 全部都搬砍的那种人 眼下看来 红鸾倒是看对了人 杨氏当真就是这种人 谁挡了他的路 他就要谁死 不管前头挡着多少人 他都可以不厌其烦地挨个除掉 杨氏说完之后 尖叫道 蛇又咬我了 叶摇摇 你药知道的我都说了 你还不把我救上来 叶摇摇骗了他一眼 从自己的腰间 拿出一个锦囊 取出一个药瓶 将里头的药粉 直接洒了下去 洒到了杨氏的身上 那些蛇闻着味道 纷纷后退 不敢再靠近杨氏 并且蛇很快地 都软啪啪地 不再动了 这些蛇被迷晕了 抓起来 拿出去到山上放生 算是谢谢他们 帮我审案了 是 护卫们很快地把蛇抓走 也把杨氏从坑里头 拎了上来 杨氏这个时候 浑身都是被蛇咬出来的伤口 不少伤口还在发青发紫 显然有几条蛇是有毒的 也要要扔给杨氏一颗药丸 呢 解蛇毒 你要留我一秒 你想多了 我是准备让官府杀你 你都说了 燕瑞如今这样向着我 如非必要 我只好亲手杀你 让他恨我 影响我们的姐弟关系 杨氏 你就放心去刑场赴死吧 等你去官府被杀头之后 我跟燕瑞弟弟的关系会更好 一定会让你气到 死不瞑目 你 好一个杀人忠心 金赵福尹大人 你也都听清楚了吧 曹氏刚才进来的时候 就看见金赵福尹在门口了 只是他被杨氏疯狂的话给气到了 眼下听叶瑶瑶这么一说 他也跟着看向了院门外 金赵福尹这个时候 从外头走了出来 看着叶瑶瑶点头道 侠二小姐 下官都已经听见了 杨氏既然都已经招任了 此时 就可以定罪了 谋害朝廷命官 还是一品 大员 这是死罪 下官 这就把他们都带走 签字画压 若是他们有人不愿意签字画鸭 大人大可以学我 也抓几条蛇回来 帮帮他们说真话 帮助他们做一个诚实的人 是 下官记住了 来人 把他们都带走 大人 有了猪婆子 和这被收买了的夫人的供词 还有杨氏自己的供词 那么玄玄就算不上公堂作证 也是能给杨氏定罪的吧 能 若是杨氏和猪婆子死活不招供 那就一定要玄玄小姐走一趟 把所见所闻都说出来 才能给杨氏定罪 但是叶儿小姐 您此刻让杨氏自己招了 此时不必劳烦玄玄小姐了 叶瑶瑶 你原本就有了玄玄和这妇人的供词 你舅就能给我们定罪了 你却偏要弄了这么多蛇 来逼着我们招供 你这是想保护叶玄玄那个小贱人是不是 是 叶玄玄在家里指认了猪婆子 这倒是没什么 可她若是去公堂上 亲自指认了自己的母亲 说得好听 那就是大一灭亲 但是难听一点 难免就会有人觉得 她是忤逆不孝 帮着别人谋害自己的亲生母亲 叶瑶瑶既然能直接让杨氏招供 倒也没必要 让叶玄玄去面对这种情况 所以她就把叶玄玄给支走了 一力把事情处理完就好了 总不能真的让叶玄玄为了帮她 下半辈子都被人指指点点 说她是个不孝女吧 贱人 都是贱人 你骂谁贱人啊 你才是个贱人 你竟然想害死我的好哥 你这个死贱人够东西 你这个小娼妇 你想过吗 你亲生的女儿 为什么不向着你 她还帮着妖妖揭穿你 你想过吗 你跟妖妖的关系 闹成这个样子 你自己的儿子 为什么还牵手给妖妖做风筝 还不是因为你这个贱人 根本就不配做母亲 没人待见你 你就自己一个人 鼓励你得去死吧 赶紧去死 曹师素来将儿女 当成自己的命 当初跟叶玄玄作对的时候 她就是拿孩子们发誓都不干 她心里有多在乎 自己的宝贝儿子 眼下就有多想打死杨氏 道士经兆夫人 怕她真的把人 给直接打死了 开口劝了一句 三夫人 还是算了吧 让下官去处置吧 呸 也是 免得打死了这个肮脏玩意儿 脏了我的手 母亲 发生什么事了 叶瑞听见了动静 跑了过来 看着有人 要拉着她母亲走 她一时间白了脸 这几日 她虽然很为杨氏跟她断绝母子关系的事情生气 也知道自己如今已经不能叫她母亲了 只能叫她姨娘 但是这毕竟是自己的母亲呢 见着对方似乎是要出事 她当然也是着急的 杨氏看见了叶瑞 拼了命地挣脱了牙翼的琴致 抱着叶瑞 就哭了起来 瑞哥 你快去找你爷爷帮我求求呀 瑞哥 我做的一切都是为了你呀 母亲做的一切真的都是为了你 全是为了给你绸缪 都是为了让你能当上世子 能继承这个晋国功夫 母亲才这样做的 你不能不管母亲呀 所以母亲 你到底做了什么 你母亲买通了人 骗我哥哥下水去救人 想把我哥哥溺死在河里 不仅如此 你母亲为了你能当世子 还打算杀了我哥之后 再杀死二房的你的叶迅堂兄 并害死三房的你的叶昊堂兄 都是为了给你成为世子 继承晋国功夫铺路 他要用这么多欺人的尸骨成全你 让你睡不好 良心不安 你觉得 你母亲对你是好 还是不好 古风欢托言情有声句 独一小狂飞 感谢您的收听 火音声客出品 古风欢托言情有声句 独一小狂飞 欢迎收听 第495集 叶瑞听完这话之后 竟然色缩了一下 他用一种不敢置信的眼神 看着杨氏 甚至推开了杨氏 有些恐惧地后退了一步 他开口问道 母亲 是 是真的吗 瑞哥 母亲真的都是为了你 全部都是为了你 母亲一个妇人 要这些东西也没什么用处呀 这一切 全部都是为了你 瑞哥 你要相信母亲 你要相信母亲 赶紧去找你爷爷 去哭着求他去给的磕头 赶紧去帮我求情 这就是说 瑶瑶姐姐的话 全部都是真的了 这个时候 叶瑞也注意到了 叶辰风的身上湿漉漉的 头发都还在滴水 想来是真的落了水 杨氏看着叶瑞这样的神情 心里也是有些发慌 他开口道 瑞哥啊 这些都不重要 外人是死还是活着都不重要 重要的是我们母子的荣耀 是我们四方的荣耀 还有我娘家杨家的荣耀啊 母亲没有做错 母亲这只是因为失败了 母亲若是事成 你是会感激母亲的 你怎么这么可怕 你真的比利果还要吓人 你的心太狠毒了 你根本就不是在为我计算 你这是在害我 你要是真的杀了兄长们 我就算继承了金国功夫 到时候如果事情被人揭穿了 我会是什么下场 母亲 你这是要害我一辈子不能安息 一辈子不得安眠 一辈子不得好抱 甚至可能害我 跟你一起上断头台 不不不 瑞哥 你说的这是什么傻话 母亲若是事成了 这个金国功夫 属于金国功的荣耀 属于叶辰风的荣耀 就全部都是你的了 都是你的 就算是真的出事了 被人知晓了 母亲也会一个人担着责任 不会连累你的 母亲 你不要再说了 我真的觉得 你现在很吓人 叶瑞是真的觉得可怕 觉得自己孝顺了多年的生母 让她发自内心的恐惧 杨氏就像是疯了一样 说出来的话令人生畏 此刻的表情更是让人觉得猙獰 叶瑞甚至想 就这么跑了算了 但是又想着 这个人到底是自己的母亲 自己要是真的走了 恐怕就没有人救她 所以叶瑞 强行让自己的脚步定在原地 可她已然完全不敢靠近杨氏了 杨氏见着叶瑞 一点都听不进去自己的话就算了 竟然还躲在叶夭夭的身后 她一时间气得眼睛都红了 她一跃而起 对着叶瑞冲了过来 她的表情已经彻底扭曲了 到了这跟前 就掐着叶瑞的脖子 她咬牙切齿地道 你竟然不救你的母亲 还望叶瑶瑶这个贱人的身后躲 你的心里就只有她这个堂姐 没有我这个母亲了是不是 好呀 你向着她 我叫你向着她 我就当没有生过你 你去死好了 你现在就去死 我看你是真的疯了 母亲要杀我 母亲居然要杀我 只是因为 我和瑶瑶姐姐身后躲了一下 母亲就要掐死我 要是瑶瑶姐姐 没有把母亲给拉开 我现在 是不是就已经断气了 孩子 别哭 别怕 说着 正是把叶瑞抱进自己的怀里 拍着她的被安抚她 叶瑞刚刚才被杨氏掐了脖子 又是伤心又是害怕 自然没有推开正式 杨氏看着这一幕 更是气得怒不可喝 现在叶瑞站在叶瑶瑶那边就算了 就连正式这个贱人抱着她 她竟然都不躲了 她一时间更加生气了 你这个小畜生 你连自己的亲娘都不认了 竟与正式这个老贱人母辞子孝 好 好 你不认我就算了 你跟叶玄玄都是不孝子 你们两个人就不该从我的肚子里头出来 你们都该死 你们就该投她去做正式的孩子 我就该当没生过你们 拉住她 别再让她伤人 牙医们赶紧把杨氏按住 按在地上 杨氏拼命地挣扎 可即便她如何疯癫 如何地生气 按着她的都是两个身体强壮的大男人 她此刻便彻底不能动了 但是她嘴上还是扬声道 叶瑞 你给我听着 你做好立刻去给我求情 不然你会后悔的 你以为正式带你是真心的吗 这个世上带你真心的人 只有我一个而已 只有我 正式这个贱人都是装的 叶妖妖同你往来 也不过就是为了弃我罢了 你以为他们都喜欢你吗 你真是傻透了 你分不清好歹 你看不清他们脸上伪善的面具 是 你不伪善 你最真实 而你真实的面目 就是恨不得杀光这个家里所有的人 你儿子觉得你可怕 往我身后躲了一下 你都恨不得亲手掐死他 你倒是有脸说你待他真心 我错了吗 我不过就是为了让我儿子 成为这个赞英世家的一家之主 为了 你以为 没了陈锋 这个晋国公府 还能多少年不到 还能是 赞英世家 晋国公这话一出 杨氏顿主 扭头看向门口 晋国公脸色铁青地进来 叶瑶瑶回家之后 其实也让人去请晋国公了 但是正好他今日不在府上 出去跟城王喝茶了 管家刚刚才把他给找回来 晋国公在门口 也正巧遇见了 叶瑶瑶派出去 去山上放蛇的护卫 问了几句 也知晓了是什么事了 这一到了杨氏的院子附近 又听见了杨氏的几番风话 他简直是怒不可遏 他进门之后 先是看了一眼 经兆府尹 开口道 可否请大人先回避 逮着其他的罪人先行 本国公说完了家事 便将杨氏送到经兆府 是 那下官先告退了 经兆府尹一挥手 带着衙役 压着猪婆子 和被他收买的妇人 先行离开 暂时把杨氏留在了原地 等经兆府尹一走 杨氏就开口道 国公爷 你的话是什么意思 我们晋国公府是世袭的爵位 就是没了夜晨风 还不是一样的风光 视觉席位 一样的风光 你真是个无知妇人 不说远的 就说镇南王府薛家 这些年家中 没几个子孙被争弃 他们就在京城 混成了什么样子 你再想想闽王府 白家又是什么样子 你再看看任丁西伯的陆王府江家 你看看他们又是什么样子 他们也都是世袭的爵位 你看他们家都风光吗 你以为一个赞英使家 是一个人还是两个人撑起来的吗 那是整个家族所有人一起撑起来的 你要害死这个 害死那个 害到禁国公府没剩下几个人 你要靠谁支撑着门眉 靠你十岁猪头的儿子吗 不 不是还有我父君 还有二哥和三哥 也都在朝围官吗 有他们在 那 难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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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难消 哪个是争气的 我唯一在正常上争气的大儿子 已经没了 剩下的三个 当我死了之后 谁能吻得住 禁国公府的大局 谁能保证我们禁国公府 门停不倒 不被外人欺呀 没落的高门士族 最后会连新贵都不如 你的儿子 就算是做了这个禁国公 又能怎么样 还不是一样 遭旁人财他 如今京城内不少没落的 名门望族 倒也的确是连新贵都不如 这些年 整个京城的望族 都给我们禁国公府 几分怜悯 给你这个从前的野家四夫人 几分怜悯 你以为为的是什么 为的是我头顶的禁国公这个头衔吗 他们为的是陈锋争气 为的陈锋身居要职 守我重兵 为的是我在军中也还有几分威信 而你呢 你放着体面的日子不过 放着外头的警钟不要 偏偏要自毁门庭 你自己想想 这个府上没了尘封 我也死了之后 禁国公这个爵位算神吗 能比镇南王府好到哪儿去 我 镇南王府当初在京城 勉强能得几分敬重 是因为他们知道霸解当时的皇后 可你呢 还在这个家中 一而再再而三寻 夭夭的不痛快 她是未来的太子妃 太子殿下 是一国储君 是天生未来的君主 你告诉我 你一边自毁门庭 还死尘封 一边得罪未来的太子妃 得罪完了 你还想让你的儿子 做镜国公 你是想干什么 你是怕我们禁国公府 倒得不够快 还是怕你们四方死不透啊 杨氏差点没被这些话给噎死 但是却也是真的 就像是被兜头浇下来的 一盘子冷水一样 整个人心里都是透心凉 人都清醒了不少 是啊 要是叶尘封死了 刚在军营也混出些成绩的 叶迅也死了 自己还把未来的太子妃得罪了 那瑞哥当上了禁国公 又能怎么样呢 瞪着他们的 便是一个门庭没落 还要被东宫刁难的未来 要是叶尤尤还当了皇后 那 禁国公深吸了几口气 又看了一眼边上的曹氏 而这会儿二房的叶南亭 也听到了消息 来了这里 禁国公开口道 既然几房的人都在 我今日也不妨 把话都说明白 我知道 我知道 这些年我一直偏宠妖妖 胜过宠爱 这个家里的每一个儿孙 你们心中 一直都有些不满 阿西不敢 你们不用骗我 我心里有数得很 我今日也就直白地告诉你们 我为什么一直偏宠她 因为我知晓 我百年之后 只有陈锋一个人 能撑得起这家族的门楣 有陈锋在 这个家就不会倒 你们以为 你们几房从小就捧杀妖妖 陈锋就看不出来 你以为 他对你们就没有成见 曹氏顿时低下头 不敢抬起了 叶南亭也不敢说话 因为临时从前 是怎么捧杀叶妖妖的 他心里也清楚 他虽然很少参与 但是也从来不阻挠 请国公道 我每每看见你们翻来覆去的找死 我心中又着急 我便想着 我待妖妖好一些 再好一些 待我百年之后 陈锋能够看在我的面子上 看在我这个爷爷的面子上 看在你们都是我的子孙的面子上 保你们几房 也是物贵 好在我的苦心没有白费 陈锋回回打了圣仗 连了奖赏都会交于公众 给你们所有人银子使 使徒上能帮你们的 他也都帮 为你们撑着面子 让你们过得比谁都疯狂 瑶瑶也是从小 就是个好孩子 孝顺 心地又好 我也一直觉得 自己没有白疼爱他 可你们呢 你们半点都看不清楚 我对你们的勇心 和成日里心怀怨恨 不管我如何救他 也非要跟妖妖作对不可 你们把陈锋 对这个家的付出 不视而不见 你们把我的苦心踩在脚底 如今 杨时你更能耐了 你简直狠不得杀了全家 成全你的儿子 我看你们这些年 是日子过得太体面了 把脑子全过得残缺不全 古风欢托言情有声句 独一小狂飞 感谢您的收听 火音深刻出品 古风欢托言情有声句 独一小狂飞 欢迎收听 第496集 叶晨峰此刻沉默不言 她先前便想给妹妹 买明月缺的玉佩 那块玉价值连成 她的俸禄的确是不太够 但是加上陛下这些年的赏赐 却是够的 只是她所有的银子 全部都交于宫中了 所以才不能把最好的东西给妹妹 她自认这些年 也的确是为这个家中做得不少 可最终她跟妹妹 还是一次一次被针对 甚至被谋害 要说不寒心 也是不可能的 己房的人 这个时候也是醍醐灌顶一般 被晋国公教训得说不出话 叶晨峰正想开口 晋国公却没给她说话的机会 而是看着一众人道 一会儿把杨氏送去官府 至于你们其他人 回去之后 把我的话 说给你们房中的每一个人知晓 日后 哪一方若是再犯糊涂 我就把他们 赶出这个晋国公府 你们就给我出去自立门户 我这晋国公府 容不下你们这么多大佛 叶南亭和曹氏都吓了一跳 他们心里都明白 离了这个晋国公府 以他们家各自房中的身份地位 虽然也过得不会比寻常人家差 但是绝对远远比不上如今的日子 也绝对不及如今的体面 甚至还会影响孩子们的前程 叶南亭赶紧道 父亲 林氏已经死了 我们二房如今也很是安分 父亲您放心 儿子是断然不会与侄儿和侄女为难的 父亲放心 儿媳日后 一定如最近这段时日一半 老老实实的 断然不会给父亲添堵 父亲 爱惜的为人 您是知道的 晋国公听到这里 眼神在他们的身上来回扫 看着他们的脸色都十分诚恳 想来未来是真的不会作妖了 他心头的火才下了一些 这个时候 他也看了叶陈锋一眼 开口道 陈锋 爷爷跟你保证 若是这府中 他们再害你 再害妖妖 爷爷就把他们赶出家门 绝不顾惜 爷爷 你那意思我明白了 爷爷决定就是了 好了 那阳师就送官吧 他这个脑子 我们晋国公府是救不了了 上次太子殿下在此 就说要割了他的舌头 我当时都没意识到 这个女人的凶恶 还以为 命人打几个耳光 她就能长教训 现在看来 是我错了 既然这样 就只好劳动国法 来顶多了 国公爷 我知错了 我这一次是真的知错了 您就饶了我吧 您就直接让夫君 一纸修书把我给修了吧 把我送回杨家去 我保证我再也不出现了 再也不寻叶家人的不痛快了 再也不会害陈锋 也不会害妖妖了 国公爷 您就给我最后一次机会吧 不行 晋国公看了一眼叶妖妖 心里也明白 这一次事关叶陈锋 也的确是触到了妖妖的底线 所以妖妖才这样断然地拒绝饶了杨氏 她其实也没打算饶了杨氏 他们晋国公府最出色的陈锋 他最喜欢的孙子 他们叶家未来的希望 门庭的荣辱 差点都舌在这个毒妇的身上 他如何能荣得 他开口道 不是我不想饶你 实在是你一错再错 不知悔改 上一次你找了假斗士 险害妖妖 我就以为饶了你一命之后 你是会悔改的 可是呢 眼下你就是真的悔改了 也来不及了 你做的错事太多了 瑞哥 瑞哥 你快点说话呀 快点给母亲求情呀 瑞哥 你别叫我 别叫我 我什么都不知道 你不是我娘 你不是我娘 你疯了 你要杀所有人 你连我都要杀 我没有你这么狠毒的娘 先生说了 恶人做了恶事 就是应该受罚的 你去受罚吧 你不要叫我了 爷爷 还是快点把杨师送走吧 瑞哥受不得刺激了 去 把杨师送走 瑞哥 你看看我 我是你娘亲呀 你不要怕我 瑞哥 你就看我一眼行不行 你就不配当他娘 杨师眼神一暗 省不住掉下眼泪来 被护卫们就这么拖走了 他被拖走之前 一直叫着叶瑞的名字 希望叶瑞能够看他一眼 但是一直到他被拖出去 到他彻底消失在所有人的视线之内 叶瑞也再没有抬过一次头 叶瑞瑞看了一眼叶瑞的仆人 开口道 我一会儿回去之后 研制一些安神的药丸 你晚些给瑞弟弟服下 瑞瑞放心吧 我会盯着他吃下去的 这个时候 就是叶瑞瑞的有点意外 当初是杨师害死了正式的孩子 正式对叶瑞瑞一如既往的好就算了 对叶瑞也能如此 扪心自问 叶瑞瑞觉得 就算自己是正式 他也做不到正式这种程度 进国宫这个时候 开口道 行了 都散了吧 陈锋也回去换身衣服 是 爷爷 叶瑞瑞看了一眼叶陈锋 总觉得哥哥不太对劲 进国宫说完了 举步离开了之后 叶陈锋也准备往自己的院子走 倒是叶瑞瑞很快地跟了上去 他开口问了一句 哎 哥哥 你刚才同爷爷 是在打什么哑咪啊 我看见那个时候 爷爷训斥完了他们 你好像是准备开口似的 但是爷爷没有跟你说话的机会 后头你又忽然说 爷爷的意思你明白了 让爷爷决定就是了 你们这是 你这么聪明 会猜不到 不是猜不到 是不敢这么猜 哥哥 你之前是不是想跟爷爷说 你想分家 我跟你出去住 我们自己立立门户 从此跟这些叔叔婶婶们 再不相往来 对 爷爷看出了你的心思 所以就先说了 若是他们再这样 就把他们整房的人都赶出家门 这样 就把哥哥原本想说的话 给堵住了 是 哥哥 你是兵马大元帅 咱们就算是跟晋国公府分家了 我们两个离开的这个府邸 也依旧能过得很好 照样是没人敢惹我们 但是按照我们天圣皇朝的规矩 分家的话 晋国公府的头衔 府中的世子郡主之位 便都跟我们没关系了 你在乎郡主之位吗 当然不在乎了 且不说我要做太子妃 比郡主的位置高上百倍 就是哥哥做了决定这一点 我也定然是会跟随的 郡主的头衔算得了什么 这就是了呀 你不在乎郡主之位 我其实也不在乎这世子之位 只是爷爷想把一切都托付给我 爷爷清楚 我承袭他的爵位 定能保住我们晋国公府的荣华 我一直知晓爷爷的想法 我也一直在按照爷爷的想法去做 尽管我不喜欢家里很多人的行为 我都一直尽了全力忍着 我自然对这个家也是尽心尽力 因为爷爷真的很宠爱你 我没法甩手就走 让爷爷失望 这段时日啊 他们总是变着花样的害你 你都能解决了他们 见着你这样聪明又厉害 我便也不是很担心了 可是今日 瑶瑶 我是真的怕了 我最怕的不是我溺死在河里 我最怕的是啊 当时我的腿脚抽筋的时候 你在岸边看我的眼神 啊 是 什么眼神啊 我当时明明是很极其的眼神啊 有什么不对吗 你从小就不会游泳 你上次坠马醒来之后 会了许多从前都不会的东西 比如作诗 比如医术 但是我知道 你还是不会游泳 对不对 你若是会游泳 你早就下水去救我了 嗯 我确实是不会游泳 可是你从那个时候的眼神 我看出来 要不是护卫们敢闹了 你就是不会睡 怕爷还是要冲下河里来救我的 是不是 叶瑶瑶一正 这才知道 自己的心思 原来都被哥哥看破了 他当时看着哥哥在水中那么危险 他是差点不理智地下水救人了 尽管他心里很明白 自己不会睡 下去怕也是要送死 但是他能站在岸边 什么都不做 近眼看着哥哥溺死吗 他做不到的 所以他的确是差点 就不管不顾地冲下去了 见着叶瑶瑶不回答 叶辰峰就明白 自己是猜对了 他盯着叶瑶瑶开口道 幸好当时护卫来了 不然 所以瑶瑶 这一次我是真的怕了 我自己的大意 误信了那名妇人 真的以为她的孩子落水 我上当的下场是 险些不仅仅害死我自己 还要害死你 哥哥原本该是保护你的人 眼下却成了你的弱点 险些连累着你跟我一起送命 所以啊 就算爷爷会失望 就算会显得我是业界的不消子孙 就算天下人都骂我 说自己出去了 就不管家里人 我今日在回来的路上 也已经想好了 要带着你搬出去的 不要什么 近过功夫世子的位置 不与这些人再有牵连 我们兄妹 过平平静静的日子 只是没想到 没想到爷爷这么聪明啊 看见我那时候想开口 就已经预料到我会说什么 然后把我所有要说的话 全都给堵了回去了 妖妖 你会不会觉得 哥哥挺没用的 原本我是下定决心要搬走的 可是爷爷这么说了 他的年纪也大了 我也担心我坚持搬出去 他老人家受不住打击 身体也承受不住 从小到大 爷爷那样护着妖妖 家里人不管怎么害妖妖 爷爷都站在妖妖这边 就连妖妖自己之前胡闹 暗中跟太子殿下出去逛街 还闹得沸沸扬扬的 还没主动交代出来 那个男人是谁 换了别人家的闺女 早就被打死了 但是爷爷没怪他 还让我去给他 买了个新宅子安慰他 爷爷这么做 固然是疼爱妖妖没错 但我怎能不明白啊 爷爷其实是为了 把我留在这个家里 称持着近国功夫的未来 爷爷这些年对妖妖 一点一点的付出 当真也就成了一张 秘密茫茫的网 以至于无论这个家里的人 有多难人 我也还是没有办法 狠心地离开 可是今天 看见妖妖那样的眼神 我才明白 要是护卫们晚来一步 我们兄妹都要死 最重要的是 妖妖会死 哥哥 其实人是很难 跟自己的家庭 跟自己家人切割开来的 因为爷爷对我们太好了 所以你这样 不是因为你没用 而是因为你孝顺 你姑娘这爷爷的恩情 没事的 留在家里就留在家里呗 我看这二叔和三婶 都是一副 不会再惹事的样子了 这个家以后会越来越好的 一切都会好起来的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火音声客出品 古风欢拖言情有声剧 独一小狂飞 欢迎收听 第497集 放心吧 哥哥 只要我们日后小心一些 都不会有事的 其实 如果能够成为彼此的弱点 并不是什么坏事 这些年我不是一直在给哥哥做弱点吗 我们能够成为彼此的弱点 恰恰证明 我们兄妹是互相关爱的 这是很多人都羡慕不来的 有的人一生都没有弱点 但 这就真的好吗 并不会 其实他们心里 都很孤独的 而且 爷爷没说错什么 原本做错事的 就是家里那些人 要搬走 要离开这个家 也应该是他们走 凭什么是我们走 哥哥你说是不是 再说了 我还有些舍不得爷爷呢 留在家里也挺好的 哥哥不用觉得自责 也不用觉得有负担 唉 你说的也是 就是要搬出去 也应该是坏人搬出去 不该是我们 既然舍不得爷爷啊 我们也该留在家里 所以哥哥 你就别郁闷了 懒正爷爷都许诺你了 他们再闹事 就把他们赶走 爷爷定是会做到的 啊 好了 回去换这儿衣服吧 我身上湿漉漉的 你的衣服都被弄湿了不少了 好 那我回去换衣服了 哥哥你也赶紧去换衣服吧 去吧 叶晨峰站在原地 目送着叶妖妖离开 只觉得妹妹如今 真的特别懂事 都已经知晓 安慰她这个哥哥了 她笑了笑 这才转身回去换衣服 到时这个时候 暗处的天雨沉默了许久 实在是忍不住 拿出了从天忆那里继承的小本本 在小本本上写下了一句 叶晨峰今日表现出柔弱作态 太子妃心疼兄长 抱住叶晨峰安慰 写完了之后 天雨反复地看了几眼自己写的话 觉得自己写得很好 比天忆那个蠢货写的小本本 看起来有格调多了 也值得告状多了 于是感到严重自我满意的她 立刻把纸张撕了下来 并卷起来 传信回东宫给殿下了 叶晨峰刚刚回了自己的院子 换下了衣服不多时 曹氏就已经带着下人 去了叶晨峰的院子 看着曹氏来的时候 叶晨峰的眼神倒是有些审视 毕竟之前曹氏长家 故意苛扣他们兄妹月银的事情 叶晨峰还是记得的 曹氏似乎也是记得这个事 他自己进来之后 也是一脸尴尬地开口道 呃 陈峰 之前我对你们兄妹 也是有做得不妥当的地方 近日 我特意来给你赔罪 前段时间 我也找姚姚赔罪过了 他已然是原谅我了 我也是早就有心来跟你致歉的 只是 心里有些怕 所以一直没来 今日出了这个事 便忍不住过来说了这些 既然妖妖不计较了 我自然也不会再计较了 你今日落了水 为了省问阳事 还很半上没有换衣服 三人此刻来 是特意来送姜汤的 你赶紧喝了 免得感染了风寒 国公爷说得不错 之前 当真是我们糊涂了 要是没有你 这个晋国公府 怕是不日就要倒了 我们也风光不了几年 没有你在正场上照服 子孙后代的前程更是受影响 眼下想想 我们几方 当真不少都是蠢人 早知道当时得罪他们兄妹干什么呀 好好长家 做一个愉快的当家主母不好吗 闹得眼下这样 万一以后国公爷不在了 陈锋和妖妖还记了我的仇 我们三方未来可如何是好 叶晨风倒是看了一眼曹氏 曹氏以为叶晨风是担心 他送来的姜汤有毒 并赶紧取出早就准备好的银针 在姜汤里面试了一下 银针没有变色 他也赶紧开口道 陈锋 你看 没有毒 三神不是来害你的 我不是这个意思 就算是曹氏再蠢 也不至于蠢到如此地步 前脚看着杨氏因为害我出了事 怕是要被杀头 后脚就踹一碗有毒的姜汤过来 更别说爷爷还说了那些话 我知晓 你是觉得意外 是对我的态度感到意外 我这段时间 其实也想过了 我也是当真发现 不争来逗去的 我的日子过得舒心多了 我依然是叶家三夫人 是正式夫人 我还追腾这些乱七八糟的干什么呢 更别说 国公爷今日还说了这番话 这姜汤啊 你干净趁热喝了 三婶今日对你爷爷承诺的话 也都是真心的 以后断是不会再找你们兄妹麻烦的 你们若是不计前嫌 日后我们叶家人一心 好好过世子 那好 那就多谢三婶了 只要三婶的话都是真心的 不再寻腰腰的不痛快 我们便还是一家人 好好好 曹氏好心情地一走 后脚 正是在随从通报后 也进屋来了 他进来之后 便让自己身边的婆子 把带来的托盘 放在了叶臣锋的桌子上 开口笑道 倒是我糊涂了 听说了曹氏吩咐厨房准备姜汤 竟也没想到他是同我一样 也是送来你这里的 卷命人煮了一碗 也下倒是多余了 多谢四婶关心 陈锋啊 不觉得多余 只是若是再喝一碗 肚子就真的装不下了 我还以为 这碗姜汤 我只能自己带回去呢 倒是谢谢陈锋 你给四婶面子 一口就喝了 行了 你美事里也是忙着的 还有陈颖国的使团要负责 四婶也不打扰你了 你好好注意身体 你爷爷对你给予厚望 但是四婶觉得 你也不用有太多的压力 毕竟功名利路 没有平安健康重要 所以你一定要保重自己 谢谢四婶 其实我说这些话 也是有些多操心了 毕竟你这个孩子 从小就是优秀的 得到功名利路对你来说 也并是什么困难事 哪里会有压力呢 二十唯一让你觉得有压力的 就是这个家里的尔虞我炸了 不过如今没了二嫂 我又瞧着三嫂的态度 转变很大 以后我们叶家 倒是有异心的可能 这些年 也是苦了你们兄妹了 日后 当时会有新气象的 陈锋明白 嗯 让四婶回去了 叶陈锋立即送了正式出去 踏着一走 叶陈锋刚回屋不久 门口又有仆人进来 开口禀报道 大公子 是二房的叶陈公子 方才亲自送了一株人参过来 只是他的样子看起来 有点别扭 放下人参之后就走了 知道了 收起来吧 自从林氏死了以后 和二房的关系就一直很微妙 谢陈如今看着我 也是能躲就躲的 明明是四家汤兄弟 确实闹得像有仇一样 哎呀 这林氏错得再远 也毕竟是叶陈的生母 他心中记恨也是正常 而近日呢 他能送了一株人参 想必心中的芥蒂 也是放下了不少 是 奴才这就去把东西收起来 叶陈锋的院子 叶陈锋已经换好了衣服 红栏进屋之后 便开口道 小姐 奴婢觉得 我们不用去给大公子送姜汤了 奴婢刚刚去了厨房 一开口说姜汤 厨房的人就告诉奴婢 三夫人和四夫人都已经煮过了 奴婢又一打听 才知晓都是送给大公子了 嗯 这样也挺好的 哥哥看见他们送的姜汤 心情一定会好很多的 不仅仅如此呢 听说二房的人 也往大公子那边送一株人参 还是叶陈公子亲自送去的 小姐 奴婢觉得这个家 好像跟从前不一样了 是不一样了 就像我刚才跟哥哥说的 家里会越来越好的 若是我二叔 三婶四婶 日后都能管好各自院子里的人 让他们都不作用 这府上日后 说不定就是一派欣欣向勇的景象 我们将来再在家中看见窜天猴 都可以当作是看见了珍惜物种了 非常罕见的那种 小姐 若是这样的话 那您的心情一定会非常好的 您之前就被这些人弄得烦不送烦 如今清静了 倒也不是为一件好事 是啊 家中清静了 我以后嫁给美人太子了 也能放心 不必担忧爷爷和哥哥 在家中又被这些人算计 嗯 小姐您说的是 走吧 去见见爷爷 我有事情要找爷爷说 之前 是见着哥哥和爷爷的话译不对 先去问哥哥是什么情况 眼下这个处理完了 自也是要去同爷爷说自己的决定了 说着 夜11就已经走出了房间 直接去书房找静国公了 红蓝见着夜11的神情有些凝重 也不敢耽搁 便赶紧跟了上去 夜11单独进了静国公的房间 同静国公说了几句话 静国公听完之后 沉眼了一会儿 看着夜11问道 瑶瑶 你当真决定如此 不后悔 不后悔 这一回是我欠了玄玄的 若不是她 会可怕是 我欠了她这么大的恩情 原本就是应该还的 她为了帮我 亲生母亲 眼下也已经下狱 要说她心里好受 那也是不可能的 所以不为她做点什么 我以后心中也是难安 你是个好孩子 你跟你哥哥 是这个家中最好的孩子 既然你这样决定了 那爷爷就按照你的意思办 谢谢爷爷 这有什么好谢的 你不觉得自己吃亏就行 只是这事儿 你真的不再想想 你可不要冲动 一旦决定了 就不能后悔了 古风欢托言情有声趣 独一小狂飞 感谢您的收听 火音声课出品 古风欢托言情有声趣 独一小狂飞 欢迎收听 第498集 爷爷 我也不傻 当然知晓这种事情不同儿戏 决定了就不能后悔 我是想好了才来的 好 那行 那爷爷 我就先回去了 今日的事情 我只想你也头疼 你好好休息休息 我倒是其次 倒是你哥哥 最近心情 一直不是很好 今日有事 你若是得空了 就帮爷爷劝劝他可好 他是不用劝了 今日三审四审 都给哥哥送了姜汤 叶迅哥哥 还给哥哥送了人参 哥哥心情应该好了 这就好 这就好 瑶瑶啊 爷爷这些年 待你好 固然是因为 希望你哥哥 能照顾着家里 这诸多不成器的人 但是爷爷对你 哎 爷爷对我 其实也是真心疼爱的 这些我都知晓 爷爷不用担心 我想差了 担心我会觉得 爷爷对我 都是虚情假意 担心爷爷对我好 全都是为了利益 为了留住哥哥 爷爷 我没那么傻 而且我既不野芒 也不心虾 爷爷带我是真的好 还是假的好 我心里都是明白的 你是个聪明孩子 你能明白 爷爷的心思 就再好不过了 我本来还担心 今日这一番话 老到了瑶瑶的耳中 会让瑶瑶 跟我这个爷爷生分了 瑶瑶毕竟是我 看着长大的孩子 也是同我最亲近的孩子 要是真的生分了 我还真不知道 该怎么办才好 爷爷您也不要想太多了 其实我是您孙女 府上其他人 也都是您的子孙 您就是为众人盘算一二 也是没什么错的 毕竟您是一家之主 不只是我一个人的爷爷 我理解您的 更别说这京城哪一家 不知道爷爷您宠我 我可是被众人羡慕的人 我都不明白 爷爷对我的好 谁能明白 好 好好 爷爷 也没有白疼你 爷爷 您喝茶 好 十二黄树的府邸 后院环境清幽 只是种植着大片的枫树 已经有不少枫叶 在渐渐变红了 不难看出 等到了秋季 是怎样一片好看的艳色 仆人开口禀报道 神二皇叔 白泉山的整修 还需要不少时日 陛下赐给您的五宁山温泉 虽然比不得白泉山 但是也是这天圣 数一数二的 您若是想去泡泡温泉 也是可以的 慕容沉玉 应了一声 只是她的样子 看起来兴趣缺缺 不知道在想什么 温泉对她而言 不过就是个可有可无的爱好 在找陛下要一座山 不过是觉得 被慕容哲雪 炸了自己的山 显得自己这一局 似乎落了下城罢了 所以找天圣地 讨了个面子回来 倒是仆人忍不住道 竹子 今日发生什么事了 您怎么回来之后 就一直有些 魂不守舍的 在想一个有意思的人 是一个小姑娘 竟然能有这样的寒劲 显然就是一副 谁敢动的哥哥 他却要弄死谁的态度 倒是这个时候 他府上出去打探消息的仆人 也回来了 到了慕容晨玉的跟前 他开口禀报道 王爷 事情都已经打探清楚了 今日是叶家 四房的一名妾室 搞出来的事情 那妾室 原本也是给叶南霄 做过几年妻子 不知道怎么又成了妾 他们家四房的事情 还挺复杂的 说重点 仆人也素来知晓 王爷不是什么有耐心的人 所以也没有继续 就叶家四房的 乱七八糟的妻妾关系 多分析什么 就把杨氏今日的计划 所作所为 全部都告诉了自家主子 说完之后 那仆人也搓着胳膊 开口道 叶家二姑娘 也当真是个狠人 竟然真的找了那么多蛇 回来 还当真就把杨氏 推到了蛇坑里头 把杨氏吓得 什么都照供了 一般的姑娘们 看见这些蛇 怕是吓都吓死了 京兆福尹 都忍不住感叹说 叶家二姑娘的审案手段 莫说是她一个小小的京兆府 怕是大理寺都不及 她形势 一直如此毒了 这倒是没有 先前她治好了鼠疫的事情 凝视知晓的 后来她在招难关 也十分照顾将士们 甚至为了救人 不顾自己的身体 所以在将士们的心中 地位不低 其实她很少动这样的怒 这般想想 这一回是为了夜晨风发的火 上一回是因为 傅云庆在街上 险些被江月瑶所害 她便狠狠地抽了 傅云庆一顿鞭子 平日里 倒是很少听说她这样 从前她还有 找武将们打架的习惯 这马之后 这等习惯也是没了 啊 这样啊 那阳士 已经被经兆福尹 盼了秋后出展 眼下已是夏末 也没几日功夫 就要出展了 柱子 这事后续 我们还需要关注吗 不必了 是 欲亲王府的动静 一直都盯着吧 您放心 都盯着呢 嗯 东宫 小安子看见了 天羽传回来的信件 嘴角抽出了好几下 看完了之后 他直接就把信件 钻成一团 天羽这个没脑子的 这种事情 也要来禀报给殿下吗 叶成风虽然是个男人 但也是个人 男人们偶尔有脆弱的时候 他亲妹妹安慰他一下怎么了 这些小子们 就是喜欢无事身非 平白惹殿下吃错 一点都不成熟 只是 小安子这些小动作 还是落到了太子殿下的眼里 慕容哲学 语气清冷的道 何事 小安子嘴角一抽 倒也是想起来 寻常用小竹箭包裹着的 卷起来这样传到自己手上的消息 大多都是晋国公府那边传来的 殿下怕是早就注意到了 所以 打算把这个无聊的消息 直接掩盖下来的小安子 顿时也兜不住了 只好把揉成了一团的信件打开 放到了慕容哲学的跟前 殿下 您看 您说天羽 这不是在没事找事吗 小安子话是这么说 但是心里 确实有点毛毛的 有点害怕 因为他是觉得 殿下吃这种错 一点必要都没有 可是殿下一直以来 好像并不是这么想的 果然 慕容哲学看完了之后 清冷的眸光 就落到了小安子的脸上 小安子腿脚一转 扑通一声 就跪下了 殿下 奴才 是奴才的错 是奴才不该自作主张 还请殿下恕罪 奴才保证 绝对没有下一回了 只是殿下 您知道这个也是真的没用啊 您是能去把叶瑶瑶说一顿 还是怎么着 那样叶瑶瑶只会觉得 您莫名其妙 您要是把叶成风 叫醒一顿 叶成风也只会觉得 您不讲道理 叶瑶瑶知晓了 怕也会觉得 自己哥哥被欺负了 心里不痛快 所以小安子觉得 作为天上促王的殿下 知道这个消息 也就只能是 平白天赌罢了 见着小安子认错很快 慕容哲学没了一会儿 也收回了眸光 不再看她 小安子这才哆嗦着 从地上爬了起来 小声问了一句 殿下 您准备如何做 慕容哲学脸上 没什么表情 还是那副冷冷清清的 似乎什么事情 都没有看在眼里 没放在心上的样子 只是她却已然 伸出修长的双手 把被小安子 揉成了一团的纸条 又重新捏成了一团 看来殿下对此 是真的非常不高兴了 送几件东西 过去给叶辰锋 顺便替谷 给她带几句话 就说 禁国公府 经兆复印传来了 杨氏被判死刑的消息之后 叶辰锋便也准备出门 去一战接待 成颖国的人 毕竟这是黄命 眼下虽是因为 出了状况 她才回家的 但是事情 既然已经处理完了 自然要继续完成 陛下的命令 只是 她还没来得及出门 这个时候 仆人就进来禀报 大公子 迎杀郡主来了 她怎么来了 我听说你出事了 叶将军 你还好吧 有没有说声什么的 我没事 只是你表现的 是不是过于急迫了 郡主啊 你不必担心 就算是叶辰锋有什么事 陛下也是会派着其他的人 来接待郡主和皇子殿下的 我是在担心没有人接待我们吗 我是在担心你 你看不出来吗 这个人到底是怎么想的 我急匆匆的跑来 难道就是因为担心接下来几天 在天上没有人招待了 郡主 郡主为什么要担心我呀 说我虽然接待了你们几日 但我们也算不得是很好的朋友吧 我到底为什么会看成这么一个人呀 这么些天引来 我表现的够明显了吧 不是待在面前问衣服好不好看 就是问他首饰好不好看 今日更是直白的关心他 他倒是好 居然问我为什么要担心他 还是我们不是很好的朋友 你不如直接说 莫爱老子老子和你不熟得了 行了 就是我吃饱了趁着没事干 所以来关心你这个 跟我关心一点都不好的人 可以了吧 郡主这个语气是生气了吗 我的生气我的语气里面 已经表达得很清楚了吧 难道要我找一张纸 写上我生气了三个大字 贴在自己脸上 你才能看懂 还问我是不是生气了 气糊涂了 我生气了十四个大字 不是三个 本将军若是有什么话说的不对 还请郡主直言 陛下让本将军招待郡主和贵国皇子 若是令郡主不快 便是本将军的不是了 人都快气死了 竟然还表现出一副自己什么都不知道的样子 你这分明就是哪句话都说的不对好吗 就没有一句不弃人 没什么不对的 就是原来将军担心本郡主是不是生气了 只是因为贵国陛下交代给将军的任务 那末将应该是为什么呀 你真是个榆木疙瘩 公子 奴才觉得 迎杀郡主是不是看上您了 您这个反应 着实有点欺人 您好歹也是京城四公子之一 常常会有女子示好 没理由这么迟钝啊 本将军也不是没怀疑过 但是问如果你是他 你知晓你的父亲常常在痛骂我 你还敢看上我 不敢 我会担心我父亲打死我 可是 可是那个郡主的表现 明显不对啊 大公子 小安子公公来了 说是替殿下送东西来的 古风欢托言情有声趣 独一小狂飞 感谢您的收听 火音声客出品 古风欢托言情有声趣 独一小狂飞 欢迎收听 第四百九十九集 替殿下送东西来 去找妖妖啊 找我做什么 但是小安子公公说 今日这东西是殿下指 指名让送给您的 小安子公公 这会儿就已经在院子门口了 那你快请小安子公公进来吧 是 他看向叶臣锋的眼神 怎么说呢 就是很怜悯 同情中透着怜悯的那种 看得叶臣锋眉心一跳 瞅着小安子问道 公公这是什么眼神啊 叶将军 这是太子殿下的赏赐 谢殿下 叶将军 你把锦盒打开看看吧 叶臣锋一打开 发现里头就是几本武功秘笈 第一本是练拳的 第二本是练剑的 第三本是练刀的 第四本是练习枪法的 第五本 竟然还是练习锤子的 叶臣锋随手翻了一下 这秘笈倒都是好秘笈 但是送给自己是为了什么呢 他嘴角微微一抽 开口问道 殿下这是在嫌弃我武功不好 让我亲家练武 这倒不是 那殿下这是为什么呀 殿下让咱家带给您一句话 说是让您多看看这些秘笈 练武 提升男子气概 嗯 什么玩意儿来着 提升男子气概 我是什么时候娘娘腔了吗 这整个天壤都知道 我叶臣锋是顶天立地的男儿 是万军崇拜的兵马大元帅 我怎么就需要提升男子气概啊 这还不如贤修武功不好呢 叶将军 打住 不要太难受 殿下的思路也是简单粗暴 天宇说叶臣锋做柔弱的样子 被叶妖妖安慰了 殿下这就给叶臣锋送一堆秘笈 让他在练武之中多几分豪气 就没有那种需要安慰的样子了 这思路绝了 对了叶将军 殿下还说了 您可以多练练锤 提升气概最快 那什么 我能不要这些秘笈吗 这样我会感觉自己受到了严重的冒犯 小安公公稍等啊 可知殿下如此是为了什么呀 殿下也不是这么无聊的人呢 他绝对不会评乖不顾的送了这些东西 唉 殿下让您自己握 看来我又是不知不觉惹了殿下了 叶将军 那咱家就先回去了 您好好看看秘笈 我送公公出去 这几日 还请小安子公公 在太子殿下面前为本将军美颜几句啊 不是咱家不肯为你美颜 实在是 我一开始是准备直接把天羽的消息给拦截下来的好吗 一来是不想给殿下添堵 让殿下生无畏的气 二来也是在保护你了 谁知道还是被殿下给发现了 我自己还差点因此受罚了 实在是什么 唉 叶将军啊 咱家就劝劝您 您啊 就离太子妃稍微远一点 这比咱家为您美颜多少句都有用 我又干了什么了 又是为了妖妖的事吃醋了啊 但是我最近什么也没干啊 唉 对了 今天妖妖安慰我的时候倒是暴露我一下来着 可是这事是发生在我们家后院的 殿下没理由知道 既然不是这个事 那又是为了什么呀 叶辰风自是想不到 太子殿下竟然连近身的安慰 都派了一个在保护她的妹妹 接着 她忽然想起来 殿下的眼线遍布京城 难道这个事 是正巧被殿下的某个密探 路过的时候看见了 想到这里 叶辰风就想捶死这个密探 她忽然就觉得 那些秘籍还是挺有用的 啥也不说了 回去就把锤子练起来 等知道这个密探是谁 直接捶成肉酱 她不过就是一生离 难得脆弱了一回 被叶妖妖安慰了一下 这也要告密 还有人性没有啊 这个背后举报的垃圾小人 倒是天宇不知道为什么 忽然就觉得今天很冷 打了一个寒阵 随后她看见了一眼 自己从天宇那里继承的小宝宝 露出了满意的微笑 自己的告密能力远胜天宇 殿下一定会对自己更加看重 叶辰风正送着小安子 到了那门口 也看见人过来 来人正是叶妖妖 小安子看见了叶妖妖 顿时便是笑嘱颜开 开口道 太子妃您来了 啊 原是打算出去转转的 亲自挑些糕点回来吃 没想到正巧遇见公公了 公公这是找我哥哥有事啊 也没什么大事 就是殿下让奴才过来 给叶将军送了几本武功秘籍罢了 那公公是送完了 是的 奴才这就回宫了 太子妃和叶将军都留步吧 奴才先行一步 好 哎 哥哥 你怎么了 殿下给你送了武功秘籍 这也不是啥坏事吧 你怎么好像不高兴啊 哼 但也不是啥好事 我先去驿站 等我回来之后 我就好好练锤 扫碗锤子那个在殿下面前 告密的狗东西 算了 你别管了 也许只说我想多了 啥情况 什么告密啊 但是叶辰锋又说 怕是他自己想多了 让叶摇摇不要管 所以叶摇摇也没有再问了 倒是暗处一直跟着叶摇摇 刚刚才看着小本本 得意玩乐的天语 听完了叶辰锋的话 顿时鸡皮疙瘩都起来了 他当然听得明白 小安子这回过来 怕是自己告密的结果 所以叶辰锋想要锤死的 就是天语他本人 天语觉得自己身上莫名开始到处都痛 仿佛已经被锤子锤断了好几根骨头 这 告密一时爽啊 千万哪天别让叶辰锋知道是自己干的 毕竟这是殿下未来的大舅子 要对付自己一个暗卫还是很轻松的 于是天语拿出小本本又看了一眼 在心中案子决定 算了 这个小本本本来就是天语的 要是叶辰锋真的哪天怀疑到他们头上了 他就第一时间栽赃给天语 是的 他就是这么一个机智的暗卫 因为告密成功 被殿下重用的是他 被叶辰锋锤子的是天语 完美 而刚刚在东宫 养好了伤不久的天语 莫名牙齿就颤了一下 他私下看了一眼 啥情况 怎么阴森森的 叶辰锋生气的说完 平复了一下心情 看着叶妖妖道 好了 你去买糕点吧 我也先去忙了 嗯 好 还是等下次见到美人太子 时间问问他送密集给哥哥 是什么意思 也免得哥哥瞎猜了 府中 叶玄玄的院子里头 叶玄玄等了许久 也没有等到 府里的人来传召他 他心里觉得有点奇怪 倒是这个时候 他的势必回来 小姐 金兆福音那边传了消息回来 说是夫人 不 是杨姨娘她 被金兆福音判了秋后处决 我知道了 这原本就是母亲她自己做错事 也是她该受的 我没什么好难受的 也没什么笑难受的 小姐 你若是心里不好受 哭出来也是行的 小公子都哭了很久了 因着叶玄小姐审清楚了案子之后 杨姨娘差点直接掐死了小公子 她连瑞弟弟都要杀 能以为 母亲嫌弃我是个女儿生 不喜欢我 但是 至少是喜欢瑞弟弟这个儿子的 此生的竟然如此 连瑞弟弟 母亲都要动手 嗯 所以您做的对 小姐 您真的做的对 不然杨姨娘的性子 不知道以后还要害死谁呢 看来是有这样很多的母亲 逼得我都对生母无情了 今朝府既然定案了 为何没有叫我前去作证 若是有了我的供词 岂不是更好定案 是瑶瑶小姐 逼着杨姨娘交代清楚了一切 供词都已经完整了 所以您去不去都是无妨了 瑶瑶小姐还特意问了金兆福尹 金兆福尹也的确说了 您可以不用去 听下人们说 瑶瑶小姐这样做 是为了保护您 想来是怕您上公堂 在周末葵葵之下 亲手指认杨姨娘的话 不只会有人夸您 不只会有人夸您大意灭亲 也会有其他人骂您 忤逆不孝 难怪瑶瑶姐姐之前 要让我先回来 小姐 奴婢从前还想着 您这样帮瑶瑶小姐 是不是没这个必要 但是现在看起来 瑶瑶小姐 真的是值得帮的人 是的 她是很好的人 我早就知道 是叶 叶瑶瑶正在屋子里头吃糕点 红蓝问了她一句 小姐 有个问题 府上的不少仆人们都很好奇 希望奴婢也帮忙问问你 什么问题 他们想知道 您是怎么学的兵法 为什么打仗都那么厉害 外头可是有不少说书先生 都把您打败奇遇国的事情 拿来说呢 因为我男神是诸葛孔明啊 啊 诸葛孔明又是谁啊 叶瑶瑶也知道 天盛是个架空皇朝 而且他纵观过 这个时代两千多年的 几个朝代更替 跟他们二十一世纪 数千年历史的朝代更替中 没有一个朝代史对得上 根本就是两条完全不相干的时空线 所以这里 也没有位属吴三国的事 他们不知道诸葛孔明 也是正常的 他也不想解释这个 别笑着开口道 行了 你回去休息吧 这事就别再问了 好吧 红蓝听话的退了出去 并给烟妖妖关上了房门 想不到的是 红蓝刚走 叶瑶瑶就听到了敲窗户的声音 他赶紧过去打开窗户 就看见了站在自己面前的美人太子 他容貌好看依旧 清冷孤傲依旧 只是这个时候 他看自己的眼神似乎有点冷 殿下 不高兴啊 他的男神 诸葛孔明 古风欢托言情有声剧 独一小狂飞 感谢您的收听 火音声客出品 古风欢托言情有声剧 独一小狂飞 欢迎收听 第五百集 咋了 怎么惹到他了 叶瑶瑶正在疑惑之中 慕容哲学清冷的声响起 男神 是什么意思 这个词没听过 但字面一词 他应该可以理解 只是从前 他错误地理解了盒犯 道险些冤枉了他 所以今日 太子殿下还是觉得 就是有什么不悦 也应该问清楚了再说 哦 男神就是喜欢 崇拜的男人啊 叶瑶瑶回答完了之后 也忽然意识到了 有什么不对 诶 等等 他为什么忽然问这个 红蓝刚刚一走 他就出现 他还知道男神这个词 难不成这么强 就被他给听到了 果然 慕容哲学清冷的眸光 又冷了几分 喜欢崇拜的人 所以 诸葛孔明是谁 有毒吧 刚刚才避开了对红蓝解释 谁是诸葛孔明 现在倒是好 美人太子又问上了 我现在着实是觉得 有点难 殿下 要不您先进来坐 我慢慢跟你说 慕容哲学倒也没有反对 进了屋 坐在了叶瑶瑶方才吃糕点的位置旁边 叶瑶瑶也赶紧过去 在心中已经想好了一套 自认为十分完美的说辞 他坐到了美人太子跟前之后 便开始艰难地解释道 其实呢 诸葛孔明是个画本子里的人物 就是说 我们这个世界的历史中 其实根本就没有这个人存在 他出现在一本书里 他运筹帷幄 决胜千里 常常在战场上 打得敌军落花流水 慕容哲学也不说信还是不信 就这么静静地看着他 叶瑶瑶嘴角一冲 觉得自己现在 简直就像是一个出轨被发现 正在面对拷问的渣男 但是绝望的是 他根本就没有出轨啊 确实要在这儿交代出轨对象 无怜 见着慕容哲学不出声 叶瑶瑶只好继续接着道 这诸葛孔明呢 是真的打了很多漂亮的仗 比如草船借鉴 七秦梦霍 七出其山等等 说着 叶瑶瑶为了证明 自己说的话本子是真实存在 还费了许多的口舌 把草船借鉴 七秦梦霍 七出其山这几个故事 都认真地对他解释了一遍 讲清楚了具体是怎么回事 讲完了之后 他眨眨眼 看着慕容哲学 所以殿下 你知道了 诸葛孔明他非常聪明 而且非常厉害 所以我就很崇拜他 但是我的喜欢呢 并不是男女之情的喜欢 就是对崇拜的人 那种喜欢 你知道吧 叶瑶瑶在确定 自己学艺的方向之前 特别喜欢看兵法 战国策 所以孙子兵法 三国演绎这类必读的经典 他都是看过的 慕容哲学沉默了一会儿 还是不出声 叶瑶瑶心里开始毛毛的 殿下 你不说话是什么意思 是不相信我吗 慕容哲学听了 又沉默了一会儿 随后他淡泊的眼神 才看向叶瑶瑶 这个画本子叫什么名字 叶瑶瑶说的故事很精彩 要是有这样一个画本子 存在于人世间 绝对不可能岌岌无名 而且在文坛的地位 也不会只是一个画本子 这么简单 既然如此 他就是没看过 也不可能连名字都没有听过 叫三国演绎 狠狠 的确是没听过的名字 书呢 没有啊 我上哪儿弄一本三国演绎 给他看看去啊 殿下 这个书呢 是我很多年以前看到 现在已经遗失了 我自己也不知道在哪里 而且是个孤本 这书没了之后吧 我还自个儿去卖书的地方 重新看了看 也没再看见一样的书 这个事儿 其实一直是我的遗憾呢 直觉告诉太子殿下 他是在说谎 叶瑶瑶的确就是在说谎 其实他还有一个选择 就是把自己穿越的事情 说出来 但是在他盘望某个男人 是谁的时候 他在这说什么穿越 这样灵异的事情 这听起来 不是更像在胡扯吗 叶瑶瑶觉得自己太难了 而且他一直不敢主动 告诉美人太子 他是穿越者 还有一个很重要的理由 慕容哲学沉默了许久 伯唇也微微敏了起来 那好 故事你可都还记得 从头到尾 说给顾听 叶瑶瑶心里实在太明白了 他要是不把这个事情解释清楚 殿下怕是真的很难相信他了 于是叶瑶瑶只好硬着头皮 开口道 故事要从一开始讲起 话说当时汉朝末年 叶瑶瑶的小嘴 就开始巴巴巴的讲述 董卓 汉县蒂 曹操 吕布 貂蝉 这些名字一个一个往外冒 故事线十分的完整 世界的架构也非常完整 好在叶瑶瑶记性好 所以很多关键的剧情 他都是知晓的 说了好几个回合 说到口干舌燥 好不容易 终于讲到了 刘备三顾茅庐 还有诸葛孔明的龙中队 说完之后 他看着慕容哲学 眨眨眼 所以诸葛孔明 就是这个时候出现的 他被刘备的诚心所感 就去为刘备效命 做了军师 打了许多漂亮的胜仗 唉 可惜刘备的儿子 是个扶不起的烂泥 刘备临终脱户给诸葛孔明 说他儿子若是不成器 孔明可以取而代之 但是诸葛孔明 当然没有这么做 一直为蜀国操劳致死 说到这里 叶瑶瑶看了一眼 外头的天色 已经说到此时了 嗯 殿下 不早了 你今日还要听我把诸葛孔明 除了草船借鉴 七骑梦祸 七出骑山这三个故事之外 其他的故事 也都讲给你听吗 哇 要是这样 说到天亮不知道能不能说完 都怪红乱不干好事 早不问晚不问 偏偏他要来的时候问 现在好了 好好的一个未婚夫妻 午夜相逢的爱情剧场 就这样变成了一个夜间故事会现场 而且很显然 听我说故事的人 并不是对故事感兴趣 是想知道我心里是不是有别的男人 太难了 慕容哲学听到这里 心中其实已经明白大概 诸葛孔明 应当真的就是故事中的人物 毕竟他构建的世界观 的确是非常完整 人物之间的关系 也是十分完备 这不像是随口胡说 就能说出来的 只是太子殿下 也实在是有些疑惑 这样的书竟然没有名扬天下 却是只有一个孤本 叶瑶瑶看他不出声 开口道 殿下 难道我还要继续讲下去吗 不要吧 能不能饶了我 我真的嗓子都快讲哑了 都快变成一个说书人了 哭瞎 不必了 殿下 这真的就是个故事 而且故事里面 诸葛孔明一声都已经交代完了 就是说 他年老的故事都写了 所以我根本就不可能对他 抱有任何男女之情啊 你相不相信我说的话啊 这个时代有孔明当 却是没有人知道诸葛孔明 叶瑶瑶都觉得 这简直是个冤念 太子殿下清冷的眸光 看向他 倒是直言的 将信将疑 不论如何 你将他奉为男神也是真的 叶瑶瑶懂了 殿下这话的意思是 就算这个人 只是画本子里头的人物 但是这还是并不耽误他吃醋是吧 叶瑶瑶此时此刻 已经有一种翻白眼的冲动 叶瑶瑶沉默了好一会儿 才算是终于想出来解决之道了 他看着慕容哲学 郑重地道 殿下 首先 我一定要对你说明 我把诸葛孔明封为男神 这种供奉 其实类似于我比较崇拜一个夫子 一个先生 其次 那就是我现在也已经意识到 我如今都已经同您订婚了 我也不该有什么男神不男神的了 所以 我应该对你一心一意 丝毫不崇拜别的男人才是 不管他是真实存在的 还是画本子里的 慕容哲学听到这里 眸色果然缓和了一些 只是那双清冷的眸子还是看着他 也要要对上他的眼神 也不需要他提醒自己什么 便又上去 动情地握着他的手 表忠心地道 殿下 从今年开始 殿下就是我唯一的男神 我最喜欢的人是你 最爱的人是你 最崇拜的人也是你 毕竟殿下也是非常厉害的 这么短的一段时间 殿下就已经在白鹿国 攻陷了三成 世上像你这么厉害的人 绝无仅有 慕容哲学原本是很不高兴 但是被小姑娘这么一说 她竟有些脸热 微微偏转了眸光 你也不用如此勉强 话是这么说着 但是慕容哲学的嘴角 却是微微扬了起来 叶妖妖看着她嘴角的笑 顿时忍不住闷笑出声 不不不 殿下放心 我不勉强 我一点都不勉强 我不止不勉强 而且我还觉得 殿下就是这么好 就是这么值得崇拜 别说了 这世上真心实意 经养慕容哲学的人 比比皆是 但是她听完 都没有什么感觉 可是叶妖妖夸夸她 就算叶妖妖更大的目的 其实是为了解释清楚 她有其他男神的事 太子殿下还是觉得 造得慌 那殿下 你现在 应该已经不同我生气了 对吧 慕容哲学倒是想生气 但是她这么会哄人 自己还怎么能气得起来啊 叶妖妖看着她没出声 还索性直接就坐到了她腿上 抱着她的脖子 笑隐隐地倒 殿下 看我看我 慕容哲学的眼神倒是看过来 却见她一双好看的桃花眼里 都是晶亮的光芒 灿若日月星辰 灼热得要命 似乎只能看见她一个人 她心头一热 有些被这样的眼神给烫到了 接着 叶妖妖凑上去 稳住了她 唇齿相依 慕容哲学先是一顿 旋即便去回应她 没一会儿 慕容哲学的吻甚至比她 更为火热 更为炙烈 带着浓浓的侵略性 让叶妖妖都觉得 心里有些紧张 她 好像 真的跟自己之前想象的 因为纯情 所以软蒙可欺 完全不一样 因为没一会儿 叶妖妖觉得 自己被她绝住的唇盼 都有些生疼 好在 慕容哲学终究还是控制着力气 不舍得弄伤她 没一会儿便停了下来 微微退开来 看着她的眼睛 语气清冷的道 这一次 姑不同你计较 看在她已经解释的 非常认真的份上 看在她已经主动 现问的份上 看在她方才 那样一个灿烂好看的眼神 似乎眼里只有 姑一个人的份上 这一次 就算了 殿下 其实也是我自己乱说话 让你误会了 殿下你放心 我以后说话的时候 一定小心谨慎 不会再发生这种事了 什么男神啊 什么的 这种话以后不能瞎说了 她随口一说 倒是说着高兴了 但是考虑过殿下的感受吗 叶妖妖都想啪的 给自己一巴掌 她真是个垃圾 怎么能这样 让美人太子不高兴呢 这可是她心爱的人 她想要一辈子 对她好的人 她说话 竟然也不注意一些 给自己一个差评 慕容哲学看了看叶妖妖 见着她面上都是歉意 还有悔意 好 对了殿下 那个 今天你给哥哥送秘籍干什么 是有什么用意吗 这个用意 太子殿下便不打算说了 她又吃了她哥哥的醋 小姑娘知道了 怕是不一定会高兴 于是 太子殿下就没出声 叶妖妖看了她一会儿 见着她不出声 纳闷地当 嗯 殿下 是不能跟我说吗 这还有秘密了 要瞒着我 太子殿下觉得 这个话题就这样继续下去 她肯定能逼着自己说出答案 于是 太子殿下盯着怀里的小姑娘 先发指认 清清 嗯 你能不能 不要总是让姑吃错 古风欢托言情有声趣 独一小狂飞 感谢您的收听 火音声客出品 古风欢托言情有声趣 独一小狂飞 欢迎收听 第五百零一集 呃 这个 要是其他的时候 叶妖妖还能变一下 但是刚刚才发生了 诸葛孔明的案件 而且还是她自己先失言 才惹得慕容哲雪 粗意大发 所以叶妖妖这会儿 正处在心血的环境之下 当然也不敢多辩驳什么 太子殿下见着叶妖妖低下头 一副心虚的样子 她就知道 自己的先发制人 有效 叶妖妖此时此刻 应该是不会想起来 再问她 为什么送秘籍给叶辰封了 太子殿下也没有料错 叶妖妖这个时候 果然把这事 暂且放下了 看着她保证道 殿下 我真的发誓 我再也不会用喜欢 崇拜这样的词 来描述别的男人了 就算我的喜欢和崇拜 根本就不是男女之情的喜欢 但是我也不会描述了 如此 顾叶先回宫了 那好 殿下 您先回去吧 嗯 太子殿下没再停留 便离开了此地 还帮叶妖妖关好了窗户 等她人走了之后 叶妖妖愣了一下 忽然想起来 嗯 美人太子送哥哥密集的原因 她还没回答呢 叶妖妖这才反应过来 自己像是被转移话题了 纳闷了一会儿 她也不再想了 算了 反正估摸这也不是什么大事 叶妖妖就走回床上躺下了 她望着床顶 认真地告诫自己的 唉 叶妖妖 日后好好说话 什么男神啊 什么看见英俊的美男子 就喜欢叫老公啊 那些上辈子的坏毛病 都给我收一收 你得好好对美人太子 知道吗 瞧你把人委屈成什么样了 大半夜的又吃了一回醋 你真是个渣女 嗯 我敢 我肯定敢 嗯 真乖 睡觉吧 叶妖妖不知道的是 太子殿下回了东宫之后 这个晚上 却是彻夜难眠 一直到第二天早上 她的面上都是眷色 小安子都有些愣 问了一句 殿下 您昨晚上没睡好 慕容哲学没出声 显然是没打算回答 小安子便也不敢再问了 但是以她伺候殿下的经验来看 殿下只要是没有睡好 或者是有什么不对劲 那绝对是跟靖国公府那位脱不了干系的 太子殿下整理了一下绣袍 便以拂绣去上朝了 广袖上的龙纹 从小安子的眼前掠过 还有一丝良意 让小安子莫名还觉得 殿下今日身上的气场 似乎要有点冷 小安子觉得牙疼 怎么了这是 跟叶瑶吵架了 但是昨天晚上殿下回来的时候 看起来并不像是吵架了呀 想不通 随同这太子殿下 到了朝会的地方 今日天圣地倒是有些生气 在朝堂上大发雷霆 因为他知晓了 杨氏险些害死叶辰锋的消息 他纵然一直疑心病很重 但是这不代表 他这个君主是个傻子 叶辰锋要是死了 最高兴的肯定是敌国呀 成颖国的使团都还在京城呢 知晓当初把他们打得落花流水的叶辰锋 就这么没了 只不定会高兴成什么样子 他发完了脾气之后 看向了下头的慕容陈玉 开口问道 陈玉 此事你如何看呢 前几日发生的炸山事件 叶辰锋差点折了的事情 天圣地是知道了的 他也不傻 慕容哲学没有动机这么做 所以 这不可能是慕容哲学干的 那么剩下的嫌疑人 就是慕容陈玉和慕容胜雪 慕容胜雪一门心思想娶叶叶叶 杀了叶辰锋 要是他娶到了叶叶 那就等于是自断臂膀 所以是慕容胜雪的几率也不大 自然的 他就怀疑到了慕容陈玉的身上 更别说 叶辰锋差点被炸死之后不久 慕容陈玉的山也被炸了 往好处想 那是有恶人 害了叶辰锋不算 还想炸死慕容陈玉 所以慕容陈玉是无辜的 但是往外处想 白泉山被炸了 那便是凶手就是慕容陈玉 所以慕容陈玉被报复了 慕容陈玉站出来 开口道 黄兄 此事情节恶劣 叶辰锋是我天圣的骨功之臣 杨氏如此作为 臣弟认为不可饶恕 说起来 慕容陈玉都不得不感叹 这些后院的女子 手段真是残狠 还挺会拿捏软肋的 当初她想除掉叶辰锋 都准备了 炸山这么大的计划 弄出了如此大的动静 而杨氏却是找个妇人 在叶辰锋的面前哭一哭 假作儿子落水了 便险些完成了一场谋害 后院的女人下狠手 手段真是半天不比男人差 天圣弟听了慕容陈玉的话 仔细看了看对方的脸 也没从他的脸上 看出什么破绽来 他默了一会儿 看着慕容陈玉 从侧面敲打刀 叶辰锋如今对天兽 至关紧要 朕十分看重的 陈玉 你应该明白朕的意思 黄兄 您的意思 就是陈弟的想法 陈弟一向对您忠心耿耿 您是知道的 所以此事 陈弟同您 是一样的生气 陈玉这些年 也还算是忠心 为了追杀刺杀朕的逃犯 都离开了京城半年了 这也不是谁都能办到的事 啊 你退下吧 杨氏谋害朝廷命官 也不用等什么秋后出展了 直接斩力绝吧 现在就传朕的旨意去 是陛下 行了 没什么事 就退朝吧 一众人都离开了朝堂 慕容哲雪 却是举步 往太学院而去 小安子心里有点纳闷 若都下朝了 殿下不回东宫 走这个方向干什么 这可是太学院的方向 太子殿下 这么长时日不见 皇叔今日也是回了之后 第一次上朝 你就不从皇叔 寒暄几句 慕容哲雪脚步一顿 慕容陈玉 便已经到了他跟前 倒也行了一个礼 他虽然是皇叔 但是太子就是太子 储君也是君 换了三皇子在这里 倒是要对慕容陈玉行礼 可对方是太子 就完全不同了 慕容遮雪清冷的眸光 从慕容陈玉的脸上扫过 脑海中倒是想起来 先前手下的人 同自己说过 这天圣皇室 有一美一绝 这一绝是他 而这一美 就是自己眼前这个人 只是一瞬间的功夫 太子殿下便觉得 面前这个人 有些碍眼了 他语气冷冷清清 淡莫得道 姑不认为皇叔同姑 有交情要续 太子殿下真是无情啊 不日之前才炸毁了 皇叔的山 这份交情 殿下就这么忘了 皇叔 有一句话 叫自讨苦吃 好 太子殿下的话 本王记住了 但望殿下日后有能耐 每一次都让本王 自讨苦吃 最后四个字 慕容陈玉 是加重了音量说的 脸上却还是笑 眉眼里都是笑 这样好看的笑容 让不少往来的公币 都忍不住多看了几眼 太子殿下清冷孤绝 十二王爷魅惑人心 真是 都太好看了 慕容哲学听了他的话 声色淡然依旧 冷冷清清地道 皇叔既喜欢吃苦 估定不会让皇叔失望 既然这样 本王就先告退了 慕容哲学没出声 算是默认 慕容陈玉转身离开 只是这个时候 慕容陈玉的心里 也觉得有点古怪 就是 怎么说呢 他一直同慕容哲学的关系 算不得好 但是慕容哲学 从前看他的眼神 都冷淡得很 仿佛自己是死的 还是活的 慕容哲学都不在意 不喜欢 也不厌恶 就是没有情感 但是今日他觉得 慕容哲学看自己的眼神 似乎有些不喜 而且这种不喜 似乎是在慕容哲学 仔细地看见了 自己的脸之后 才诞生的 慕容陈玉 倒是有些奇怪地 摸了一下自己的脸 他怎么了 难道是他离开 京城一段时间 自己英俊不复从前 令慕容哲学 感到面目可憎了 这么一想 他又觉得 自己这个假设 有点荒唐 算了 大概只是因为 自己之前设计了 夜尘风 设计了他未来的 大舅子 所以他不高兴 小安子其实也是意识到 殿下在见了 十二皇叔之后 心情似乎是恶劣多了 于是他忍不住 小声问了一句 殿下 十二皇叔 今日又是惹您了吗 若是为了 夜将军上次险些 被炸死的事情 殿下不是已经 报复过十三王爷了吗 但是殿下的不喜 是真的半点 没遮掩一样 这样冷情的一个人 忽然流露出 很不喜欢一个人的情绪 真是太不可思议了 一个男子长成这样 太过妖艳 令人生艳 可是殿下 十二王爷长成这样 也不是一天两天了 而且大家看着皇叔 都觉得很好看 怎么落到您的眼里 就是妖艳了呢 奴才仿佛就觉得 您是在攻击 十二王爷的长相 骂他是个妖艳见惑 等等 从前殿下什么时候 在乎过其他男人的长相了 还因为对方长得妖艳 就说出令人深艳这样的话 对了 叶瑶瑶是个喜欢美男子的 而殿下也在 是十二王爷不在京城的 这段时间 才跟叶瑶瑶在一起的 殿下 您不用担心 其实您的容貌 比十二皇叔有胜 太子妃不会一亲别恋的 太子殿下的面色淡淡 脸上丝毫没有表情 没有半点心事被戳破的尴尬 举步继续往前走 假装根本就听不懂 小安子在说什么 小安子眼角又是一抽 没在吭声 跟着他们家殿下 进了太学院 这个时候 公孙太父刚刚处理完了一本 典籍上的示意 工人进来禀报 太父 太子殿下来了 殿下在何处 老夫这就去迎接 只是公孙太父心里也是疑惑 太子殿下今日忽然来此 所为何事 他纵然是太子殿下的太父 殿下的课业也从小就是他在教 而且太子殿下也是他教过的最出色的学生 他都还没有教到治国的问题 太子殿下就自己写出了治国册 这样的学生 哪个老师不骄傲呢 但是因为太子殿下心情冷淡 公孙太父也因为 知晓除了认字之外 自己其实并没有教殿下多少 太子殿下 如今能有这等成就 完全是靠殿下自己成才 又顾忌着对方是皇子 后来又是太子 一直都是恭恭敬敬的 所以他们的师生关系 并不亲厚 眼下知晓殿下来了 他赶紧出门 行礼呢 殿下 不知你眼下前来 所为何事 太父不必多礼 姑今日前来 是有一事相求 殿下 你有何事 要求教老臣 你殿下的才智 还有什么是需要请教的 古风欢托言情有声句 独一小狂飞 感谢您的收听 火音声客出品 古风欢托言情有声句 独一小狂飞 欢迎收听 第五百零二集 久闻太父博选 天下书十车 太父便通读九车 殿下 那是世人谬赞了 但是话是这么说 公孙太父的心里 还是认可的 因为论起看过的书 这天底下 确实是没有几个人 比得过他 他也是滴滴确确的 文坛太陡 也教出过不少优秀的学生 只是太子殿下 这个学生过于优秀 所以没有让他有教太多的机会 而他已经七十岁了 每天都在看书 这个年纪了 也还在看书 所以读过的书的确是很多 读过书的数量 是年轻人不能比的 孤祥文太父 可看过三国演义 啊 殿下 那个 要不然 您说仔细一些 老臣再好好想想 自己是不是 看过这本 名字 老臣是一点印象都没有 但是 许只是年代久远 老臣看了忘了名字 您不妨说说 这书里 写了什么 老臣看 能不能记起来 嗯 是一本好书 当能成为传世之作 里头有个人叫诸葛孔明 出过龙中队 被刘备三国茅庐 这 殿下 老臣直言了 老臣是真的 一点印象都没有 您都提醒了几个人物了 老臣还是不知巧 这 老臣 断然就是没有看过了 慕容哲学 眸光微尘 公孙太父都没有看过的书 是很少见的 他起先还以为 是因着自己这些年 忙于正午 看书不多 所以并不知道 眼下公孙太父也没有听过 这书倒是真的有可能 不存在啊 太子殿下昨日其实也对叶夭夭说了 这事情算了 这事情算了 但是想着 叶夭夭心里有个崇拜的其他男人 他昨夜竟是因此一整夜都没有睡着 这才忍不住又来找公孙太父打听 公孙太父见着他不说话 便开口问道 殿下 您忽然问及这本书做什么 是想阅读此书 需要老臣帮您找吗 老臣在文坛 还是有不少地位的 老臣来找书 借书 倒是比寻常人都方便得多 尤其是一些孤本 老臣的一些老朋友 对着旁人都是假装自己没这本书的 但是老臣开口便也许有所不同 所以殿下可需要老臣帮您问问看 若是能找来便送到东宫给殿下 公孙太父一直觉得 自己这些年为自己的这个学生做得太少了 所以忍不住就主动请阴 想帮殿下办成这件事 太优秀 太能自我成才的学生 总是会让父子觉得骄傲的同时 也觉得自己对对方做得不够多 所以眼下有这个机会 他还是很愿意帮殿下做点事的 慕容哲学听完 看公孙太父的眼神也亲近许多 只是语气还是淡淡的 如此便有劳太父了 只是小事罢了 殿下不必挂怀 姑先走了 恭送殿下 殿下 您忽然找太父问起三国演义这本书 是有什么缘故吗 这里头有个人 叫诸葛孔明 诸葛孔明怎么了 姑觉得此人有些优秀 着实危险 是的 从叶妖妖给他讲述的故事来看 诸葛孔明 的确是有惊天伟地之财 也有运筹帷幄的本事 所以太子殿下 的确是觉得有些不安 一整夜的不安 很是担心忽然有这么一个人出现 又是叶妖妖从前崇拜的人 到时候 想到这里 他寡薄的唇 都微微抿了起来 小安子更不明白了 可是殿下 您是什么时候 担心过旁人的优秀了 慕容哲雪梅在搭话 继续往东宫走 小安子想了一会儿 忽然就又想明白了什么 想着殿下 昨天晚上回来之后就不对劲 忽然还对公孙太父提起 自己跟在殿下身边 也没听谁提起过的书名 所以很有可能 这书名 是从夜11那里听来的 这诸葛孔明 怕又是殿下心里的假想情敌吧 如果只是一本书里面的人 殿下都要紧张成这样 小安子也是不知道 应该说点什么了 倒是这个时候 慕容哲雪忽然吩咐了一句 去查 这天下可有与诸葛孔明同名之人 是殿下 奴才回了东宫就吩咐下去 连公孙太父都没有听过的说 这本书是真的存在吗 该不是夜111那个花心萝卜 最近旧病复发 又看上了什么其他的男人不说 还哄骗殿下 说那人是书里的吧 殿下您放心 奴才一定吩咐人 把事情查得明明白白 嗯 一直到了晚上 小安子拿着天晴调查的结果回来了 走到了慕容哲雪的跟前 开口禀报道 殿下 您可以放心了 我们的人是直接去户部查了户籍 父姓诸葛的人 我们天圣原本就不多 里头并没有一个叫诸葛孔明的 白鹿国那边 倒是有一个诸葛家族 人丁兴旺 但是奴才也查过了 这个家族这些年 并没有什么人来过天圣 嗯 很好 既然没有这么一个人 曾经出现在他的眼前 那么他应该就不会被人抢走 叶瑶瑶自然是一点都不知道 自己崇拜诸葛亮的事 都能逼得美人太子 派人去查了整个天圣的户口 还有白鹿国和天圣皇朝的往来人口 不过他倒是听说了 杨氏从秋后处决 被改判为了斩立决 今日武士便执行的消息 叶瑞吃了叶瑶药的安神药 又惊慌失措地哭了一天一夜 眼下就听说 杨氏今日武士三刻 就要在菜市场被处决 说是陛下认为 这个谋害朝廷重臣的恶人 就是应该在所有人的面前被处斩 让百姓们都去观行 以井效尤 他傻呆呆地在自己的院子里头 坐了很久 叶瑄瑄专程过来找他 姐弟两个的关系一直就不好 叶瑄瑄看着叶瑞 开口问道 弟弟 我想去宿母亲一程 你可要同我一起去 我 我还是不去了吧 那好吧 那你聚在家里 嗯 瑶瑶姐姐 你要去观行 嗯 你真的受得住 没什么受不住的 就是想去见母亲最后一面罢了 不管怎么样 也是生我的人 我对他 其实也没有多少感情了 只不过这府上 没有一个人喜欢他 他陪家的婆子 也都因着参与作案 或者知情不报 昨晚 也都被金赵府引派人来抓走了 所以眼下 也没有一个人去送他 我总是该去送送的 也给他喂一口断头饭 虽然他不一定吃 但我还是想尽了这最后一份心 杨家呢 杨家的亲戚 旁人不知道 我还能不知道吗 他们不过就是见着母亲富贵了 做了些年正式夫人 就巴结母亲 若是出事了 肯定是跑得比谁都快 眼下母亲犯的 还是谋害兵马大元帅的罪过 是陛下亲自判处的展力爵 杨家现在撇清关系都来不及 岂会去送我母亲 可要我陪你去 不必了 你真的不用担心我 我自己去就是了 当时瑞弟弟 有些恍恍惚惚的 我去问了他 要不要跟我一起去送送母亲 他不愿意去 我有点担心他 月娥姐姐 你现在若是没事的话 不如帮我去看看他 好 叶瑶瑶听完了 并直接去了叶瑞的院子 这个小孩子 一开始是不讨人喜欢 但是后来还是不错的 尤其自己生辰的时候 他还亲手给自己做了风筝 所以叶瑶瑶眼下也是真的 把他当做了一个 改过自新的堂弟 就算叶瑶瑶没说 让他去看看叶瑞 他此刻也是要去的 叶瑄瑄看了一眼叶瑶瑶的背影 也带着自己的仆人 拎着石河 离开了锦国公府 叶瑶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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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瑶� 不会,上次我是夺罪了你,今天我又没有夺罪你,再说了,我觉得你是个好人,你肯定是不会故意欺负我的。 嗯,你今天猜对了。 叶瑞正在低下头,重新抄述。 叶瑶瑶之前就听红乱说了,杨氏出世了之后,四叔便让叶瑞的夫子们都回去休息几日,过几日再去请他们来府上授课。 是想让他好好缓几天,他眼下的心情也不适合上课,所以叶瑞今日是没有课业的。 但是他这会儿还是在抄书,说明什么呢? 说明他是想借这个逃避现实,让心里好受一点,叶瑶瑶当然没有打扰他,就坐在他的对面,一句话也不说,就这么陪着他。 叶瑞短暂地跟叶瑶瑶说了几句话之后,也没心情继续说话,所以一直在抄写,头也没有再抬一次。 此刻,菜市场。 杨氏的眼神一直都在四处搜寻,他跪在刑场上,一直往人群里面看,他眼下背叛了斩力绝,这是陛下下的命令,所以他已然是不指望自己能活了。 他现在只想见自己儿子最后一面,但是他找了很久,也没有看见叶瑞的身影,倒是看见了叶瑄瑄。 从马车上下来,到了这边,杨氏赶紧往叶瑄瑄的身后看,还是没见着叶瑞,他一时间脸色都有些变了,叶瑄瑄走到那跟前之后,对着尖斩关道。 大人,我是罪犯的家属,可否给罪犯喂一口断头饭? 你去吧。 母亲。 别叫我母亲,你是个好人。 你是个大善人,我跟你不是一路人,我不配做你母亲,你也不要再与我在此惺惺作态。 瑞哥呢,他为什么没有来,他什么时候到? 他…… 我告诉你,既然都让你见到饿涂吧。 伢 rushed to the recognize thorough 欢迎收听 第五百零三集 叶玄玄看得出来 母亲现在是很想见瑞弟弟一面的 所以她有点不忍心说出真相 杨师看着叶玄玄的样子 蹭眉道 你这是什么表情 是不是你父亲不让瑞哥来送我 我就知道 他素来就是个国情寡义的 当初对郑氏是这样 如今对我也是这样 还是郑氏 还是郑氏那个贱人不让他来见我 郑氏真是个贱人 当年我就应该害死他才是 竟然还给了他机会 回了晋国公府 重新折磨我 他还不让我儿子来见我 都说人之将死 其言也善 真没想到 母亲到了这个时候了 说出来的竟然还是这样的话 母亲 你吃口饭吧 我不吃 我不需要你在这里假惺惺地孝顺我 你要是真的孝顺我 你就去把瑞哥叫来 让他再见我最后一面 你父亲和郑氏 早晚不得好死 他们竟然不让我儿子来见我最后一面 这是违背天理的 这是没有母子人伦的 他们都不会有好下场的 瑞哥 他是不是不肯来见我 是他自己不肯来 母亲 你还是别问了 瑞哥恨我 他恨我 他现在连我最后一面都不肯见 他恨我呀 杨世道现在还记得 自己从晋国公府被人拖出去的时候 不管怎么喊 怎么叫 瑞哥都不愿意抬头看他一眼 这一幕昨天整晚都在他的梦中 他今日一早都是哭着醒来的 他原本想着自己是被秋后处决 还有几天时间 瑞哥只是一时间接受不了 慢慢地缓过来了 这几天总会来看看自己的 到时候 自己再好好地跟瑞哥说 说自己当时就只是一时冲动 只是气糊涂了 希望瑞哥不要恨自己 他不想带着自己最宝贝的儿子 对他的怨恨去死 他不想 可是呢 陛下忽然说了斩力绝 并是一个缓和的机会都没给瑞哥 他一直就怕 瑞哥今日不来 可没想到真的就没来 叶璇璇轻声问道 母亲 你后悔了吗 抱怨 都是抱怨 我害死了真实的孩子 老天就要我临死 都见不到自己孩子最后一面 母亲 其实 我也是你的孩子 我来见你最后一面了 母亲 我一直不明白 都是你的孩子 是男孩子还是女孩子 到底有什么分别 为什么你从小就不喜欢我 要把我丢给别人养 对弟弟却那么好 林氏那么恶毒 但是对叶圆圆也是极好的 三婶那么泼辣 虽然嗔嗔教训叶续绝 但是对这个女儿 也是看得出来的疼爱 为什么我的母亲 就完全不一样 你是我生的又有什么用 你不过就是个女儿 将来是要嫁给别人家的 未来也都是为你的富家谋算 你也不能在这进国功夫 为我争得半分利益 等你出嫁的时候 我还要贴嫁妆给你 可你弟弟就不一样了 他长大了 能为我争得许多家产 让我在家里扬眉吐气 你说 你是哪里配跟你弟弟比 哼 我就不该生你 你出生的时候我就应该掐死你 你如今就没机会害死我了 母亲 你的时辰不多了 真的不再吃一口饭吗 我不吃 你拿走吧 母亲 这一辈子 你对我有恨 我对你有怨 我希望 下辈子 我们不要再做母女了 这样的母女 太可笑 叶玄玄说完 便拿着石盒 转身往星台下走 只是在转身的时候 她还是没有忍住心痛 落下了一滴泪 杨氏听完了叶玄玄的话 先是一震 玄姐苦笑了起来 叶玄玄 纵然是为了帮叶尘风 这才间接害了她 但是杨氏心里其实也明白 眼下这家里 叶玄玄是唯一一个 还愿意来看她的人 眼下 她连最后一个人 也就这么推走 可她看着叶玄玄的背影 却还是满怀恨意 说了一句 你说的是 我们这样的母女 太可笑了 所以我死了之后 你也不要来我坟前上香了 我不想看见你 我们永生永世 都不要再相见 好 如此也好 这少下半生 不必再背负 金鸡害死母亲的罪名 五十三刻到 斩力绝 不不不 我儿子还没来 你们不能斩我 我儿子还没来 你们再等等 但是 没人听她的话 刽子手的刀 就这么落下 砍下了杨氏的头颅 她没有见到 自己的儿子最后一面 所以那双眼睛 一直瞪着 死不明目 晋国公府 正在超书的叶瑞 忽然就觉得心中疑痛 她猛地丢下笔 站起身来 就往外走 瑶瑶姐姐 现在什么时辰了 不行 我得赶紧去见我母亲 已经五十三刻了 来不及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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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没有娘了 瑶瑶姐姐 我没有娘了 别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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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没有娘亲了 你还有姐姐 我跟你 玄瑶姐姐都在 我们一直都在的 我们会带你好的 瑶瑶姐姐 我怎么办呀 没有娘的孩子 又怎么办呀 叶瑶瑶姐姐 只是觉得心中微叹 大人不干好事 最后苦的其实是孩子 看着 叶瑞 哭成这样 她心里 其实也不太好受 因为她自个儿 穿越到这里 也是再也 见不到自己的 亲生父母 她一直不提这个事 但是并不意味着 她不想爸妈 没事的 瑶瑶姐姐的娘亲 也见不着了 但是我们还有别的家人 我们不会孤苦无一的 我应该去见她的 我应该再见她一面的 现在来不及了 都怪我 怪我当时没想明白 没跟着 瑄瑄姐姐一起出门 现在 一切都来不及了 不怪你 你只是还小 你只是被吓到了 叶瑞一直哭 叶瑶瑶也没有再说话 就只是一直 拍着这孩子的背 从一开始见面 她被叶瑞 抓了一胳膊血痕 可是半年没想到 有朝一世 他们还能像寻常人家里 关系很好的唐姐弟 哭了半个多时辰 叶瑞才算是哭完了 哭好的也是没力气了 就连嗓子都哑了 这个院子里面 才算是安静了下来 叶瑶瑶才问她 瑞哥 你怪不怪我 我不怪你 是我母亲险害你 害你哥哥的 只猜她的不是你 是古法 我只怪我母亲做坏事 夫子说了 做人要明辨是非 我哭 只是因为 不舍不得我娘亲 好的 我知道了 我知道了 谢谢 瑶瑶姐姐 没有讨厌我 你是个能改好 能向善的好孩子 我当然不会讨厌你 当初 叶瑶瑶的确是觉得 她雄 余孝 但是从她摔了 又被蜜蜂遮了 叶瑶瑶救了她 她转变了态度之后 叶瑶瑶就知道 这孩子的本心 是好的 这个时候 院子门口 靖国公和叶迅 正远远地看着 他们也是因着 杨氏今日出世 便来看看叶瑶 靖国公是出于 关心孙子 叶迅是因为觉得 同病相怜 因为他也没了母亲 眼下却是 看见了这一幕 听见了这些话 靖国公看了叶迅一眼 事宜叶迅跟他一起离开 两个人直接转身走了 就跟没来过一样 走出去二十多米 靖国公看了一眼 神色复杂的叶迅 开口道 旋哥 你也想想吧 瑞哥只是个十多岁的孩子 都知道制裁了他母亲的 不是妖妖 是郭法 你已经是多大的人了 难道心里的觉悟 连个孩子都不如 我知晓你 虽然听了我的话 没做什么坏事 但你对妖妖 一直是有恨意的 这些怨恨 能放下 就早点放下吧 妖妖堂 没有你想的那么狠心 你再回头看看这些事 遥遥不肯对你的母亲心软 是为了我这个爷爷 遥遥不肯对杨氏心软 是为了陈丰这个哥哥 远远 那是因为他自己烧死千里 就是我们想救他 官府也不允许 什么时候你看见 遥遥在这个家里 为了自己的事 想要谁的命吗 她对你母亲和杨氏 不是心狠 她只是想保护好家里的人 更别说你母亲 还差点打断了他朋友的腿 叶萱心头一色 也有些说不出话了 是 她纵然知道 是母亲最有应得 所以爷爷不就母亲她理解 叶陈丰一直待她很好 她心里也没多怪叶陈丰 只是面子上拉不下来 可她真的讨厌叶瑶瑶 她一直觉得 叶瑶瑶心狠 怎么就一定要揪着 母亲做的坏事不放 为要把事情弄到官府 让官府盼了母亲陈堂 不管怎么说 母亲也是叶家人 都是一家人 何至于此 但是现在听了爷爷的话 又看见了叶瑶瑶那样 安慰叶瑞 她心里的恨 当真散去了许多 叶瑶瑶不是没把 其他几方的人当家人 否则 此刻也不会对瑞弟弟如此了 想来 也真的只是母亲 错太远了 爷爷 我知道了 您再给我一点时间 我不会连瑞弟弟都不如的 是啊 十岁出头的瑞弟弟 都能明白 制裁母亲的是国法 他怎么能不明白 只是那毕竟是他母亲 他真的还需要 更多的时间 靳国公拍了拍叶迅的肩膀 没再说话 转身回了自己的书房 从叶迅方才的表情来看 让他保释荒野 是 奴才这就去 叶玄玄回来之后 担心叶瑞 第一时间 就去了叶瑞的院子 这个时候 叶瑞都已经在床榻上睡着了 叶瑶瑶正守在边上 叶瑶瑶压低了声音 开口道 瑶瑶姐姐 辛苦你了 她也是我堂弟 没什么辛苦不辛苦的 你客气了 姐姐 你也陪了她几个时辰了 先回去吧 接下来 我照顾她就好了 好 那我先走 等她醒了 你们好好聊聊 你们这些年关系不轻厚 她只想你关心她 你们的关系也会好转的 嗯 姐姐放心 火音声客出品 古风欢拖言情有声剧 独一小狂飞 欢迎收听 第五百零四集 又是几日过去 叶瑶瑶原是打算去后院钓鱼 只是刚进院子 看着面前这一幕就愣住了 院子里头张灯结彩 叶瑶瑶知晓 是因为哥哥册封誓死的事 就在这几天 杨氏不过是一个妾氏 又是陛下赐死 所以他的死 是不会影响此时的进展的 按照规矩 是各自的府上 都准备好宴客之后 第二日家主 就会进宫找陛下 请指册封誓死 当日册封的旨意下来 进国公府 便开始宴宾客 并且要宴三日 才能算完 而如鲁国公府江家那种 鲁国公早早地去世 没人去请指 那就只能等陛下 什么时候想起来册封 那就什么时候册封了 陛下实在是想不起来 这承袭爵位的男丁 到了三十岁 御史台也会提醒 只是今日 这曹氏这是怎么回事 这个时候 曹氏正在院子里头张罗着 对着小丝们道 诶诶诶 那个花坛啊 摆在那边 诶对 再右边一点 诶 这样就好了 府上啊 很久没有办喜事了 一定要张罗得好好的 让宾客们都知晓 陈锋在家里的地位 是谁也比不得的 叶玲这个时候 也走到了曹氏的跟前 身后带着几个仆人 那些人 还搬着新买来的花草 还开口道 母亲 您吩咐的新花草 我买回来了 哎哟 你身上这布料太差了 晚点让人去我院子里 取几匹好的布料 做些新的 那原是给浩哥准备的 十多匹布料 你拿三匹走吧 好歹 也是快成婚的人了 在外头 也要体面些 母亲 你 你这么看着我干什么呀 行了 我知道你心里在想什么 是 我这个嫡母 这些年对你们 是真的很不好 我心里知道 但是如今我也想开了 瑶瑶让我别在家里找事了之后 我发现我不找你们的毛病 我自己的日子都舒坦不少 在日后啊 只要你好好帮我当作嫡母孝敬着 我自己也会做好我嫡母的本分 不会再为难你们 多谢母亲 行了 行了 起来吧 继续帮忙 把你陈锋哥哥这事办好 国公爷说的没错 我们进国公府的未来 还指着他呢 我们一家人和和睦睦的 外头见着我们府上关系好 铁桶一般 日后也占不到我们叶家的便宜 母亲说的是 好哥去另外一条街买小竹子去了 听说啊 瑶瑶送了你陈锋哥哥一颗小竹子 他当宝贝似的养着 出征之前都让自己的仆从把竹子照顾好 想来他是喜欢小竹子的 那条街的小竹子长得最好 好哥素来是个办事不怎么样的 他若是办不好 你一会儿去帮帮他 哦 还有啊 以后你们兄弟一起练舞 你该还手就还手 别再让他单方面打你了 传出去了 还说我这个嫡母不辞 好 叶瑶这个时候也是笑了 心情很不错 叶瑶瑶忍不住笑了起来 哥哥册封大宴宾客的事 原本都是管家操持的 只来告诉他拨多少银两 叶瑶瑶对一下账单就是了 他也是没操持过这种事 担心自己插手 反而没办好 所以就全权让管家负责了 管家也说了 从前府上有喜事 大多也是由他来主办 主子们看看账策 拨款就好 只是眼下看着曹氏这么积极主动 倒显得他这个长家的人 都有些不称职了 他走过去 打了一声招呼 三神 叶瑶哥哥 哦 瑶瑶 你这是去后院钓鱼 嗯 眼下看三神你这么忙碌 我都有些羞愧了 这 哎呀 瑶瑶 你不怪我月祖带袍就好 怎么会 然后这个家里的事 还要三神多操持 好好好 我一定多帮着你管好这个家 叶瑶瑶笑而不语 只是他赶了道 没直接去后院 而是又去书房 找了一下爷爷 他觉得曹氏如今的表现很好 他身上这个 让他一直头大的担子 也可以找爷爷卸下了 一日 朝堂之上 天圣地听完了靖国公的话 陷入了诡异的沉默 他看着靖国公 开口问道 靖国公 你当真不再想想吗 陛下 老臣已经想好了 还请陛下下旨 慕容哲雪眉心微动 慕容沉悦有些意外 慕容圣雪的眉头 也皱了起来 明国公和慕王爷 还有怀音侯 以及不少跟靖国公府关系好的人 也都是满面的茫然 完全没想到会如此 他们甚至都怀疑 自己是不是听错了 但是这毕竟是 靖国公府的家务事 他们这些外人 也不好插嘴 尤其是靖国公 自己都说 他想好了 此事要不过几次再说 你再考虑几天 要知道 一旦决定 就无法更改了 陛下 老臣短然是不敢 戏弄地下的 即使请旨了 定是不会 想要更改 那好吧 朕这就下旨 内阁拟定了文书兵记录后 就会去 靖国公府宣旨 谢陛下 这事说完 朝堂上亲事也没什么事 天圣地 便也宣布了三朝 天圣地一走 靖国公也站在边上 正准备同众人一起 恭送慕容哲学 慕容哲学清朗的声 却是先一步响起 靖国公 借一步说话 是 殿下 靖国公 此事 也要要知道吗 殿下 您在乎这一点 以殿下手中的权势 完全没理由 在乎这一点小事 姑子不在乎 只是若他事先不知晓 恐怕会伤心 那老臣若只说 他事先不知道 都是老臣 一个人的决定 殿下难道 还要强横地 干涉老臣的假事 趁着陛下的旨意 还没当众宣读 去让陛下改圣旨 阻止此事不成 是 可以的 殿下 够强势 殿下您放心 瑶瑶是知道的 这件事情 是瑶瑶主动 找老臣提出的 老臣 还在书房问了他 是不是确定 瑶瑶 很是笃定 殿下 瑶瑶是个好孩子 所以您放心 无论是什么时候 他都会是老臣 最宠爱的孙女 老臣 都暗示不会做出 表面对他好 背后伤他心的举动 既如此 顾便不问了 那殿下 若是没什么事了 老臣 就先行告退了 嗯 晋国公 这才转身离开 他走出了宫门口 这个时候 其他的朝臣们 大多已经先行离开了 但是 明国公和穆王爷 来来回回地想了又想 都已经上了自家马车 准备回府了 可是还是没忍住 又下车来 在宫门口等着 晋国公 桓姨侯 和三皇子也在 看着晋国公出来之后 都是纷纷上前来 到了晋国公的跟前 明国公道 这 晋国公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你怎么突然就做下了 这种决定啊 之而我都怀疑 自己 是不是听错了 是啊 晋国公 这若是被你们家 叶二小姐知道了 她得多伤心啊 这两位之前都是要给 叶一一做公公的人 最后虽然这个公公 没做成 但是叶一一 给她们的烤兽 那她们都是 实打实地吃下了 而且自家孩子 的确是喜欢这个姑娘 这姑娘 也是救过自家孩子的命 她们便都很喜欢 叶一一 内心里 早暗自把人当自家人了 不是儿媳妇 那也是自个儿的干闺女 她们哪里受得了 晋国公府 忽然办出这种事 桓姨侯这个时候 也是跟上来 开口道 是啊 金国公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你们家大房的二小姐 不是一直都是你 最宠爱的孙女吗 我上次为了 静静的事情 向金国公道谢 您对二小姐 也是颇多一美之词 今日这事 别问了 这都是 要要自己的意见 啊 要要自己的意见 是不是真的 金国公 您该不是被我们问得不好意思 就索性哄骗我们 说是瑶瑶自己说的吧 真的不是 不信你们自己派人 去金国公府问问 本国公待他是什么呀 你们还能真的不知道吗 本国公如今还犯的招 在此当中撒谎 金国公宠爱 叶瑶瑶 那是人所共知的 也的确是犯不着撒谎 那好吧 这我就放心了 我还想着 是不是要多劝劝您的 本王还当是瑶瑶执女 最近做了什么事情 惹得你世博你不高兴了 你才做如此抉择 本王还怕你回头后悔呢 眼下看来 是我想多了 多谢你们对我们家 瑶瑶的关怀 我也带瑶瑶 谢过她的各位书博了 应该的 应该的 是啊 应该的 毕竟差一点 她就是我们王府的儿 不 没什么 本王失言了 好些 差点就把儿媳妇说出来了 如今 叶瑶瑶都被赐婚给太子殿下了 公然说这句话 不是摆明了个皇家抢人吗 这可是做死的错误行为 应该及时自我警醒 是我们打扰了 那没什么事了 本国公就先回去了 正午之前 想必就会接到陛下的圣旨 诸位都是收到了我们府上勤俭的 回去换一身便装 便来府上赴宴吧 策封世子和郡主的事也是喜事 诸位 可不能缺席呀 一定一定 晋国公先行 嗯 应下之后 晋国公这才能上了马车离开 眼见着晋国公走了 慕容圣雪翻覆身旁的卓翼 根据晋国公府打听消息 快到正午的时候 宫里头的圣旨 就已经到了晋国公府 晋国公带着晋国公府上下 一起跪在院子里头接纸 等传旨的太监 把圣旨宣读完了 整个府上所有人的脸都变了 老臣接纸 幻音落下 晋国公双手就捧着圣旨接了过来 这个时候 叶辰风的脸色都是一片铁青 他根本不敢相信自己听到了 等反应过来了 他直接就问道 爷爷 怎么回事啊 我是真的累了 今天都问我怎么回事 解释得好辛苦啊 公公 您是不是读错了 郡主怎么会是我呢 这 这 不可能啊 爷爷那么宠爱瑶瑶姐姐 而且爷爷那天都说了 要对瑶瑶姐姐好 趁风哥哥就会一直照顾着家里 这些话我虽然没亲耳听到 但是几方也都是听了爷爷的命令 把话都传到各方每个人的耳中了 怎么爷爷自己第一个 就做这种对不起瑶瑶姐姐的事 爷爷 孙儿没有不敬的意思 只是孙儿当真有些想不明白 还请爷爷明示 爷爷 您这是怎么想的 我哪能当得了这个郡主 您还是去找陛下说说 把郡主的位置还给瑶瑶姐姐吧 瑶瑶 现在好了吧 你这一个决定 弄得你爷爷我 今日像是捅了马蜂窝一样 犯了种怒 太子殿下问我 民国公和穆王爷 还有怀孕侯也问我 现在你哥哥和玄瑶又问我 我不想说了 你自己解释吧 古风欢托言情有声剧 独一小狂飞 感谢您的收听 火音声客出品 古风欢托言情有声剧 独一小狂飞 欢迎收听 第505集 瑶瑶 你知道 她岂止是知道 这就是她的主意 瑶瑶 你赶紧说明白 爷爷不想再当这个冤大头了 最关键的是 这传旨的太监还没走呢 靳国公实在是担心 叶瑶瑶要是不赶紧把事情说明白 叶辰风觉得妹妹受了天大的委屈和欺负 会不会冲动到 直接抗制 叶瑶瑶摸了摸鼻子 开口道 嗯 是的 是我的意思 我忘了跟你说了 这 瑶瑶姐姐 你这是为什么 你好好的郡主不做 你让给我 因为你帮忙救了我哥哥 我欠了你天大的恩情 必须要报答你 你母亲因为这件事情 被陛下下令杀头 精神也少不了 有人说你母亲品行不端 瑞哥未来还能考公命 争前称 你却怕是要影响姻缘 所以我仔细想过了 打郡主的位置给你 就是对你最好的报答了 有这个位置在 以后定是没人敢亲见你的 古代对女子 多少还是不公平的 杨氏出事了 叶瑶虽然会听不少闲话 但只要长大了争气 能考到公民 能取得成就 就没人多说什么 但是玄瑶一个姑娘 怕是会因此嫁不好 就是嫁好了 去了婆家 遇上的婆家不好 少不得还要被人奚落机房 瑶瑶姐姐 可 这可是郡主之位 你说给我就给我 这 你忘了 我很快就是太子妃了 郡主之位对我来说 真的不要紧 你受着就是了 可是 好了 别可是了 快把你的眼泪擦一擦 今日是你册封郡主的日子 应该高高兴兴的才对 二房和三房的人 也都是愣了 就连四房的叶南霄 都万万没想到 自己这个一向不起眼的女儿 竟然就得了叶瑶瑶的青睐 一跃成为了品阶 比自己都高的郡主 其实呢 按照天圣皇朝的规矩 一直把册封世子和郡主 都放在一起 而若是这想要册封的郡主 是长女 比世子年纪都大的话 很多时候就容易 等到世子们到了册封的年纪 姑娘们都已经出嫁了 还没有册封郡主 但各家对这个规矩 都没什么意见 则是因为 闺女们若是低嫁 或是门当户队的嫁了 到时候册封 就能再抬一抬 在婆家的地位 若是闺女高嫁了 比如做了太子妃和皇子妃 就可以把郡主的位置 给其他的闺女 便能为家中 再抬一位身份高的闺女 但是想法是这样的 但是历代以来 确实没有哪个太子妃和皇子妃 会拒绝郡主这个封号 就是已经嫁人了 也都更愿意 把封号担在自己身上 不会想让给姐妹们 一来是因为 郡主之位有封地 封地那就意味着 有私产 有钱 二来是因为 谁会嫌弃自己身上 尊贵的头衔太多呢 历大的太子和皇子们 也是更希望 自己的女人 多点封号和封地的 所以这些太子妃和皇子妃 不想让这个位置 家里通常也不会为了这个 得罪皇家的媳妇 还是会把头衔给他们的 但是夜夭夭这怕是首例 说让就让 于是正时都忍不住 关心地问了一句 这 这位置若是给了玄瑄 太子殿下那边 会不会不满意啊 这等于就是 为了太子妃的陪嫁封定 就这么平白爽了 这个不必担心 我问过太子殿下了 她的确不在乎这等小事 她倒是担心 我这事是背着妖妖干的 妖妖知晓我这个爷爷 人前一趟 人后一趟 表面宠外的 实际上把郡主的位置 给了玄玄 会伤心 所以才特意问我这事呢 爷爷 今日让你受苦了 是我误会爷爷了 瑶瑶你也是 这么大的事还忘了跟我说 你也敢忘 哥哥 我错了 车锋哥哥 我做这个郡主 这 你不用担心 瑶瑶让给你了 你就受着吧 瑶瑶说的也对 的确该报答你 补偿你 明明这是我的事 最后却是 瑶瑶舍了这个郡主之位 偏偏玄愿是个女儿身 也不能把 狮子之位让给她 确实让瑶瑶付出了 可 可是 瑶瑶姐姐 纵然是要做太子妃的 但不是郡主 这不是还是 矮了许多贵女一头吗 我换了想 若是未来跟太子殿下之间的婚事 有个变数 那瑶瑶姐姐怎么办 我知道你在想什么 不用担心 我这个哥哥在呢 这郡主不郡主的没那么要紧 只要我还活着 就会护着瑶瑶的 瑶瑶 你信不信我 我当然相信哥哥了 这倒也是 就算瑶瑶姐姐不是太子妃 有成风哥哥在 也没人敢太放肆 就是委屈 就是委屈瑶瑶你了 不委屈 都是一家人 我去什么 选选 那就恭喜你了 说起这个 三媳妇 瑶瑶昨天来书房找我 说希望把涨价的权限 重新交给你 你怎么看啊 哇 什么 我该不会是在做梦吧 重新让我涨价 瑶瑶瑶是个什么天仙呢 瑶瑶说 当初把涨价的事情交给她 是为了让她学涨价 可是这如今 如今已经学会涨价了 她心自懒散 所以想把这件事情交还给你 说相信你是可以做好的 你怎么看 其实 叶瑶瑶还说了一些话 说她已经跟太子殿下说过了 殿下也答应了她 之后她做了太子妃之后 可以不必管东宫的各种事物 靖国公觉得 这像话吗 这一点都不像话 可是太子殿下本人都没有什么意见 他有意见 也是显得很多余啊 所以就只好闭着眼睛点点头 答应了下来 反正管家也说了 烈瑶瑶如今涨价也算是颇有本事 既已经是真的学会涨价了 那她不想管这些事了 那就不管了吧 曹氏不敢置信地看了一夜夜妖妖 又看向靖国公 问道 是妖妖说 我适合长家的 不然呢 昨日路过院子 见着三婶 您把一切都布置得很好 三婶对叶瑶哥哥说的话 我也都听见了 我觉得以后三婶管这个家 其实是合适的 就是不知道三婶 是不是愿意 愿意 国公爷您放心 我当然是愿意的 曹氏是真的一点都没有想到 自己昨天就这么一时觉悟 帮着叶辰风张罗了一下 正巧被叶瑶瑶看见了 她梦寐以求的涨价大权 就这么回来了 她觉得最近清闲着 其实很好 这是一回事 但是 这也不影响她喜欢长家 喜欢那种内宅的大小事物 都是自己做主啊 那好 那此事 就这么定了 晚一点 我让管家把账房的钥匙 拿去给三婶 以后这个家就交给三婶了 也劳烦三婶了 曹氏能改过 能让我把长家这个麻烦丢出去 实在是太好了 终于再也不用看那一堆 脑壳疼的账策了 故宫爷 瑶瑶 你们既然相信我 我以后一定好好长家 不生事端 把一切都做得妥妥贴贴的 一切都为这个家里打算 玄玄和叙叙 也到了快出家的年纪了 长家的事情 你也教他们一些 就不把权柄 在他们手上 利来一去了 也是麻烦 你好好管着家 把该交的 都教会他们就是了 是 瑶瑶真是咱们家里 最好的孩子 真希望她才是我生的 母亲 咱们是什么子气母女情 怎么说岁就算 我也是性子懒散 怕麻烦不愿意长家 三婶愿意替我操劳 再好不过了 希望日后我们这个家 平平安安 众人一心 把长家的事情 还给曹氏之后 他应该是会好好长家的 到时候这个家里和睦 爷爷也能过得舒心一些 那是当然 别人不敢说 我跟瑶瑶你啊 那肯定是一条心的 就是那天 叙叙要跟我断绝母女关系 逼我同你不再一条心 我也是不会听叙叙半句话的 我还会把她赶出家门 我为什么又躺着中锅 母亲 您放心 我跟瑶瑶姐姐也是一条心的 我不会逼着您 跟她不同心 知道了 我不过呀 就是打个比方 你说这些废话干什么呀 你打比方 能放过我吗 唉 算了 母亲也是因为重新 得到了长家的权限 卓氏氏太高兴了 既然作为女儿 还是体谅一下她吧 行了 既然事情都已经说明白了 大家就都准备准备 待客吧 一会儿 各家便都要上门 来祝贺了 众人也都赶紧应了一声事 这个时候 看了半天八卦的船只太监 也终于意识到了自己的多余 被晋国宫送出门去了 一众人散去 叶逊若有所思地看着叶瑶瑶的背影 一时间心情更加复杂了 长家的权限 她说给曹氏就给了曹氏 郡主的位置 她说给璇璇就给了璇璇 这就证明 叶瑶瑶在这个家里做的一切 从来都不是争名夺利 如今想来 当初也的确是母亲和妹妹 找叶瑶瑶和旁人的麻烦 才会落得那样的下场 叶瑶瑶也的确是没有诚心地害过他们 叶逊轻叹了一口气 看着边上还没走的叶南亭 压低了声问道 父亲 我发现 我越来越无法恨爷爷摇摇了 是怎么回事 是我对母亲不孝 对源源不义 我才会如此吗 也许是因为你看明白了 他是真的希望这个家好 此时 东宫 小安子也已经把打听到的消息 都禀报给了太子殿下 末了还总结了一句 殿下 所以太子妃就是为了这件事情 想要报答他们家四房那个姑娘 就这么做了 这次的事情毕竟是因为叶成峰而起 叶成峰见着叶瑶瑶为了她的事情 把郡主的位置都让出去了 看着心里也是迁究的 以后怕是更宝贝这个妹妹了 只是京城里头到处都议论纷纷的 不少人都以为 晋国公是表面宠爱叶瑶瑶 其实最喜欢的孙女是叶玄瑄 有些不长眼的都还同情起太子妃了 去晋国公府 是 奴才这就备上礼物 同您一起去 古风欢托言情有声趣 独一小狂飞 感谢您的收听 火音声客出品 古风欢托言情有声剧 独一小狂飞 欢迎收听 第506集 小安子说完这话之后 也是忍不住看了一眼自家殿下 忍着翻白眼的冲动开口道 殿下 若不是下头的人掌管着的产业 这段时日又有了许多进账 半年会将银子和得来的宝物交给您一次 今个一早 正巧就是把这些东西送来的日子 您就没钱了 您知道吗 把钱都给了 叶摇摇就算了 宝库也交给叶摇摇也不提了 可是后头呢 叶摇摇还给殿下一个宝库 殿下就把宝库的东西都拾去 靖国公府做了聘礼 也退给了殿下一些钱 这笔钱买了白鹿琴 给了叶摇摇一些 剩下的都拿来为叶摇摇献身 给那些百姓们了 要不是今日天鹊负责 把这半年的进账的账期 都已经送了上来 殿下这会儿就是去靖国公府 都拿不出体面的礼物 太子殿下这个时候 听了这话也是略有些尴尬 小安子想了想 开口提议道 殿下 要不然这半年的进账 咱们就留下好了 日后您也需要银子使 奴才以为只要我们不说 太子妃也不知道有这笔钱 不可 殿下这是为何 即使说了 雇的钱交给他管 便是交给他 不肯瞒骗他 行吧 取选一件礼物给叶尘峰 剩下的整理好 估尽数交给他 是 小安子算是明白了 别人家里都是七管炎 他们家殿下 那是自己替妻子管自己 都管得非常严格 一般人都做不到 殿下这么认真的 他内心默默地吐槽着 挑选礼物去了 慕容哲学这个时候 也举步去了御书房 禁国功夫 这个时候热热闹闹的 来往的宾客们 络绎不绝 曹氏接过了涨价的权限之后 这个时候 自然也是自高奋勇地在前头忙碌 叶尘峰和叶玄玄在接受众人的恭喜 叶瑶瑶十分悠闲地在自己的院子里吃水果 等着开宴了 再出去送上礼物 倒是红鸾这个时候 走到了叶瑶瑶的跟前 开口道 小姐 您这还吃得下水果呢 怎么了 我为何就吃不下水果了 您那是不知道 外套不少不明真相的贵女们 都在说什么呢 都说同情年 一直被国公爷蒙蔽了 说您这个时候 肯定是躲在院子里头哭呢 这才没有露面 不止如此 他们还说 大公子对您的宠爱 其实也是不过如此 眼下年没有得到郡主之位 大公子竟然都没有为您争取一二 他还高兴地在外套宴兵客 都是私下躲着议论的吧 正巧被你听见了 嗯 奴婢是给您去换茶的时候 用小心听见的 嗯 那你觉得 我把郡主的位置给玄瑄 这是错了吗 小姐 奴婢觉得没错 毕竟玄瑄小姐 是实打实地帮着您 救了大公子的命 而且她主动试图帮您 已经好几次了 让她做这个郡主 奴婢其实也没什么不满意的 反正您是要做太子妃的 郡主不郡主的 对您来说无所谓 这就是了 你家小姐我 一向都是有恩必还 有仇必报的 我做的事情 是为了对得起我的良性 也是为了爷爷和这个家好 既然这样 我为什么要为了几个 不明真相的人说了些话 就吃不下水果 小姐 您说的也是 就是外头那些人的嘴 他们说是同情 但是有几个人是真的同情 还不是一群幸在乐祸的 话证说到这里 前头却有不人进来了 小姐 准备开宴了 国公爷让奴婢来请您 行 出发 你们 把我今日一早 去钱庄的宝库 取回来的那个箱子台来 送我一起去前厅 是 前厅 不少人都在等着 叶瑶瑶的出现 已经知晓真相的 民国公等人 倒是没有什么 太大的情绪 倒是那些 不明真相的人 这个时候 脑子里已经想了 几百个来回了 都很想知道 叶瑶瑶现在是个 什么心情 又是个什么神情 就在众人的疑惑之下 叶瑶瑶终于出现了 所有人的眼神 都看了过去 不少的贵女们的眼神 都跟她瞧热闹得 没什么两样 这叶瑶瑶 平日里多么张狂得意 现在她明白了吧 其实晋国公对她的宠爱 那都是假的 叶辰峰也顾着自己 做了世子高兴 根本就没心思 管她的委屈 现在叶瑶瑶 一定都快哭瞎了 然而 就在她们这么思虑着 就看见了满面笑容的 叶瑶瑶 出现在她们面前 叶瑶瑶莫非还是不知道 郡主 其实不是她了的事情 叶瑶小姐 贵府的玄瑶小姐 做了郡主 此时我们知道 你一定有些难以接受 但你也不要太伤心了 晋国公这么做 定是有晋国公 这么做的道理 是啊 玄瑶小姐 也是令人羡慕 忽然就得了 这郡主的位置 谁不希望 能跟玄瑶小姐一样 有一个晋国公 这样的爷爷呢 叶瑶小姐 其实 你也是有些羡慕 玄瑶小姐的 对吧 叶辰峰眉心一蹴 便知晓 他们说这些话 不怀好意 她脸色一冷 正要开口 叶瑄瑄也是满心不悦 正想解释清楚 这个位置是 妖妖姐姐让给自己的 然而 就在这个时候 一道清清冷冷的声 从外头传了进来 孤得太子妃 不必羡慕任何人 众人一愣 眼神很快地看了过去 见照了太子殿下之后 面色都微微动了动 众人一同起身 开口道 拜见太子殿下 方才那几个讨论得 十分高兴的贵女 此时此刻 也有些心慌 跪着动都不敢动 慕容哲雪 应了一声 所有人便尽数起身 敬国宫这个时候 也立即走到了 慕容哲雪的跟前 开口道 殿下 请上座 慕容哲雪 走到主位上坐下 敬国宫也赶紧坐过去 叶瑶瑶作为未来的太子妃 又领受了太子妃印 此刻自也是坐在慕容哲雪的另一边 但是场面上 还是鸦雀无声 所有人的眼神 都忍不住 往方才那两个贵女的身上看 他们两人 也是吓得色色发抖 话都不敢说 气也不敢喘 眼神偷偷地看向上手 大臣们其实也都琢磨着 敬国宫就这么把郡主的位置 给了叶玄玄 太子殿下会不会不高兴 也就在此刻 慕容哲雪 扫了小安子一眼 小安子顿时递给了 叶瑶瑶一份门书和地契 叶瑶瑶倒是愣了一下 嗯 这是什么 这 太子妃按照天圣皇朝的规矩 皇子们受封为太子 或受封为王 为诸侯的时候 都是有封地的 这个叶瑶瑶是知晓的 天圣皇朝的储君 成为帝王之前 的确是有封地的 不然 若是皇帝的寿命比较长 那被封王的皇子们 都有了封地和财产 太子却是没有 那道上太子的日子过得差了 只是 这该不会是 殿下来之前 已经找陛下请旨 将太子殿下的封地下的八个州 都转到您的名下 但是陛下只同意 转了梁州和惠州这两地 然而 就只是这两地 殿下为了让陛下同意 也是答应了陛下 把朝中陛下那一派的大臣 殿下掌控的 他们所有做过错事的证据 全部都交给了陛下 上一次殿下要取叶瑶瑶 陛下那边的大臣 都不敢说出反对 当初都是因为担心殿下手中 有他们办过错事的证据 眼下把这些东西都交给陛下了 以后殿下就再也没有办法 让陛下那一派的大臣 忌惮于这份证据 不向着陛下说话 只是这一点 小安子自是不敢专程说出来的 这天圣皇朝 陛下赏赐的封地 是不能随便送人的 若是要送 必须得得到陛下允许 再由内阁批下文书 且不说殿下是如何说服陛下 统一这么不合规矩的事的 就一点 太子殿下的封地 就算只是梁州和惠州 那一笔叶玄玄这个郡主的封地 大了三倍不止 太子殿下 就这么说送人就送人了 殿下 你完全不必这么做呀 郡主之位 远比不上太子妃之位 倒不必介坏 而封地 旁人有 你也要有 古说过 你不必羡慕任何人 叶玄玄听得头皮发麻 她觉得太子殿下 是不是不高兴 自己做这个郡主 要是这样的话 要不自己赶紧表示自己不干了 她实在是一点都不想 因为郡主这件事情 舍弄了太子 这个下场 她实在是承担不来 可是殿下 我并不羡慕玄玄啊 古知晓你不羡慕 但旁人会以为你羡慕 话说着 太子殿下的眼神 也往方才那两个碎嘴的 贵女们脸上扫过 这一下 所有人都已经听明白了 这就是说 太子殿下心里明白 自个儿媳妇 对叶玄玄当郡主的事情 其实是一点都不羡慕 但是鉴于 会有旁人觉得 叶瑶瑶会羡慕叶玄玄 旁人觉得 叶瑶瑶过得不如叶玄玄 所以太子殿下 就必须把封地 给叶瑶瑶也安排上 殿下觉得 不论是叶瑶瑶本人 还是外人 都不该认为 叶瑶瑶需要羡慕谁 同情了叶瑶瑶 大半天的一众贵女们 顿时安静如鸡 酸弱宁萌 就别说叶瑶瑶 拥有了封地这件事了 就冲着太子殿下 对叶瑶瑶这个态度 都值得全天下 所有的女人羡慕了好吗 叶瑶瑶还需要羡慕谁啊 是 是臣女说错话了 还请太子殿下原谅 臣女也是糊涂了 叶瑶小姐是未来的太子妃 岂会需要羡慕别人啊 目龙哲学没回他们的话 也没再出声 他们便知晓 自己算是躲过这一劫 也更加明白 他们之前那些猜测 叶瑶瑶不做郡主 证明晋国公和叶辰锋 并没有多宠爱叶瑶瑶 太子殿下会不会因此就觉得 娶了叶瑶瑶也没有多大用处 得不到晋国公付多少助力 所以就不要叶瑶瑶了 这个想法是有多愚蠢啊 叶瑶瑶看了一眼手里 说两个封地以后都归于她的文书 崔瑶瑶又抽出了几下 开口道 殿下 这样御史台的大人们 会不会弹劾你啊 按天圣皇朝的规矩 陛下赏赐的封地 陛下允许 就能转赠旁人 父皇都已经同意 姑也是按规矩办事 他们弹劾什么 况且 你是姑的太子妃 是你的还是姑的 有什么区别 下头坐着月月御室 正准备明天谈和的御史们 竟然无言以对 好像也是啊 太子殿下完全是按照规矩办事的 虽然说 历大没有哪个皇子 把自己的封地 给自己的未婚妻 但是也没有哪条法律规定 说了不能给他们 再说 陛下也都同意了 这又是太子殿下 和未来太子妃的家事 是他们两个当中谁的 最后封地的钱 也还是送去东宫的 再说 陛下不是只同意 给了两个州吗 连殿下手下的封地 一半都没有 想想夜夭夭还立过军功 就算是有封地 百姓们看来 他也是受得起的 既然这样 算了吧 那好吧 这样吧 文书我先收着 我也不会治理封地 这两地的治理 还是劳烦殿下了 愿为太子妃笑了 古风欢托眼前有声趣 独一小狂飞 感谢您的收听 火音声客出品 古风欢托眼前有声趣 独一小狂飞 欢迎收听 第五百零七集 封地就这么给夜夭夭了 在治理 就完全是帮媳妇管着 给媳妇效劳了是吧 您这是在惠州和梁州两地 把自己当成夜夭夭的管家了 殿下 见过宠女人的 没见过您这么丧心病狂的 叶玄玄这个时候 也忍不住色索着开口道 太子殿下 郡主的位置 是姚姚姐姐为了我姻缘能好些 找爷爷说了 把位置给我的 其实我自己也觉得 跟姚姚姐姐比比 我实在是不配做这个郡主 叶玄玄认为 自己自知之明还是有的 至于救了叶辰锋的功劳 其实叶玄玄不敢去功 她当时做这一切 只是一凭着自己的良心做的 并不是为了得到任何的回报 所以她完全没提这个事 叶妖妖看了一眼叶玄玄 笑着道 你怎么就不配了 我觉得你来做很好 这一下 一众长臣和贵女们 才算是明白了 她们真的完全想多了 叶妖妖根本就没有伤心难过 没做郡主 根本就不是靖国公不想让她做 而是叶妖妖自己不要这个位置 让给她的 难怪叶辰锋今日看着 也并没什么不对劲 靖国公也不是他们想象的那种 两面三刀的爷爷 叶辰锋也冷笑了一声 看了一眼碎嘴的那伙人 开口道 叶妖和玄玄两姐妹的事 就不劳外人操心了 一众惊天 险些为了叶妖妖和叶玄玄 操碎心的贵女们 都纷纷露出了尴尬的神情 他们的父亲 也都忍不住瞪了他们一眼 内心默默想着 早知道这些女儿废话多 今日就不应该带着他们出来 收到了父亲的眼神的他们 更加不想说话 各自闭上嘴 低下头 盯着筷子 一副啥时候开饭啊 我心里只有一件事 那就是吃饭的老实模样 殿下对妖妖的重视 我们晋国公府 也算是知晓了 本国公多谢殿下厚恩 今日是我们晋国公府的大喜事 也多谢诸位同僚 能够赏脸前来 眼下便开宴吧 不知殿下 不知殿下 以为如何 太子殿下扫了一眼 见着众人 都是该明白了 他的小姑娘 该有的东西都不会缺 也不会羡慕谁 众人都对夜妖妖丛同情 变成了羡慕 他便也微微汗手 是以晋国公可以开宴 随着晋国公一声令下 仆人们很快地 把菜都端上来 开了宴 这个时候 不少同夜尘峰关系好的人 比如韩子霄等人 也都纷纷地送上了自己的贺礼 小安子 也把自己替太子殿下 挑选一块极品的玉佩 送给了夜尘峰 夜尘峰也都一一道谢 到时夜遥遥这个时候 看向不远处的箱子 笑着开口道 哥哥 那个是我给你准备的礼物 你猜猜 箱子里头是什么 这个 不知道 给个提示 不行 不能提示 只要哥哥你自己猜对了 猜有意思 莫非是小竹子 看这大小 倒像装着几盆 要又送给我的小竹子 不对 你既然是要送我礼物 应该不会选你之前 已经送过的那种 难道是一箱金子 可是你应该没这么有钱了呀 之前你钱都花得差不多了 或者是一箱子水果 猜到水果的时候 夜尘峰还觉得 自己猜想的挺有道理的 因为夜妖妖最近特别喜欢吃水果 莫非是他喜欢吃 于是他就觉得 他这个哥哥也会喜欢吃 夜妖妖忍不住笑了 这哥哥怎么有点傻呀 倒是这个时候 同夜妖妖交情不错 和夜尘峰关系也很好的薛少青等人 按耐不住了 站起身来 开口道 来 我们来帮夜将军你看看 这里头都是些什么 说不定有很多 小孩子玩的玩意呢 夜尔小姐是觉得 夜将军同心未免 说着他就要去开那个箱子 夜尘峰笑着 踢了他的屁股一脚 滚滚滚一边去 我妹妹给的礼物 想着我自己来开 什么时候轮到你来做事了 说着 夜尘峰就自己把箱子给开了 看见了里面的盔甲 夜尘峰顿时愣了一下 这 妖妖 几名将军 也都齐刷刷的顿住了 这一身盔甲 莫不是名阳天下 五国的将军们 没有一个不想要的 那一身盔甲吗 是如何就落到了 夜夭夭的手上 眼下 还就这么送给了夜尘峰 哥哥 喜欢吗 喜欢 可是你怎么会有这个呀 这盔甲 是夜夭夭从钱庄运回来的 路上难免被人遇到 为了不把九大钱庄 就是美人太子的 以及美人太子 给他的几个宝库 还在其中几个钱庄藏着的事 当中暴露了 他早就想好了说辞 并且 同钱庄的掌柜 串通过了 其实算是借花献佛了 太子殿下知道 我想给你寻个好礼物 所以给我的银子 完成这件事 我就委托了钱庄 帮我找这件盔甲 没想到还真的找到了 夜尘峰当然知道 夜夭夭这话 半真半假 怕是为了遮掩 九大钱庄 是殿下的底牌才这么说的 但是他也明白 这意味着 这份礼物 也的确就是太子殿下出的 夜夭夭真没这个钱 所以呢 这份礼物 也算是太子殿下送 他刚准备说 是算美人太子送给哥哥的 美人太子给钱 他去买礼物的说法 虽然是假的 但礼物 的确是从美人太子的 保护里头出来的 所以他这样说 是完全没毛病的 结果 太子殿下 便打断了他的话 是我们夫妻送的 嗯 行了 殿下 您有多迫不及待的娶媳妇 大家都已经知道了 这就已经急着说夫妻了 大家 要不还是好好吃宴席 桌上好吃的菜挺多的 您先把您备好的狗粮收起来 一众将军们 看了一眼那件盔甲 又是替叶晨峰感到高兴 又是一阵羡慕 他们怎么就没有殿下 这么有钱有权 还有宝物的未来妹夫 感受到了柠檬的酸楚 叶晨峰这个时候 也终于回过神来 看向了慕容哲雪和叶瑶瑶 开口道 谢谢殿下 谢谢妹妹 我很喜欢 哥哥喜欢就好 如此我们夫妻就高兴了 嗯 好家伙 叶瑶瑶既然也配合太子殿下 一起说什么夫妻 算了 我们懂了 我们都懂了 婚礼放在明年二月 是真的委屈你们了 可真把你们两位急坏了吧 慕容哲雪听叶瑶瑶也这样说 清冷的眸中 倒是染上一丝 不易察觉的笑痕 她的容色依旧是淡淡的 却是亲自给叶瑶瑶加了菜 她修长的手指很是好看 夹菜给她的神情也十分专注 俨然就是仔细照顾着媳妇的样子 下头的一众贵女们羡慕心酸的要死 大家都觉得 叶瑶瑶肯定会觉得十分受宠若惊 然而 她们想多了 叶瑶瑶回头冲着慕容哲雪一笑 说了一句 殿下 我还想吃那个 就是你右边的那个鸡腿 嗯 知道了 幻音落下 那只鸡腿就落到了叶瑶瑶面前的碗碟里 闺女们看懂了 看来太子殿下给叶瑶瑶加菜 绝对不是第一回 叶瑶瑶也没有任何的受宠若惊 看样子是已经习惯了 甚至都开始有要求了 最可怕的是 性子一贯冷清的太子殿下 竟然还照办了 御史台虽然觉得 这不是很合规矩 但是他们总不能 连人家的未婚夫妻 谁给谁加菜都要管 显得他们太事逼了 再说了 东宫夫妇举案齐眉 这也是好事啊 他们能说啥呢 于是齐齐不吭声 晋国宫捏着筷子 都觉得自己是不是看错了什么 说真的 就算殿下那天登门求亲 说会带夭夭如珍宝 他都是没有想到 性子清冷如太子殿下 能体贴到这种程度 众人都乱七八糟的想着 慕容遮雪清冷的眸光 却只是落在叶夭夭的身上 见着他咬下了一口鸡腿 他淡薄的声也随之响起 可还好胃口 嗯 好吃 殿下夹得特别好吃 还想吃什么 都行 反正殿下夹得我都爱吃 好 话音落下 倒是很专注地给叶夭复菜 叶夭夭也不是个没良心的 他也记得给美人太子 加了好几口菜 还开口道 殿下 你尝尝看 我家的菜是不是也特别好吃 是 这口粮真的是 沁国公都忍不住 咳嗽了一声 韩子霄和林玉晨 觉得很是羡慕 什么时候他们也能吃到 夭夭小姐家的菜 特别好吃的菜 太子殿下太过分了 为什么偏偏要来给他们当情敌 让如此优秀的他们 瞬间失去了竞争力 慕容圣雪这个时候 刚在经过公府蛮房的带领下 走了进来 因着叶夭夭没有当上郡主 他刚打听清楚情况 就被母妃叫到宫里 问这是怎么回事 所以就来晚了一些 众人的眼神 也都看向了三皇子 那略微有些难看的脸色 一下子也察觉过来 太子殿下和三皇子 这分明就是叶夭夭的新欢旧爱 相逢现场 臣弟拜见太子皇兄 三皇子殿下 起来吧 殿下请坐 晋国公把自己的位置 让给了三皇子 慕容圣雪也没说什么 走到晋国公的位置上坐下 叶夭夭自从被赐婚之后 如今见证了慕容圣雪 也是不必行礼呢 于是自顾地 继续给美人太子加菜 越加越快 慕容遮雪看三皇子来了 便有些不悦 眼下见着小姑娘 加了这么多菜 有些意外地看了过去 殿下 别不高兴啊 心里只有你的宝宝 在讨好你呢 他也不傻 当然感觉得到 三皇子出现之后 美人太子就不高兴了 慕容遮雪闻言 眸中的冷色 果然缓和了几分 他吃了一口 叶夭夭夭的菜 偏头看了一眼 慕容圣雪 面色轻了 语气淡薄 仿佛说着 无关紧要的事 三皇弟 太子妃夭的菜 十分美味 慕容遮雪 你够了 那皇兄 就多吃一些 最好撑死 等你死了 我会帮你照顾好 叶叶叶 什么狗屁太子妃 你们两个人 还没成婚呢 再说了 等我做了太子 她就是我的太子妃 古风欢拖延前有声剧 独一小狂飞 感谢您的收听 火音声客出品 古风欢拖延前有声剧 独一小狂飞 欢迎收听 第508集 三皇子的内心 已经咆哮了很多话 但是一句都没能说出来 毕竟这都是不能为外人 所知的内心小九九 慕容遮雪应了一声 太子殿下 仪太尊贵地 再次夹给叶叶叶 夹给她的菜 当着三皇子的面 十分挑衅 又一次慢条斯理地 吃了下去 正黑着脸 盯着她的慕容胜雪 飞快地转开头 看不下去了 生气 叶叶叶低下头 暗自忍笑 心里很明白 这个家伙是在吃醋 于是故意这样 给三皇子看呢 她为了表忠心 为了这个傲娇的醋王 不能她闹 这个时候 她当然配合太子殿下 她赶紧咬了一碗汤 放到了慕容遮雪的跟前 笑音淫的道 殿下 喝汤 嗯 哎 小心烫 殿下放心 不会烫到我的 在场的大臣们 都觉得这个场面 简直就跟修罗场 没有什么两样 他们的眼神两边看看 没有一个人敢多说 一句废话 埋头苦吃 倒是韩紫霄和林玉成对视了一眼 两个人的面上 都是幸灾乐祸的笑容 三皇子就是活该 看他那日还在宫中 那样羞辱妖妖小姐 如今的一切都是他自找的 他们感到十分舒适 特别是看着三皇子 那样难看的脸色 他们两个人心中的酸涩 都缓解了许多 他们是从前没有得到的 那就不说什么了 但是三皇子这种 得到了不珍惜 于是有失去 醉痛 人在悲惨的时候 发现了比自己更悲惨的人 心中的悲痛 通常就会被冲散许多 得到一定程度的缓解 于是他们兄弟二人 也觉得饭菜终于香了不少 就在这时候 门外有门房来禀报 国公爷 大公子 这是十二皇叔送来的礼 陛下招十二皇叔 进宫商议要事 十二皇叔便没有亲自来 嗯 叶辰风扬亮眉梢 反正他也不欢迎慕容辰宇来 上次对方乍衫 差点要了自己的命的事 叶辰风可是没有忘记 管家这个时候赶紧上来 帮着把礼物收下 见着慕容哲雪喝完了汤 叶瑶瑶又给慕容哲雪 加了一块肉 太子殿下也又给叶瑶瑶加了菜 他心情倒也好了起来 很显然 小姑娘是真的很认真地 在讨好她 她的态度也十分明确 她只顾着她吃什么 半点都不在意慕容生雪 三皇子眼角的余光看着他们 低下头黑着脸吃菜 不知道为什么 她莫名就觉得 自己吃下的每一口菜 全部都是酸的 特别酸 难吃得很 见着美人太子的心情 好了 叶瑶瑶也松了一口气 这才有心思干别的 她从自己的袖中 取出来一个小盒子 递给了叶璇璇 笑着道 璇璇 这个是给你的贺礼 啊 我也有贺礼 当然有了 谢谢叶瑶瑶姐姐 其实理论上 册封世子和郡主的时候 都是各家的府上收礼 送礼 除此之外 同世子和郡主们关系好的公子和姑娘们 便会单独送礼给收封的人 叶璇璇跟一众贵女们 其实根本就不熟 所以她已经准备好 今天什么都收不到 欣喜地打开了小盒子 是一只孔雀发钗 虽没有叶晨风的礼物昂贵 但是都看得出来 是花了些银子的 按照郡主的品贴 你是可以佩戴孔雀发簪的 我便想着 你从前是没有这等簪子的 就特意在珠宝铺子给你选了它 只是没想到 宫里来传旨的时候 陛下今日也赏了你几只这样的簪子 所以我这也算是多余了 希望你不嫌弃 她是之前记得 叶圆圆想当郡主想疯了的时候 就给自己备了一个孔雀发簪 没事就打开看看 倒是提醒了她 玄瑄做了郡主 应该是用得上这等簪子的 确实忘了 陛下册封的时候 也会赏赐的 谢谢姚姚姐姐 这簪子不多余 我很喜欢 嗯 喜欢就好 白芷柔这个时候 也拿出了一串白玉手链 递给了叶玄瑄 开口道 这是我给郡主的贺礼 还请笑纳 白小姐 你也 太子妃将你当妹妹 你便也是我的朋友 多谢白小姐 白芷柔本来是准备称呼夭夭的 但是想起来 太子殿下和三皇子的这个修罗场氛围 为了表示她是支持太子殿下的 还是赶紧说太子妃吧 其实她早就应该用敬称对叶瑶瑶了 这时傅云沁 也递给了叶玄玄一个小盒子 里头装着一块美玉 这是我的礼物 你也收下吧 我跟白小姐是一样的想法 多谢傅君主 因为有叶瑶姐姐 她的朋友都多了起来 叶瑶瑶看了一眼白芷柔和傅云沁 三人相识一笑 便各自拿起了筷子 继续吃菜 慕容哲学这个时候 也给叶瑶瑶盛了一碗汤 修长的手指托着碗 递到了她跟前 谢谢殿下 三皇子看着 心中十分别闷 偏伤的 她也不能夹菜给叶瑶瑶 也不能给叶瑶瑶盛盛汤 毕竟这个人已经被刺婚 是自己未来的皇嫂 越吃越是觉得难受 见着叶瑶瑶喝了一口汤 还笑阴阴地看了一眼目容哲学 就跟完全看不见自己这个 从前她深爱的男人似的 郁曼的三皇子 砰的一声 就把筷子放下了 本殿下府上还有事 就不留了 太子皇兄 臣弟先告退了 嗯 没有人留我吗 然而 并没有人出声 三皇子听着太子殿下 很快地应下 似乎等自己主动 说这句话很久了 三皇子 又认真地看了叶瑶瑶好几眼 发现叶瑶瑶是真的不留她 她顿时又是一阵憋屈 有点后悔自己为什么要走了 这不是反而让慕容哲学满意了吗 叶瑶小姐 你可有什么话 要对本殿下说 嗯 说什么 没什么要说的呀 哼 没什么 本殿下先走了 行吧 叶瑶瑶就这么对她吧 等她和父皇除掉了慕容哲学 等叶瑶瑶嫁给她慕容圣雪的那一天 她定会同时迎娶侧妃妻们 故意在新婚之夜冷落她 以笑她今日之恨 让她明白她的重要 叶瑶瑶觉得慕容圣雪离开之前 看自己的眼神颇有些诡异 好像就是在盘算着什么恶心她的事情似的 她顿时就醋眉 觉得这个沙雕 心里绝必没盘算什么好事 慕容哲学看向叶瑶瑶 脸上流露出明显的厌恶 心情倒也不差 姑说过 三皇帝不喜欢吃饭 啊 也许是她不饿 众人都有些同情地看了一眼三皇子的背影 慕容圣雪脚步一顿 觉得自己还是不能这么走了 便宜了慕容哲学 她忍着尴尬和丢脸 脸色轻晦地开口道 本殿下想了想 府中的事情晚些处理也是无妨 本殿下此刻也是有些饿了 不如还是吃完饭再走 说着 她壮若无事地重新走回来 似乎出尔反尔 一会儿说走 一会儿说不走 并不是什么有失身份的事情一样 到时这个时候 慕容熙和慕容宇也一起进来了 他们同太子和三皇子一样 都是直接让仆人带他们进来的 没麻烦府上的人出去迎接 两人进来之后 也是对着慕容哲学行礼 臣弟拜见太子殿下 他们起身之后 比他们二人身份低的人 这个时候 顿时也都起身 开口行礼 慕容熙点了点头 示意众人起身 慕容宇倒是看了三皇子一眼 似小飞笑的道 三皇兄也是刚到啊 这人 刚刚来的路上 不是看见了我出去又折返了吗 眼下这么说 碧言却是故意提起我丢人的事 为了讽刺我 让我尴尬 不劳七皇帝费心 三皇子同这两个弟弟 素来也不对盘 所以三皇子 也没什么好脸色给他们 这说话之间 晋国公就赶紧给他们安排位置 让他们都坐下了 重新坐回来的三皇子 还特意开口道 晋国公 也是该准备一些主食了 本殿下素来很喜欢吃饭 不如便让人盛些饭上来 他这话 是故意说给慕容哲雪听的 他虽然并不知道 所谓他不喜欢吃饭 到底是个什么梗 但是他 就是要跟慕容哲雪唱反调 让所有人都知道 他不仅喜欢吃饭 他还能吃三大碗 结果 他的话刚说完 叶瑶瑶心思一转 便开口道 爷爷 既然三皇子殿下喜欢吃饭 您就赶紧命人 多给他准备一些饭吧 给三皇子殿下八大筒饭 喜欢吃就多吃些 一定等于殿下吃完 吃饱 这样才不是我们 晋国公府的代客之道 什么玩意儿 八大筒 叶瑶瑶这是喂猪呢 他已然半年感受不到 叶瑶瑶对自己的关心 他只感受到了 叶瑶瑶对他浓浓的恶意 上次公宴的事情之后 晋国公和叶辰锋 都是非常不喜欢三皇子的 叶辰锋 顿时便配合妹妹当 瑶瑶说的是 三皇子见下是客 而且都准备走了 还专程留下来吃饭 殿下这么喜欢吃饭 没有八大筒 如何说得过去 还愣着干什么 赶紧给殿下上饭 不 实在不必如此 三大碗就可以了 晋国公府一片成心 三皇帝还是不要推辞 慕容哲学 你这个心机狗 你故意说是 晋国公府的成心 所以我若是不吃完这个饭 我就是不给 晋国公府面子是吗 八大 谁吃的碗 你就是故意让我得罪 晋国公府 让晋国公府 更不想要我这个女婿 古风欢托言情有声句 独一小狂飞 感谢您的收听 火音声客出品 古风欢托言情有声句 独一小狂飞 欢迎收听 第五百零九集 没等三皇子再多说什么 他面前的八桶饭 已经安置得稳稳当当 殿下 您是觉得用筷子吃适合一些 还是用盛饭的勺子吃 更合您的心意 用饭勺 你怎么不干脆问我 要不要用手抓呢 他看着跟前的饭 深呼吸了一口气 吃八桶饭 那是不可能的 抱着饭桶吃饭 这样不得体的事情 三皇子殿下也是办不到的 他默了一会儿 忽然看向一众朝臣们 冰冷的嘴角扯了扯 强行勾起了一抹笑痕 这么多饭 诸位大人不妨 与本殿下一起吃了吧 三皇子这一派的朝臣 看着他这样的笑容 都觉得太假了 但他们还是很快地回话 三皇子殿下说的是 这么多饭 您一个人怎么会吃得了 臣等十分愿意效劳 去吧 把殿下跟前的几桶饭 都抱过来 在厂上分一分 是 在一众人的解围之下 慕容胜雪 终于不用吃八桶饭了 晋国功夫 总归也不能落下一个 逼着皇子吃八桶饭的罪名 所以夜夭夭也没再出声 但是很显然 这么一查之后 三皇子殿下吃饭的心情 已经彻底消失殆尽了 原本认为 自己可以吃三大碗的他 已经半碗饭都吃不下去了 有点食不知味 难以下咽 慕容胜雪这一派的朝臣 内心也是崩溃的 本来大家吃吃菜 喝喝酒 多开心呢 现在倒好 要一起帮着三皇子殿下吃饭 也不知道这八桶饭 他们是陪着殿下 随便吃吃就好了 还是非得要吃完才行 心累 三皇子殿下 黑沉着一张脸 吃了一会儿 眼神时而不时地 看向夜夭夭 却见着夜夭夭 又在给慕容哲雪夹菜 他一双好看的眼 盯着慕容哲雪 就似乎是能发光一般 就像是 不管这里有再多的人 他眼里 都只能看见他一个似的 慕容胜雪 再次觉得心里异毒 原本有些难以下咽的饭 更加吃不下去了 三皇兄 你这是太长时间 没吃到这么好吃的饭了 一时着急吃得咽住了吗 我听你在放屁 诸位大人也是 明知道三皇兄这么喜欢吃饭 你们还把他的饭分走 害得三皇兄看着眼前的饭不够吃 都慌张地呛住了 不劳七皇帝费心 本殿下不过是横咙有些痒罢了 并非是吃得太着急 殿下 如果顶嗓子不舒服 还是赶紧去看看大夫吧 他这是在关心我的身体 他还是没有忘记我是吗 免得您在我们府上吃出一个好歹 还要说是我们府上蓄意害您 慕容胜雪一口老血快吐了 刚刚有多高兴 现在就有多生气 他现在在一一一的心里 已经是那种身体不舒服 就要栽赃晋国公府 说是他们害了自己的垃圾是吗 他实在是吃不下了 再次放下了碗筷 叶尔小姐多虑了 看来晋国公的确是不欢迎本殿下 本殿下还是先回去吧 三皇子殿下多虑了 老臣断然没有不欢迎殿下的意思 殿下要不还是继续吃饭 多吃点 慕容胜雪现在听见吃饭两个字 心里就已经开始窝火了 他也只想晋国公不喜欢他 看似挽留 其实是在故意气他 他磨了一会儿 看向叶瑶瑶 叶尔小姐 今日母妃召本殿下入宫 同本殿下谈了一下 迎娶三皇子妃的事 本殿下的婚事也是快乐 哦 不知是哪位姑娘 慕容遮雪眉心一动 袖袍下的手倒是紧了紧 有些担心 叶瑶瑶还在意慕容胜雪 慕容胜雪一听这个问题 顿时便觉得自己还是有戏 其实母妃今日根本就没有跟她谈娶亲的事情 她就是故意刺激叶瑶瑶 让她意识到 她其实还是放不下 还是会为自己难受的 这样的话 她就明白 她爱的那个人当然还是自己了 眼下叶瑶瑶问是哪位姑娘 她当然是说不出个所以然来了 毕竟事关姑娘家的情欲 父皇下着赐婚之前 本殿下自然不好说出这位姑娘的身份 嗯 说得也是 唉 这些贵女们真惨 要嫁给三皇子这种人 可惜啊可惜 应该不是白芷柔 傅云沁和我们家玄玄吧 慕容胜雪冰冷的嘴角 都忍不住扯了一下 她已经开始打探 那个要跟自己成婚的人 她还敢说不爱自己 她就是口是心非 不是他们 白芷柔 傅云沁 叶璇炫 琪琪松了一口气 三皇子当初是怎么对叶瑶瑶的 他们都知晓 没一个想跟三皇子扯上关系的 且不说三皇子到底值不值得嫁了 就是他们以后做了三皇子妃 都觉得自己不配跟叶瑶瑶来往了好吗 他们当中 没有一个人想嫁给 曾经往死里欺负了自己好姐妹的渣男 叶瑶瑶听完了这话 忍不住就回头 分别握了握他们三人的手 什么都没说 就是一脸喜行余色 好像很为他们高兴 而他们也是连连点头 傅云沁 甚至还擦了一把眼角 因为紧张 险些慢出的泪水 三个人看向三皇子 各个脸上都是节后余生的表情 啊 我有这么差姐 嫁给我有这么惨 为什么三个都是这种表情 叶瑶瑶那个神情 我也是看出来了 那分明就不是伤心的神情 倒好像是 看着自己的好姐妹 没出事 于是大大的松了一口气 他们 不是就好 不是就好 韩子孝和林玉辰 都已经忍不住想笑 太子殿下袖袍下的手 才算是松开 原本提到了嗓子眼的心 也渐渐放下了 叶瑶小姐 你这话是什么意思 为什么不是他们就好 三皇兄 这种答案显而易见的问题 你还需要问吗 叶瑶小姐当然是担心 自己的朋友们进货坑了 毕竟三皇兄以前是怎么行事的 大家的心里都是有数的 慕容宇 你 怎么 七皇帝哪一句话说错了 三皇兄请指正 慕容圣学咬牙 他素来同志慕容兮和慕容宇 关系不好 他们闲来无事 不各应自己两回 他才该觉得奇怪 他便是冷了脸 不与他们争执 直接回头 看向叶瑶瑶 叶瑶小姐 你还没有回答本殿下 为什么不是他们就好 慕容宇可以直接奚落慕容圣学 他毕竟是皇子 他不怕什么 叶瑶瑶确实不能这么奚落的 他虽然是未来的皇家媳妇 但是到底还没有嫁入皇家 这样明目张胆地说 嫁给一名皇子其实是进火坑 这就是在给御史台告他的画饼 所以叶瑶瑶当然没那么傻 因为如果你娶的是他们 我就不必这么早 为他们准备成婚的贺礼啊 所以我忍不住就松了一口气 感叹不是他们就好啊 叶瑶瑶说到这里之后 仿佛完全对这个话题不感兴趣了 又转头去给慕容哲雪加菜 似乎只要嫁给慕容圣雪的 不是他的好姐妹 他娶谁都没关系 这令慕容圣雪又是一阵憋闷 实在是待不下去的他 起身大步离开了 本殿下先回去了 三皇兄 你可别走几步又回来了 这来来回回的 其实着实不怎么有面子 素来心高气傲的三皇子 气得脸色发青 回头神情阴质地看了慕容宇一眼 等他登上皇位 定然会把慕容宇给除了 慕容宇看见了他的眼神 倒是杨里扬眉伤 半点都不惧怕 还回头对着三皇子举杯 一副摇摇相近的模样 嘴角还淡淡洋气 显然根本没把三皇子 太看在眼里 这样的眼神 自也让三皇子更加生气 他转身拂袖而去 他这么一走 慕容宇嘴角又扯了扯 他慕容宇是斗不过三皇兄不错 因为他病了这么多年 也没什么势力 但是有太子皇兄在 三皇兄有什么可怕的 都轮不到三皇兄 作为作福的那一天 三皇子这么一走 厂商的气氛才算是活络了不少 那些为了给三皇子分饭 而埋头吃饭的朝臣 见着三皇子殿下那碗饭 都没有吃完 就直接走了 便寻思着 他们可能也并不必 把这几桶饭都吃完 脸上的神情 这才放松许多 慕容哲学吃完了饭 叶摇摇也是吃得打饱格了 见着他已经放下了筷子 他便也不必再给他布菜 也放下了筷子 顾姐会工了 我送您出去 殿下 老臣也送您 不必 太子妃送顾便可 那就交给瑶瑶了 严瑶瑶跟在他身后 同他一起往外头走 走出了晋国公府的大门 慕容哲学的脚步 这才算是顿住 回头看向他 殿下怎么了 你是有什么话要说吗 到底要不要开口 殿下 您这神情 这是想跟我说 什么肉麻的话 不好意思吗 并未 只是 这两个字突出之后 他耳朵还是有点微微的红 小安子一摆手 带着所有人回避 晋国公的门房 也自觉退散 于是 门口就他们两个人 严瑶瑶当然知道 这个家伙 是很难说出肉麻的话的 那殿下是想说什么 三皇子殿下的事 殿下您方才应该看明白了 我对他真的没什么 关心他会不会取白纸揉他们 也便是关心他们三个 西皇子的话 其实没错 三皇子太容易被 居心不良的女子骗了 我怕他们三个人嫁给他会吃亏 姑不是想说这个 古风欢拖言情有声剧 独一小狂飞 感谢您的收听 火音深刻出品 古风欢拖言情有声剧 独一小狂飞 欢迎收听 第五百一世纪 那殿下想说什么 韩子霄和林雨晨 叶瑶瑶嘴角一冲 想起来按照规矩 他们家这个宴会 是要办三日 所以这三天 他怕是都会看见 他们两个人 眼下他对三皇子 是什么态度 他是已经知晓 但是韩子霄和林雨晨 他还是有些不放心事吗 殿下 你是不是想 干脆就带我回东宫好了 这样我在你眼皮子底下 就没什么好不放心的了 他其实就是调侃 随口一说 根本就没觉得 太子殿下会回应他 是 要是这会儿 能直接带他回东宫 才算是最好不过 可惜并未打婚 严下也不能带他走 呃 行吧 殿下 你放心 我不会跟他们单独相处的 也不会对他们 有什么别的想法 我知晓爷爷 素来喜欢韩世子 所以殿下比较介意他 但是 但是我只喜欢你啊 我心里只有你 你是知道的呀 说着 叶瑶瑶凑到他跟前 毫不避讳地抱着他的腰 这周围也没有人 小安子暂且退下之后 也不会有人靠近这 所以叶瑶瑶也不怕他不自在 就这么抱 他抱着他不算 还抬起脸看着他 眉眼里 都是掩不住的情意和欢喜 小姑娘微软的气息 落到他怀里 还有这样的眼里 只有他的眼神 令他忍不住 便微微低下头 在他眼睛上 落下一吻 是 姑知道 是的 太子殿下知道 眼前的这个小姑娘 只喜欢自己 可就是不放心 只要他没在自己的 眼皮子底下 他就会担心 担心会不会有 其他不怀好意的男子 觊觎他 接近他 要是能把人 绑在身边就好了 叶瑶瑶能感受到 羽毛一样 很轻很温柔的吻 落了下来 一时间 心里也是欢喜 哦 原来殿下一吃醋 一旦心其他男子靠近我 就会忍不住亲我 甚至不过这还是大白天 在我家门口亲了 早知道我就多制造一些 这样的机会了 让殿下多亲亲我了 慕容哲学的耳朵有些热 眸光却是冷了下来 薄唇也微微抿着 显然不太高兴的样子 叶瑶瑶见此 立即点脚 清了一下他寡薄的唇 笑阴阴的道 好了 殿下 我是逗你的 我哪舍得总让你吃醋 让你不高兴啊 他这般一说 慕容哲学 情绪才算是好了 只是清冷的眸中 却有几分叹息 小姑娘很喜欢逗他 偏生的 知道自己被他捉弄了 他还没法子教训他 根本舍不得教训他 还能轻而易举的 就被他几句好话 哄得重新开心起来 三日之后 谷送新的账策和银票过来 不必你查看 只是交给你 叶瑶瑶一愣 也反应了过来 这该是他名下的产业 又有不少进账 这几事应当是要整理账策 整理好了 过几日送来给他 太子殿下是记得 小姑娘不喜欢管家 也不愿意看账策的 今日他把掌家的权限 还给了曹氏的事情 他也是收到了消息的 他怕他不乐意 便补充了这一句 嗯 好 就在这个时候 有工人急匆匆地 往这边来了 殿下 陛下召见您回宫 上一钥匙 嗯 叶瑶瑶知晓 他要走了 没报够的他 遗憾地松开了他 小安子这会儿 也赶紧带着人过来 原本金伯公府 策立世子这等事情 太子殿下来不来 都是无妨的 这些年整个京城 不管谁家策立世子 殿下都是没去的 今日虽是大舅子策封 但是陛下忌惮 殿下同叶辰封的关系 殿下原也是该回避的 可是今日殿下听说 有人知晓 叶瑶瑶没当郡主 说叶瑶瑶的闲话 殿下便来走这一趟 给叶瑶瑶封地 给媳妇撑场子了 眼下场子撑完了 叶瑶瑶从被人同情 变成了令人羡慕 这会儿也是该回去了 殿下你回宫去吧 慕容哲学又看了他一眼 才转身上了马 带着众人离开 叶瑶瑶这才回了府上 见着叶瑶瑶好心情地进屋 那些个贵女们 都是慢慢别嘴 其实他们也意识到 他们是脑残了 能嫁给太子殿下 那样清冷尊贵 风衣绝世的人 别说是同殿下 在一起一辈子了 哪怕只有一天 一个时辰 一盏茶的时间 都足够被所有人羡慕好吗 更别说 殿下对叶瑶瑶还这么好 便是那种全天下的人 殿下都看不见眼中 独把所有的温柔 都给叶瑶瑶一个人的好 他们是哪根神经答错了 才觉得叶瑶瑶没有当上郡主 也值得他们同情 醒一醒 还是先同情同情他们自己吧 现在他们的名声 比叶瑶瑶更出众了吗 没有 他们拥有了如此初衷 而且眼里只有他们的未婚夫了吗 没有 他们拥有将士们的钦佩了吗 没有 他们拥有物与伦比的医术了吗 没有 他们家是比叶瑶瑶好了吗 没有 他们能嫁给太子殿下 还惹得三皇子过来阴阳怪气 上门争风吃醋了吗 也没有 所以一无所有的他们 是在奚落谁 疲惫 疲惫得今天的他们 回去洗洗睡好了 红蓝看着他们的样子 只觉得扬眉吐气 看他们这伙人 还躲在建国公府 一口一个同情 其实是看他们家小姐笑话的 高兴了好半天 而 有识趣的贵女 自也有不识趣的 一名贵女 尖酸刻薄的声 忽然响了起来 久不回京城 才知道燕尔小姐 如今已经是这么厉害的人物 把白郡主赶出了京城 让薛郡主丢了性命 还把江小姐也赶到招囊关去坐牢了 这样的手腕 我还真是十分佩服 她这话一出 所有人的眼神都看了过去 都觉得她是真的胆子大 就算叶瑶瑶眼下 不是未来的太子妃 单单凭借眼下 他们就在建国公府 建国公和叶辰峰都在这里 她就是自找不痛快 叶瑶瑶瞥了她一眼 这女子容貌不差 瓜子脸 唇红齿白 就是眼神有些刻薄 这位姑娘是 宣侯嫡次女 徐清清 身份虽然是比不得 未来的太子妃贵重 但是总不至于 几句话都不让我说吧 我这个人素来是快人快语 有什么话若是不让我说 那是万万不能的 你当然可以说 徐小姐既然这么快人快语 话就不妨说明白 不要阴阳怪气 寒煞摄影的 这倒并不像是一个 快人快语的人 徐小姐之前那话的意思 是他们三个人 都是被我所害了 她想这样含蓄地说 叶瑶瑶害了他们三个人吗 她当然不想 她是想直接说 就是叶瑶瑶害人的 但是她也没有证据 直接说 就是诽谤未来的太子妃 这下好 被叶瑶瑶说她阴阳怪气 含沙摄影了 叶瑶瑶看她不出声 懒洋洋地问 怎么 徐小姐方才不是还快人快语吗 怎么就不回答了 你是想表达 是我害了他们 是就是不是就不是 我这么一个小小的问题 你需要考虑这么久吗 还快人快语呢 但是对快人快语这个词 有什么误解 徐清清被噎得不行 也是必须回答 没有任何证据 指控叶瑶瑶的她 自然也只好道 我没有这个意思 只是有些奇怪罢了 哦 没这个意思就好 既然没有这个意思 那就是说 徐小姐觉得 他们出事 其实跟我并没有什么关系了 哼 我要说的重点是这个吗 你为什么就能这样 无视我后头的话 只抓前面的半句呢 白芷柔这个时候 也笑了笑 问了徐清清一句 快人快语的徐小姐 你为什么又不说话了 徐清清觉得 自己在被这个快人快语 当众反复打脸 早知道她就不说这四个字 扎心 且先不说 我是不是觉得 他们的事情是否同叶儿小姐有关了 我就是想知道 当时白郡主 为什么会匆匆地离开京城 敏王福一家离开京城当日 想必是没有一个人 看见是我们晋国公府派人 拿着棍子把他们赶走的 所以至于白郡主 为什么急着离开京城 那徐小姐应该去问白郡主啊 问问她干了什么 才吓得举家离开 怎么就怪到我头上来了 那日是白淼淼写信 说要把我的脸打肿 我只是回了一封差不多的信 白淼淼就吓跑了 这不是白淼淼挑衅在先 自找的吗 她自知理亏 这倒闹到陛下面前 敏王福也是不占理的 她挨打就溜浪 这能怪我叶瑶瑶 那薛郡主呢 薛郡主又是为什么死的 就因为她跟你叶儿小姐作对 她成为了叶儿小姐 当第一才女的威胁吗 林玉辰拍案而起 开口怒道 时会当日 叶儿小姐三首诗 令白淼都直接认输 薛闻敏凭什么威胁 叶瑶小姐第一才女的位置 徐小姐 你要是不会说话 就回去学学怎么说话才出来 本世子断容不得 你这样污蔑叶瑶小姐 就问叶儿小姐在京城狠得各家公子的喜欢 今日清清算是见识了 你 这话就颇有些难听了 像是在暗指令玉辰跟叶瑶瑶之间有什么 以及叶瑶瑶是在故意勾引人帮她说话似的 却是慕容西这个时候 开了口 叶儿小姐救过灵世子的命 灵世子帮她说几句话怎么了 当日失会在场的人不少 郁臣说的话是不是真的 众人也都知晓 徐小姐不幸便问问众人 叶瑶小姐论人品 样貌 医术 哪个不是上上之选 京城的贵公子们 亲目完美的女子 是有什么不可饶恕的事情 当日就是本殿下 也来求亲了 眼下 他已然与太子皇兄订婚 众人自然都是祝福 有亲目 也会放在心底 本世子倒是不明白 徐小姐说这句话 又是想暗示什么 你不是快人快语吗 怎么脱口出来的 都是阴阳怪气之语 没一句明白话 慕容兴是皇子里面 出了名的脾气好 温柔浅笑 迷了不知道京城 多少姑娘的心 少有发脾气的时候 赎金竟是半点脸面 都没有给徐青青 对方毕竟是皇子 就算是不受宠的皇子 徐青青也不能不敬 只好陪笑道 天下 我没那个意思 徐小姐 瑶瑶小姐这么好一个人 京城各家的公子不喜欢她 难道喜欢阴阳怪气 尖酸刻薄的你吗 徐青青愤然 她的一生里 从来就没有听过这么难听的话 尤其还是一个男子 当众说出来 不少闺女们都忍不住偷笑了起来 她们许多人 嫉妒叶瑶瑶是一回事 但是这并不代表 她们就喜欢徐青青了呀 看见其他的闺女倒霉 她们也是心灾乐祸的 而且不少顽固公子哥 这个时候 还上下打量了徐青青一夜 吹了一声口哨 直接吃笑起来 挺不屑的样子 徐青青长得也还行吧 但是跟瑶瑶小姐 没法比啊 叶瑶瑶站在那儿 一身傲气 就算被徐青青 这样当众找茬 她嘴角也是擒着笑 懒洋洋的 没把徐青青 看在这里的样子 叶瑶瑶的美 那是从面容到风骨 都让人屏息 而徐青青这个尖酸刻薄的样子 两个人再一出一笔 高下立线 云泥之笔啊好吗 我 我不过就是问出 我心中的疑惑罢了 殿下何必说得这么难听 难道都是心虚 包庇也遥遥不成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第五百一十一集 徐小姐 那你不妨说明白 我是做了什么才需要包庇 薛文敏自己买通别国资格来杀我 事情不成败露了 他自己也认罪了 毕竟是镇南王府的事情 大理寺一定有备案 你若是有什么不明白的地方 可以找大理寺 查看一下卷宗 大理寺青这个时候 也起身道 大理寺的确是有暗宗 虽说这等卷宗通常是不对外公布的 尤其是陛下或是太子殿下定的案子 除非陛下或太子殿下允许 否则不准翻案 也不允许查验的 但是 既然叶尔小姐有计划 若是徐小姐要看 本官也是能给徐小姐看看的 这 看了又怎么样 既然是定了案 那定然都是把证据都处理明白了的 眼下薛郡主已经死了 死无对证 还不是你们说什么就是什么 宣侯一家 当年是拥护陛下登上皇位的 算得上是有功 所以被封了一个侯爵 陛下还给了他们一块很好的封地 也给了十全 徐青青这些年 一直在封地生活 十分顺风顺水 也非常嚣张 眼下回了京城 胆子也比一般人大 你是在质疑太子殿下 亲自审的案子 还是在怀疑我同殿下 一起构陷薛文明 徐小姐 这话你要是拿不出证据 我就要告预状 在陛下面前分说了 说叶妖妖怎么样 她还真没往心里去 反正什么尖酸刻薄的话 她都不是没有听过 但是说美人太子 那是万万不行的 叶妖妖带着怒气的话一出 徐青青才意识到 自己是说了什么蠢话 御史台的几位大人 这个时候都已经皱起了眉头 有人更是直接开口道 太子殿下是何等身份呢 宣侯竟然如此教你不严 让他质疑殿下神案 宣侯是想做什么呀 御史台的任务 那就是陛下做事情不妥 他们要说 王子做事情不妥 他们也要说 下头的陈工作事情不妥 他们当然更要说 徐青青区区一个贵女 竟然攀屋一国储君 暗指太子殿下诬陷薛文敏 她是想死吗 徐青青慌了 她赶紧改口 不是 我不是这个意思 我心前布置的案子 是太子殿下审的 以为有冤居 这才这么说的 既然是殿下审的案子 那我就没什么可说的了 殿下定是能把事情查明白的 薛文敏肯定是死有余辜 那就请徐小姐 以后说话之前 一定先弄清楚情况 对了 江月瑶的案子 也是太子殿下判的 江家对我倒是感激涕零 江恒的病是我治的 江月瑶对自己 还能有活着的机会 也十分满意 她也特别谢谢我不计前嫌 又救了她哥哥 徐小姐要是不相信 可以亲自去招难关 找江月瑶问问 是不是这么回事 徐青青看着夜夭夭这么赌病 一时间也有些说不上话了 傅云庆冷笑道 有的人哪 他什么事情都不知道 什么问题都没有打听清楚 张嘴便是怀疑这个安是那个 好像只有他一个人是正义的 一好自大家根本就看不出来 他分明就是嫉妒太子妃 得了太子殿下的喜欢 薛青青的脸色 顿时一阵清一阵白 被傅云庆说中了心思 他的确就是看见太子殿下 有些难以抑制心里的爱慕 看着那样好看又完美的男子 带夜央央那么好 他省不住就酸了 一酸 就说出了一些难听的话来 眼下傅云庆这么一说 徐青青却是不敢承认 他眼神躲闪着开口道 你胡说什么 就是没有的事 这要是承认了 传出去了 就成什么了 到时这个时候 韩子霄也开了口 他有些不耐的道 薛侯在忙什么 不如把薛侯请来 让他管一管自己家的女儿 放任此女 在晋国公府大放厥词 是想打谁的脸面 她是想跟本世子决斗 还是想派女儿来跟本世子切磋 本世子虽不屑于打女人 但是徐小姐 若是实在有需要 本世子也可以成全 徐青青现在已经彻底明白 自己今日针对叶夭夭 完全就是自讨苦吃 叶夭夭在京城 有无数人帮他说话 但自己身边 一个人都没有 倒不是没人想帮他说话 大家就是想也不敢呢 因为叶夭夭借着医术 让民国公府 慕王府 七皇子和四皇子 都十分感激他 他自己还出身建国公府 怀因侯府的傅郡主 和丞相的白小姐 也都和叶夭夭是一派的 他们要是嫌弃日子过得太好了 才敢在这个时候 帮徐青青说话 之前见着叶夭夭没当郡主 不明真相的时候 同情叶夭夭是一回事 但是现在明白真相了 还想瞎找事吗 就算不顾虑韩子萧等人 他们都要顾虑 会不会被静国公和叶尘峰 给记汗了 韩世子 玄侯今日在忙着 亲自寻城的事情 所以就没有来 要不下官去请人 让玄侯自己来管教自己的女儿 玄侯是个明白人 应当知道轻重的 说话的 乃是民国公下头的门声 如今在朝堂上 也是四品的官职 轩侯虽然是新贵 但是是比不得 静国公府和民国公府 这样的百年忘足的 徐青青自己没脑子 在封地那点小地方 张狂了许多年 不清楚哪些人 是不能得罪的 但是他们都相信 轩侯自己是明白的 徐青青虽然傻 但是也没有闯到极点 他今日仿佛同了马蜂窝一样 得罪了一大票人 要是让父亲知道了 肯定是要怪他不会办事的 他赶紧开口当 不 不用了 别找我父亲了 你们有什么话 直接同我说就是了 我也不是几岁的孩子 还需要父亲来帮我处理 一些事情 今日的事情 算是我失言 是我误会了 相信经国公府 是我气度 不会疼我剃脚 这个小小的误会的 徐青青也算是明白了 就算他一百个怀疑 就是腰腰手段毒辣 害了那三个人 在自己没有证据之前 是断然不能再继续 大放学词下去了 这个时候 倒是叶陈锋 终于开了口 哦 徐小姐现在知道 一切不过是个误会了 这就是说 你也没有其他的疑问 要质疑腰腰了是吗 徐小姐不要紧张 本将军不过 又是确认一下 你是不是还有问题 省得外头的人还说 我们进国公不讲理 徐小姐有问题 我们都不让你问 也免了徐小姐又说 是我们心虚 所以不让你开口呢 徐青青看得出来 叶陈锋看自己的眼神 十分不善 此时便也是颤了一下 眼神躲闪着刀 没 我没什么问题要问了 没问题了就好 来人 把徐小姐赶出 靖国公府 我们靖国公府啊 从此以后 不欢迎了上门 宣侯府上的礼物 也退了去 告诉宣侯 日后不要再与 我们靖国公府往来了 是 徐青青懵逼了 他堂堂一个贵女 而且还是侯爷之女 父亲宠爱他这个女儿 多过长期 还打算等弟弟 册封世子的时候 把郡主的位置给自己 可是现在 叶陈锋竟然要把自己 给赶走 他就这么当众被人赶出府 不需要等到明日 今日 他就会成为整个京城的笑柄 被所有人笑话 以后他都不能在京城的贵女们面前 抬起头做神了 叶将军 你就这么把我赶出去 不觉得自己太过分了吗 不觉得你这样的举动 有失大家风范吗 宣侯把自己的女儿派来 故意含沙热远构陷妖妖 登门巡寺 都不觉得自己有失大家风范 本将军为什么要觉得 自己失了大家风范呢 徐小姐 请吧 我们金国公府不欢迎你 国公爷 您就不说句话吗 叶将军就这般赶客人离开 这就是金国公府的待客之道 全京城的人都知道 妖妖是本国公最宝贝的孙女 徐小姐方才那些话 都是什么意思 我们众人心里也很清楚 徐小姐自己不知道 自重没有做好一个客人的本分 既然如此 为何又要怪我们金国公府 没有给足徐小姐脸面 怪我们金国公府 是呢这个待客之道 徐小姐自认 还被当做客人 对待吗 徐清清原本以为 金国公年纪大了 看着小辈们的这些事情 定是觉得随便一闹 打个圆场就罢了 但是万万没想到 金国公竟然一点也没给他这个晚辈脸面 直接就说他不配当客人 徐小姐 请吧 这下 有的贵女贵公子们 都忍不住开始怯笑起来 徐清清觉得丢脸至极 他愤怒得起身 都说金国公府是三英世家 是高门望族 本小姐看起是不过如此 走就走 本小姐稀罕跟你们家往来吗 慢走不走 还请徐小姐 回去也提醒令尊一句 日后也不要同我们明国公府往来了 接着 还有不少朝臣们纷纷表示 自己也不同宣喉往来 徐清清发现 想要全部记下他们的名字 都快记不住了 神真的太多了 徐清清的势必 也是痛苦地闭上眼 他实在是不明白 小姐今日到底是哪根筋大错 就是挤对夜夭夭 随便说两句就算 图个痛快吧 为什么要说那么多 还说那么难听 最后把局面说成这样 徐清清这个时候 也是头皮发麻 他被赶出了金国公府之后 站在门口 很是忐忑地开口道 你说 父亲 父亲知道 金国公府 竟然把我赶出门 会为我出气吗 古风欢托言情有声趣 独一小狂飞 感谢您的收听 火音声客出品 古风欢托言情有声趣 独一小狂飞 欢迎收听 第五百一十二集 徐清清的势必 支支吾吾地不敢开口 徐清清也不傻 扭头看向他 冷着脸道 你直说就是了 侯爷爷 应该不会 站在您这边吧 这下 徐清清心里更忐忑了 不安地坐在马车上 回家去了 内心 却是十分窝火 他长这么大 就没有丢过这样的人 他简直都恨不得 把那伙人全部给杀了 他刚回到府不久 宣侯就听闻了消息 他处理完了陛下吩咐的事情之后 铁青着脸回到了家里 进门之后 便对着管家 开口问道 小姐呢 把他给我叫出来 没一会儿 徐清清就出来了 他看见了自己的父亲 顿时一股委屈涌上心头 眼眶一热 开口道 父亲 亲人在经过功夫 女儿受了很多委屈 都是因为父亲 没去经过功夫 他们看见 只有女儿一个人在那里 女儿才受了这么多奚落 宣侯一向很宠爱 他这个女儿 并且宣侯一直在京城 而徐清清在封地 父女有许多年没见面 所以徐清清 回京城的这两天 宣侯简直恨不得 把天上的星星都摘给他 徐清清觉得 自己受了这样的委屈 父亲肯定是会帮自己出气的 没想到 宣侯半点心疼的神色 都没有流露出来 确实看着徐清清愤怒当 你一受邪落 你知不知道 你今天是把你父亲 推进了火坑 徐清清根本就没有见过父亲 这么吉言利色的样子 他哆嗦了一下 原本都准备抹眼泪的 这下眼泪都不敢溜了 颤微微地看着宣侯 开口道 父 父亲 你何出此言呀 我 我其实就是说了几句话而已呀 虽然可能是有些不中听 但是他们说我都说得更难听 说我阴阳怪气 尖酸刻薄 他们一点面子都没给我 这岂不就是在轻视父亲你吗 所以你为什么要在晋国公府 说不中听的话呢 父亲 您当初从龙有功 先帝当初费了两个太子 才让陛下做了太子 而陛下还是太子的时候 先皇也不喜欢他 当年是您和一众功臣一直支持陛下 陛下登基之后 也将您当作骨功之臣 这京城北城营的十万大军 都归您管辖 陛下对您的信任 也比对其他人更甚 女儿就是在晋国公府 说几句不好听的又怎么了 他们还能把您怎么样吗 他这话一出 宣侯一巴掌就扇到了薛青青的脸上 指着他的脸 咬着牙道 你是疯了吗 是谁给你的胆子 连先皇都敢议论 你知不知道你这些话 传出去是抄家灭门的罪过 这些话都是谁交给你的 是你母亲吗 我看我是应该休妻了 不然我们宣侯府 迟早被你母亲害死 不不不 父亲 这些话不是母亲告诉我的 都是我听外面人说的 您不要对母亲动怒 也不要羞了母亲 母亲是您的结发妻子呀 日后这种话 你不准再说了 你听见了没有 是 父亲 我知道了 但是父亲 我真的不明白 陛下这么信任您 您为什么要怕他们呢 他们有什么可怕的 薛侯就像是看傻子一样的看法 抓着他的胳膊 把他拖进门 关上了屋子 屋子里只有他们父女 他才咬着牙开口道 你知道什么叫百年妄族 什么叫新贵吗 那些百年妄族盘根错节 下头的门声 提拔的官员和将军数不胜数 这是你父亲我一个人 就能抗衡的吗 就算陛下信任我 可是一旦他们联手要除掉我 陛下能把我一次两次 三次呢 四次呢 五次六次呢 你以为陛下是每次都无怨无悔地保护我 还是责怪我 不该给陛下惹这么多麻烦 这 我在京城盘算了这么多年 同权贵们打好关系 就是希望我们徐家 未来也能成为百年妄族 这些年 在我的经营之下 锦国公府和明国公府 穆王府 淮英侯府 以及不少权贵 多少都给我几番薄面了 只要京城所有的妄族 都认可我们徐家 以后 我们成为公认的百年妄族 便不是难事 你倒好 出去参加一个宴会 短短半日的功夫 把我这些年的盘算 都毁于一旦 父亲 我 你什么 你什么你 现在整个京城 大部分的权贵都摆明了 不同我们来往 日后别说是我们宣侯府 成为被所有人公认的妄族了 就是你父亲我 在朝堂上都会被人排挤 父亲 女儿之前 不知道 不知道这些 再说了 女儿本来也就只是针对叶妖妖 说了几句罢了 谁知道几家的人都撑获进来 好 就算你不知道 其他几家也会参合 那夜妖妖是什么身份 不需要我提醒你吧 只要太子殿下一日还在东宫 他就是未来的太子妃 你得罪他对你有什么好处 宣侯当然知道 陛下不喜欢太子 但是只要陛下一日没能成功废除太子 太子便依旧还是权倾天下 名正言顺的皇位继承人 是绝对不能明着对着干的 那是一句话就能要了他女儿的命 他实在是不知道 徐清清是哪里想不开 说起未来的太子妃 徐清清心里更加愤恨 只是这会儿正在挨骂 她也不敢辩驳 而宣侯武将出神 骂起然来也是难听 就算我说的这些 你都不懂 但是十和三十哪个更大 不用我告诉你吧 你父亲我手中有十万兵 夜尘锋手中有三十万 咱们两家谁厉害 你也不知道 你的脑子是被猪吃了 猪还大摇大摆地进了你的脑袋 在里头拉了一泡屎是吗 父 父亲 我 他一点都没有想到 有招一事 他在外头受了委屈回来 父亲完全不管他 也不帮他出气就算了 还说出这么难听的话来骂自己 他这回 是真的忍不住伤心哭了 叫我干什么 我真希望自己没有你这么个女儿 你给我滚去祠堂 屁门思过 是 父亲发了这么大的火 他此刻也不敢忤逆父亲 心里也明白 自己的确是闯祸了 便老老实实地去跪了 先前 我以为你比你姐姐懂事 打算让你做我们府上的郡主 现在想来是我错了 你连你姐姐半点都比不上 还是你姐姐做这个郡主合适 父亲 薛侯说完这话 已经没了继续同他说下去的意思 直接便转身往外走 徐轻轻赶紧跟上去 抱着薛侯的腿 开始哭了起来 父亲 我错了 我真的知道错了 父亲 你给我一次机会吧 给我一次改过的机会吧 我求求你了 我求求你了 我真的不会再犯下车等大错了 所有人都以为我要当郡主 我若是当不成了 那我日后的颜面 哼 哼 你日后的颜面 你还有颜面吗 一名贵女因为胡言乱语 登门做客 却说出挑衅言语 在众目睽睽之下 被静国公府赶出门 以后这京城 哪家人不孝你 要是真让你做了郡主 我们宣侯府都要跟着丢人 父亲 可是 没有可是 你就老老实实地给我待在家里 不要再惹事了 搞清楚什么人是你可以得罪的 什么人你不能得罪 想想薛文明的下场 你是想掉脑袋 还是想全家一起被流放 陛下就是再信任我 太子殿下我也得罪不起 太子殿下 就是陛下都忌惮几分的存在 宣侯可没那个本事 自以为自己在陛下面前得了几分裂面 就误以为他都能得罪太子殿下 宣侯说完 就一脚踢开了徐清清 大步走出了房门 徐清清心乱如麻 今日丢了毕生所有的脸面不算 还没了郡主的位置 他如何能受得了这种事 他蹲坐在地上 嚎啕大哭起来 厌妖妖害惨我了 都是大害的 小姐您别哭了 您还是快起来吧 侯爷让您去祠堂闭门四过 您若是不赶紧去 侯爷怕是会更生气的 不行 我要去找我父亲 找父亲求情 只要我多说几句好话 父亲一定会心软 父亲还是会让我做郡主的 他素来是最崇害我的了 说着他就往外跑 跑到了门口 也没见着宣侯的人 管家看了徐清清一眼 也觉得自家小姐 真是害人不切 侯爷这些年 在京城为了在陛下的眼皮子底下 同世家都交好 既不让世家反感 也不惹陛下猜忌 当真是花费了不知道多少的心血 头发都丑白了不知道多少根 好不容易才得到如今的这一番局面 结果小姐回来才两天 就把所有的事全弄砸了 她还有脸找侯爷 小姐 侯爷带着礼物 亲自上晋国公府登门致歉去了 侯爷还说了 这几日让您在祠堂待着 他不想看见您 事情都已经这样了 父亲还上门道歉干什么 还有什么意义 这不是平白上门 让人羞辱吗 是 侯爷也知道没有意义 但侯爷出门之前也说了 他至少也得去表明一个态度 晋国公府看见侯爷认错的态度诚恳 就算不原谅我们府上 至少也不会再故意报复我们 所以小姐 侯爷眼下真的很难 但凡您还有一点心疼侯爷的话 日后就不要再做这种事了 得罪谁家不好 偏偏得罪晋国公府 简直了 若是旁的人家 以侯爷的权势 和在陛下跟前的地位 还真的不怕什么 但是那可是晋国公府啊 咱们家小姐惹事的宗旨是 哪块铁板印我就踢哪块 是吗 小姐 要不我们还是去祠堂吧 这样侯爷回来 看见您知错了 想必能消极温气 徐清清没答话 浑浑噩噩噩地被势必搀扶着 进了自家祠堂 晋国公府 徐清清被赶出府 丢进了颜面之后 那几名之前同情了叶瑶瑶的贵女们 也都是瑟瑟发抖 很是担心叶晨风想起来之前 叶瑶瑶进大厅的时候 他们当面同情叶瑶瑶的话 把他们也赶出去 这样的话 他们的脸面也不用咬了 尤其徐清清丢了这样的脸面 日后哪个贵公子还愿意上门提亲 一来丢不起这个人 二来也不想为了徐清清 得罪了这么多世家 他们一点都不想 落得跟徐清清一样的下场 恐惧之下 赶紧开始表明自己的心立场 这徐家小姐怕是疯了 那薛文敏将愿要出世 白郡主离开清朝 跟叶瑶小姐有什么关系 长了眼睛的人都知道 叶瑶小姐是这京城顶家的好人 之前甚至不顾自己的安危 去救那些得了属意的百姓 她怎么可能主动害人嘛 就是就是 这徐小姐一定是小时候读书少 所以不明是理 我们却不能与她同流合污 可不是吗 我们又不是那等傻人 我们都是相信叶瑶小姐的人品 那些也是十分认可叶瑶小姐的 叶瑶小姐 您可千万不要因为徐清清那几句话 气坏了自己的身体 大家都知道您是什么人 为了这个碎嘴的小蹄子 真是不值当的 叶瑶瑶当然明白 这些个人心里是在想什么 个个都是趴步了徐清清的后尘 火音深刻出品 古风欢拖言情有声剧 独一小狂飞 欢迎收听 第513集 傅云庆这个时候 都省不住直翻白眼 打心眼里是瞧不起这些垃圾贵女 那些贵女们 说完这些话 也是简张得很 小心翼翼的观视叶瑶瑶的表情 生怕叶瑶瑶的心里还记恨着他们 不肯放过他们 叶瑶瑶似笑非笑地看了他们一眼 倒也懒得跟他们计较 散漫的道 各位小姐能相信我 我十分感激 只希望各位日后 也一直都能这样明视里才是 这是自然的 我们都是明视里的 你们说是不是啊 对对对 叶瑶瑶没再与他们说话 直接便走回了自己的座位 叶辰风骗了他们一眼 也没出声 回了自己的座位上 倒是这些贵女们 擦干了额头的汗之后 对视了一眼 心里其实也有些自我质疑了 叶瑶瑶看着还挺大度的 他们没说得跟徐清清一样难听 叶瑶瑶便也没有赶他们走 给他们留了个面子 他们平常没事 就在这里酸叶瑶瑶 其实是不是不太好啊 反正就算没有叶瑶瑶 太子殿下也不会喜欢他们呀 他们也不是没有去东宫送香 囊送食物 哪一次太子殿下受了 哪一次太子殿下 又多看了他们一眼 哪一次殿下让他们跨进了东宫的大门 所以他们跟叶瑶瑶作对 又何苦来在 他们想着 看叶瑶瑶的眼神倒是友善了不少 进国宫这个时候 也看着众人 开口笑道 徐小姐的事情让诸位看了笑话 倒是我们进国公府 施礼了 施礼也是宣侯府施礼 并非是进国公府施礼 国公也实在不必往心里去 是啊 进国公施礼那也是宣侯府家教不严 着实是同您没什么关系 我们还是不说这些了啊 喝酒喝酒 对 喝酒 祝贺进国公府选定了世子和郡主 多谢各位 国公爷 宣侯求见 不见 告诉宣侯 说今日 是我们金国公府 办喜事的日子 我们府上实在是没有工夫 一再处理他们家的事 坏了客人们的兴致 请他谅解 众人又吃了一会儿酒宴 门外便有人来禀报 国公爷 薛侯说 您不见他 那他也不一定要叨扰您了 只是希望您明白 这都是他们家那个不成器的女儿 惹出来的事情 他们薛侯府十分抱歉 已经罚了徐清清 而且也不打算让徐清清 做侯府的郡主了 还希望您不要记恨宣侯 门房应了一声 便赶紧出去找宣侯了 没一会儿 门房又来了 告诉他 他的意思 本国公明白了 叶瑶瑶的嘴角 也是淡淡地扬了扬 爷爷和哥哥都这么维护自己 薛侯亲自登门道歉 爷爷也没给什么脸面 他自是高兴的 这下 一众朝臣贵女们 也算是都明白了 叶瑶瑶果然还是 靖国公和叶辰峰 最宠爱的那个人 他们之前是真的想太多了 宣侯在外头 听着门房说 靖国公表示知道 他更是心情忐忑 但是此刻人家 已经说了不见他 他自然也不好赖着不走 只能叹了一口气 开口道 凡情再为本侯爷 带一句话给国公爷 就说 这一次冒犯了叶儿小姐 若是有什么 我们宣侯府 能补偿叶儿小姐的 我们绝不推辞 奴才明白了 一定把侯爷的话带到 宣侯的心真的是很累 觉得自己前些年 肯定是瞎了眼睛 为什么会把徐清清 当作自己最喜欢的孩子 他肯定是疯了 忙了 傻了 宣侯心事重重地离开了 当门房把宣侯的话 又带了回去给靖国公 靖国公点头表示清楚了 倒是一众朝臣们 这个时候都非常同情宣侯 这都是生了一个不成器的女儿 才惹出来的祸事 他们这个时候 都纷纷地看了一眼自家的儿女们 眼神里头充满了警告 希望他们都好好做人 得罪谁 也不要得罪叶妖妖 他们也不想落到 跟宣侯一样的下场 倒是这个时候 叶玄玄忍不住松了一口气 看着徐清清的下场 他已经清楚了 就算是妖妖姐姐不做这个郡主 陈丰哥哥和爷爷 依旧还是会把他给护得好好的 叶玄玄心里得了 叶妖妖的郡主之位的负罪感 也终于减轻了许多 宴会就这么进行着 得举办三天 一时 到了下午 宾客们都离开了之后 叶妖妖正要回自己的院子 却是在这个时候 后院有仆人 匆匆忙忙地过来 去找叶南林 叶妖妖是认得那名仆人的 那是叶瑞的侍从 他方向一转 便对着叶南霄走了过去 见着那仆人 小声禀报了消息之后 叶南霄顿时满面怒容 一脚就把那个仆人 踢到了地上 你这个没用的东西 你是怎么办事的 这点小事你都办不好 府上养着你有什么用 老爷 奴才知错了 是奴才没有 老爷息怒 还请您一定息怒 叶瑶瑶看着这个状况 就知晓 肯定是出事了 他加快脚步 到了叶南霄的面前之后 开口问了一句 四叔 发生什么事了 你这么生气 叶瑶瑶把郡主的位置 给了他们四方 叶南霄作为叶璇璇的生父 自然也是因此 长了不少的脸面 加上正式的脸 也是叶瑶瑶致好的 所以他对叶瑶瑶 还是感谢的 眼下叶瑶瑶这么一问 他也不瞒着她 压了一下满心的怒火之后 看着叶瑶瑶开口道 瑞格尔不见了 我让这些个奴才 好好看着他 没想到人还是没了踪影 而且这个混账东西 竟然连瑞格尔丢了多久 都不知道 四叔 您让奴才看着他 是什么意思啊 好端端的 为什么要看着他 还不是他想去祭拜他母亲 杨师作恶多端 当时玄瑶要去见他 最后一面 我就不乐意 但是想着 毕竟是他们亲娘 所以我也没有让人拦着 瑞格尔却是怎么回事 当时最后一面不去见 人都死了 却要祭拜 有什么可祭拜的 杨师作恶多端 他忽然要祭拜 我担心他这是 念起杨师的好 放任下去 怕是又要闹得 扶上鸡犬不宁 所以就没有让他去 所以他是自己跑出去了 偷怪这个没用的东西 看个人都看不住 这两日府上办个宴会 小公子看着一直都很正常 每次宴会都会出席 奴才实在没有想到 他存着去拜祭杨姨娘的心思 偷跑出去啊 所以你是被支开了 嗯 小公子吃了午夜 就说困了想睡觉 让我出去 他平日里也有午休的习惯 奴才就没注意 谁知道 等到黄昏要吃晚宴的时候 奴才叫他 人就不在屋子里头了 窗户却是打开着的 想必他是翻了窗户出去了 奴才把整个屋子都找了一个遍 也没看到人 还出去往叶家祖坟那边找了 也没见着小公子 奴才这才赶紧回来禀报 一夜当时是吩咐了人 给杨氏收尸的 所以杨氏肯定是葬入了叶家祖坟 但是叶瑞的仆人找过去了 却是没看到人 这会是什么情况 我去这个房间看看 你们也赶紧把门房找来 问问他们 到底怎么回事 一个孩子 不会平白丢了 叶南霄赶紧命人 去把门房叫来 靖国公和叶辰风 出门送完了宾客 在门口寒暄了一会儿 回了内院才知小时出了事 叶南笑把事情一说 靖国公顿时就骂了他一顿 你真糊涂 锐哥毕竟年纪小 想祭拜一下他母亲怎么了 你让他去不就是了 找几个仆人陪着他去 人也能安安全全地回来 现在这算是怎么回事 他一个人跑出去了 踪影全无 现在你就满意了 叶南霄被骂得抬不起头 也不敢说话 见着叶瑶瑶急匆匆地 进叶瑞的院子 他们也都一起跟着过去 叶瑶瑶进屋之后 在屋子里仔细地看了看 又去看了一眼窗台上的脚印 开口道 看屋子里的样子 应该是他自己跑出去的 不是被抓了 他的侍从推断的是对的 这个时候 后门的门房 也是灰头土脸地过来了 近日见着小公子了吗 前门和偏门的门房 都摇了摇头 却是后门的两个门房 以人答话道 见着了 这小公子说呀 厨房有事情 要我们帮忙 让我们赶紧去看看 他说他帮我们守一会后门 我们就进去了 结果我们一去厨房啊 厨房说没事找我们 等我们回来 这后门也没见着小公子的人 我们只以为 他是故弄捉弄我们的 这捉弄完了 就回院子里头去了 所以我们也没去找 哪知道 小公子已经溜着去了 若是平日里 要说厨房有事情找我们 我们肯定是不会随便相信他 只是这几日 府上有宴会 住人都很忙碌 我们便想着 事情怕不是真的 于是就去看了 这一下 夜遥遥就听明白了 这小子是看着府上忙碌 所以趁乱出去的 的确不是在府上被抓了 你们就是如此疏忽大意 明知道我最近不让他出门 你们见着后门口 没了人也不去找 现在先把人找到要紧 我们赶紧出去找人 编分几路 沿途到处找一找 他竟然是为了击败杨士出去的 定然是在去祖坟的路上走丢了 我们一路上到处问问 哥哥也派人满进城到处搜寻一下 好 爷爷 您还是留在府上 若是瑞哥回来了 您就放个烟火通知我们 我们也好赶紧回来 而且仆人说了 路上没见着瑞哥的人 所以瑞哥出去了 不幸被恶人给抓了 对方肯定是有目的的 会将自己的目的送到金国公府 您在府上也可以主持大局 你说的也有道理 花音落下 燕瑶瑶便带着众人 一并出去找人了 府上的众人收到了消息 也都先后出去帮忙找人 燕南霄既是生气又是着急 心中更是懊恼 眼下已是下午 眼看就要到黄昏了 一会儿要是天黑了 人还是找不到 就更难找了 心急之下 他带着许多人 浩浩荡荡地往祖坟的方向去 叶瑶瑶一路跟着 毕竟去郊外的祖坟这一路 是最容易找到线索的 只是众人一路到了墓地之后 也的确是没有看见叶瑞的踪影 阳市的墓前什么都没有 显然也是没有人来祭拜过 这就是说 瑞哥还没能来这儿 从家中到祖坟的路 有几条 有三条 有些小岔路 如果走错了就多绕一些路 其他就是三条主路 但是我们来的这一条 是最近的 瑞哥也不是没来过祖坟祭拜 按理说 他也应该会找最近的路走的 不一定 四叔 他是偷偷跑出来的 说不定会担心 被府上的人找到带回去 所以故意绕远路也是有可能的 另外的几条路 我们也分道找一下 好 那我们赶紧分头去找 古风欢托言情有声趣 独一小狂飞 感谢您的收听 火音声客出品 古风欢托言情有声趣 独一小狂飞 欢迎收听 第五百一十四集 一众人分了几条道 叶瑶瑶也带着红卵和两名护卫 单独走了一条道 这条路上很是荒芜 路边有不少杂草 还有一个山坡 叶瑶瑶走了一段路 看着那个山坡 坡的边上 被许多快有人高的杂草掩埋 叶瑶瑶心头一动 看着跟着自己的几名护卫 开口道 你们跟我一起 探过杂草 下去看看 它会不会掉下去了 小姐 要不您就在上楼等着 我们下去看看就好了 这山坡都被草给挡住了 下头是个什么情况 我们也不知晓 我担心下头有毒蛇 毒草之类的东西 要是真的遇上了 我跟你们在一起 也能救人 他们听叶瑶瑶这么一说 心里也有些感动 小姐这是在乎他们的性命 才打算跟他们一起下去冒险 所以 他们就赶紧在前头带路 希望有什么危险 也能让他们先面对 叶瑶瑶见着这一幕 只觉得有些哭笑不得 但是也没有拒绝他们的好意 跟着他们 一起往下头探路 这片杂草 竟然足足有七八米远 穿过了这一片杂草堆之后 脚下边是一块草地 左边还有一片蜜林 右边是一大堆山石 叶瑶瑶的眼神看过去 草地的下头有一条河 而河边正有一个孩子 躺在地上 似乎是昏迷了过去 叶瑶瑶没双一领 赶紧上前去 把那孩子翻过山来 看了一眼 果然是叶瑶 他的头上一大块玉青 极有可能 是从山坡上滚下来 压过了杂草之后 撞到了头 昏迷在这里了 叶瑶瑶赶紧给他诊脉 最后发现这孩子 头虽然没有被撞到 但是之前他摔断过一次骨头 虽然这段时间 已经恢复得差不多了 可是还有几个地方 比较脆弱 因为滚下来 怕使身体撞到了不少石头 有些骨头二次创伤 而断裂了 还不能随便移动它 叶瑶瑶先是给叶瑞 喂下了一颗药 才看着那两名护尾开口道 你们赶紧先回城 找单架过来 把瑞哥抬回去 他现在不能随便移动 好 我们这就去 这时小姐 只留下你个红卵 在这儿没事吧 没事的 你们放心去就是 好 我们马上就回来 小姐 您等着 嗯 等他们一走 叶瑶瑶看了一会儿叶瑞 发现孩子并没有什么大碍 他便赶紧 先帮昏迷中的叶瑞接骨 这个倒是没有耗费多少时间 很快就处理好 只是骨头刚刚接上 也还是不能随便移动 得等单架到了 把人抬回去 叶瑶瑶的额头出了些汗 索性便到了河边 而且天挺舍的 便准备把帕子打湿 擦一下脸 只是方才着急叶瑞的身体 他没有注意 眼下仔细一闻 他在水里闻到了一丝血腥味 并且是带着毒的血 他顿时愣了一下 叶瑞的身上没有出血 叶瑶瑶是确定的 那血腥味是从哪里来的 水从高出来 是从上游过来的血 是上游有人出事了 上游四五十米的地方 倒是有一片硕大的山石 石头后头可能有人 有人的血 在那边滴入了河水中 叶瑶瑶倒也不怕什么 直接就往那边走 看看是什么状况 这是石头之后 他没看到人 倒是看见了一个小山洞 里头应该是能藏人 到了山洞口 那股子血腥味更浓了 里头还传来一声 叶瑶瑶站在洞口 问了一句 有人中毒了 他原本只是试试看 别人会不会回答他 暗处的天宇 却是忍不住皱眉 因为他感受到同类的气息 在周围有不少安慰 正在他准备 出口提醒夜11 还是赶紧离开 山洞之中 忽然有一块小石头 对着天宇的方向打来 藏在河边不远处 杂草中的天宇 竟然就被直接打中了 昏睡穴 晕了过去 天宇最后的一个意识是 不好 山洞里头的人 是绝顶的高手 然而 他都没能哼一声 很快的 就有几名护卫上来 将天宇在杂草地 无声无息地拖走了 主子只是把人打晕了 所以他们也没有要 这个人的命 带走就死了 一切都发生得很快 夜遥遥没有武功 所以并不能察觉 加上还有一阵风 吹动那些杂草 他便更是不知道 那么高的杂草下头 已经出了点事 但是他好像看见有什么东西 光速从自己面前掠过 直接到了杂草地那边 他正准备走过去 看看是怎么回事 山洞里头 便有人看了口 那声音颇为邪魅 似迷迷之音 是个男人的声音 对 中毒了 久闻夜二小姐医术高强 能否帮在下解毒 你认识我 见过夜二小姐几次 所以 夜遥遥在外头一开口 他就已经听出了夜遥遥的声音 才没让手下 直接对夜遥遥动手 而是直接打晕了那名暗卫 据他之前遇见夜遥遥那一次的观察 夜遥遥是不知道 他身边有慕容圣雪的暗卫 在保护他的 所以打晕了暗卫暂时带走 夜遥遥也不会察觉身边少了人 没了那名暗卫 慕容哲雪 也不会知晓他的情况 只是他 倒是也觉得很巧 竟然是在这种情况下遇见了他 夜遥遥的心里 还是想着眼前掠过的东西 总觉得杂草后头会不会有什么 他开口道 我先去那边看看 再来回你的话 他过去之后 寻着山洞里飞出来的树叶的方向 拨开杂草看了一眼 发现什么都没有 他拍了拍手上的灰 想着 莫非是他看错 只是个飞虫飞过去什么的 毕竟那东西速度很快 连残影他都没看见 具体是个啥 他也不清楚 既然什么都没看见 他就重新回到了山洞口 你中毒在这儿 应该不是刚刚杀完了人 或者坐监犯科了过来的吧 如果是 叶尔小姐是不是就不救了 对 那就不救了 真不是 只是之前被人下了毒 忽然提前发作了 只是 画到这里 他的气息也是有些不稳 叶摇摇听得出来 情况是有些严重 这会儿下人们去找担架 还没回来 叶摇摇也没什么事 便索性大步走进了山洞 洞口是黑漆漆的 山洞里头 却点着火把 所以十分透亮 他见着了一个红衣男人 靠在山壁上 半张面具遮住了脸 只露了一个下巴 脖唇边还有黑色的血迹 嘴角却是微微弯着 倒似乎一点都不为 自己中毒的事情紧张 叶摇摇蹲在他身侧 伸出手 十万给我 这就决定帮我了 是我是骗你的呢 若我刚刚真的做了坏事 第一 你我素不相识 我都问了你是不是做了坏事过来的 你说不是 而我也没有什么证据 怀疑你刚刚办了坏事 所以作为医医者 当然不能见死不救 只能暂时相信你 第二 你说你是之前就被人下毒 提前发作 这句话是不是真的 我只要诊断就能诊断出来 既然这样 何不试诊脉 还有什么别的问题吗 没了 那不知道叶尔小姐 诊断的结果 是什么呀 你中毒已经有段时间了 的确也是突然发作 但你一直没有办法根治此毒 是不是 啊 是 之前一直按时服用压制的解药 只是没想到 今日回去的路上提前毒发 压制的解药没带出门 就这样了 叶尔小姐 这毒 可能解呀 比较麻烦 关键是你现在时间不多了 三炷香不能解毒 就会暴毙 但是我出门根本就没带解 你这个毒需要的关键草药 除非 叶尔妖说到这里 眼神忽然瞪住了 她看向了山洞之内 山壁之上 长着一株双生叶的药草 她眼神一灵 立即起身 把那株药材拔了下来 生长在山壁中 有两叶 铜体黑色 根絮也是黑色 这 那男人好像一点都没在意 自己三炷香不能解毒会死 因为从叶尔妖走路 她就能判断出来 叶尔妖身上并没有什么内功 所以叶尔妖不知道 她可以用内功暂时压制这些毒 等压制住之后 回去了 再服用能暂时控制住毒性的药 她只是有些好奇地看着叶尔妖 开口问了一句 那是什么 她建这个山洞 其实不久 刚准备用内力压制毒性 就听见了叶尔妖那边的动静 担心是正敌追来 便暂且没有动作 准备等安全了再运工 否则运工过程中被偷袭 就算她有把握杀了那些人 自己肯定也是会中伤的 而之前 倒是并没注意 这个山洞里长了什么草 你倒是命大 追猪草药十分难求 配上我今日携带的一种药粉 正好就能解你身上的毒 而且不是压制 是彻底解毒 不过有点麻烦 如何麻烦 两片叶子一模一样 一片叶子可以解毒 另外一片却有剧毒 最可怕的是 因为它们是双生的叶子 所以构造都是一样的 再高明的大夫 也没法子辨别 哪一片是有毒的 你说是不是很麻烦 敢不敢试试 你身上已经中了剧毒 要是选错了叶子 你这条命肯定就没了 但是呢 你这个毒想要根治 早晚都是要面对 这种药草的 所以你今日不选 以后也会选 除非你打算一辈子 只用压制毒性的药物压着 你准备怎么救我 我腰间有几个瓷瓶 随便取一个 把里面的东西倒出来 把叶子装进去 再将另外一种药粉 倒一部分进去 在外头装一些河水进来 摇晃一会儿 药粉会把这片叶子 彻底化掉 你喝下 只需要喝一口就好 到时是毒还是解药 就有结论了 行 既然要根治此毒 早晚都要面对这一关 那你就试试吧 这毕竟是你的性命 你自己选吧 几率都是一样的 生和死各一半 左边的 就选她吧 叶瑶瑶点点头 也不废话 便赶紧开始照着她说的法子 取了她选的那片叶子 把叶子和需要的药粉 都装入了瓷瓶 剩下的药粉 随手放在了边上 并且立刻出去 在外头撞了河水进来 在男人的面前 轻轻摇晃了几下 她蹲在她跟前 一双好看的桃花眼 看着面前的男人 戏谑地开口道 怕不怕 不怕 的确是不怕的 因为叶瑶方才已经说了 这瓶药 她只需要喝一口就好 既然这样 一会儿她叫一个安慰进来 先帮她喝一口 试试毒就好了 若是没毒 她便喝下 若是有毒 那就证明 另外一片叶子 就是解药 而且叶瑶放在那边的 剩下的那些药粉 也是足够再给她 重新调配一份解药的 而最后中毒的 也不过就是个暗卫 她并没有什么好怕的 以她眼下的余力 杀几个暗卫绰绰有余 她也不担心 暗卫们 不肯为她使药 叶瑶瑶自是不知道 她是怎么想的 听她说不怕 她倒是骗了她一眼 好笑得到 居然没吓到你 真是无趣 话说完 叶瑶瑶便打开了瓷瓶 先喝了一口 男人见此 一时间挣住了 嘴角的笑容也消失了 有些懵然地看着叶瑶瑶 愕然开口道 你要做什么 试毒啊 还能做什么 我的身体眼下是健康的 就算你真的选错了 我喝下了毒药 我也能立刻控制住这草药 我死不了 无非就是有点难受 吃点苦头罢了 但是你的身体就不同了 你本来就中毒了 你要是再喝了毒草 必然没命 我给人解毒 总不能把你给治死吧 所以当然只能这样了 古风欢托言情有声句 独一小狂飞 感谢您的收听 第五百一十五集 那男人正正地看着叶瑶瑶 原本一直带着几分 邪魅笑意的声 这个时候 已然是笑意全无 你我素不相识 他戴着面具 眼下又因为中毒 十分狼狈 叶瑶瑶进来的时候 看他的眼神 也是陌生的很 显然叶瑶瑶 根本不知道是他 但是 就对一个陌生人 他竟然也有这样的善意 是 的确是素不相识 但是既然决定救你的话 我当然是会尽心尽力的 这是我行医的原则 他坐了一会儿 额角忽然出了汗 气血也有些上用 他心到不好 便赶紧从棉囊里头 取出药来服下 并且抽出了几根银针 扎了自己手上的好几个穴道 这才逼出了一口黑血 五脏六腑极其难受 但是他知晓 他身上的毒已经解决了 他当即便抬眼 白了那男人一眼 吐槽道 我刚刚看见这里正好有这株草药 说你运气好 想来是我说错了 看来你这个人运气一向很差 你这选的什么玩意儿 正好就是有毒的 如果我不是个靠谱的大夫 直接让你喝药 你现在就被你的选择害死了 男人施语 看着他有些难受的样子 有点说不出话 袖袍下的手也是紧了紧 你没事吧 没事了 玄琪拿出一个干净的瓷瓶 并赶紧把另外一片叶子装进去 把剩下的药粉也放了进来 撑着五脏六腑的不舒服 他出去又重新装了水 弄好了新的解药 他走回来之后 看着他还是有点郁闷 心里很想把他踢一脚 什么垃圾手气啊 还真的坑了他 但是想了想 对方是个病人 真的踢出个好歹 也不合适 只好忍下了 他黑着一张脸 蹲在他跟前 把手里的药瓶摇晃了一下之后 递给他 行了 喝吧 这个肯定没毒 男人似乎还没缓过神 并没伸手去接 叶杨杨眉少一阳 开口问道 怎么了 担心还是有毒啊 要我再喝一口 男人这才回过神 伸出手 把瓷瓶接了过来 二话不说 便打开了瓷瓶 一口喝下 叶瑶瑶难看的脸色 这才缓和了一些 他坐在地上 慢慢等着毒性解除 叶瑶瑶也慢慢等着 身体里头的不适应消失 约莫一炷香的时间过去 他伸出手 擦掉了唇角的血迹 看着叶瑶瑶问道 你还好吗 我没事了 你应该也没事了吧 男人点了点头 叶瑶瑶刚准备说 那他就走了 男人倒是先一步开了口 叶瑶小姐 你说得很对 我这个人呢 运气一直就很不好 从小到大都不好 我还没出生 父亲就死了 做了一个姨父子 唯一得到父亲的庇护 也只有母亲怀上我之后 父亲高兴之下 在我出生之前 就送给我的一座衫 其他的什么都没有 你说 我是不是从小 运气就比一般人差呀 叶瑶瑶愣了一下 一时间也有点尴尬 觉得自己刚刚随口吐槽那一句 说他运气差 选错了药 是不是有点不太好 这会儿 会不会触碰到 人家的伤心事了 嗯 那个 其实你也不用太往心里去 我刚才就是中毒了 身体难受 就吐槽了一下罢了 也不是真的奚落你什么的 再说了 你爹都能送你一座衫 估计也能换不少钱 只是最后这句 叶瑶瑶好说 毕竟人家从小就没了爹 一座衫能取代什么呢 而且衫能送给他的家庭 要么很有钱 要么很有权 肯定是羊谋阴谋一大堆 他只得了一座父亲生前给的衫 证明其他的产业 他都没有分到 说不定还吃了不少苦 男人却是笑了 认真地看着烟烟烟倒 但是我今天觉得 我运气很好 嗯 因为我今天遇见了你 他没想到 世上会有一个人 根本都不认识他 就愿意为他试药 大概是冲动 还是别的什么 素来不心意相信别人的他 竟然没想过 这是一个想杀他的局 没想过 叶瑶瑶的中毒 其实只是演戏 是为了骗他喝下毒药 他便直接把第二瓶 他说没有毒的解药 接过来喝了下去 大概是这样的美好与善意 使他一生里紧见 他不想辜负 也不想怀疑 所以就真的喝了 最后证明他信对了 好像身上的毒被解了 又好像 其实不仅仅是被解了毒 他还感受到了 名为温暖 那样奢侈的东西 叶瑶瑶自是不知道 他在想什么的 听着他说 他运气好 是因为遇见了他 叶瑶瑶身以为然 认真地倒 那可不是 遇见我这样的大夫 你真的是烧高香了 我都差点被自己舍己 为人救人的精神感动了 所以你也算是 运气好了一次对吧 就别再难受了 男人又忍不住 低声笑起来 这个时候 外头传来了红蓝的声音 小姐 您在那边吗 您干什么去了 护卫们回来了 您赶紧回来 好 我回来了 说完 烟瑶瑶就打算走 男人却是看着他的背影 开口问道 就这么走了 不想问我要什么报答 救你的时候 也没指望你报答 你别怪我刚刚说出 你的伤心事就好了 你若是真的要报答 就把我这份善意传递下去 以后有什么救人一命 胜造奇迹浮屠的机会 记得抓住了 就当做是你的报答了 不好奇我长什么样子 说真的 如果是以前 我肯定很好奇你的容貌 因为从你的下巴来看 应该是个美男子 但是现在呢 我心里有喜欢的人了 所以你长什么样 对我都不重要 无所谓了 话说完 他就转身 大步而去 只是刚走了一步 便又听到他叫他 叶瑶瑶 叶瑶瑶疑惑地回头 他慢慢地 把自己脸上的面具 取了下来 那是张极其魅惑的脸 一双桃花眼 竟然生得比 叶瑶瑶的桃花眼 还要好看 红衣末发 眉眼里的笑 是能夺人魂魄的风情 便是绝世的妖魅 也不及他几分角色 你觉得不重要 我却希望你记住我的脸 我们会再见的 幻音落下 叶瑶瑶还没来得及 走出这个山洞 他便已然身形一闪 以极快的内宫 离开了此处 速度快的 他几乎看不见 等他再看向山洞之外 他便已经消失了 叶瑶瑶默了一会儿 不得不在心中感叹一句 这人长得 真他妈的好看 长了一张 男人和女人 都会喜欢的脸 太妖魅了 比美人太子 就差了那么一点点 要不是他现在 心里只有美人太子 说不定都要看这个人 看得愣神了 他摆了摆头 把这个人的容貌 抛出了脑海 转身往外走了 护卫们拿着担架 在原地等着他 他们也不敢随便移动 叶瑶瑶 怕处理得不好 反倒把叶瑶弄出事来 叶瑶瑶到了这跟前 小心地把叶瑶 移动到了担架上 小姐 你刚刚去那边干什么了 怎么去了那么久 红蓝往那边看了几眼 看见小姐时而不时地 从山石后都出来 在河里用瓷瓶装水 也知道 小姐应该没事 所以就守着昏迷的叶瑞 没有过去 而叶瑶瑶救的人 武功太高 闪身就走了 别说是红蓝了 这里的护卫 都没一个人看见 所以完全不明情况 救了个人 不是啥大事 已经处理完了 我们先回去吧 是 一众人回去的路上 叶瑶瑶在心里默默地想 他是真的进步了 看见这样的美男子 回来的路上 竟然半点都没有惦记人家 也没有一点怦然心动 满心都是他家美人太子 叶瑶瑶确定 自己果然就是一个 专一的好姑娘 前世追星的时候 都同时追三个老公 那是因为 那只是追星 那不是爱情 现在遇见了爱情 瞅瞅 他多专情啊 只有想美人太子的时候 他才会心跳加速 觉得甜蜜 这样专情的 喜欢一个人的感觉 太好了 任何时候 他的心都是满的 再遇见怎么样的美男子 都装不进去 美好的爱情 就是如此 美滋滋的 这个时候 燕南萧也收到消息 赶了过来 看着叶瑶瑶等人 他上前道 瑶瑶 这一次真的是谢谢你了 要不是你的话 死数都不知道 什么时候才能找到瑞哥 也不知道这孩子 是不是会出事 看样子 他应该还没能给他娘亲祭拜 方才河边他身侧 有不少祭品 等他醒了之后 若还是坚持要去祭拜 四叔你就让他去吧 找几个人护着 免得又出事 好 瑶瑶你说的事 我都听你的 这会黄昏已经过了 天也渐渐黑了 叶瑶瑶便没再多言 赶紧回家 京城的另一处 几个暗卫 跪在红衣男子的跟前 擦着额头的冷汗 开口道 主上 是我等办事不力 替您找到那个山洞的时候 竟然没注意到 那河边晕了个孩子 关键是 叶瑶无声无息地躺在那里 他们又急着找隐蔽的地方 所以一时间答应了 这才正巧遇见了叶瑶瑶 不过他们原本以为 在叶瑶瑶靠近山洞的时候 主上便会下令除掉这个女人 或者亲手杀了这个女人 却没想到 主上竟然只是打晕了 跟着叶瑶瑶的暗卫 还游着叶瑶瑶 进进出出山洞好几次 尤其是看见主上 现在这个样子 似乎毒都已经解了 好像已经没什么事了 慕容陈宇闻言 轻声笑道 今日心情不错啊 你们可以不用死 主上 那个叶瑶瑶 谢瑶瑶啊 他嘴角的笑容 忽然有些完美 他还记得 自己问他 想不想知道 他长什么样子的时候 这个女人是怎么回的 说他已经有喜欢的人了 所以他长什么样子 都不重要 对他来说无所谓 他喜欢的人 慕容哲雪吗 也是 他是慕容哲雪的未婚妻 他这么一笑 一众属下们 也不清楚他心里在想什么 尤其是在主上 吐出叶瑶瑶的名字的时候 那种语气很是 难以描述 简直就跟有些缠绵浅犬似的 他们便不敢多话 于是 也不再继续谈论 与叶瑶瑶有关的问题 只要主子没下令杀人 他们就不必动作 又一名暗卫开口问道 主上 那东宫的那名暗卫 这个时候还昏迷危险 他应该也是 没能确认您的身份 我们是杀了还是放了 不过说真的 那个暗卫挺有病的 我们发现他身上 带着一个小本本 详细地记录了 这两日进过公府的宴会 叶瑶瑶看了韩子霄三眼 李玉辰两眼 东宫的暗卫怎么了 脑子坏了吗 居然记录这种无聊的事 古风欢托言情有声剧 独一小狂飞 感谢您的收听 火音声课出品 古风欢托言情有声剧 独一小狂飞 欢迎收听 第516集 慕容陈玉听了 却是眉心一动 东宫的暗卫 定然不会无缘无故地做这种无聊的事 他们做了 那就只能证明 有个人狠在 一夜遥遥遥同其他美男子的互动 慕容陈玉眼神有些幽冷 忽然轻声笑道 放了吧 贸然杀了慕容折血的人 对我们而言也是麻烦 那个小本子也别动 还给他 放在原位 别让他察觉你们动过 是 那属下等会在他醒来之前 将他重新扔回那一片杂草之中 不会让他获悉我们的身份 等他醒了之后 想必就会自行离开 嗯 叶瑞回到了靖国公府之后 府上所有出去找孩子的人 这才都回到了府上 回家一个多时辰之后 叶瑞才醒了过来 看见自己已经躺在自己家的床上了 他还有些愣神 我怎么会在家里啊 还不是你妖妖姐姐 在河边找到了昏迷的你 你这小子 真的太不听话了 一点都不给家里的大人省心 整个府上 都为了你劳心费力的 大家都找了你好几个时辰 叶瑞看见了叶南霄 心情显然不是很好 拼过头不看叶南霄 叶南霄心里也是一睹 这才开口道 行了 你之后要怎么给你母亲祭拜 你就怎么去祭拜 我以后不拦着你就是了 谢谢夫妻 瑞哥 你是自己从山坡上滚下去的 还是有人把你给推下去的 叶瑶瑶一直留在这儿没走 就是想确定 瑞哥的昏迷 是人为还是意外 叶瑞的脸上浮现出来几分羞愧 看着叶瑶瑶的 是我当时听见身后有动静 以为是父亲派人追来了 心下慌乱 一不小心没站稳 就滚落下去了 我自己不小心 没有人推我 给瑶瑶姐姐你添麻烦了 谢谢你又救了我一次 嗯 既然不是别人推的就好 你身上的骨头又断了几根 这几天先好好休养 日后再有事情 就多和家里人商量 同璇璇商量 同我商量都行 不要再做这么莽撞的事了 嗯 好 那既然这样 我就先回去了 瑶瑶 四叔送你 叶瑶瑶也没推辞 由着叶南霄 把自己送出了四房的院子 等叶瑶瑶回去了之后 禁国公知晓了叶瑞醒来的消息 也亲自过来看了 又披头盖脸的 把叶南霄和叶瑞骂了一顿 骂叶南霄不让叶瑞去祭拜 也骂叶瑞不听话 不懂事 叶南霄和叶瑞这个时候 自然都是很快的低头认错 也越发的感激叶瑶瑶 一场风波 才这么闹完 叶瑶瑶半点都不知道 天宇在暗处保护自己 所以也不清楚 天宇眼下还昏迷着在外头的事 杂草堆里头 天宇自己醒过来之后 便心到不好 赶紧四面一看 没发现有人遇害 也没看见什么人 他立刻赶回了禁国公府 看见叶瑶瑶的院子里头 灯还亮着 门也还开着 叶瑶瑶这个时候 正吩咐红鸾 说他准备休息 红鸾也正从他房间里 退了出来 天宇眼下才算是确定了 虽然自己昏迷了 但是叶瑶瑶并没有出事 他赶紧传信回了东宫 东宫 太子殿下刚处理完正午 小安子也正好收到了天宇的消息 他赶紧进门来 在慕容哲学的深册笔报道 殿下 天宇传来消息 今日他跟随太子妃 在郊外救叶瑞小公子的时候 太子妃察觉到那边有个山洞 有些异常 里头好像是有高手中毒了 天宇还没来得及警示 就被人给打晕了 但是对方似乎并没有为难天宇的意思 他醒来之后一点事情都没有 也没什么不适应 赶紧回了禁国公府 查看太子妃的情况 他怎么样 殿下放心 太子妃一点事情都没有 天宇说这会儿太子妃就在禁国公府 看样子一切如常 并没有受伤 也没有什么不对劲 所以殿下您不用担心 对方打晕天宇 想必只是不想暴露行踪 应该不是冲着太子妃 也不是冲着我们来的 过去看看他 小安子心里很是明白 他们家殿下 现在在乎太子妃 早就已经是到了极点 眼下就算知晓他没事 要出宫去见夜夭夭 也不是什么稀奇事 他便也就是应了一声 殿下放心去吧 宫里的事情 奴才会打点好 对了殿下 给夜二小姐的新账策 已经提前整理好了 您不如一起带过去给她 嗯 眼妖妖刚睡着 就听到了敲窗户的声音 她被惊醒了之后 赶紧起身披上外旁 就往窗口跑 心里也是有点奇怪 打开了窗户 看见了面前的慕容哲学 看着她那张美绝成环的面容 她诧异地开口问道 嗯 殿下 你之前不是说 明日晚上才来吗 之前说了 三日之后送账策过来 也就差不多是 金国公府的三日宴会结束 今日这才第二日结束 这人怎么就到了 说话之间 夜夭夭的眼神 也落到了她手中的盒子上 这是 账策提前整理完了 正在她疑惑之间 慕容哲学清冷的声 便已然响起 却不是回答她的问题 你可还好 我还好啊 怎么了 就是今日 夜日失踪了 我带着人出去找她 还在山洞里头 遇见了一个中毒的人 花费了一些功夫 才把人给救了 我也没什么事 瑞哥也没出什么问题 夜夭夭有些诧异 实在是不明白 美人太子为何有此疑问 慕容哲学 见她主动就把山洞里头 那个人的事情说了 听说她只是救了人 她语气清冷地问 可认识是什么人 不认识 那此人可有为难你 没有 我问了她是不是 做监犯科了 中毒在山洞里头的 她说不是 所以我就出手救了她 她没有为难我 也没有逼着我救她 夜夭夭没说自己救人的细节 之前她在清河庄 救的那些得了鼠疫的百姓 美人太子就在最后一天赶到 见她一面 想来是担心她的 今日她试读的事情 纵然她是有把握 自己肯定不会出事 但还是别说了 免得她平白为自己担心 反正一切不过就是因为医者人心 一件小事情罢了 也没啥好提的 慕容哲学听她这么一说 才算是彻底放心 哎呀好了殿下 你就不要担忧了 你看 我这不是一点事都没有吗 就是随手救了一个人罢了 没事就好 日后 小心一些 我知道了 殿下你完全不用担心我的 我出门的时候 身上几乎都随身带着毒药 我想出时都不是那么容易的事 我可不是什么温室里的花朵 需要殿下时刻看护着 殿下也不要总是担心我 你还是多信任一下我自保的能力吧 嗯 好 她也知晓自己其实是紧张过度了 叶妖妖素来聪明机智 的确也如她所言 有足够的自保能力 倒是她 总是知晓叶妖妖可能出事 并如此不放心 显得像是轻视了叶妖妖的能力一般 所以 她也不再多言 将手中的盒子 递给了叶妖妖 新的账策 小安子提前整理好了 叶妖妖把盒子接了过来 她打开看了一眼 发现里头又多了一把钥匙 跟之前那些宝库的钥匙 相差无几 想来是新赚取的一个宝库 还有不少大面值的银票 殿下 我觉得跟您在一起的话 我肯定一直都是个富婆 慕容哲学没出声 看着小姑娘的样子 见她 似是有些赞赏地看着她 没来由的 她一贯冷淡的心境 竟多了一种微妙的 得意 那是一种被心爱之人 肯定之下 发自内心深处的愉悦 这令她寡薄的唇角 也忍不住淡淡扬了扬 叶妖妖说完这话 正准备把盒子里头的东西 和之前的那些东西 一起收起来 却是又想起来什么了 她抓了一大把银票 递给了慕容哲学 殿下 你手上已经没什么钱了吧 这个银票你拿着 这个宝库的钥匙 你也收着好了 方才心里还有些 得意的太子殿下 顿时得意不起来了 毕竟叶妖妖之前 给了一些银票 和一个宝库的钥匙给她 意思是 让她自己去使这笔钱 可以不用问她 免了她拿不出银子来 平日里做事不便 也容易尴尬 但是呢 这才过去了多久 那些钱她就已经花完了 虽然太子殿下觉得 每一笔钱都是应该花的 但是难免还是担心 小姑娘又责怪她乱花钱 觉得她不适合 做一个合格的夫君 姑 之前也没有乱花银子 你别生气 说着 她看了叶妖妖一眼 眼神简直堪称是小心翼翼 仔细观察着 叶妖妖脸上的表情 叶妖妖看她这个样子 只觉得可爱得很 殿下 我看起来真有这么凶吗 你一副紧张的样子 其实之前说殿下你乱花钱 我就是随口说一句罢了 并没有真的责怪殿下的意思 倒是殿下那个时候 因着我说了这句话 就忽然把银子都交给我 弄得我很是意外 所以殿下 我真的不至于为了这种事情跟你生气 再说了 这些银子都是殿下你自己的 你想要怎么花费 其实都是你的自由 我原本就管不着啊 我当时随口说了一句 更多的不过就是调侃你罢了 你却当了真 你也没有在我说你乱花钱的时候 责怪我多管闲事啊 你也没有觉得 我不该智慧你怎么花钱 我就已经觉得殿下非常温柔了 你管得着 好的 我知道了 是我说错了 我管得着 毕竟殿下之前说过了 我有权利管着殿下来着 殿下 你把这些银票 和这个宝库的钥匙收着吧 你需要花钱的时候 尽管用就是了 不够也可以来找我取 真的不用担心我会生气 我不会生这种气的 你当真 没有不高兴 古风欢托言情有声句 独一小狂飞 感谢您的收听 火音声客出品 古风欢托言情有声句 独一小狂飞 欢迎收听 第517集 真的没有 上次殿下把钱交给我的时候 其实我也说过 说你乱花钱是随口说的 让你不要放在心上 今日我也再次认真解释了 你眼下还是不放心 难道要我发誓不成 不必 看他的确是没生气的意思 脸上也都是笑意 太子殿下这才伸出手 把他递过来的银票 还有钥匙 一并收下 放入了袖中 夜遥遥把盒子里的其他东西 很快地拿进屋子里头收好 正准备招呼他进屋 古先回宫了 殿下政务还没处理完吗 啊 处理完了 但近日京城有异动 顾明日再来 夜遥遥这才算是明白 他之前为什么说 三天之后再来 原来不仅仅是要等下头的人 整理账策 也是因为最近有事 殿下 要不 要不明日你就别来了 慕容哲学薄纯敏了起来 明白别来了是什么意思 看夜遥遥的样子 也不像是因为他眼下说要走 讲得气话 所以 是已经不想看见他了 正在他思虑之间 夜遥遥笑着开口道 殿下 我跟你换一天行不行 这段时间你既然忙的话 想必能来找我的机会很少 所以我拿明天晚上 跟你换八天后的晚上可不可以 八天之后 殿下一定要早点过来 最好刚刚天黑就过来 我有重要的事情找你 什么重要的事情 竟要八天之后才能说 殿下 行不行 就换一天 八天之后的晚上 对我来说十分关键 特别重要 好 接下来几日 提前多做一些布置就是了 八天之后 定是能来的 见着一遥遥神神秘秘的样子 他心里也明白 想要提前问出来 八日后有什么事 怕也是不能的 他便也没有问 那好 那殿下你回去吧 记住了 换成八天之后啊 千万别忘了 八天之后的事情 有这么重要 竟还要这样强调 太子殿下也没多说什么 便只是应了一声 话音落下 他便离开了 林左也帮他关上了窗户 叶叶叶今日出去找人 又那么一折腾 其实还挺累的 直接回到了床榻边上 倒头就睡了 东宫 太子殿下回宫之后 小安子赶紧上前问道 殿下 情况如何 太子妃可安好 她可知道是什么人 她无事 不知是何人 小安子点点头 其实也没觉得在意料之外 对方既然能直接就打晕了天宇 想来也不想暴露她的身份和行踪 太子妃不知道对方是谁 也没什么可奇怪的 小安子当然是不会知晓 对方其实已经对他们家太子妃 暴露过身份 脸都给叶叶叶看了 可惜叶叶叶是个穿越者 之前根本就不认识慕容陈玉 所以完全没把她人给认出来 殿下 既然不过就是个意外 您也不必再担心了 左右太子妃也没事 让天宇也去跟着她 奴才明白 天宇上次受罚之后 如今身体也恢复了 也能去保护叶叶了 就希望这小子 日后不要又出什么纰漏了 话说完了之后 小安子边又将一封密信 递给了慕容哲学 殿下 这是南营和北营 还有禁卫军的动静 义时 晋国公府 已然是叶家宴会的最后一天 慕容眷纵然看见了白芷柔 觉得尴尬 但是这几日她还是都出席了 毕竟叶春风是她关系最好的兄弟之一 这样的大事 她不能不来 午宴结束了 一众贵公子和贵女们 都在后院聊天说话 三三两两的一群 都是关系好的聚在一起 叶妖妖和白芷柔等人 在曹氏的请求下 在花厅忙着指挥着 换了几盆花 这几日宴会 曹氏也的确是很忙 而且是忙出了强迫症 要求把一切都做到金山尽美 听说花厅的花 有一株叶子败了 她就要把那种花都给还了 只是她太忙了 所以就找叶妖妖帮着点忙 叶妖妖也没有拒绝 眼下 这才刚到后院 进了院子 便听见慕容眷 笑着吐槽了一句 民国公府 那可是什么事啊 紫娇兄 你说了都能算 国公对紫娇兄 你算是十分看着 除了不让你从军 其他都好 那里像是我们家 我父亲什么话都不与我说 任何事情都不投我商量 每次看见我 不是摇头就叹气 这段时间 也是神神秘秘的 不知道是在做什么 也不用问她 问了就是你这个逆子 不会知道 你最近不是老实多了 听闻好几个月 也没有去青楼出馆了 玉亲王对你 还是如此不满吗 说起自己几个月 没有去青楼出馆 慕容娇就是一脸的苦哈哈 韩子萧以为 自己是不想去吗 那还不是心有余而力不足啊 倒是林玉成 没注意到白纸柔 已经进了后院 认真地开口道 阿隽不是星月相府的白姑娘 之前犯错了 伤了人家的心 决定同改前非了吗 阿隽 白姑娘今日也在府上 你要是真的喜欢人家 就多上去说几句话 说不定还能挽回一下子 你也总要让白姑娘 看见你的诚意才好 欣欣你这样为我着想 可是我对她 并没有什么诚意 当初是慕容娟 为了挽回白纸柔的颜面 在叶瑶瑶的建议下 演了一下 伤害了人家痛彻心扉的戏 也同样是为了白纸柔的颜面 所以那是演戏的事 她连自己的好兄弟都没有说 现在好了 就这么被林玉成给建议上 叶瑶瑶和白纸柔 当然知晓真实的情况 白纸柔的脸色顿时有些尴尬 贫生的林玉成 今日非想做个老好人 看见白纸柔过来 立即起身道 白姑娘 你快过来 阿隽说想跟你说几句话 白纸柔自也知道 慕容娟并没话要跟自己说 这都是林玉成的一厢情愿 林玉成这么一说 慕容娟也是尴尬得要命 这一下子 不少人的眼神都看了过来 因为之前慕容娟和白纸柔的八卦 大家都是知道的 所有人都是一副看热闹的神情 慕容娟这个时候 要是说自己没有话说 那岂不是就让白纸柔重新尴尬上了吗 于是 她只好硬着头皮 看着白纸柔道 白姑娘 我的确是有些话要说 不必说了 她知道对方没啥想说的 而且她还喜欢慕容娟是真的 不想再看见慕容娟也是真的 慕容娟顿时松了一口气 这样也好 其实她也并不知道应该说啥 而白纸柔当众断然拒绝了和她说话 那么丢脸的 也就是她一个人丢脸 也不会让白纸柔面上难看 然而 绝望的是 林玉成这个很为兄弟着想 希望兄弟能够挽回心上人的热心人 尤其她上次还相信了 慕容娟来找叶叶叶提亲的那回 只是她母亲的意思 所以她认为 阿娟这段时间不去青楼了 肯定是为了白纸柔啊 于是她这个时候 赶紧开口道 白姑娘 你就给阿娟说几句话的机会吧 她上次其实就是喝多了 做了蠢事 她本性真的没有那么坏的 她现在都痛改前非 青楼都不去了 叶瑶瑶和白纸柔眼角一跳 慕容娟是不想去吗 嗨 她那是去不了 但是林玉成虽然不明真相 可也说了一句实话 就是慕容娟的本性 的确是并没有那么坏 酒后办的蠢事 她也是后悔了许多天 并没有对白纸柔生出感情是真的 但是发自内心的觉得对不起人家 也是真的 韩紫霄看着慕容娟的表情 觉得古怪的很 她是半点都没有看出来 慕容娟对白纸柔有什么心思 倒是能看得出来 这小子暗中偷看了一夭夭好几回呀 她略以思索 大概就明白了 眼下的情况是怎么回事 怕阿隽是因为上次伤了白纸柔的面子 演得戏把了 既然这样 她当然是要帮助慕容娟跟白纸柔说话呀 她笑着道 阿隽 你也不要害羞啊 赶紧上去 好好跟白姑娘忏悔一下 挽回一番 韩世子也没有什么别的意思 也就是 好兄弟竟然敢觊觎叶瑶瑶瑶 所以看她不顺眼 故意挖坑而已 就算叶瑶瑶小姐要做太子妃了 但是这并不影响 韩世子想要整慕容娟的心情 叶瑶瑶瞥了一眼慕容娟 倒也乐了 看着白纸柔道 无妨 看看她说什么也行 你明明知道 慕容娟没话跟我说的 就整整她呗 这小子上次办了这么混蛋的事 让她当众忏悔忏悔 别管是真心还是假意 总归是让慕容娟尴尬 这不是一件喜闻乐见 让大家都很高兴的事吗 慕容娟本性不坏 断不会当众翻脸说出真相 所以借机整整她也行 谁让她当初欺负人 好吧 毕竟林玉辰这么说了 韩紫霄也这么说了 就连妖妖也这么说了 我要是不听的话 好像喊不给众人面子 所以 郡世子有什么话要说 我也是明白了 林玉辰是真心想帮我 韩紫霄八成是在抠我 叶爷妖是诚心想整我 白小姐 这个茶不错啊 要不你尝尝 她断了一杯茶过去 递给了白芷柔 忽然就想起来 那一次祭司大典 白芷柔给她送茶水 她就没有喝 这可真是风水轮流转呢 谢谢世子了 我不渴 那日慕容卷带给她的羞辱 她至今还记忆忧心 不管慕容卷是为了什么 递给她这杯茶 她都发自内心的不想尽 叶妖妖则觉得 哎哟 这画面引起极度的舒适呀 所以还干脆在边上 穿了一把瓜子 很清脆的吃了起来 叶妖妖其实是把慕容卷当朋友的 但是渣男犯了错 本就应该受教训嘛 慕容卷心里其实很明白 白芷柔是不可能原谅她的 如果她自己是白芷柔 她都不想原谅她自己 所以对方不接她这杯茶 她也觉得十分理解 于是 她只好把这杯茶放下 白姑娘 上次的事情是我错了 今日我也就当着所有人的面 认认真真的跟你道歉一次 我知道自己 一点都不配被你原谅 我也不敢奢求 但是总之 日后白姑娘 若是有什么用得上慕容卷的地方 我定然不推辞 叶妖妖轻痴 慕容卷早就该当众道歉的 今日也是个合适的机会 而慕容卷心里其实也是这么想的 她是欠了白芷柔一个当众道歉 说到这里 她也没有忘记 自己得在众人面前扮演一个 痛彻心扉 忽然觉悟了自己喜欢白芷柔 但是再也不能挽回对方方心的 渣男 于是说完这些话之后 还补充了一句 总之 我心悦白姑娘 以前是本世子傻了 但是我也知道 我配不上白姑娘 只求白姑娘早些消气 不要为我气坏了身体 实在是不值得 白芷柔看着她 忽然就觉得 心跳快了起来 她当然知道 慕容卷说心悦她 不过就是之前答应了叶妖妖 为她挽回颜面 所以不得不如此说 但是即便是这样 即便知道这是一句假话 她还是没出息地觉得 有些开心 这样的感觉 是让她都有些自我厌弃 她实在是不明白 自己为什么这么没用 竟然还喜欢她 还这么重视她 她恨慕容卷 也更恨自己 我是不是不开心 是不是要消气 都跟你没有什么关系 郡世子 还请你以后 都不要再出现在我面前 若是不得已遇上了 中作不认识就是了 你的茶我不想喝 你的人 我也不想看见 古风欢托言情有声趣 独一小狂飞 感谢您的收听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第五百一十八集 慕容卷的神色彻底僵住 白纸柔素来是知书达理 在所有人的面前都是端庄的模样 眼下如此失态 说出这样不客气的话 无非就是因为 她真的伤她太深 脑海中忽然想起来 那一日她落水之后 在丞相府缩在床上的样子 压抑了许久的愧疚之情 像是唐曼一样 再次将她的心包裹住 本世子知晓了 日后一定尽量不出现在你身边 也是 把人家害成那样 的确是应该避着她的 对不起 林语尘完全没想到 自己当一个热心人的结果会是这样的 也是没有想到 白纸柔眼下竟然这么讨厌阿隽 白纸柔自己听完了慕容卷的话 也是有些呆冷 她说尽量不出现在她身边 这是她想要的吗 其实她知晓 并不是 慕容卷回到了之前的位置 同韩子霄等人坐在了一起 不少开热闹的贵公子和贵女们 开热闹成功之后 心里都有点幸灾乐祸 当然 大家都知道 丢人的是慕容卷 所以也只是心灾乐祸慕容卷的遭遇 并且觉得白纸柔干得漂亮 然而叶妖妖看白纸柔的情绪不太对 上前道 去我院子里坐坐 好 他们便镜子离开了后院 进了叶妖妖的院子 白纸柔的反应 的确是在叶妖妖意料之外 她原本想着 白纸柔臭骂慕容卷一顿 或者干脆把那杯茶 泼在慕容卷的脸上 这样白纸柔的心情就会好一些 毕竟是把气给出了 哪里知道 白纸柔自己竟然反而更生气了 你怎么 你不明白 我刚刚生气 其实是气我自己 我气我自己 在她说心悦我的时候 我明知道她说的是假话 我还是偷偷高兴了 妖妖 你说我是不是很没用 我瞧不起自己 真的 哪些眼里瞧不上自己 是我的错 早知道会这样 我就不所拥你整她了 不是你的问题 我知道你跟那些 看热闹的人不一样 你只是想帮我出口气而已 是我自己不争气 竟然还喜欢她 如果你还喜欢她的话 何不再试试看 能不能跟她在一起呢 我不敢了 上次我闹的笑话 已经够可笑了 我不想再闹出更大的笑话了 叶妖妖听了 也是难受 白纸柔这样最是苦的 不敢靠近 也受了很多伤害 偏偏却还是放不下 很难开始新的感情 其实今天这样闹一下 也挺好的 以后她应该会避着我 说不定她会觉得 我不是好歹 觉得她放下了深段演戏 跟我道歉 是想全我的颜面 但是我却反而骂了她一顿 不给她面子 接着她以后就更讨厌我了 我就更能努力忘记她了 啊 早知道会把纸柔的心情弄差 我就不该这么做的 也是脑抽了 怎么就忘了 纸柔还是很喜欢慕容卷呢 另外一遍 花园里头 韩紫霄和林雨晨都有点后悔 他们一个是想捉弄慕容卷 一个是想帮慕容卷 但是谁都没有想到 白纸柔竟然说得这么难听 当众一点脸面都没有给慕容卷 今日之后 慕容卷怕是都要被不少贵公子们耻笑 这要是换来了白纸柔的好心情 那也还好了 就当做是阿隽对不起人家 当做还债 哄人家开心 但是最后 白纸柔好像也是生气了 这事可真是没办好 阿隽 你也不要太伤心了 你若是忘不掉白姑娘 就再等一段时间 等她消气了 你再去试试 于雨晨 我就只希望一件事 那就是以后 你不要再抱我了 我跟白姑娘 错过就错过了 你不要再如此 弄得大家脸上都不好看了 好吧 既然阿隽都这么说了 那我日后 还是别再多事了吧 表哥 你怎么了 你怎么不说话呀 担心妖妖小姐自责 白纸柔刚才那个情况 妖妖小姐肯定也会后悔 不该建议白纸柔跟阿隽说话的 想到这里 韩紫霄就忍不住骂了慕容卷一句 都怪你酒后不干人事 是的 怪我 都怪我 有本事你刚刚别故意给我挖坑了 算了 打拨韩紫霄 还是忍气吞声好了 叶玄玄正到了这后院 听见了韩紫霄的话 她心里悟得有点酸 就算她当上了郡主 这几日不少贵公子们 都因此高看了她一眼 但是韩世子的心里 还是只有妖妖姐姐一个 但是这种酸楚 只是稍纵即逝 妖妖姐姐对她那么好 就算韩紫霄一辈子都不喜欢自己 只喜欢妖妖姐姐 妖妖姐姐也是她最好的姐姐 是她要一辈子维护的人 不会为任何事情更改的 只是这个时候 看着韩紫霄 她的心里 忽然就产生了一个很大胆的念头 这个念头 让她的心跳得非常快 如果她 想到这里 她拳头忽然一握紧 说不定这个主意是可行的 等妖妖嫁给了太子殿下之后 她一定要寻个机会 试试看 说不定就成了呢 叶妖妖喊自责是真的 但是好在白芷柔的情绪 没多久就已经平复了 还反过来 安慰了叶妖妖半生 一再跟叶妖妖讲自己没事 并且一再告诉叶妖妖 她其实很感激叶妖妖为她出气 而且白芷柔也的确是打心眼里高兴 有叶妖妖这么仗义的朋友 她当然舍不得看着叶妖妖自责 反而闹得叶妖妖哭笑不得 她知道 自己要是再自责下去 反而是令白芷柔不安了 故而便笑道 好了好了 我知道了 我不再自责就是了 你也别劝我了 这下 屋子里头的气氛 便重新欢乐了起来 倒是傅云沁 看着他们两个人这样 支着下巴 在边上说了一句 难怪老大不肯把我当最好的朋友 原来是因为你们两个 关系已经这么好了 一个不惜得罪慕容俊 也想给好朋友出气 最后事情发展得始料未及 另外一个人呢 担心对方自责 就赶紧反过来安慰起来 哼 可是就算是这样 我也是不会轻易认输的 白芷柔 你等着吧 早晚老大神变第一好的小姐妹 是我 就算我跟你已经是朋友了 但是在老大心里的重要性这一点上 我是绝对不会退让的 呃 你可真呢 瞧吧你厉害的 你是不是还想放话完毕之后 再插会儿腰啊 叶叶叶正准备让白芷柔 不要跟她一般见识 结果素来温柔的白芷柔 这会儿也微微一笑 看着傅云沁 十分强势地道 抱歉了 就算你如今也算我的朋友 我也是绝对不会退让的 叶叶是先跟我玩得好的 凡是都分一个先来后到 我是先 你是后 你想要取代我 站在叶叶叶身侧第一人的位置 那是不可能的 我也绝对不会让你有这个机会 啊 芷柔 你怎么 你怎么也开始跟她胡说八道 一起瞎胡闹了呢 这世上的机会呢 那都是自己争取来的 不是你让我没机会 我就一定没有的 你先等着吧 三年后 不 一年之后 老大最重视的朋友是谁 好 到时候我会证明给你看 她最要紧的朋友 依旧是我 哼 怎么 你会拍桌子 我就不会拍吗 话别说的太满 就怕你证明到最后啊 会被严重打脸 老大 你说是不是啊 只要我一直为你效力 一直跟随你的脚步 希望一天你会看见 我身上的闪光点 然后把我当成好朋友里的 第一人的 对吗 说着 傅元庆看向叶叶叶 白芷柔也看向叶叶叶 开口问道 叶叶 我们两个情谊 是绝对不容她这个 后来的人随便插足的 你最要紧的朋友 从前是我 现在是我 日后也是我 是不是 你现在就告诉她 让她赶紧死心 不要天天觊予 我在你心里的位置 做不切实际的梦 两个人都眼巴巴巴的 看着叶叶叶 暗处的天羽和天意 还有屋子里头的红鸾 和白芷柔 以及傅元庆的士兵 五个人都看得目瞪口袋 实在是没有明白 为什么两个女神 竟然都能为了叶叶叶 争风吃醋 而目的 竟然只是为了抢夺 叶叶叶身边 第一重要的朋友 这样一个位置 不过他们又想了想 以叶叶叶速来 对朋友的维护 能做她的朋友 还真的挺幸运的 忽然又有点理解 傅元庆和白芷柔 为什么非要 争出一个高下了 嗯 那个 要不你们两个人 先喝一杯茶 吃点水果 叶叶 你竟然不帮我说话 难道我们从前的情分 都是假的吗 难道她在隐形里 真的比我重要了 老大 你为什么也不帮我说话 我们这段时间 不是相处得挺好的吗 诶 那什么 要不我们还是先走吧 不行 不能走 你先把话说清楚 你到底站在哪一边 你到底认可谁 才是你未来最好的朋友 叶叶叶真的已经开始 一个头两个大了 到时候傅元庆这个时候 也珠子转了转 忽然就开始耍心机了 她瞪里掩埋纸柔 开口道 哎呀 都说白家的姑娘十分知书达理 善解神意 老大说她要先走 明显就是左右为难 你怎么还能继续逼迫她 一点都不体谅她呢 老大 你放心 我是不会逼你的 喂 你是什么时候 也开始学会了绿茶那一套 最可怕的是 你还把这套用在我身上 要不是我心里明白 你们都是喜欢男人的 我现在都有点害怕 傅元庆说完这话 还怕自己力度不够 想起来之前从姜月瑶身上 看见和听说的那些 装可怜的能耐 竟然还擦了一把眼角 故作可怜的道 我永远是最为老大想的 我是舍不得老大你为难的 老大 就算这个时候 你说出来你最在意的是她 以后也是她 我也是不会怪你的 因为我体谅你的难处 你这是一千里上身了 还是被姜月瑶够魂了 都学会这种招数了 我告诉你 这种招数偏偏别人有用 想骗瑶瑶 门都没有 瑶瑶能把他们两个的招数看穿 还能看不穿你的吗 你少给我演戏 古风欢托言情有声剧 独一小狂飞 感谢您的收听 火音声客出品 古风欢托言情有声剧 独一小狂飞 欢迎收听 第五百一十九集 那个 其实 大家都是很好的朋友 为什么一定要分出个高下呢 你们两个如此 大可不必 那个 你们两个都是我最好的朋友 这样说可以不 两个人大概也是终于看出了 叶瑶瑶的为难 好像叶瑶瑶不管是帮哪边 都会伤害另外一个朋友 行吧 我心里懂你是怎么想的就行 都是最好 就都是最好吧 老大 你的心我明白 不用多说了 也不用太为难 两个人都觉得自己很明白 并且都非常自信 叶瑶瑶看得出来 白芷柔和傅云沁 怕是分别懂了和明白了一些奇怪的事情 但是不管怎么说 两个人好歹是不吵架 也不拉着他帮枪 叶瑶觉得很满足 这样就够了 我的心思你们明白就好 好了 我们不说这些了 还是吃水果吧 好 老大 我来包你剥水泥桃 不能让他弄脏你美丽的手 这个傅云青 花样真是多 竟然还这样讨好叶瑶 当真是个要命的对手 不用了不用了 谢谢你 请让我自己来 一场吵闹 就在叶瑶瑶的努力之下 勉强算是平息了下来 白芷柔和傅云青之间的气氛 却是远不如之前好了 仿佛要是不看在叶瑶瑶的面子上 两个人都不想继续做朋友了 叶瑶瑶看着 只觉得额头隐隐作痛 如果这是在二十一世纪 她真的很想发个朋友圈说 好朋友都太在意我 想在我心里第一重要怎么办 有没有什么接到欢喜的办法 挺急的 在线等 叶家的宴会 办了三日就结束了 徐家接下来的这段时日 却变成了整个京城 最忙碌的人家 宣侯更是直接忙得要死 军务上有很多事情要忙 还要挨个投其所好 往各家送礼 希望能够缓和自己和各大十家的关系 可惜呢 一份礼物都没有送出去 每家都不收 宣侯简直是焦头烂合 天圣地还因为军务繁忙的当口 宣侯却是每天干这些 到处讨好十家的事情 十分不高兴 还把他叫到宫里冲骂里的 骂完了之后 宣侯才算是消停了一些 徐清清在家里 先是在祠堂禁闭 又是在房间里禁足 就这么被关了好几天 才被宣侯放了出来 就在这会儿 门房进来禀报 小姐 杨家小姐找您 杨家小姐 谁啊 杨雪宁 之前一直待在封地里头 根本就不认识这个人 对方来找我干什么 既然来了 就请杨小姐进来吧 是 没一会儿 杨雪宁就进了屋子 两个人先是打了招呼 见了李 徐清清 便单刀直入道 不知道杨小姐来 是有什么事 我是听闻 前几日在禁国公府发生的事情 特来关心一下徐小姐 你是关心我的 还是来笑话我的 徐小姐 你误会了 我怎么会笑话你呢 要知道 不仅仅你被禁国公府赶出门 我却是更惨 禁国公府致命 不要我们家上门道贺 我们杨家的丢人 可是半点都不比你们家少 此话当真 自然是当真的 徐小姐 若是不相信的话 出去打听一下 就知道我说的都是真的了 我在禁国公府 不过就是说了几句真心话 他们就半点气度都没有得将我赶走 你呢 你又是为了什么 得罪了叶家 我 跟徐小姐所差无几 我当初 不过就是跟兄文敏一起 说了几句实话罢了 爷爷要美事往七皇子府跑 明明就是他自己行为不检点 还不让我们说 甚至还对我们动手 若不是他欺人太甚 逼得我们走投无路 休免后头 岂会糊涂到花姐要他的命 这个叶妖妖 在京城这般横行霸道 却没有一个人能管吗 谁能得罪的其他呀 经过公府的嫡女 太子殿下的未婚妻 他自己身上 还有一堆圣民 从前他就很嚣张 如今走了一趟招难关 不知道是用了什么下做手段 让不少将士们都向着他 便是更加张狂了 你想想 这京城哪个女子 有她这等手腕和后台 都是没有的 自然也只能由着他欺辱了 说着 杨雪宁还握着徐清清的手 故作关怀的道 让我说 徐小姐 你也不要继续跟他作对了 我们真的惹不起他 谁说我惹不起他 我定会让他吃尽苦头 杨雪宁顿时在心中暗笑 嘴上却是开口的 徐小姐 你不要冲动 他是真的很难对付 我实在是担心你 你对付他不成 最后反而出事了 毕竟他可是有叶辰风 进国宫 太子殿下维护的 他急着有这些人维护 他就跟个不要脸的 狐狸精似的 不知道勾到了多少男人 这个京城能帮他 说话的贵公子 我一时半会儿 都数不清还有谁 之前他家四婶杨氏 就怀疑他是个狐狸精 但是最后 杨氏就上了断头台 现在想想 说他是个狐狸精 有什么错呢 经常那么多男人 就跟被他勾了魂一样 眼眸心瞎地帮他 他这便是更加猖狂了 哼 这有什么 我倒是要看看 他们整个 进国宫府都倒霉了 还会不会有 贵公子帮他说话 就算那勾人的本事 再能耐 也总该不会让 那些贵公子们 命都不要吧 让进国宫府倒霉 你这可是有什么妙策 这个你就别操心了 等着看结果就是了 这进国宫府还真的以为 他们说什么就是什么 想把谁赶出门就赶出门 想任谁丢进颜面 就让谁丢进颜面 哼 不给他们长点教训 他们怕谁就觉得 这个京城 当真就没有人能 奈何得了他们了 徐小姐 我觉得 你还是冷静一些的好 进国宫府 是真的得罪不得 以后这个京城 是不是害我 尽过功夫这回 人家都不一定 杨雪宁心里 还真是抓心脑肺的好奇 徐清清到底是想做什么 以及为什么 她能对自己的计划 如此自信 但是她也明白 自己知道的越少越好 这样徐清清 最后要是出了事 那也跟自己 没什么关系 为了彻底 把自己撇清 杨雪宁还故意劝道 照我说 你还是在京城晚几天 到处看看风景 过段时间 回风地去就算了 还是 莫要在京城惹事了 我实在是担心 你走错路 最后吃了大亏 毕竟真的没有人 能对付了他们 她这样劝了徐清清的话 就算徐清清最后出事了 杨雪宁也可以说 是徐清清自己糊涂 自己都劝了徐清清 不要做错事 徐清清偏偏不听 徐清清半点 都没明白杨雪宁的用意 她的心思 都已经被 对靖国公府的仇恨 还有自己 不能做郡主的愤怒 已经对叶夭夭 竟然能得到太子殿下 那样待她的极度占据 没人对付得了他们 那是因为之前的人 都不知道 打蛇打七寸 好了 杨小姐 我知道你是一片好心 你不要再劝我了 该怎么做 我自己有分寸 接下来的事情就是我们徐家 是我徐清清的事情了 还请杨小姐就当做什么都不知道 莫要走漏了风声 唉 我原只是来关心徐小姐 却没想到说了这一会儿话 徐小姐反而更加生气了 将来是我来错了 我还是先回家吧 徐小姐 你也消消气 不要为了他们家气坏了身体 我相信 徐小姐 是不会做什么措施的 所以 也没有什么风声可以走了 徐小姐 你早些冷静下来吧 杨雪宁堪称是步步为营 她这句话说了 到时候就算是徐清清出事了 有人问她 为什么没有率先上报 是不是因为她是徐清清的共犯 杨雪宁也大可以说 她是因为 以为徐清清只是说气话 早晚是会冷静的 所以就没有放在心上 然而徐清清 还是没懂她的心机 好了 杨小姐 我知道你是为了我好 你的想法我都明白 我是不会出什么事的 要出事也是叶家出事 你接着回家的话 我送你出去 不必了 徐小姐这几事 还是同我一样 被野家弄得心情不太好 你还是在家里坐着吧 喝杯茶消消火 我自己出去就是了 你就不用这样客气了 那好 既然杨小姐不需要我送 我就不送了 杨小姐路上小心 杨雪宁正在转身离开 走出了轩侯府的大门 杨雪宁的心情好得不得了 脸色都堪称使冲光灿烂 她的势必都忍不住 开口道 小姐 我们这样做真的好吗 上次您惹了事之后 老爷就一直不让您出门 您今日还从后门 特严溜出门 来找徐小姐说这些 这要是让老爷给知道了 唉 为了溜出来 家里的马车 自然都没敢乘坐 还是徒步走过来的 知道了又怎么了 父亲只是不让我对付 叶瑶瑶 说真的 我如今也是不敢惹 叶瑶瑶了 这个女人太凶悍 后台也太强硬 我自己心里有数 我是真的惹不起 但是 我自己不招惹她 我还不能借刀杀人 让别人收拾她吗 上次就是因为她在客栈当众打我 我们家已经许久没人在登门提亲了 我这辈子的姻缘 都被那个贱人给毁了 他们晋国公府一日不等 我就一日没好日子过 可是 小姐 没什么好可事的 刚才徐清清说要对付晋国公府 我还劝了她冷静 不要冲动 不要做错事 所以最后 不管她做了什么 那都跟我没有关系 无论如何 事情也是不会淋累到我身上的 你只需要收好你的嘴 不要在外头乱说些什么 给我添乱就是了 是 奴婢明白了 小姐放心 天 只是 高兴的杨雪宁 一点都没有注意到 此刻正有一双眼睛 盯着她 古风欢托言情有声句 独一小狂飞 感谢您的收听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第五百二十集 那是客栈的二楼 叶摇摇今日 亲自出来买材料 各个册封的宴会 已经结束好些天了 明日便是她跟美人太子的八日之约 所以该准备的东西 叶摇摇也着手开始准备了 只是没想到 东西刚刚买完 并说天气有些热 想要上客栈喝口水休息一下 这一低头 就看见了杨雪宁 从那边的巷子里头出来 她在二楼 自然是听不见杨雪宁主婆的对话的 便瞥了一眼红鸾 问了一句 杨家住在这边 嗯 不是呀 杨家住得离这边还挺远的 诶 杨雪宁怎么会在这里 她又是出来干什么坏事了吗 你说杨家住得离这边很远 那这么热的天 杨大人虽然是暂时停职在家 但也不至于家里已经困难到一辆马车都不能给杨雪宁乘坐吧 所以杨雪宁极有可能是偷偷出来的 要么是杨家不让她出门 要么就是她今日来这里 是有什么不可告人的目的 不能让杨家知晓 当然 也有可能两者原因都存在 小姐 那您说 她是想干什么 叶瑶瑶又盯了杨雪宁一会儿 这边是闹市区 看杨雪宁的样子 也不像是出来买东西的 因为她直接从那条小道上出来之后 就静止大步地离开了 叶瑶瑶的眼神便看向那条小道 那边倒是有不少大人家的府邸的 只是他们做的这个方位 很难看清楚每个大人们 府邸门口的牌匾 分别都写着什么字 叶瑶瑶扫了眼红栏 开口问道 那边住着些什么人 那边住着许多位大人呢 有内阁的王阁老 太医院的张女爷 户部尚书大人 还有因着我们家门口 开了冰糖葫芦和螃蟹的部子 而从我们家隔壁 前居到这边的几位大人 就只有这些 没别的了 事情因为没这么简单呀 只是红栏说的这几户人家 他真的很难听出什么毛病来 啊 对了 宣喉府也在这边 啊 原来是这样啊 小姐 是怎么样啊 杨雪宁这是对付不了你家小姐 所以要么是为了来找同盟一起对付我 要么就是想了一个借刀杀人的计划 正好徐家姑娘这会儿怕是恨我恨得要死 可不就是一把能让杨雪宁利用的好刀子吗 小姐 那您说 他们这是想做什么 暂且不清楚 不过也不用担心 你立刻去收买几个人 让他们这几日帮着盯着杨家和徐家 一旦有什么风吹草动 立即来抱我 小姐 您放心 努力这就去办 嗯 宣喉府 杨雪宁离开了之后 徐清清的势必看着她道 小姐 努力觉得 这杨家的姑娘怕是不安好心 你们从前也没有什么交情 她为什么就来安慰您呢 难道 这是因着所谓的同病相连 努力半点都不相信 怕是她自己对付不得叶耀耀 所以就找您当刀子使 你想太多了 她刚才可是劝了我好几次冷静 还劝了我静谷功夫不是好对付的 让我不要做错事 她要是真的想借我的手害人 她不是应该损用我做坏事才对吗 可 可是 哎 行了 不必再说了 我自己要做什么 我自己有分寸 不需要你来指手画脚 到底你是主子还是我是主子 当然是小姐您是主子 您千万不要误会 努力是半分都不敢禁阅的 还知道谁是主子就好 这几日你就寻个机会 帮我出去办一件事 说着 徐青青便小声交代了几句 势必听得脸色发白 小姐 我们真的要这样做吗 让你去做你就去做 记住了 别走落了风声 也别让我父亲知道 否则 我就扒了你的皮 是 红鸾办好了 叶妖妖吩咐的事情 叶妖妖便带着红鸾 暂且回家去了 红鸾看见自家小姐 姨父没把宣侯府 看在眼里的样子 她自然也是不怕 便开口问道 小姐 你买这些东西 是为了做什么 这个你就别问了 行吧 反正小姐如今秘密挺多的 第二天 叶妖妖就独自进去 折腾了一个下午 最后准备了一个大盒子 神神秘秘地放在了屋子里 到了晚上 叶妖妖早早地 就让红鸾出去休息了 耐心地等着天黑 美人太子出现 她上次那么认真地嘱咐了 让她今日来 叶妖妖相信 她是肯定不会爽约的 果然 刚刚天黑 她并听见了敲窗户的声音 她赶紧打开了窗户 殿下 你来了 先进来 慕容哲雪迪 却是有些疑惑 不知道这个八日之约 到底是为了什么 进了叶妖妖的屋子 还没反应过来是怎么回事 小姑娘 就忽然凑到她跟前 抱着她 殿下 生辰快乐 慕容哲雪一震 算了算日子 这才想起来 今日是她的生辰 因着这些年 她都不过生日 所以就没人跟她提 小安子怕提起她反而不悦 所以也没说 却没想到 她竟然记得 那么 她上次那么认真地要求换一天 改成八日之约 只是为了这个 就在这会儿 叶妖妖还点起脚 在她寡薄的唇盘上 亲了一口 殿下 这个吻 就是我的生辰礼物了 太子殿下还没来得及开口 叶妖妖便已经回头 看向桌子上的那个盒子 盒子关得好好的 所以也看不出里头是个啥 好啦 殿下我逗你的 那个才是你的生辰礼物 姑更喜欢这个礼物 所以 还要 更喜欢我的吻 还想要 所以 就自己亲过来了是吗 这也太会了吧 叶妖妖觉得自己心都俗了 太子殿下亲回来了之后 还身稳了她 因着心里的欢喜 实在是没办法遏止 似乎只有这样亲她 才能将这些愉悦的情绪 都表达出来 叶妖妖没一会儿 就被她吻得有点发昏 甚至有点缺疑 好在 就在她觉得身体有些不适的时候 太子殿下也已经停了下来 她美绝成桓的面上 没有什么表情 仿佛她就是一个情场老手 亲一下自己喜欢的人 没什么大不了的 但是红透了的耳朵 却是暴露了她内心的不自在 叶妖妖看着她 觉得有点好笑 刚刚才那样 好像会得不得了 让她以为太子殿下 是不是去哪里 学了一些红女人的法子 没超过三分钟 就暴露了清纯的本质 那殿下 我那份礼物你还要不要了 该不会更喜欢接吻 所以就让我这几日的苦心准备 付诸冬流吧 要 岂会不要 不仅想要 而且也很期待 更喜欢她的吻是真的 喜欢这份礼物也是真的 虽然不知道里头是什么 但不管是什么 都值得欢喜了 那殿下坐 我打开给你看看 保证是殿下没见过的 慕容哲学便也落座 清冷的眸光 却是一直落在 小姑娘好看的笑颜上 似乎她的生辰 她比自己还要高兴 她这样热烈的情感 比天地是月还要耀眼 还要令人神秘 叶妖妖正要打开盒子 也忽然抬眼看她 看她清冷的眼神对视 还故作神秘的道 殿下 我要打开了 好 一个新型的生日蛋糕 出现在她的眼前 上头用奶油写着 我最亲爱的殿下 生辰快乐 蛋糕的边上 还贴着漂亮的玫瑰花瓣 太子殿下 虽然不认识蛋糕 也没见过奶油 但是在看见 这个新型的东西 还有边上的花瓣 便已经明白 这是她对她的心意 她清冷的眸中 笑意更深 殿下 这个叫生日蛋糕 除了这个花瓣 其他都是可以吃的 这个是我亲手做的 上面这些东西叫奶油 我知晓殿下不是特别喜欢吃甜的 而奶油又比较甜 所以放的奶油不是很多 只是薄薄的铺了一层 殿下吃起来 肯定是不会腻的 我虽然是完全不会做饭 但是前世在闺蜜家待了几天 被闺蜜强行拉着 一起学过做蛋糕 在古代没有现代那样的器具 做起来麻烦了很多 但是好歹还是能完成的 嗯 这个是直接吃吗 叶瑶瑶把边上的蜡烛拿出来 古代是没有生日蜡烛的 所以这个蜡烛 是她特意找工人定做的 工人当时还奇怪 弄这么细的蜡烛有什么用啊 但是叶瑶瑶坚持 并且给了银子 工人自然也只好赶紧制作出来 这么细的蜡烛 也并不需要多少功夫 没几个时辰就弄好了给她了 叶瑶瑶拿着蜡烛 插在了蛋糕上面 设计真的看着慕容哲雪道 要先插上蜡烛 然后点燃 我给殿下唱个生日歌 然后殿下闭着眼睛许愿 这个愿望殿下不能说出来 只能自己知道 因为说出来可能就不灵了 许愿完了之后 殿下吹面蜡烛 我们就可以吃蛋糕了 好 祝你生日快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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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简单的歌 词都没几句 太子殿下就从来没听过这样的曲子 却觉得特别开心 一觉得此刻的夜夭夭 便像是世上唱歌最动听的百灵鸟 让她希望能将自己 变成世上最好的巢穴 能寒暑一居 能年年碎碎 令夜夭夭欢喜 让这只百灵鸟 愿意经过来安居 再不离去 殿下 唱完了 你可以双手合十 闭上眼睛许愿了 慕容哲学也听了她的 闭上眼 双手合十的许愿 轻轻 愿故生生世世 都能护你安好 古风欢托言情有声句 独一小狂飞 感谢您的收听 火音声客出品 古风欢托言情有声句 独一小狂飞 欢迎收听 第五百二十一集 好了 可以吹蜡烛了 慕容哲学吹灭了蜡烛 叶妖妖喜滋滋的道 可以吃了 叶妖妖把边上早就洗干净了 准备好的水果刀拿起来 递给了慕容哲学 殿下 你来切第一刀 因为你是兽型 所以你不仅要切第一刀 还要吃下第一块 这个是必须的 你一定要听我刀 好 叶妖妖既然说了 一定要听她的 慕容哲学自然会听 她接过了刀 却是不知道 如何切才是对的 毕竟的确是没有见过这个东西 不过好在 叶妖妖倒 殿下 随便切一下就好了 都可以的 太子殿下 这才松了一口气 在上头切了一下 接着 叶妖妖就把她手里的刀子 取了过来 把盒子夹层里面 放的碟子 和定制的铁质勺子 都取了出来 很快地切下了一块蛋糕 递给了她 殿下 这一块你来吃 用勺子弄一口下来 直接吃就可以了 嗯 慕容哲学也学着她的样子 吃了一口 叶妖妖看着她吃下去 立即眨眨眼 看着她问道 殿下 怎么样 好吃吗 叶妖妖自己吃了一口 觉得还是可以的 虽然没整出什么绝世蛋糕的味道 但是应该是没有什么错处的 就是不知道 她是不是吃得惯这种东西 嗯 好吃 语气还是一贯的清冷 但是她嘴角的笑意 却是藏都藏不住 叶妖妖顿时便开心起来 哼 殿下觉得好吃就好 那我就放心了 这么大一个 我们肯定是吃不完的 不如我们遵一些给 顾吃得完 这是叶妖妖亲手给她做的蛋糕 太子殿下谁也不会分 叶妖妖看了一眼 这么大一块蛋糕 想着她既然坚持说吃得完 那就让她吃吧 毕竟她是兽星 兽星说了算 想到这里 叶妖妖还走进屋 拿了一个小瓷瓶 递给了她 殿下 这个 呃 你要是到时候吃太多 撑住了 肚子不太舒服 就吃一颗 这是应当觉得尴尬 还是应当感谢她的体贴呢 慕容哲学没伸手去接 叶妖妖便主动上去 把瓷瓶塞进了她的袖子里 笑盈盈地倒 殿下 收下吧 没什么不好意思的 就算今天没有吃撑 下次你什么时候吃太多不消化 也能用上呀 太子殿下看了一眼 这么大的一块蛋糕 想了想 就算有她帮忙吃一些 可剩下自己全部吃完 也许还真的会有些撑 便没有拒绝她的好意 做完了这一切 叶妖妖就做回了原位 同她一起吃蛋糕 吃了一会儿之后 叶妖妖忽然笑着道 殿下 会不会腻啊 要不要我把你蛋糕上的奶油 都刮下来 嗯 不必 看着她一态优雅 看着她一态优雅地吃蛋糕 叶妖妖只觉得 一万个伤心悦目 难怪众人都说 美人太子的风仪 绝世无双 她就是吃蛋糕 都好看的 像是一针针画 让叶妖妖简直食欲大增 充分地明白了 什么叫做羞涩可餐 于是吃不到她的人 只好 又帮着她吃了一块蛋糕 免得真的把她给撑坏了 叶妖妖又吃了一口之后 忽然忍不住又想皮了 伸出手 蘸了一点奶油 就抹到了她的脸上 慕容哲学还没来得及擦掉 叶妖妖就凑过去 直接亲上去 把她脸上的那点奶油舔掉了 还满意地道 殿下 好甜啊 也不知道是奶油甜 还是殿下甜 轰的一声 太子殿下的面色 顿时红了一个彻底 看着叶妖妖得意的小模样 她倒也伸出手 沾了些奶油 抹到了她的唇上 叶妖妖一愣 还没反应过来 神就被她给拉到了怀里 狠狠地亲了下去 她抱着她腰的胳膊 也一寸寸收紧 叶妖妖都能听得出来 随着这个吻加声 她的呼吸也在渐渐紊乱 足足半晌 一吻作罢 她唇上的奶油 也不知是被她们谁吃下了 叶妖妖的脸色 顿时有点红 这家伙静神 她还真有点始料未及 还能吗 哎呀 殿下 你这是在报复我 顺便威胁我吗 你以为你这样 我就不闹了吗 闹一下你就主动轻我 其实你这是在鼓励我闹啊 慕容哲雪怕是难战上风了 她也知晓 自己的身体有了反应 怕继续这么闹下去 最后折磨的是她自己 她也只好扶了软 抱着她 淡淡地道 别闹了 不闹也可以啊 那殿下说句好听的 甜言蜜语一下 我就放过殿下 叶妖妖其实也就是说说 今日可是她的生产 自己定是不会让她不高兴的 她要是为难的话 叶妖妖就立刻说算了 所以叶妖说完这话之后 便小心地看着她的表情 等着她的反应 慕容哲雪默了一会儿 看着她小心翼翼观察自己表情的样子 心里很清楚 她是想听好听的话 却也不想令自己不快 她这样待自己 自己又怎么舍得让她失望呢 所以说出甜言蜜语 虽然的确是令她有些不自在 她还是微微红着面颊 看着她 道 清清 比奶油甜 哎呀我的妈呀 我是不是听错了 殿下 你刚刚说什么 再说一遍 你 很甜 同你在一起 每一日都很甜 这段事 是顾着一生里最开心的时光 清清 谢谢你 慕容哲雪并没有顺应她的要求 去重复之前的话 却是把自己 在心中藏了许久的心意 都忍不住告诉了她 话到此处 她抱紧了夜夭夭 把她按进自己怀中 你是骨折十多年 青灰的岁月里 唯一绚丽的色彩 夜夭夭一点都没有想到 她竟然会忽然说出这么多 她觉得自己的心跳得特别快 开心又紧张 一时间甚至高兴的 不知道说句什么好 忍不住就回报了她 在她胸口蹭了好几下 笑着道 殿下 你把自己的心意告诉我 我真的很开心 特别开心 如果你一直都这么坦诚就好了 我就能知晓 自己对殿下来说 意味着什么 不过殿下 如果哪天你不喜欢我了 你一定要告诉我 这样的话 你免得我还缠着殿下 造成殿下的困扰 那可就 不会有那一天 好 我相信殿下 若有那天 你不喜欢过了 不要告诉过 夜夭夭一愣 完全没想到她会这么说 见她没出声 她清冷的声 富有响起 姑甘愿被你欺骗一辈子 若真有那一日 不要说出来 也不要走 就当是怜悯也行 好不好 夜夭夭一时间诗语 之前红蓝说 美人太子可能喜欢她 比她喜欢美人太子更甚 她不以为然 觉得红蓝是在瞎说 她对于自己对她的感情 还是非常有信心的 真的就是愿意生死相随的 可是 如果她不喜欢自己了 夜夭夭是会选择离开的 尽管再难过 都会离开 可她呢 她却说 如果自己不喜欢她了 希望自己一辈子都瞒着她 哪怕只是当作怜悯 她也舍不得放手 夜夭夭想不明白 自己到底是怎样的运气 才能得到她这样的爱 殿下 我不会因为怜悯 跟你在一起的 慕容遮血一正 清冷的眸子略过几分失望 然而 下一瞬 那眼神里的光又亮了起来 因为夜夭夭笑着说 因为我确定 这辈子 下辈子 下下辈子 生生世世 我都会因为爱 跟殿下在一起 怜悯是什么玩意儿 不存在的 我对殿下的感情 永远不需要用上怜悯这个词 不会有一天我不喜欢你的 肯定不会 爱你这件事 就算生命终结 也不会停止 因为她很确定 如果她们一辈子都能这么好的话 那么自己百年之后 要离开这个人世的时候 一定会很期待 她们来生再遇 所以 就算到了死亡那一刻 这份爱也不会落幕 慕容遮血忍不住再次抱紧了她 夜夭夭又觉得 自己的腰被勒疼了 但是她这一次并没有提醒她轻一点 因为她知晓 她现在这样 肯定是特别开心 所以在能忍受的前提下 她还是决定稍微忍一忍 嗯 她就是这么一个 善解人意的未婚妻 好在 太子殿下没多久 便已经反应过来 不需要她的提醒 便微微松看了对她的前置 然而慕容遮血 却还是能看出 她表情有意 疼不疼 不疼 算了 也不是很要紧 还是别让她担心了 她美绝尘寰的清冷面容上 很快地浮现出歉意 她心中也有些微微地懊恼 殿下 真的没关系 我知道殿下只是开心 你也不是故意的 我也没什么事情 而且殿下这样开心 我也很高兴啊 殿下生辰 就是要开开心心才好 让殿下高兴 就是我今日最重要的事情了 好了 我们不说这些了 来 殿下 笑一个给我看看 叶瑶瑶其实也就是这么一说 她素来都是一张冷脸 很少笑的 就是笑了 大部分的时候 也就是嘴角微微上扬 一个极小不易察觉的弧度吧 所以她根本就没指望 美人太子会如何笑给她看 想不到的是 她这话一出 美人太子仅看着她 真的笑了 是毫不遮掩地笑 她今日的确也很开心 这笑容也是发自内心的 原因就是极好看的容貌 笑起来 并像是冰山上的雪 都在这一瞬间融化 就是开马里一整座山的雪莲花 怕也比不上这笑容的十之一二 叶瑶瑶看完了之后 脸色忽然变得有些凝重了 哎 殿下 你以后还是别随便笑了 不好看吗 不是 是太好看了 我觉得我的鼻血 有点绷不住 它好像已经流出来了 妈的 真是蓝颜祸水 别说我夸张 我真的一点都没有夸张 它的确就是要人命的好看 就是有这么俊美 它平常就已经好看得令人忘记呼吸了 而笑起来的时候 多看一眼都会让人流鼻血 叶瑶瑶微微仰着头 抹了一把鼻子 这才算是把鼻血给憋了回去 太子殿下记得 之前有一回 叶瑶瑶给它上药的时候 似乎也流过一次鼻血 但不管怎么说 太子殿下知晓了自己的容貌 它是喜欢的 知晓自己对它是有吸引力的 便也松了一口气 只是它也看着叶瑶瑶 道 叶瑶瑶 姑这算是以色待人吗 古风欢托言情有声句 独一小狂飞 感谢您的收听 火音声客出品 古风欢托言情有声句 独一小狂飞 欢迎收听 第五百二十三集 叶瑶瑶 姑这算是以色待人吗 太子殿下竟觉得 真有点像 他得操心着 喜欢美男子的叶瑶瑶 是不是会一直都喜欢他的脸 并且 只喜欢他的脸 以及 他希望最好世人 对他的评价都是真的 最好他的容貌 当真是世间一绝 无人可比 这样就不必担心 他被更好看的美男子 抢了去 叶瑶瑶被他噎了一下 万万没想到 他竟然能说出这么一句话来 他沉默了好一会儿 有些嫌弃地开口道 殿下 你还好意思 说你以色是人 你别说从来不愿意陪睡了 就连脱个衣服给你上个药 你都遮遮掩掩的 好色生怕被我占了什么便宜 现在还厚着脸皮说你以色是人 这真的不是在逗我 慕容遮雪被他这么一说 他竟然真的有点怀疑 自己是不是一直表现得不是太好 难以令人满意呢 不对 不能被他带歪了 他们还没有成婚 他不陪睡 也不随便给看 这是对的 只是这个时候 看着叶瑶瑶嫌弃的眼神 他一时间 眼神都有点闪躲 不好意思地看叶瑶瑶 面颊也有些微微发烫 早知道会是如此 他就不该开这个话题 殿下 这要真的是以色是人 你这完全就是差评好吗 顾知道了 慕容哲学冷冷清清的 听起来好像还有点委屈 看他对自己有了清醒的自我认知 知晓 他以色是人的非常不合格 叶瑶瑶也不继续吐槽了 倒是看着他笑道 所以殿下 你别傻了 你这不是以色是人 咱们这完全就是爱情 是真感情 知道了吗 嗯 不过你这么一说 我还是挺期待大婚之后 看殿下是不是真的会以色是我 算了 早晚都是会得到殿下的 要说期待殿下以色是人 其实也没说错 说着 叶瑶瑶的笑容都变得细血了起来 一双桃花眼更是撩人得很 就这么一眨不眨地盯着他 太子殿下被叶瑶瑶这句话 撩得浑身发热 他这样的眼神 也伤太子殿下躁得慌 他便伸出手 遮住了叶瑶瑶的眼睛 不让他继续这样盯着自己 静静 我们说点别的 他贸然说起以色是人这个词 真的是大错特错 叶瑶瑶忍不住闷笑起来 也不继续逗他笑着开口道 好 那说别的 殿下想说点什么 殿下刚刚开始问我 自己是不是以色是人的时候 是不是其实根本没想到 我是这种反应 慕容哲学没出声 但是叶瑶瑶知晓 自己是猜对了 叶瑶瑶摸了摸下巴 又接着道 那我再推断一下 殿下当时提起这个话题 应该是为了什么呢 是不是因为殿下担心 如果我喜欢的只是殿下的容貌 如果殿下跟我在一起 只算得上是以色是人 那么你眼下以色是人 未来会不会色衰爱池 慕容哲学依旧是没出声 但的确又被他猜对了 这令他博虫微眯 神色也有些不自在起来 而叶瑶瑶伸出手 把他遮自己眼睛的手拨开 抓在自己的手里 指尖挠着他的掌心 就跟挠在他心上一般 啊 殿下不反驳 那就是我猜对了 殿下是真的担心色衰爱池了 殿下放心 我绝对不是那种渣女 就算殿下目前以色是人的 让我不是很满意 但是色衰爱池这种事情 也是不会发生的 因为我是一个重情重义 深爱殿下的好宝宝 殿下 你要不要亲我一下 你做鼓励 叶瑶瑶的话说完 慕容哲学寡博的唇 便印在了他的唇上 干脆的不像话 两个人亲了一会儿 他才算退开 叶瑶瑶伸出手 指尖落在自己的唇上 笑看着他道 殿下 我一说你就亲了 这么干脆 我怀疑你是不是一直就想亲我 是 话说完 慕容哲学耳朵也有些威慑 不敢继续看他 承认这种事 的确是令人不自在 但是如果他坦诚一切 能令小姑娘高兴的话 他也愿意去做 用了这一个字 怕他又调侃自己 慕容哲学便转移话题道 啊 蛋糕还没吃完 那殿下 你是希望我回自己座位 咱们各吃各的呢 还是就坐在殿下怀里 时而不时地 同殿下互相喂对方一口呢 叶瑶瑶这话 也是坏得很 故意问的 也没啥 这还不是之前有那么一回 他没有坐到他怀里 这个人竟然强行说 他是想坐过去的 还自己动手 风衣足食一样的 拉着他的胳膊 让他抱着他 所以他这又是在调戏他 慕容哲学岂会不明白 他这点小心思 叶瑶瑶知晓了他的性子 便成天以逗他为乐 他没有回答叶瑶瑶 这个明显挖坑的问题 修长的手便直接伸出 将桌上的蛋糕拿起来 用勺子取了一块 送到他唇边 道 故为你 没有正面回答 却是用行动表示了 他决定喂他 那么也就意味着 是坐在他怀里互相喂 他不避讳他自己的座位了 叶瑶瑶张口就把这口蛋糕 吃了下去 并且忍不住又笑了起来 殿下 你觉得 是我喂给你吃的时候 你心情比较好 还是你喂给我吃的时候 你心情比较好 姑喂你的时候 殿下 真巧 我也是这样觉得 太子殿下看了他一会儿 寡博的唇角淡扬 也张了口 将那块蛋糕吃了下去 叶瑶瑶吃了三块蛋糕 有点吃不下了 剩下的 他以为他应该是吃不完的 毕竟他今日来的时辰 应该是吃过晚饭 没到三小时 但是没想到 他就真的把蛋糕给吃完了 叶瑶瑶不由地开始想 幸好自己只是做了一个单层蛋糕 而且只做了十二寸 没有做个十六寸的 叶瑶瑶担心地看了他一眼 问了他一句 殿下 你真的不必 现在就吃点药吗 不必 虽然的确是有些撑 但是也并不是很难受 叶瑶瑶看着他 也没有什么口是心扉 逞强的意思 倒也放了心 准备把桌上的碟子和勺子 都重新收拾到了盒子里头 这些东西 原就是他屋子里头的 所以也不必同往常一般 需要他帮忙带走处理 然而太子殿下却是起了身 修长好看的手 取过了他手中的餐具 帮着他收入了盒子里头 俨然就是摆明了 能他来动手做的事 半点也不希望叶瑶瑶动手的意思 叶瑶瑶也没有辜负他的好意 并看着他把东西都收好 他便抓了他的手过来 直接便撩起了他的袖子 看了一眼 你 放心 我只是看殿下胳膊上的伤 是不是好全了 上次在山上 为了救苏药 他可是被烧伤了 他回来之前 也是交给了他不少药 嘱咐了他回宫之后 要好好抹药的 如今 也是到了验收成果的时候了 太子殿下听他这么说 面上的飞色 才算是平缓下来 叶瑶瑶看了一眼 发现手臂很光滑 的确是没有伤了 他也松了一口气 看来恢复得很好 叶瑶瑶 上次你给姑买衣服 似是忘了个细节 其实他当时满心 都是他给自己买衣服这件事 也把细节给忘了 但是回宫之后 他越想越不对 这件事情在心里放了许久 太子殿下还是觉得 今日毕竟是自己的生辰 如果说出来 他说不定会看似 今日时间特殊的分上 不仅不会不高兴 还会把当初那个遗漏给补上 嗯 殿下 什么细节 当时不是买的还挺好的吗 那些衣服穿着都挺好看的 唯一不太完美的是 他那天身上没带银子 最后是他结账 但是叶瑶瑶觉得 他特意提起的细节 绝对不会是谁买单这种事 因为这个家伙 从来就不喜欢 自己跟他把谁的银子 分得那么清楚 所以 他说的是什么事 你没注意到 你这个样子 我要是承认我没注意到 也完全不知道你在说啥 是不是在你心里 就是我不在乎你的实锤了 于是 叶瑶瑶抽出了一下嘴角 正好自己想 这种感觉 就好像是他犯了个错之后 想知道女朋友为什么不高兴了 但是对方不肯说 所以只好自己猜来猜去的凄惨直男 就在叶瑶瑶绞尽脑汁 抓耳挠塞了好一会儿 也没想出来一个所以然之后 他正想着 自己是不是干脆低下头认错 坦诚地说 自己真的没有注意到 好好忏悔算 可是这一低头 他就看见了自己的鞋面 鞋 叶瑶瑶悟地抬眼 看向慕容哲学 开口问道 啊 殿下 那日我是不是忘了给你买鞋 嗯 苏又都有鞋 在那个包袱里头 肯定是他买的 他为什么没有啊 叶瑶瑶的内心 顿时有种无脸的冲动 一点都没有想到 还真的被他给猜对了 他竟然连这个都要在意 叶瑶瑶瑶立即一脸正色 果然太子殿下听完之后 也的确是很满意 寡博的唇角也都忍不住淡淡扬了扬 好 看了一眼外头的天色 已经过了子时 他的生辰也已经过了 顾前回宫了 好 殿下 今日你的生辰 过得开心吗 嗯 开心 那就好 我知晓殿下 这些年的生辰 都是不怎么过的 所以就跟平常日子一样 怕是殿下都忘了 今日是你的生辰 不过殿下你放心 我是不会忘的 日后你的生辰 我来陪你过 一定让殿下每一年都高高兴兴的 好 慕容哲学伸出手 揉了揉小姑娘的发 清朗的眸中 都是罕见的笑意 看她的眼神 也是极尽温柔 她对慕容哲学来说 是珍宝 是情爱 也是救赎 她没了母后和皇兄 也不得父皇喜欢 已经没有一个至亲 会在意她的生辰是哪一天 但是 叶妖妖在意 并将一直在意 叶妖妖看得出来 太子殿下是真的高兴 她便也放心了 那好 殿下 我就不耽误你了 你先回宫吧 嗯 古风欢托言情有声剧 独一小狂飞 感谢您的收听 火音声客出品 古风欢托言情有声剧 独一小狂飞 欢迎收听 第五百二十三集 昨日是姑的生辰 是啊殿下 可是您不是早就吩咐了 您不过生辰了吗 所以奴才没有做任何准备 这 殿下该不是要因为自己都没张罗这个事情 而不高兴吧 不必你们准备 轻轻给姑庆祝过了 不是殿下 所以您特别回来说这个 目的只是为了塞狗粮是吗 好的殿下 奴才已经明白了 您以为这样就能伤害到奴才吗 并不能 奴才只是一个对爱情没有追求的 平平无奇的 太监 生气 慕容遮雪离开了之后 叶瑶瑶出了一趟自己的屋子 将盒子交给了院子外头守护着的护卫 让护卫送去厨房 便哼着歌 好心情地回去睡觉 他觉得 自己好像越来越懂爱了 爱一个人的时候呢 看见对方高兴 他的心情 甚至会比对方更好 今天看见美人太子那么开心 他觉得自己周围的空气都是甜美的 几日之后 下午 叶瑶瑶正在院子里头看书 红卵急匆匆地进屋来了 小姐 您让奴婢安抬到 在宣侯府和杨家府里那边盯着的人 终于是盯出一些动静来了 哦 说说看 是哪家开始作妖了 干了什么 红卵很快地 就把消息同叶瑶瑶说了 叶瑶瑶笑了笑 开口问道 哥哥此刻在什么地方 世子应该是在陪长颖国的使团吧 长颖国也是奇怪 按理说过来观光 十天半个月就应该走了 但是之前还没半点要走的意思 就跟要在我们天圣常住似的 虽然我们天圣也不是没地方给他们住吧 但总是让人觉得有点奇怪 八成是那位郡主 对哥哥还贼心不死 舍不得走呢 哎 倒是苦了那位成颖国的皇子 怕是早就想离开了 这样 你去跟哥哥说 让哥哥派几个人去办点事 宣侯府 徐晶青在家里 好心情地等着消息 她相信 只要自己散播出去的消息传开了 陛下肯定会厌弃静国功夫 到时候静国功夫就完了 叶瑶瑶就再也没有什么得意的一平 各大世家也不会再为了一个已经倒了的静国功夫 跟自己家里做对了 然而 等了三个时辰 已然黄昏 天都已经快黑了 她都没有等到自己的士币回来 哎 你出去找找 显儿怎么还没回来 按理说这个时辰 事情已经办妥了呀 难道是出什么岔子了 士币立即应下刚准备往外走 就在这个时候 前院忽然传来了动静 管家姐姐忙忙地进屋来 小姐 侯爷请您去一趟前院 让您赶紧去 不得耽搁 发生什么事了 奴才也不知道是发生什么事了 但是这会儿静国功夫的人来了 大离寺的人也来了 都说是来找您的 侯爷其实还想问 您是不是背着侯爷干了什么事呢 徐清清对时就觉得 有点腿软 他今日的确是干了一件不太好的事 小姐 您还是赶紧的吧 大离寺卿说 若是您一处乡不出去 他就不客气了 要派人进后院来抓人了 徐清清听到这里 自然是明白 自己这是跑不掉了 所以只好哆嗦着 跟着管家一起往前走 这到了前院 就看见了夜尘峰 夜夭夭 大离寺卿 一个面生的姑娘 一众官差 而她的势必心儿 这个时候正被人捉拿着 还有一些乞丐和几个小孩子 也都被控制着一起带来的 这一下 徐清清的腿越发地软了 宣侯此时此刻 也是一头雾水 半点都没明白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见着徐清清出来了 她才看向大离寺卿 开口问道 大离寺卿 到底是出什么事了 你竟然亲自来我府上 还说出一注香清清不出来 就要去后院抓人这种话 还有 我府上这名 势必是犯了什么挫挫 怎么就落到你们手中了 不管怎么说 我这儿也是宣侯府 堂堂的侯爷府邸 就是要搜查 也要有陛下的旨意 你们不把社情说清楚 本侯不仅现在就要把你们赶出府 还要去陛下面前上告 宣侯从跟晋国公府抢救关系失败 还被陛下骂了一顿之后 他就已经放弃了对这段关系的挽回 眼下他只想保全自己府上的颜面 若非是大理寺卿来此 带了太多的人 看着笑是大事 贸然起了冲突不好看 他早就已经让府兵赶人了 这个时候 徐清清也跟着诈呼道 父亲说的是 我们这里可是侯府 你们嚣张什么 还有 你们晋国公府的人 也跟着来干什么 我们家可不是你们仨爷的地方 上次你们将我赶出了晋国公府 今日也好意思来我们家中 管家 你现在就把他们赶走 你笑什么 有什么好笑的 我是在校有个人本来是想作妖 结果水花都没来得及翻起来 就要落网了 徐小姐 你说这个人可怜不可怜 你说这话是什么意思 叶瑶瑶没有回答 到时大理寺卿 先帮叶瑶瑶把这个问题回答 他看着轩猴开口道 轩猴 来捉纳徐清清是陛下的意思 我一个小小的大理寺卿 地位远不如侯爷 若非是有陛下的旨意 下官也断然不会来宁府上抓人的 侯爷若是有所不满 也可以去寻陛下 下官不会有什么愿意 陛 陛下 宣侯爷懵了 回头就看着徐清清 扬声斥责道 你到底做什么了 怎么就连陛下都惊动了 能惊动陛下的 那绝对不是一件小事 自家女儿 该不会是做了什么谋逆的蠢事吧 可是 应该不能呀 他哪里来的这个本事谋逆啊 嗯 宣侯 徐清清派了自己的士币出去收买乞丐 还有这些孩子 传靖国公府的谣言 魁的靖国公府早有察觉 叶将军派人去捉挡他们 并请了金兆福尹一统前往 在此士币收买第三批人的时候 将这士币抓了一个现行 此事众目魁魁是无从狡辩的 想用流言来对付靖国公府 这势必自然是要多收买几批人的 所以 他在找到第三伙流氓地痞的时候 就被叶晨峰派去的人 还有金兆福尹 当场活捉了 叶晨峰也不由得 感叹也要要聪明 他让红卵来找自己 派人去让金兆福尹抓现行 这样也省了许多麻烦 馨儿这个时候 是完全狡辩 都狡辩不出一句话来 低着头 哭丧着脸道 小姐对不起 这奴编没有用 你说对不起我是什么意思 这是你自己去干的 跟我有什么关系啊 难道你还想勾陷我不成 徐清清 本官劝你还是不要狡辩 这丫鬟 是你的贴身士币 与你家签了死器 没理由勾陷你 而且他收买这些人 也花了不少银子 弃笔钱 不是他一个丫头能拿了出来的 而且 你与靖国公府有过节在前 所以也有作案的动机 眼下动机俱载 人证物证俱全 如果你还是要狡辩 就只能带去大理寺受刑了 徐清清 咽了一下口水 大理寺的刑罚 他也不是没有听过 进去的人出来了之后 那至少都是要脱掉几层皮的 宣后回头看向徐清清 铁青着脸色闻道 说 是不是你做的 父 父亲 我 我 他是不想成人 但是 他也怕受刑啊 于是支支吾吾的 半嗓都说不出口 而他这副样子 宣后就已经明白了 肯定是他做的 宣后深呼吸了一口气 气得脸色发绿 仰手就是一耳光 直接就把徐清清 扇到地上去了 他一个武将出身的人 一巴掌就把徐清清的脸 彻底打肿 牙齿都掉了两颗 一嘴的血 父亲 他从小就没挨过打 今日第一次挨打 就是当众被打就算了 还被打得这么重 疼得要死 他岂能不哭 宣后却是对他的哭声 没有半点怜悯之情 他打满了之后 便看向叶辰锋 拱手道 叶将军 是这个逆女武装 他收买人在外头 传你们府上的坏话 的确是他不对 可此事 其实就是我们两家之间的恩怨 不如我们还是私下了结 不要请陛下胜财了吧 宣后觉得 眼下陛下派大理私卿来抓人 应该只是因为静国公府的人 去找陛下告状 请陛下做主 而这件事情 也的确就是他女儿做得不对 陛下必须要给静国公府的人面子 所以才闹这么大 但是 如果静国公府愿意私了 陛下想必也是觉得 多一事不如少一事 让他们自己解决算了 这样也免得闹到陛下跟前 让陛下对他们宣后府的印象变差 陛下前几天才骂了自己 宣后实在不想陛下对自己更失望 宣后 此事恐怕不能私了啊 为何不能 谢将军 你虽然兵权在握 是兵马大元帅 但本侯地位也不低 年纪上 更称得上是你的长辈 就是给我们宣后府一个面子 又是如何 难道一定要闹得这么大 这么难堪 闹这么难堪 让京城的人都觉得 静国公府小家子气 让陛下也觉得 不过是一点小事 你们就要惊动陛下 这样你就满意了吗 本侯知晓 年轻人难免年轻气盛 但是你如此树敌 对你也不是什么好事 叶将军不如好好想想本侯的话 不要被女人唆使了 就做出了不理智的事情 她没说这个女人是谁 但是叶瑶瑶很明白 这个人 就是在暗指自己 说自己唆使哥哥来收拾徐青青 并且还不让哥哥山把干修呗 叶瑶瑶看向轩猴 开口道 我就说徐小姐在我们家做客的时候 喜欢寒沙摄影 阴阳怪气的嘲讽人 这个习惯是从哪来的呢 原来是遗传呢 轩猴也是这等人 不知道轩猴口中 这个唆使我哥哥的女人是谁 是我吗 轩猴背叶瑶瑶的话 起堆的脸色轻一阵白一阵 但是她的话 也的确是说的寒沙摄影 她也没什么能辩驳的 摄于叶瑶瑶是未来太子妃的身份 她只敢暗示 也不敢明说什么 所以眼下也只敢道 叶瑶小姐多虑了 本侯不是说你 边上的银沙郡主倒是乐了 这里同叶将军一起来的 就我们两个女人 不是说她 那是说谁 难不成是说我 本郡主不过是听说 有个女人竟然如此大胆 陷害你们天圣皇朝的骨功之臣 就过来瞧个热闹 没想到 这就被人怀疑上了 我们成瘾国 什么时候得罪你们宣航府了 不 也不是说你 是本侯失言了 本侯说错话了 其实宣侯想说谁 都并不重要 因为这个事儿 就是我们晋国公府享私了 陛下也是不会同意的 古风宽托言情有声剧 独一小狂飞 感谢您的收听 火音声客出品 古风欢托言情有声剧 独一小狂飞 欢迎收听 第五百二十四集 宣侯一愣开口问道 为 为何 因为徐清清 让人在外面散播的谣言 虽然是针对靖国公府 但却是大逆不道 你 告诉宣侯 这名势必花钱 让你说的谣言是什么 大理寺清说着 就随便指了一个乞丐 那个乞丐站出来 看着宣侯 哆嗦着开口道 就 就是说 靖国公府 在京城飞扬跋扈 就是因为一直都没将陛下看在眼里 叶辰风手握大军 就是颠覆黄泉都不成问题 这个天圣 迟早是要姓叶的 宣侯脸一律 这不就是在暗示靖国公府 要谋反吗 还有 天圣迟早要姓叶 让陛下知道 有人在外头传这话 陛下怕是要气死 大理寺清 又指向边上的一个小孩子 开口道 你 也把这势必教你说的话 说给我们听一听 他说 让我们说 我们昨天晚上做了一个梦 梦间 靖国公大展神威 亲手杀了一条龙 这下 宣侯的腿跟着软了 这是在暗示 靖国公弑君 竟然还详细地说了 是杀了一条龙 杀了 这不是在诅咒陛下吗 叶妖妖看着轩猴 面色难看 甚至都已经有些 站不稳的样子 慢声开口道 所以轩猴 你明白了 这可不是一件小事 你女儿分明是想 害我们靖国公府 被满门抄斩 扪心自问 轩猴 若是有人这么设计 你们轩猴府 你能忍住 说此事算了 我们私下了结吗 轩猴设身处地了一下 又闷心问完了自己 知晓 自己根本办不到私了 于是忍不住 回头又踢了 徐清清一脚 一脚踢中了内斧 徐清清直接就吐了血 这回倒在地上 哭都哭不出来了 我还以为 你不过就是对靖国公府 说了几句不好听的 没想到你竟然敢让人 传这种谣言 你想死你就自己找一根绳子 吊死啊 我们家后院到处都是树 哪一棵吊不死你 你要整出这些事情来 害我们全家 你要是不会上吊 我派几个人来帮帮你啊 徐清清现在疼得说不出话 但是眼下听了父亲的话 他不仅觉得身上疼 也还觉得心里疼 心如刀割的那种疼 堪称是难受的足以致命 叶晨凤也看着宣侯道 所以侯爷明白 此事并非是我靖国公府小去了 至于侯爷方才说啊 你的年纪能做本将军的长辈 恕我直言 侯爷这样的长辈 我们靖国公府并不想高攀 侯爷若是有给人做长辈的爱好 可以去其他人问问 看可有人愿意 宣侯为叶晨凤这句话 怼得脸色又是难看不已 眼下莫说是托打做别人的长辈了 他觉得徐清清说出这种气话 分明是想害他们全家 一起给靖国公府当孙子 此事 此事真的是这个逆女做错了 都是我们宣侯府的错 叶将军要杀要打 都息听尊便 还请将军一会儿在陛下面前 为我们宣侯府媚言几句 这事儿本侯是真的不知道 轻轻说出这些话 陛下肯定很生气 要是靖国公这个时候还咬着不放 陛下被叶家一煽动 持不定要把我的宣侯府都收拾了 我们靖国公府啊 可不幸人家要我们家破人亡 我们还要帮人家美颜这一套虚伪的做法 所以宣侯的请求本将军办不到 至于此事最后会是如何 一切自有陛下定夺 宣侯就这么被丑惧 心里也是十分难受 而大理司卿这个时候 也看着他开口道 宣侯爷 徐清清散播的谣言 不仅靖国公府不肯原谅 陛下也觉得不能饶恕 所以陛下下令让本官来捉拿徐清清的同时 也说了 让侯爷您一起进宫面圣 大人 本侯明白 本侯这就随同大人一起进宫面圣 来人 把徐清清带走 被剃得吐了血的徐清清 就这么被人从地上扯起来 几个官差 一点都不怜香惜语的压着他 就跟拖着一条狗似的 往宫里走了 宣侯这个时候 也不是不心疼自己的女儿 但是想起来徐清清干的蠢事 他还是一阵窝火 所以也只是狠狠地瞪了徐清清一眼 没半点望着说话的意思 宫中 御书房 天圣地面带着微笑看着宣侯 赞扬道 宣侯 你可真是生了一个好女儿啊 听说 还想屠龙来着 这话是他自己想出来的 还是宣侯你帮的想的呀 宣侯吓得腿脚一软 直接就扑通一声 跪到地上去了 拼命地磕头 陛下 还请陛下明鉴 臣绝对没有教他这种话 从来就没有教过 臣对陛下 一直都是忠心耿耿 臣如今的一切 都是陛下给予的 若是没有陛下 臣什么都不是呀 臣岂敢说这种话 天圣地脸上的笑容 这才一生 拿起桌上的燕台 就砸到了宣侯的脸 正好 就砸中了宣侯的鼻子 一瞬间便是血流如注 但是宣侯不敢躲一下 甚至是鼻血都不敢擦 朕亮你也没那个胆子 教你女儿说这种话 宣侯挨了这一下 鼻子很疼 但却反而松了一口气 因为他心里很明白 眼下陛下至少是已经相信 这件事跟自己没有一丁点的关系 全部都是徐清清一个人的杰作 至少自己这条命是已经保住了 把徐清清拖到朕的面前来 徐清清这个时候 还在后头满嘴都是写的跪着 侍卫把他拖到前头 到了天圣地的跟前 天圣地瞥了他一眼 问了一句 怎么成了这样了 是臣踢的 这个逆女不懂事 做了蠢事 臣自然是不能容忍的 便打了他一巴掌 踢了他一脚 徐清清是吗 回陛下的话 正是臣女 他从被带进宫 跪在这里之后 就已经吓得不能呼吸了 他觉得自己今天 怕是要玩在这里了 你倒是跟朕说说看 晋国公屠龙的故事 你是怎么想出来的 那条龙长什么样 龙是怎么被杀的呀 你都说说看 朕着实很好奇啊 陛下 臣女 臣女知罪了 臣女都是乱说的 朕龙在天 岂会是 人能随便吐露的 是臣女说错话了 当真就是 臣女说错话了 臣女只是 针对静国公府 臣女只是 狠眼摇摇摆了 臣女并非是 为了针对陛下 也全无对陛下 不敬的意思呀 没有对朕不敬的意思 可不敬的话 你却一句都没少说呀 你要是对朕有不敬的意思 这个皇帝 是不是让你来做算了 陛下 臣女不敢 陛下饶命 陛下饶命 他是真的没有想到 他只是不喜欢夜夭夭 只是想看夜夭夭倒霉 只是想让 晋国公府付出代价 可是最后呢 夜夭夭啥事都没有 晋国公府 也没有任何事情 可是自己现在 就已经倒霉了 而且是跪在陛下的面前 等着被定罪 这当真就是夜夭夭说的 她都还没有来得及 泛起浪花 就已经落网了 这未免也落网得太快了 能给她一个机会 挣扎一下吗 陛下 臣女只是一时糊涂 臣女只是当时 被赶住了 晋国公府 实在是太生气了 所以才做出了这等事 陛下 您就给臣女一个改过的机会吧 给你一个改过的机会 若非夜夭夭早一步就已经发现了 你的这个计划 你的这些传言传到了整个京城 谁给朕的颜面一个机会啊 到时候是不是要叫全天下所有人都知道 朕这条龙早晚要被涂了 徐青青吓得发抖 眼泪汪汪地看向宣侯 用眼神对着自己的父亲求救 宣侯接到了徐青青的眼神 沉默了一会儿 也终于还是对着天圣地磕头 陛下 是青青不懂事 也怪陈这个做父亲的人 没有教好他 还请陛下看在陈这些年 对陛下忠心耿耿的份上 饶了他一条命 陛下 就算宣侯现在再想打死徐青青 可徐青青也是他这些年最喜欢的女儿 孩子们都在封地的时候 他最惦记的 也是这个从小 就喜欢黏着他这个父亲的女儿 眼下要是真的被刹了头 他也是会很伤心的 陛下 臣女不敢 陛下饶命 陛下饶命 看在你宣侯这些年 对阵的确是忠心耿耿的份上 徐青青这条命朕可以留下 只是死罪可免 活罪难逃 将他发配张成 朕再也不想看到他 徐青青的脸色更是惨白一片 张成山高路远 而且到处都是瘴气 他要是被发配过去 他就算不死 也跟将死没什么两样了 陛下 求求您了 看了呀陛下 臣女真的知道错了 臣女不想去张成 陛下您让臣女回爹爹的封地吧 臣女保证 再也不来京城了 再也不幸福坐落了 回封地 你做出了这种事 朕还要让你回封地 去过锦衣玉食的日子 陛下 陛下 张成实在是太远了 而且那边是真的穷乡 辟然满是胀气 青青只是一个柔弱的姑娘家 要是被发配的过去吸了那些胀气 怕是就不能活着回来了 陛下 还请陛下从轻发落呀 朕已经是从轻发落了 继续求求 你就跟他一起去张成 宣侯心头一跳 感受到天圣地 落在自己身上的森朗眸光 他并已然是知晓 陛下说的是真话 他若是继续求情下去 陛下是当真要把他也一起发配了的 宣侯这才不敢多话 指示道 谢主龙安 见着父亲都已经妥协 徐晶晶也明白 被发配张州已经是定局了 这是逆改不了的 他还想哭着 继续为自己求情 但是天圣地显然已经不想听了 略为一摆手 侍卫们便已经会议 直接将徐晶晶给拖出去了 而天圣地的眼神 也落到了宣侯的身上 宣侯 你叫你不言 此事 朕应该如何罚你呀 臣 任凭陛下处置 不管陛下如何处置 臣都全无怨言 罚奉三年 这段时日好好反省 若是你们家再出了这样大逆不道的东西 臣第一个就摘了你的狗头 是 是 多谢陛下 多谢陛下自自开恩 臣定当好好效忠陛下鞠躬精粹 以报圣恩 滚 是 臣这就滚 叶辰风这个时候 也开口道 陛下 那末将也告退了啊 这个时候 薛安侯心里却是咯噔了一下 奇怪地看向叶辰风 叶辰风虽然没有帮自己美颜 但是竟然也没有落井下石 也没有说出靖国功夫的委屈 让陛下重诚自己 叶辰风 是想干什么 古风欢托言情有声剧 独一小狂飞 感谢您的收听 火音声客出品 古风欢托言情有声剧 独一小狂飞 欢迎收听 第五百二十五集 天圣地看了叶辰风一眼 也开口道 这一次 你们晋国功夫委屈了 陛下信任人晋国功夫 信任末将 末将并不觉得委屈 末将还要谢陛下 将构陷进国功夫的人 绳之以法呢 行了 你退下吧 是 谢陛下 宣侯和叶辰风 还有叶夭夭 先后退出了大殿 到了外头 宣侯满腹一斗 到时这个时候 叶夭夭看向宣侯 问了一句 宣侯是不是在奇怪 方才哥哥同我 为什么没有在陛下面前 落井下石 宣侯面皮抽了抽 其实陛下已经罚得很重了 叶家的人 就算是落井下石 再重也重不到哪里去了 但是叶家的人 没有在陛下面前 继续咬着自己不放 这也是事实 还请叶尔小姐指教 因为我知晓 宣侯今日面对此事 其实并非是 徐小姐一个人的错 她也不过就是 被有心人煽动了罢了 所以我便跟哥哥说了 虽然不打算 为你们求情 但是也不准备 一点生路都不留给宣侯府 叶二小姐 此话何意 是何人煽动了我的女儿 他们宣侯府 遭逢这样的大劫 亏得自己在陛下面前 做小伏地 在殿中的时候 鼻血都不敢擦 这才算是保住了 自己的性命和侯爵 眼下叶奥奥却告诉她 是有人煽动 要是真有这么一个人 她是绝对不会放过对方的 侯爷不用问我 毕竟我们两家 现在是敌对关系 就是我说了 侯爷也不一定相信 侯爷不妨回府上 问问看谁见过徐小姐 再问问应该要随徐小姐 一起被流放的势必心儿 那个去见徐小姐的人 是不是还同徐小姐 说了我的不好 不仅如此 那人故意说了一些话 提醒了徐小姐的委屈 最后再劝徐小姐 不要做傻事 以把她自己撇得干干净净 徐清清在陛下面前 都没有替杨雪宁一个字 就证明徐清清 对杨雪宁是没有恨意的 而叶奥奥也觉得 杨雪宁不可能 无缘无故地出现在 宣侯府的门口 还马车都没有坐 那么 最合理的解释 就是杨雪宁 煽动完了徐清清之后 还装作好人 把她自己给撇清了 宣侯一听这话 脸色就已经彻底沉了下来 看着叶奥夭道 本侯会去问清楚 多谢叶儿小姐提醒 宣侯说完之后 便大不离开了 她一走 叶奥奥便笑了笑 看了一尘封一眼 哥哥 这招驱虎吞狼可还行 你的主意 哪有不行的呀 杨家要倒大霉了 宣侯府对付我们 晋国公府 虽然是差远了 但是整惨一个杨家 尤其是杨大人 还停职在家的杨家 那是绰绰有余的 坤一回家看好戏了 凑了半天热闹 但却没能进玉书房 就在外头等着 他们的银沙郡主 听到这里实在是 没忍住 发自内心的 十分崇拜地说了一句 呀小姐 我长这么大 第一回见着你这样 长得好看 银属高强 人还聪明的姑娘 简直太完美了 不错 我妹妹就是很完美 哦 我懂了 我就算是一个不小心 还顺便知道了 让你对我和颜月色的办法 就是拍你妹妹的马屁事吧 想起来这几天 叶尘峰陪着他到处逛 不管他说什么 叶尘峰都是一副意外 又兴趣缺缺 但还是维持着礼貌的样子 几乎就没几个笑脸 就是笑了 也是很敷衍 没有一次像现在这样 笑得这么好看 还发自内心 他忽然就有点嫉妒叶摇摇了 嫉妒叶摇摇摇的结果 就是一杀郡主 立即又疯狂地 给叶摇摇拍了一个马屁 嗯 可不是吗 这么完美的叶尔小姐 真想天天看到他 这样我也会收一些熏陶 命得完美起来的 郡主若是真心 想收我妹妹熏陶 倒是可以多来我们 经过功夫做客 本将军在家中招的郡主 也是一样的 我这几天说天圣 其实已经逛得差不多了 暗示着不如去你家坐坐 结果你一直一副 听不懂的样子 还跟我说 觉得天圣逛完了 可以去祁域国走走 前台辞事 建议我可以走了 现在这就主动邀请我去你家了 嘿 你这个心里只有妹妹的渣男 叶瑶瑶看着 迎杀郡主的样子 只觉得好笑 看这姑娘的样子 她这些天 怕是在哥哥面前 受了不少打击了 哥哥也是因着 他同迎杀郡主的 父王的关系 所以怕是一点都 没能领会她的心思 叶将军 本郡主问你个问题 郡主先讲 如果本郡主跟你妹妹一起掉到水里 叶将军 你会先救谁啊 这是什么千古话题 还有姑娘 你这还没嫁给我哥呢 我哥哥好像没领会你的心意 你忽然就这么问 这也不是自找打击吗 郡主问的什么风话呀 本将军当时先救妹妹了 叶将军 都不犹豫一下的 就不能给个面子 假装为难一下 或者说几句场面话吗 一定要这么坦诚 这有什么可犹豫的 本将军不先救妖妖 难道还先救你 叶妖妖无脸 实在是不知道该说句什么好 银沙郡主黑这一张脸 看着叶辰风道 好的 我知道了 叶将军 您着实是不必再说了 一战还有些事 本君主先回去了 郡主 还是我们送你回去吧 大晚上的 你个人回去不安全 陛下让本将军招待你们 自也要保护你们安全 妖妖说的是 还是我送你们回去吧 多谢叶二小姐 那本君主就确实不公了 她根本不理叶辰风 这个人 开口说送她 也要说这是因为黄命在身 不得不保证她的安全 还不如叶妖妖对自己好了 这几天白跟她相处了 半点感情都没培养出来 说完了话 银沙郡主 就到了叶妖妖的跟前 笑着道 叶二小姐为人 真是细心 对姑娘家也很照顾 难怪傅云青那么喜欢你了 你若是个男人 怕是比很多男人 都要体贴百倍呢 说着这等寒沙摄影的话 她还偏了一眼叶辰风 仿佛眼神就在嘲讽她 不体贴 叶妖妖同情地看了一眼 自家哥哥 尴尬地笑 嗯 多谢郡主夸赞 没有回家的宣侯 直接去找了徐清清 和她的势笔心儿 官差看着宣侯 开口道 侯爷 你有什么要说的 还是赶紧说 刘放是陛下的命令 所以连夜就要把人送走 实在是不能耽搁太久 本侯明白 这个银子你拿着 多谢通融 使不得 使不得 还请收下吧 这般本侯爷能报答阁下一二 那小的就不推死 也不打扰侯爷于令缘了 那官差暂且退到了边上 宣侯看向徐清清 开口问道 方才叶瑶瑶对我讲 你办出这种事情 其实是被煽动了 她说的话可确有其事 父亲 你不要听她胡说八道 我什么时候被人煽动过 明明就是因为她自己是个贱人 我看不惯她跟别人有什么关系 她倒是好 不想承认自己是个贱人的事实 就要胡说八道 说是别人煽动我 我在动她作对 她 宣侯没等她说完 就收回了看她的眼神 转头看向馨儿 开口问道 你说 这几日是不是有人去找过小姐 说叶瑶瑶的不好 言辞中煽动小姐 对叶瑶瑶下手 是 是的 侯爷 是杨家的小姐 叫杨雪宁 她跑到我们家 跟小姐一起同仇敌害的说叶瑶瑶不好 小姐听过了她的话 越发的生气 才有起了心思 要对付叶家二小姐 奴婢当时劝过小姐了 但是小姐不听 还问了奴婢到底谁是主子 奴婢没有办法 就不敢多言了 宣侯这一下 气得脸色发胀 徐清清 却还对着她的事必导 你不要胡说八道 杨雪宁虽然是来说叶瑶瑶的不好 但是她也劝了本郡主 不要做错事的 此事是本郡主的事情 同她有什么关系啊 你倒是个敢做敢当的女英雄 我且问你 是不是杨雪宁同你又说了叶瑶瑶半天不好 还在言辞中提醒过你 你在尽过功夫受得委屈 与她聊完之后 你对叶瑶瑶更加怒不可遏 这好像是 可是可是 别可是了 你想说 可是她最后劝了你 不要做冲动的事情 你以为她是为了你吗 她是看准了自己 煽动成功 知道你要干蠢事 怕最后事情连累到她身上 所以才这么说了 你看看 你现在落到这个下场 但是她杨雪宁什么事都没有 他们杨家也什么事情都没有 就是你在陛下 就是你在陛下面前说穿了 是杨雪宁煽动你的 杨雪宁还可以说 她劝过你不要做错事的 是你自己不听 父亲 这么说 我真的是被人家当枪使了 要不是也要要提醒我 我都不知道这件事 也不知道杨家的一个小贱人 就能把你 把我们宣后府 都害到如此地步 徐清清原本是一门心思的 恨叶瑶瑶 眼下听到这里 她更恨得神 就变成了杨雪宁 她握着轩喉的手 激动地开口道 父亲 你一定要给女儿报仇 父亲 都是杨雪宁那个贱人利用我 父亲 女儿这一句 还是要死在张一城了 但是杨雪宁那个贱人 还好好的待在家里吃香喝辣的 女儿不甘心 你现在知道不甘心了 你早干什么去了 你做蠢事之前为什么不和我商量 那夜妖妖直接都能猜到杨雪宁是怎么煽动你的 又是怎么撇清杨雪宁自己的 夜妖妖转头便能将杨雪宁干的事情告诉我 你呢 你被人家利用倒要发配了 我不说这些话 你都还不知道自己被人当了枪 死都不知道自己是为什么死的 那夜妖妖是什么脑子 是什么智慧 你又是什么脑子 你心里没输吗 你就敢跟她作对 上回珠在你脑子里拉的屎 你不仅没把她清理出去 还让她在你脑子里发酵了是吗 古风欢托言情有声趣 独一小狂飞 感谢您的收听 第五百二十六集 谢儿虽然跟小姐都要一起被发配了 但是听着侯爷骂小姐的话 她莫名还是觉得 这些话非常有创意是怎么回事 而且还有些想笑 觉得他们家侯爷真的骂得太到位了 就小姐这猪脑子 还敢跟夜娇姑娘作对呢 留言都没有起来 他们就落网了 连累了自己这个可怜的势必 跟着小姐一起去张城送死 徐清清被骂得一声不敢吭 她也是着实没有想到 父亲骂人竟然是成上起下的 还结合了上一回自己干的蠢事 连贯地辱骂自己 父亲我知道错了 这一次我是真的知道错了 我知晓父亲也在陛下的面前 全力保我了 当时女儿自己不争气 反正已经没有拿捏分寸 自以为是的散播这等谣言 被陛下听了去 经过功夫就完了 可没想到 这么快就被戳破 你想的倒是没有错 这样的谣言 要是被陛下听了去 经过功夫定然会被猜忌 迟早是要完蛋 可惜了 你的对手是叶瑶瑶 所以谣言没起 你就出了事 为父从小就告诉你们 就不要惹 你为什么就是听不进去 父亲你说的是 都怪我不听话 但是父亲 尽管女儿眼下都知道 一切都是因为女儿愚蠢 可是如果杨许宁不付出代价 女儿真的是死也不会瞑目的 父亲 你一定要帮我报仇 你一定要帮我 你放心 就是你不同我说这些话 我也不会放过杨家 他害得你被流放 我们宣侯府还被罚疯 我岂会让他好好地待在京城 一点事情都没有 你且安心去张城 父亲收拾完了杨雪宁 就会派人去给你传话 好 这个时候 官差也已经回来了 他一脸没难得倒 侯爷 不知道您同徐小姐的话 都已经说完了没有 要是说完了 就该上路了 小的也是不能再延误了 继续延误下去 上头就不好交代了 说完了 阁下带他 帮他 父亲 你且先去张城 不管怎么样 先把自己的命保住 父亲只要找到机会 在陛下面前情赏 就会求陛下挽开一面 放你回来 我也会写信 让你母亲 让你母亲和你姐姐 去张城看 父亲 让母亲来就是了 姐姐就不用来了 这些年 他因为自己 更得父亲的喜欢 因着 父亲要把郡主的位置给他 没少在他姐姐的面前得意 如今见着自己出了事 姐姐来张城 指不定最后是奚落自己 还是嘲讽自己呢 为何你姐姐不用去了 我毕竟是犯了错 姐姐是个未出阁的姑娘家 原本就多少会被我的事情 累积名声 若是再去看我 岂不是更影响他的前程 父亲要多为姐姐着想 万万莫要让他来看我 你说的也是啊 你呀 你说你笨 你也没有笨彻底 想出来的 对付叶家的手段是好的 只是选错了对手 天下也知道为你姐姐着想 说你聪明 更是算不上 还能被人家利用 我也不想再骂你了 你自己去了张城 好自为之 徐清清哭着不再吱声 他倒是愿意自己 干脆蠢奔彻底了 想不出什么屠龙的说辞 也不会把他自己害成这样 宣侯又拿出来一些银票 给了押送徐清清的官差 开口道 有劳阁下一路打点 多照顾本侯的女儿 本侯日后必有重谢 多谢侯爷 多谢侯爷 徐清清原本因着父亲 今日给了自己一巴掌 还踢了自己一脚 多少有些怨言 但是在父亲 在陛下面前为自己求情 眼下又为自己打点之下 那点怨气也没有了 他心里 却是越发的伤心了 早知道如此 自己到底为什么 要搞出这么多事情来 有个宠爱自己的父亲 好好在家里过日子 未来当一个 被人羡慕的郡主不香吗 可是 没有后悔药可以吃了 你自己保重 徐清清含泪离开 宣后也是老泪纵横 早知道最后会弄成这样 他就不该把女儿接回京城 等徐清清一走 宣后顿时就冷了脸 转身便对管家道 去查一下 杨家在这个京城所有的家业 什么田产铺子都要查清楚 他们家的亲戚名单 也都一个一个找出来 他们杨家害我们宣后府遭殃 害了本侯最宠爱的女儿 本侯就要他们全族倒霉 可是侯爷 爷姚姚告诉您这件事 怕也是不安好心啊 本侯当然知道他不安好心 他也清楚本侯能看出来 他是想让本侯自己去收拾杨家 可是那又怎么样 难道杨家不应该被收拾吗 侯爷说的是 叶瑶瑶回去的路上 银沙郡主也问了一句 叶二小姐 你怕不怕宣后知道 你提起杨家 其实也就是想利用他 去收拾杨家 让他们狗咬狗呀 宣后能坐到如今这个位置 肯定不会跟他女儿一样蠢 他肯定会知道我告诉他这一切 就是想驱虎吞狼 但他知道我的动机又怎么样呢 他还是会和杨家利用他们 还是会顺着我的安排走 所以不必忧心 哇 看来我是真的要同你相处一发 说不定哪天 我也可以跟你一样聪明 那是 想跟我妹妹多相处的人太多了 郡主你多学一下 对你以后回到了成颖国 造人算计的时候 也会有一些帮助 我为什么要回成颖国 你看不出来我是为了你 一直没走吗 算了 这个人看不出来 哼 多谢叶将军 我知道了 说完 正好也到了一站门口 他扭头离开 叶尘风眉少一蹴 回头看向叶瑶瑶 你看出来了吧 这个姑娘的确就是奇奇怪怪的 有时候莫名其妙 就好像生气了 跟现在一样 叶瑶瑶看了眼自家哥哥之后 无脸 在内心对银沙郡主 表示了无限的同情 那是好像生气了一样吗 那分明是 的的的确确的生气了 人生气的明明白白的 哥哥 你觉得 银沙郡主 这个人怎么样 什么怎么样 不就是很奇怪吗 这外国人跟我们天生人 就是不一样 小姑娘都奇怪的 与众不同 脾气跟驴似的 总是不知道 为什么就突然不快了 希望他们 待一段时间赶紧回去 整天没事的 给我脸色看 谁受得了啊 好吧 这就是你对人家的看法 等等 哥哥 什么叫没事就给你脸色看 他什么时候 还给你脸色看了吗 叶辰风 和叶夭夭 一起上了马车 他双手抱毙 有些不愿 比如前几天吧 他说 这天上的糕点 比他们成瘾国的好吃 真想留在天上 再也不回去 可惜没有一个 合理的理由 可以留下来 我就跟他说 他离开天上之前 可以重金 请几个做糕点的厨子回去 我还有些门路 能给他介绍 一些靠谱的厨师 就这他也不高兴了 忽然就冲我冷笑 我都说帮他介绍厨子了 我诚心想帮他也错了 这 那哥哥你还真是个热心人 可惜人家云沙郡主 想要的是留下来的理由 但你却是热心的告诉别人 如何能够没有任何遗憾的离开 那就是带上厨子走 还有啊 之前他说京城的风景 其实已经看不多了 不该劳烦我出来陪他转悠的 他问我是不是觉得到处转 还不如就在我们府上 坐着喝茶说 是我当然不能实话实说告诉他 那的确是不如在家喝茶 所以我就委婉地说 说君主要是觉得 京城的风景看够了 不如去西域国转转 那边风景也不错 然后他又给我脸色看 啊 哥哥 也许他只是想你邀请他 来我们家坐坐 禁国公府跟其他高门大院 也没什么不一样了 有什么可做的 哎哟 那他如果真是这个意思 我岂不是有些失礼啊 算了算了 不说他了 没什么意思 他的心思不能多想 这我一猜测或者是你一提点 我就越发怀疑 他是不是对我有意思 其实啊 他很多古怪的行为 若是解释成对我有意思 那反而说着通了 但是他父王那么讨厌我 我岂可如此的 自作作情 胡乱自恋 坏了人家姑娘明解 那哥哥 咱不说他的想法 就只问你 你对银沙郡主 有男女之情吗 这是问的什么话 我明知道他父王不喜欢我 我还会多想这些吗 真有了男女之情 反而很麻烦 最后不过就是给人家姑娘 徒增烦恼罢了 难道还让他夹在中间 为我和他父王左右为难不少 这大丈夫有所为有所不为 明知会给人带来困扰 一开始就不要多想 对人对己都好 我哥哥是个典型的 非常理智的男人 所以一开始 他应该就没有从男女关系的角度 来审视银沙郡主这个人 估计就只是把人家看得跟成瘾国的皇子 没什么不同 所以感情吧 暂时是没有的 算了 既然哥哥对银沙郡主还没感情的话 那我就不多话了 还是让他们自己去进展吧 五十后 宣侯府的大门口 宣侯刚到家 就被杨大人给拦住了 宣侯看着杨大人冷笑道 哟 这是哪阵风 把杨大人您给吹来了 可有我这小小的宣侯府 可以效劳的地方 宣侯 此处不是说话的地方 可否借一步 下官想请宣侯喝一杯茶 杨大人的茶 我可不敢喝 谁知道杨大人 有没有在茶里下毒 想要谋害我 本侯惜命得很 宣侯 你这说的是哪里话呀 下官跟你无冤无仇的 您这 无冤无仇 好了 杨大人有什么话就在这里说吧 本侯还有军政要事要处理 实在是没有时间 同杨大人在这里说这些废话 不知道下官是什么时候得罪宣侯了 还请宣侯明示 这些时日 宣侯手下的人 一直在打击我们杨家的产业 还寻我们家亲戚的不痛快 这实在是 杨大人你误会了 你们杨家的产业出事 这就是巧合罢了 你们家亲戚出事 也同我们宣侯府 没什么关系 你没有证据 可不要在这里胡言乱语 攀咬本侯 安置本侯找你们家的麻烦 侯爷 您就给一句准话吧 下官也没有来寻衅的意思 只是想知晓自己做错了什么 也好及时改正 也免了侯爷更加不快 侯爷您说呢 杨大人这些话也有些道理 否则本侯一直旁敲侧击 若总是打不到点子上 杨大人也不知道该怎么做 本侯也会有些累 是啊 小侯您说的是 前几日 本侯最宠爱的女儿 被陛下流放的事情 想必杨大人应该有耳闻吧 有 有耳闻哪 可是 这不是跟晋国功夫有关系吗 关我们杨家什么事啊 宣后该不是想 威胁我 帮忙对付叶家吗 要不我还是回家吧 也将我更得罪不起啊 姚姚背后不仅有晋国功夫 还有权倾天下的太子殿下呢 姚姚本人也不是个善茶 有耳闻就好 杨大人回家问问 你女儿干了什么吧 古风欢托言情有声趣 独一小狂飞 感谢您的收听 火音声客出品 古风欢托言情有声趣 独一小狂飞 欢迎收听 第五百二十七集 宣后 小女前段时间犯了错 得罪了太子殿下 和未来的太子妃 下官便让她 老老实实地待在家里 哪里都不要去了 她能出来做什么呀 侯爷 这其中是不是有什么误会啊 误会 你的意思是 我女儿前几日看见你女儿 我们府中的下人 前几日也是亲眼看见她上门 难道都是装了鬼不成 那是看见你女儿的阴魂了 她还有灵魂出鞘的本事 这下官也不是这个意思 侯爷 既是如此 那下官先回去问问看 若他当真办了什么不该办的事情 下官一定会给侯爷一个交代 到时候 还请侯爷能够对我们杨家高抬贵手 毕竟侯爷也知道 下官如今被停职在家 已经很惨了 你我都是新贵 都明白彼此的难处 何必这样互相为难呢 是啊 都是新贵 可你家却想把我们家坑死 让你们这家新贵 在京城独自美丽 高抬贵手 我这手抬不抬得动 那就看你交代的我是不是满意了 毕竟我女儿现在 已经被宋雪张成受苦了 杨大人要是你的话 看不见罪鬼祸首倒了大霉 你的手腕子抬得动 你高抬贵手得起来吗 不会觉得胳膊酸吗 这 哼 喧喉冷哼了一声 不同他说话 一甩袖就进了自家府邸 杨大人一跺脚 火急火燎地回家 问问那个孽女又干了什么好事去了 杨家 杨雪宁正在后院 一脸岁月静好的绣花 抬眼便看见自己父亲 像是要杀人一样地进门来 他吓了一跳 起身道 父亲 您这是怎么了 跪下 父亲 是出什么事情了吗 你先说说看 你去玄侯府 干什么去了 父亲 是徐清清 说了我什么吗 不对啊 徐清清不是已经被流放了好几天了吗 父亲 您是从哪里听来的 知道我去了玄侯府的 现在重点是我在哪里听到了你去玄侯府啊 难道不是应该问你 我让你好好待在家里 你为什么要出去吗 父亲 我 看你这个德行 是承认你偷偷溜出门 就出去惹是生非了是吧 来人 去把门房给我叫来 是前院的门房放你出去的 还是后院的门房放你出去的 父 父亲 说 父亲 是后院的门房 很好 没一会儿 门房们就都来了 杨大人看着那几个守后院的门房 开口道 是你们罔顾我的命令 放小姐出去的 你们说说看 小姐给了你们什么好处 让你们连这个家里 真正能做主的人是我都已经忘了 奴才 奴才 该死 大人饶命 大人饶命 你们的确是该死 明知道这个不成器的东西 出门就会给家里惹事 你们还让他出去 你们是被本官的政敌收买了吗 所以才帮着他出门 大人 没有啊 我们真的没有 大人 我们真的知错了 我们绝对没有卖入求容 是小姐违逼利用 我们没有办法再放了出去的 既然守个门都守望 来人 把他们两个人给我拖下去 重打五十大半 他们凄厉的叫喊声 最后没有起到半点作用 就这么被拖出去了 前院的门房看着这一幕 急急发抖 杨大人看着他们道 知道为什么叫你们来看着吗 这是本大人在杀鸡尽猴 让你们知晓 私下放这些个惹事的东西出去 是什么下场 老爷放心 我们不敢 退下吧 是 前院的门房也推了出去 杨雪宁看着 门房都这么惨 心里越发的慌了 而杨大人这个时候 也不同杨雪宁说话 而是看向杨雪宁身侧的势壁 开口问道 你说 之前我是不是说过 你家小姐 若是想干什么错事 就赶紧来报我 你为什么不来报 老爷 奴婢 奴婢 奴婢当时并不知道 小姐说是想做什么呀 奴婢也不知道 小姐是要犯错 所以奴婢 你连她违背我的命令出门 这么明显的错处都看不出来 你瞎吗 大人 奴婢也不敢忤逆小姐 奴婢 这就是说 在这个家里 我这个老爷说话已经不算数了 你的心里就只有你的小姐 是吧 奴婢不敢 父亲 我不过就是出了一趟门 去向奥府说了几句话 您何至于此 杨大人拿着桌案上的杯子 对着杨雪宁砸了过去 吓得杨雪宁脸都白了 这差一点就砸到她脸上了 何至于此 你知不知道 我们家的田产铺子全都出事了 都是宣侯府私下干的 你知不知道 你舅舅去年打断了人一条胳膊 你母亲好不容易花钱把事情摆平 但是人家今年忽然不干了 把收买她的银子 丢在了你舅舅的家里 今日一大早就去上告 你舅舅今日 已经被关到牢房里头去了 这也是宣侯府干的 你现在来问我 何至于此 啊 这 怕是你母亲知道 这个祸事又是你惹出来的 她就要同你外公一起来 问你跟你舅舅 是有什么仇怨 要这样害她了 你上次做错事情 不是答应了我 不会再惹事了吗 我还真的相信了 你会好好反省 父亲 我 舅舅还有救吗 当然有救了 托你的福 只需要坐三年牢就可以了 要是没有你这样倾情相助 她根本就不用坐牢 说你没事 为什么为你舅舅付出这么多爱 她需要你这样付出吗 真是辛苦你了 还有 你几个不成器的哥哥 之前做的错事 也在被往外翻 应该说不好 你的哥哥们 也要去监狱陪你舅舅 怎么 你是想把全族人 都整整齐齐害到监狱里 父亲 我真的没有这个意思 我 没有这个意思 却也是造成这个结果了 你惹的若是我们杨家 能得罪得起的人家也就罢了 偏偏你招惹的还是宣猴府 宣猴比你父亲活 可是得胜心多了 也向外头的人知晓了要翻我们家错处的是宣猴 知道我们家是对付不了 所以都上赶子的落井下石 把全族人的把柄一个一个的往宣猴的手上递 你说 我是要怎么处罚你 我 我也没有想到 事情会发展成这样啊 你说你也就是去宣猴府说了几句话罢了 你说了几句什么话 你现在就告诉我 杨雪宁知误了半天 不敢开口 杨大人扭头看向势臂 开口道 你说 小姐跑到宣猴府 都说了什么 不说就用刑 势必哆嗦着 很快的 就把杨雪宁说过的话 全部都讲了出来 他出去煽动人家做错事 你也不回来告诉我 宣猴府的嫡女 那是可以随便煽动 有着你家小姐随便拿来当枪使的吗 你这分明就是要气死我 我要你让人势必在家里 有什么用啊 来人 把这个贱臂 拖出去 杖毙 老爷 不要呀 老爷 求你了 小姐 你帮我求求请呀 我们是一起长大的呀 小姐 你帮奴婢求求请呀 奴婢都是因为小庄年 在落在这个下场呀 杨雪宁正要开口 杨大人的眼刀子就落到了杨雪宁的脸上 父亲 其实你应该听得出来 女儿在宣猴府说的话是极其聪明的 就算是徐清 告到陛下的面前 女儿也能说不关女儿的事 女儿离开宣猴府的时候 徐清清是半年都没有看出来 他被女儿给利用了 眼下这 是 徐清清蠢 他看不出来自己被你给利用了 但他父亲也蠢吗 只要宣猴知道你去过他们家 说过什么 宣猴就明白你的动机 他们家的确是不能去圣上的面前状告我们 可是他们不能私下整我们吗 就是因为你这个不成器的东西 我已经被停职在家一年 宣猴府又在这个时候整我们家 你说说看 我有什么招架心理 父亲 我 我真的很想知道 你是不是我的政敌 摆来我们家的卧底 我这一生在官场上 兢兢业业 举步为鉴 一步都不敢走错 才到了今天的位置 你这个不成器的东西倒是好 天天避着花样害我 害得我在家中停职了 你还不满意 还要把宣猴府也给惹了 陛下有多信任宣猴 你知道吗 你不知道 什么都不知道 你就敢害我 你是不是还觉得你特别聪明 天下都是笨人 随便就让你拿来当枪使了 你从宣猴府回家的路上 一定很得意吧 是不是觉得自己厉害坏了 都没有几个人 比得过你聪明的头脑 父亲 这就是说 宣猴已经知道我干的事情了 天类先要跟我们家作对是吗 不如这样 父亲 我们上宣猴府去陪礼道歉 就说我是不小心的 希望他能原谅我们 您说呢 杨雪宁其实一点都不想道这个歉 但是他心里很清楚 按照父亲的说法 要是宣猴继续找他们家的错处 把他的几个哥哥都送去监狱了 父亲肯定都想给他一瓶贺顶红了 道歉 原谅 是都到了这个份上了 你还指望他能原谅我们 这女儿都被发配到张城了 是不是能活着回来都不知道 你去说你不是故意的 他会相信吗 他会原谅吗 那 那怎么办 这个时候 杨夫人也已经回来了 她经过后院的时候 看见门房和杨雪宁的势壁 都在挨打 已经打听清楚发生了什么事 也明白了 她最疼爱的弟弟 今日坐牢 也是这个女儿害的 母亲 你快帮帮我 哼 帮你 那谁去帮帮你小舅舅啊 你小舅舅是对你做了什么 你才要这样害他 你上次害得你父亲停止 你还觉得不够是吗 眼下又惹出这等祸事 股方欢拖延情有声趣 独一小狂飞 感谢您的收听 火音声客出品 古风欢拖延情有声趣 独一小狂飞 欢迎收听 第五百二十八集 杨雪宁看着杨夫人 不敢置心地问道 母亲 难道在你的眼里 小舅舅比我这个女儿还重要吗 只是你小舅舅一个人的事吗 你知不知道 我们的田产铺子都出了事 很快就没钱花了 尽早你小舅舅出事之后 你的三个哥哥 也是战战兢兢 生怕金兆府和大理寺 下一个要抓的就是他们 你告诉我 你是不是想把我们杨家 也害得跟镇南王府一样 全家都被发配到岭南 你才满意呀 母亲 我 你能申明大义 我倒是松了一口气 玄侯夫怎么说 玄侯的意思 是要看我怎么给交代 这个交代 他怕要是非常满意才行 毕竟他女儿被发配到张城了 而且我还听同僚们说 他还被发了俸禄 老爷准备怎么做 父亲 我是你唯一的女儿啊 父亲 是啊 你是我唯一的女儿 所以上次你犯了大错 我到底还是原谅了你 好吃好喝地供着你 可是呢 你却像是我不供戴天的仇人一样 一次还不死我 就再还一次 这样吧 把她也送去张城 让她去同徐家小姐作伴 两个人在张城一起受苦 徐家姑娘不能回京城 她也不能回 找个借口 就说她自己想离京去玩 也没人会注意她去了张城 这样也算是公平 至于玄侯府损失的那些俸禄 我们杨家私下给填上 扯算成银子送过去 如此获可平息悬喉的怒气 什么 父亲 你要把我也送去张城 那里都是张气 我若是不能活着回来 我若是死在了那里 你这样不成器的东西 只会围火全家 有你在京城 还不知道会惹出什么事端 你若是真的死在张城了 那也是你的命 你替父亲早点去地府 孝敬你祖母 也是一样的 百年后 我们一家人还是会在地府团圆 不 我不想团这种圆 母亲 您帮帮我 我是你是约会他所出 你真的忍心吗 都受母子连心 你岂舍得我受这样的苦楚 你只能按你父亲说的这么做 否则你的哥哥们 我们杨家就全完了 这个家里 不止你一个人是我的骨肉 你的哥哥们也是 你的父亲是我的夫君 我不能为了你一个人 赔上全家 你若是冤屈所至 我们杨家就要被人灭门 母亲也会为你争一个公道 可是你一错再错 母亲岂能保你啊 母亲 行了 就让管家把我的决定 送去玄侯府 若是玄侯同意 就这么办 接着 便是杨雪宁呼天抢地的哭声 半个多时辰之后 管家带了消息回来了 老爷 喧喉说同僚一场 都是新贵 也不想闹到你死我活的地步 要他接受可以 他被陛下砸了脸 他的女儿也为了这件事 被踢了一脚 打掉了两颗牙 这些都得从小姐的身上 讨回来才行 将小姐打三十板子 长嘴五十 再把人送到张城 此事就算了 看着夫人娘家的弟弟 已经入狱的份上 驯侯的凤奴 也不必您赔了 不 父亲 不能这样 不能这样啊 仗常那样的地方 我原本去了就很难活 龙之海被打三十大板 还被长嘴 带着伤去 这分明就是要我的命 老爷 驯侯府有些气缘太甚了 奇人太甚 有吗 宣侯当时被陛下问罪 你可知晓 若不是宣侯深安圣心 怕是宣侯府现在都没了 人家心里有气 这也是正常的 再说了 他被陛下砸了 他女儿挨打了 连的确都是事实 凭什么他们家的人 受苦就受的 我们家这个山峰顶火的 罪魁祸首 就受不得 人家都说了 凤禄也不用我们赔了 分明是有心何解 杨夫人瞬间哑口无言 这个时候 杨雪宁的几个哥哥 听见了动静之后 都进来开启了一波 死妹妹不死我的操作 纷纷对着杨夫人控诉种种 杨夫人的眸中闪过蜜色 儿子们说的是 她不能放着全家的前程 和儿子们的未来不管 在这里妇人之仁 打吧 不成器的东西 挨打也是该 爷爷要只有一个哥哥 握着他 就跟着握着眼珠子似的 我有三个哥哥 可为什么都是这种货 我愿意用我三个哥哥 去换一个夜尘风行吗 老天爷 老天爷当然是并不会理会他的 见着杨夫人放弃了求情 杨大人摆了摆手 事宜可以把杨雪宁给拖出去 而管家这个时候还说了一句 对了 老爷 宣侯说了会派人来观刑 派来的人就在我们府上 向来 是怕我们惩罚小姐的事情 这是随便应付一下 说是为了我们府上的脸面 所以只派了一个人来 无妨 宣侯府的人要观刑 就让他们看吧 是 接着 杨雪宁杀猪般的嚎叫 在屋子里一阵一阵的响起 杨雪宁的大哥 担心他哭得太大声 母亲听着又会心软 所以 作为一个机智的小能手 他赶紧跑出去 让仆人把杨雪宁的嘴给堵住 这样 不管杨雪宁如何哭闹 母亲都不会听见了 他这才算是放心了 晋国公府 叶瑶瑶正在后院钓鱼 十分悠闲 红鸾便上门来 禀报了消息 小姐 奴婢打听到 杨家把杨雪宁送出京城了 您说 这应该是送到哪里去了 仙侯那个脾气 连他女儿犯了错 他都能亲手把学心经 打成那个样子 对杨家的女儿 他还能心软不成 十有八九 就是也送到张城 跟徐清清一起受苦去了 杨雪宁喜欢找徐清清 煽风点火 就去张城跟他会合好了 徐清清都离开京城了 杨雪宁一个人在京城 多寂寞呀 哼 一群贱蹄子 喜欢声势 都是胡盖 话刚说完 到时这个时候 叶尘风带着银沙郡主 一起进来 叶瑶瑶看了一眼 还有点意外 哥哥这是 之前不是说了 我想跟你多相处 学你的完美 你哥哥就带我来了 银沙郡主也是个狠人啊 被哥哥气了这么多次 还能越错越勇一样 来到家里 说出什么来学习 我的完美这种 损人听闻的鬼话 也是很 很令人钦佩了 银沙郡主的话刚说完 正打算同叶尘风说句话 结果叶尘风率先道 既然回到家了也好 瑶瑶 郡主是来见你了 你正好替我招待一下 我正好回院子 把徐哲叫来 谈一下军货 叶尘风说完之后 又客气地 对着银沙郡主笑了笑 转身离开了 叶瑶瑶叹气 他知道 哥哥应该是真的有事 因为哥哥的样子 不像是敷衍 不过呢 人家银沙郡主来这里 应该是想在敬国公府 在哥哥的家里 跟哥哥说说话什么的 谁知道哥哥直接就走了 银沙郡主的希望又落空了 看着叶尘风就这么走了 银沙郡主攥紧了袖子 看着叶瑶瑶问道 叶尔小姐 你说 我是不是有点不识趣啊 啊 这话我没法回答 说不是吧 前几天问哥哥的意思 他好像对银沙郡主 没起心思 说是吧 这岂不是上一家的心 你冰雪聪明 肯定看得出来 我对你哥哥的心思 所以你也应该明白 我在说什么 叶瑶瑶沉默了一会儿 把美人太子送给他的钓鱼竿 认真地握住 看着湖面 装呆 他内心很尴尬 觉得怎么回答都不合适 银沙郡主大概也明白 自己这个问题 有点为难叶瑶瑶了 于是 他也不强行要叶瑶瑶回答了 指示道 叶瑶小姐 我问你一个问题 你说一句实话 如果我想当你嫂嫂 你会反对吗 叶尘峰很在乎这个妹妹 如果叶瑶瑶要是说 不想要我做她的嫂子 那我想嫁给叶尘峰 使会更加困难 说真的 哥哥现在只宠爱我一个人 要是有个嫂嫂 多少我心里会有点酸 但是呢 哥哥早晚是会有 自己的生活和家庭的 更别说他也说了 就算成婚了 也还是会疼我的 所以呢 就算你不喜欢我 或者我不喜欢你 都没什么关系 你不用在意我的感受 若是郡主能让哥哥喜欢你 你人品端正 对爷爷也孝顺 我都是不会反对的 要是我们真的关系不好 我出嫁之后少回家几次 不碍你的眼 不如你和哥哥吵架就是了 毕竟哥哥过得幸福 才是最重要的 而郡主的人品 这段时间我也有所了解 当初你虽然亲信了江月瑶 但你却是个善人 我相信你是不会做什么坏事的 所以郡主明白了 这件事情里面最关键的 还是哥哥对郡主是怎么想的 嗯 你哥哥幸福才是最重要的吗 宁可你自己少回家几次 我终于明白他为什么这么疼你了 我要是有这样的妹妹 我也会放在心肩上疼 哥哥疼我的原因也不仅如此 还有一个原因 是哥哥答应了母亲 会好好照顾我 所以我也希望自己未来的嫂子 不会因为哥哥对我太好吃醋才是 至于我未来的嫂子会不会是郡主你 那就得看你和哥哥的缘分了 但幸运的是 我们是朋友对吧 我很喜欢你 你应该也不讨厌我 所以如果他真的愿意娶我 我们一家都会很和睦的 郡主一点都不吃醋 哥哥对我好吗 之前有些醋 现在不了 因为你能这样为他小 你觉得他的幸福最重要 我真心喜欢他 虽然也很喜欢你这样 为他想的好妹妹 听了他的话 叶瑶瑶也信了 这姑娘对哥哥是真心的了 只是他们有没有缘分 就要看天意了 两个人说完了话 气氛活络了不少 迎沙郡主陪着叶瑶瑶钓鱼 到了黄昏时分 门房忽然慌慌张张张地跑进来了 古风欢托言情有声剧 独一小狂飞 感谢您的收听 火音声客出品 古风欢托言情有声剧 独一小狂飞 欢迎收听 第五百二十九集 啊 出什么事了 京城 出大乱子了 豫王府被抄了 白家小姐来找您 就在门口 哥哥呢 一个时辰时前 世子又急匆匆地 跟着徐哲将军一起出门了 说是 阴沙郡主若是找他 便说他有钥匙 让您带为招呼 每人太子都没来找我 前段时间也一直很忙 想给他过个生辰 都跟他谈了能不能换一天 难不成是在忙月王府的事情 哥哥急匆匆地走了 莫非也是为了这件事 你让白芷柔进来吧 算了 我也赶紧出去 话到这里 夜一一也把鱼竿递给了红丸 然后便举步 去外头接白芷柔 慕容眷是玉王府的侍子 玉王府出事了 慕容眷现在的处境 恐怕也是很不好 这应该是白芷柔来的原因 银沙郡主 虽然跟御亲王府没什么交情 但是看着一一一着急 也很快地跟着一起出来了 白芷柔这会儿 就跟热锅上的蚂蚁一样 在原地来回打转 姚姚 不好了 玉亲王府出事了 慕容眷 慕容眷也被抓走了 你先别急 你慢慢说 告诉我怎么回事 我是听见宫里来人 传召我爹进宫 隐约听见我爹跟那宫人 说到什么玉亲王 通敌谋反 他则哥已经被抓了 玉亲王府也被抄了 阿尚满门抄战 南营和北营都有兵马调动 我来的路上 一看见慕容眷 确实是被官差带走了 想必这个事情是真的 瑶瑶 要是这样的话 慕容眷就完了 慕容眷他 慕容眷肯定不知道这件事的 他一向都在花天酒地 这种事情 他父王怎么会对他说 他眼下被抓 要是被杀了 那就是亡死啊 叶瑶瑶想了想 的确 前段时间 他们家办宴会的时候 那天也听见慕容眷 他们的对话 当时慕容眷就笑着说了 玉亲王一直就觉得他是个逆子 什么事情都不肯告诉他 而且慕容眷看起来 一天到晚都是吊耳郎当的 实在是不像 跟他父亲在一起密谋造反的 所以叶瑶瑶也相信白芷柔的话 慕容眷应该是不知道这个事 叶瑶 你能不能帮帮我 你能不能帮帮我 如果他死了的话 我都不知道该怎么办了 你先别急 也不要冲动 我去宫里找太子殿下 跟殿下商量一下 有没有什么折中的办法 可以保住慕容眷一命 就不说是看在白芷柔的份上 即便是那一次 整个京城都说是他烧死了叶千里 慕容眷那回站在叶瑶瑶这边 还在大街上 帮着拦着那些百姓 眼下朋友落难 他也不会完全不管 能不能救下来是一回事 他帮不帮忙做点什么 就是另外一回事了 好好 你快去问问太子殿下 殿下雄才伟劣 肯定会有办法的 我在静伯公府等你回来 嗯 你稳住 银沙郡主 有劳你在此陪下白姑娘 没问题 白姑娘 你先别慌 你先进静伯公府喝杯茶 我们一起等着 白芷柔点点头 跟着银沙郡主 一起进屋坐着 叶瑶瑶这个时候 也坐上了 静伯公府的马车 往宫里去 到了宫门口 大概是因为 玉亲王府 今日被抄家的事 叶瑶瑶的马车 都被拦下来 盘查了一下 确定只有 叶瑶瑶和红鸾 没有其他人 宫门口的侍卫才放心 叶瑶小姐 今日情况特殊 玉亲王大逆不道 闹出这等事情 二十里外的冰乱 还没有平息 所以属下等 才谨慎了一些 还请叶瑶小姐 不要动怒 也不要 放心 我不会让太子殿下 为这个为难你 你也只是履行 自己的职责罢了 多谢叶瑶小姐 不少贵女们 进出皇宫的时候 都说叶家二小姐 飞扬跋扈 但是侍卫这几次 接触下来 只觉得 还是那些夸赞 叶瑶瑶的人 说的话是真的 叶瑶小姐 是一个好姑娘 一点都不同 她们这些 做下人的为难 叶瑶瑶往宫里 走得很急 那侍卫一边 急不带路 也同时 嘱咐了叶瑶瑶一句 叶瑶小姐 眼下已经黄昏了 快天黑了 今日的冰乱 不知道要到什么时候 您晚上回去的时候 小心一些 最好 是让殿下派人送您 多谢关心 没一会儿 叶瑶瑶就到了 东宫的门口 小安子看见了 叶瑶瑶的时候 就愣了一下 太子妃 您怎么来了 是为了 玉亲王府的事情 来的吗 是 太子殿下在吗 殿下不在东宫 玉亲王的事 起初都是 十二皇叔负责的 所以今日 玉亲王起事不久 就被十二皇叔 给包抄了 玉亲王虽然 已经被 十二皇叔 给拿下了 但是效忠 他的几名将军 确实在二十里之外 等待着 响应玉亲王 陛下就派了 殿下过去 活捉那几位将军 而抄了 玉亲王府的事情 就交给 十二皇叔去做了 所以殿下 还没回来 太子妃 您不如等一下 刚刚路上 侍卫也说了 二十里之外 有兵乱 没想到 去处理这个事的 竟然正好 就是美人太子 殿下去处理 这个事情 安全吗 要不我也去看看 说着 叶瑶瑶必要转身离开 小安子赶紧三步 并做两步 拦住了叶瑶瑶 太子妃 您放心 殿下的本事 您应该是清楚的 所以此番也定然是安全的 不会有什么问题 您不必忧心 倒是您去了 怕是反而让殿下分心 开玩笑 要是让殿下知道 在我的眼皮子底下 叶瑶瑶就这么去了战场 殿下还不得扒了我的皮 嗯 也是 是我关心则乱了 以美人太子的能耐 应该是没事的 尤其我现在又没有武功 在军队后头指挥一下还好 贸然上战场拼杀 拖后腿的概率 也的确是比较大 若是混战 在事前没有准备的情况下 用毒还容易无伤有捐 还是算了 嗯 那好 我在这里等殿下回来 小安子这才算是松立口气 赶紧命人奉茶 叶瑶瑶又是担心 美人太子不能毫发无损 又是知晓 白纸柔心急如焚的 等着自己的消息 自然也没什么心情涌叉 太子妃 这欲亲王谋反的事情 已经板上钉钉了 我们这段时间还查到 上次白衣来我们天圣 搞出鼠疫这当子事 明面上看着是正能王府薛家 把人请来的 但是事实上 欲亲王在暗中 也帮忙打点过 欲亲王当初也是想着 趁天生大乱起事 太子妃 恕老奴直言 谋反的事情是极其严重的 这个时候所有人都避之不及 您是不该掺和的 我当然知道 这个罪名很严重 稍有不慎 甚至就会被怀疑 是欲王府的同党 我知道公公你是担心我 你放心 我会掌握好分寸的 不会冲动形势 害了整个晋国公府 中人的性命 只是慕容眷之前维护过我 我算是欠了她一个情 白芷如又心悦她 现在在晋国公府 哭成了一个累人 所以我必须试试看 问问殿下有没有主意 也看看我能不能 帮忙做点什么 万一正好能救呢 奴才懂了 太子妃心里明白分寸就好 接着便是焦急的等待 一直等到天都黑了 美人太子还是没有回来 小安子都有些意外 不过就是几个将领罢了 以太子殿下之能 几乎需要这么长的时间 才能处理此事 这也令她有些不安 她便走到门口 吩咐了一个工人 去打听一下 太子殿下眼下在哪 战局是不是失控了 工人应下之后 她便赶紧去打听了 眼看着天都已经黑透了 又等了几炷香的功夫 工人便急匆匆地回来了 燕妖妖看见那工人回来 也赶紧站起身来 走到门口 问了一句 殿下可还平安 平安呐 太子妃 您放心 殿下没事 那殿下人呢 殿下已经收复了那几个将领回宫了 但是被陛下传召了过去 眼下御亲王正在被问审 文武大臣都在 殿下也过去了 殿下回来的时候 走的是东门 您进来的是南门 是以示威们 没能离报您在这儿的消息 殿下应该还不知道 您在东门等他 所以殿下不是故意轻蔓您 回宫里不派人回来打个招呼的 工人下意识地 就帮着自家殿下解释了一句 小安子也开口解释道 是的太子妃 这个农才可以保证 殿下要是知道您在等他 绝不会消息都不让人传回来一个 小安子可以打包票的 甚至殿下要是知道他在这儿 说不定还会先回来 看烟烙烟是不是有急事 同烟烙烟说完了 再去见陛下 毕竟今日与亲王谋反这等小事 殿下凶惨伪略 随手就可以处理 我爱点见陛下也不耽误什么 但是媳妇若是不高兴了 那就是很难处理了 从上次烟烟烟误会了殿下 那个正家相囊的事 小安子就能看出来 殿下似乎非常不擅长 处理媳妇的情绪问题 烟烟烟看着他们都这么充满了求生欲 一下子也是觉得 有点好笑 我也没说什么 你们这么着急干什么 因为您要是不高兴了 殿下也会不高兴 我们东宫都会愁云惨淡 所以奴才们不得不着急 好吧 眼下美人太子去面圣了 满朝文武都在商量要事 他自也不能随便离开 一一一也只能继续等着 盼着他能快点出来 清正殿 殿中灯火通明 玉亲王跪在大殿中央 天圣离开口问道 玉亲王 你认罪吗 成王摆头 有什么可说的 当年父皇原本就是想废了你的太子之位 把皇位传给我的 要不是因为你的老丈人 慕容哲学的外祖父 当初掌握着禁军 你以为你能登上这皇位 当初父皇没能把这个位置给我 如今 我就自己争 我何罪之有 放肆 无论父皇是否真的这么想了 但是最终父皇没有改立太子 朕便是正统的皇位继承人 岂有你在此大放厥词啊 哼 行了 我落到这个田地 也不想再同你说什么废话 要杀要夸 习听尊便 玉亲王这些年 一直都表现得很老实 人看起来也十分和善 很多人都没有想到 他竟然包藏祸心 叶尘封在边上 忍不住开口道 玉亲王 你可想过 你这么做 阿娟怎么办呢 古风欢托言情有声剧 独一小狂飞 感谢您的收听 火音声客出品 古风欢托言情有声剧 独一小狂飞 欢迎收听 第五百三十集 玉亲王冷吃了一声 开口道 他是本王的儿子 命运自然与本王捆绑在一起 本王要是成事了 他便是太子 是未来的君主 本王若是不能成事 他便是接下酒 这有什么好说的 可是现在他什么也不知道 就莫名其妙地下了大狱 从云端跌入地底 他这些年 一直花天酒地 没为我这个父亲做半点事 却是因为有我这个父亲 才想了这么多年的荣华富贵 如今就算是跌入地底 我也不算是欠了他什么 玉亲王的话 说得很无情 但是从他微微泛红的眼眶 众人也是明白了 他这些话 不过就是说给他自己听的吧 他心里还是心疼 他这个宝贝儿子的 纵然再不成气 纵然文不成武不救 但却也是京城寺公子之一 是自己的骨血 天圣帝看着玉亲王红着的眼睛 才觉得有一些痛快 这些年他一直忘不掉 当年父皇几次三发想一处的时候 自己心里的恐惧 他不仅要担心失去储君之位 与皇位失之交臂 还要担心新上位的太子容不得他 未来会除掉他 玉亲王在他所有的兄弟之中 当初对他的皇位威胁最大 自然也是最让他厌恶的一个 皇帝 你输了 当年就输了 如今更是输了 你既然放着荣华富贵不要 偏要像虎山行 朕自然也只能成全你的求此之心 亏得朕当初还真的认为 父皇宾天之后 你愿意听父皇的话 对朕尽忠 才把你留在京城呢 哼 慕容赵 你说这些话 是想骗谁 这些年 你真的信任过我吗 你不过就是表面信任 心里怀疑罢了 否则 怎么会我一起誓 你身边的这条狗就察觉了 第一时间便将我抓了 说到这里 玉亲王赠物的眸光 看向了边上 穿着暗红色朝服的善儿皇叔 慕容赵玉 你当初便是父皇 最期待出生的老来子 你母妃刚怀上了你 你还没出生 父皇就赐给你一座白泉山 这样的尊荣 我们这些兄弟 是谁都没有得到过的 后来父皇忽然病重 你成了姨父子 可不管怎么说 你也是皇子 可是你这些年在干什么 给慕容赵做狗吗 开心吗 他遇刺了 你就离开京城半年抓刺客 他担心菜油毒 你毫不犹豫地帮他吃下食毒 让你给他擦鞋 你都照做 你有没有半点做皇子的尊严 你若是有我半分骨气 也不至于此 你还帮他抓我 慕容陈玉 你真是一条好狗啊 可悲 可笑 玉亲王这话一出 在场不少朝臣 都是脸色一变 觉得十二王 疏怕是要动怒 毕竟这话 说得也忒难听 虽然都是真话 可是当面被人这样骂 也未免太羞辱人了 天圣地这个时候 沈氏的谋光 落在了慕容陈玉的身上 等着慕容陈玉的反应 然而慕容陈玉听了 竟然只是倾笑了一声 半点都不见动怒 陛下是君 本王是臣 为陛下尽忠 为陛下之命侍从 有什么不对啊 难道非要跟皇兄你一样 罔顾君臣之道 犯上作乱 才叫有骨气吗 这不是骨气 这是皇兄忘了中字怎么写 若是皇兄真的不会 本王可以教教你 他俨然一副 自己所做的一切 都是分内之事的样子 嘴角也一直 擒着好看的笑 没半点言不由衷的意思 让天圣地满意地 收回了谋光 并看着欲亲王道 若是朕所有的兄弟 都像陈玉一般忠心 岂会有今日之乱呢 你自己不反省 你做了什么恶事 竟然还在这 诋毁你的皇帝 简直就是罪该万死 千刀万刮也不为过 来人 将他推出去 即刻出展 任何人不得求情 否则示威同党 一并出展 这一下 想求情的朝臣 也没法子开口了 下头便立即有示威应下 将欲亲王拖出去出展了 天圣地见着欲亲王 并未反对 心里已经明白了 欲亲王嘴伤 似乎不在意慕容卷 心里却是已经选择了 接着 天圣地 将欲亲王从前 手中握着的不少诗拳 全部移交给了慕容陈玉 在场的朝臣们 听着陛下的命令 想着之前 欲亲王骂十二皇叔的话 心情都十分复杂 不知道应该鄙视十二皇叔 有如此容貌和能力 却真的像一条狗一样 一点皇子尊严都没有的 效忠陛下 还是应该赞叹 十二皇叔 为官有道 如此能得陛下信任 眼下手中已经掌握了 这么多实权 俨然已是重权在握 慕容陈玉得了这些权力 却似乎并不在意这些 见他没有洗腥余色 脸上也没看出什么野心 天圣地 对他也更加放心 也是了 一个能给自己擦鞋 牵马 还会溜须拍马的乖巧皇帝 能有什么野心呢 又是一个时辰之后 正是 才算是商议完了 而这个时候 忽然有人进来禀报 陛下 玉王妃在监狱自尽了 啊 他们遇亲王府的选择 朕明白了 朕罚了 明日再下职处置 玉王府的其他人 今日都散了吧 陈玉 你随朕来书房 许多人还不懂 天圣地的这一句 欲亲王府的选择 是什么意思 但是慕容哲雪和叶辰风 却是已经听懂了 天圣地说完 便起身离开清正殿 众人都明白 陛下是有事情 同时而皇叔商讨 慕容哲雪清冷的面上 并无表情 心下去明白 父皇找慕容陈玉的目的 天圣地走了之后 慕容哲雪举步走出了清正殿 这个时候 便已经有小安子派来的宫人 等着他了 太子殿下 太子妃来东宫找您了 天黑之前就来了 眼下已经等了两个都时辰了 小安子公公怕奴才们招呼不好 便再亲自侍奉他 于是就派奴才来伺候您了 顾见回 慕容哲雪听完这话 便身形一闪 人便不见了踪影 小安子还说 殿下必然是会 三步并坐两步回东宫的 然而呢 太子殿下三步并坐两步都嫌慢 直接用轻弓回去了 有这么着急见到媳妇吗 叶辰风走出来 也听到了这话 只想妹妹在东宫 便想着 这么晚了 不如等妹妹一起回去 见着太子殿下 那么着急地用轻弓回去了 叶辰风便跟着 往东宫的方向去了 东宫 叶辰达又等了许久 才终于等到了人回来 看见直接便用轻弓回来的美人太子 叶达达才算是松了一口气 开口道 殿下 你总算是回来了 我都等了你好久了 今天在战场上没有受伤吧 没有 没事就好 找顾有事 见太子殿下和太子妃开始谈话 小安子赶紧一摆手 带着所有人都退了出去 而小安子刚刚走到门口 就看见叶辰风已过来了 小安子正要进去禀报 叶辰风便摆摆手 我在外头等着妖幼就是了 妖幼肯定是有事找殿下 所以还是不要打扰了 等着出来一起回家就是了 小安子点点头 便没有多言 退下 叶妖妖看着慕容哲雪 直言道 殿下 这次谋反的事情 慕容娟应该是没有参与 我们有没有什么办法 可以保住慕容娟一条命 你可千万别误会 不是我喜欢她 所以要保住她 实在是白纸肉在我家里 哭得跟内人一样 再加上我跟她还有点友情吧 所以我就来找您商量商量 当真只是友情 不是因着舍不得她那张脸 真的是友情 这要是从前的我 说不定是真的有点舍不得慕容娟的脸 但现在我这不是又美人太子了吗 所以完全只是友情 跟那张脸没什么关系 看着她不像是说假话 太子殿下谋色缓和了几分 玉琴王府已经做出决定 慕容娟不会有事 什么意思 玉琴王府有单手铁券 等同免死金牌 可以保住一人性命 玉琴王方才已被父亲斩首 被斩首之前 她没有提出要用单书铁券来保命 而玉琴王妃也在监狱中自尽了 所以他们把活的机会 留给了慕容娟 这就是说 只要慕容娟有单书铁券在手 就不会有事 嗯 不过 不过什么 没什么 放心 姑会处理好 你希望她活 姑子会帮她 况且 这个堂弟之前还来帮着姑 说了一些红女人开心的法子 虽然都没有什么用处 况且什么 啊 没什么 殿下 你处理这件事情麻烦吗 可有什么需要我帮忙做的 不麻烦 你回去等消息便是 嗯 那好 那我先回去了 白纸肉还在家里等我的消息呢 她很担心 我不能耽搁 得赶紧去跟她说 好 姑送你回去 叶瑶瑶也没反对 两个人走出了大殿门口 就见着了叶辰风 瑶瑶 你怎么这么快就出来了 因为急着回去跟白纸肉说消息啊 她还等着我呢 是为了阿隽吧 放心 她没事的 刚才知晓 玉王妃自尽了 她就知道 阿隽的命保住了 因为阿隽之前说漏嘴 家里有单书铁卷的事 叶辰风也是知道的 但是即便是这样 叶辰风也没能笑出来 叶瑶瑶知晓 慕容隽的命能保住 脸上 却也同样没有露出高兴的情绪 因为两个人都知道 慕容隽这条命 是玉王爷和玉王妃 都放弃了活的机会给她的 慕容隽就算能活 下半辈子也不会快活的 叶瑶瑶回头 看一下慕容哲学 那既然哥哥在的话 殿下就不用送我了 嗯 话音落下 叶瑶瑶也没耽误功夫 急匆匆地 同叶辰风一起出去了 脚下走得飞快 只是这个时候 叶辰风也发现 太子殿下 眸光不善地看了自己一眼 仿佛就是在觉得 自己的到来 很是多余 耽误殿下 送叶瑶回家了 叶辰风摸了摸鼻子 行吧 下次她不多事了 让殿下送就好了 叶瑶要刚走 慕容哲学便吩咐了一句 盯着慕容陈玉的人 别让她的人对慕容隽下手 还有 呆姑的手遇 去天牢保住慕容隽 以免有人寻机 抢夺她的战术铁拳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火音声客出品 古风欢拖延情有声剧 独一小狂飞 欢迎收听 第五百三十一集 太子殿下的吩咐一下 暗处立即有人领命 倒是小安子开口问了一句 殿下是觉得陛下会对眷世子赶尽杀绝 派人去天牢 暗中抢走丹书铁拳 可是殿下 您这样派人去保护眷世子 陛下怕是会不悦的 他毕竟是叛臣之子 丹书铁拳是先皇于次 故只是保护此物 不被贼人夺走 是遵从先皇一命 姑会写折子给父皇 严明此事 殿下说的是 玉书房 慕容陈玉 跟随天圣帝进来之后 天圣帝便开口道 陈玉 今日玉亲王的话 朕听来倒是觉得 这些年有些磕磕你这个弟弟了 为皇兄做什么 都是陈帝的荣耀 何来苛待之说呀 你素来深安阵兮 想必也应该知晓 朕让你来 所谓何事 野火烧不尽 春风吹有声 陛下不愿意给慕容卷机会 怕他若是活着 后患无穷 陈帝其实也是如此认为 不如陈帝派人 伪装成刺客 去天牢杀了他 或是抢走他的丹书铁券 若是这般 便能斩草出根 一劳永逸了 随你的心一半就是 陈帝明白 陈帝这就去办 朕有陈玉这个弟弟 就好似如虎天意呀 小林子没出声 毕竟这些年 十二皇叔对陛下 的确是忠心耿耿 只是他们不知晓的是 走出了御书房 慕容陈玉的嘴角扯了扯 一双勾魂夺破的桃花眼 闪烁着阴质的寒芒 笑容更是极尽轻蔑 叶瑶和叶陈峰一起 出了皇宫 刚刚到了宫门口 就看见了夷杀郡主 叶瑶瑶愣了一下 郡主 你怎么会在这里 你让我再进过公府 陪着白纸柔 但是我却如了个册 魂蓝太人就不见了 他让下人留了话给我说 慕容隽的事情 他还是自己去解决为好 然后就走了 我赶紧追出去 也没看到他的人 我追到承乡府去找他 但是乡府的人说 他是回过家 不过从后门出去了 眼下人去了哪里 我也不清楚了 啊 他是什么时候离开 静国公府的 都大半个时辰了 我没找到他 就只好来找你 但是因着你们天上 今日出了冰乱 天上帝无暇接见我 让我明日再来 所以我只能在宫外 等着你 叶瑶瑶算了算时辰 大半个时辰之前 美人太子还在清正殿面圣 那个时候 白芷柔就已经离开了 那么回了一趟白家之后 白芷柔 应该又去什么地方 走 去天牢 赶紧的 白芷柔这个时候不在家 那十有八九 就是去天牢找慕容隽了 他说自己处理这件事 他会做出什么冲动的事情来 所以必须要赶时间过去 走 天牢 白芷柔往天牢走 势必跟着他 小心翼翼地开口道 小姐 要不我们还是回去吧 要而小姐说了 让您在府上等着她的 说不定她有办法的 她那么聪明 你为什么不相信她呢 是我糊涂了 只想着她是未来的太子妃 太子殿下那么喜欢她 说不定能看在她的面子上 帮帮我 帮帮慕容隽 可我却是忘了 岳王府的罪国是通敌叛国 即便是妖妖 又有什么通天的办法 能把慕容隽给救出来 我在晋国公府做了许久 也算是冷静了下来 此时不能连累妖妖 所以 我还是自己来办好了 势必听到这里 便也说不出别的话了 因为她知道 他们家小姐说的话 其实有道理 到了天牢附近 白芷柔看了那势碧一眼 开口道 你先回去 此时太危险 我不能连累你 不行 小姐 我不走 你必须走 除非你是想让我一辈子 良心不安 说着 白芷柔把自己手上的 镯子取下来 塞到了势碧的手里 这个镯子很值钱 能保你一世富贵 你拿着她赶紧离开 有多远走多远 小姐 这是命令 势必闻言 便只好含着泪 接过了镯子 目送着白芷柔离开 她原本是不赞同小姐 这么做的 但是既然是自己的主子 小姐真的决定了 她也定然会跟随 她本以为 小姐带着她过来 是生死都要带着她一起的 可是没想到 事到临头 小姐却是要撇下她 独自一个人去办这事 势必没有走 她在不远处蹲着 等着他们家小姐出来 白芷柔独自到了天牢门口 便拿出了印件 冷着一张脸 对羽族开口道 我是白芷柔 这是我父亲的印件 她要审问慕容眷 你们让慕容眷跟我走 白小姐 您跟眷氏子的事 京城不少人都知晓 正是因为我与慕容眷之前的事 所以我父亲才要借机 帮我出了这口恶气 我也想尽天牢亲眼看看 堂堂眷氏子被人丢在监狱 路破起来是什么样子 也能羞辱这条陆水狗 所以我便亲自来提人了 可是你仆人都没带一个 大晚上的要提走慕容眷 我若带着仆人来办 难免大张旗鼓 会被不少人瞧见地笑话我 还不如独自来带人 走小刀悄悄回去 你们说是不是 你们若是怕慕容眷跑了 一会儿便给他喂一包软金伞 把他五花大宝 让我带走就是了 软金伞我已经买好了 这 怎么 丞相的命令你们都不顾了 我父亲是首府 连一个乱臣贼子都不能处置了吗 还是你瞧不起我们白家 承仙要与我们相府为难 小的不敢 陛下也没有说不能让慕容眷离开天牢 既然是白丞相的意思 那就让他们丞相府去审问吧 反正白纸柔我们也不是不认识 那剑印也是真的 最后要是真的出事了 责任也是丞相府来担着 与你我无关 你说的也是 那好吧 白小姐 您跟我进来吧 白纸柔暗自松了一口气 跟随着那名狱卒 一起进了监狱 只是白纸柔刚刚走进监狱 才不到一炷香的功夫 刑部侍郎便正好来监狱巡查 与亲王府的人都是重犯 他自然也是不敢马虎大意 自是要随时确认 慕容眷等人都在牢房之中 看着正门口只有一名狱卒 刑部侍郎顿时便怒道 怎么只有你一个人在门口 还有一个人呢 今天是关下谁的日子 是谁给你们的胆子 竟然敢玩户职守 大人息怒 是白家小姐带了白大人的硬件过来 说是相爷要提审慕容眷 所以他就带白小姐进去提人了 大人放心 天牢内的防守十分严密 不会有犯人逃出去的 白城向提审慕容眷做什么 慕容眷的事情不是由陛下定夺吗 大人您忘了 之前慕容眷和白家小姐的事情 在京城闹得沸沸扬扬扬 白家肯定是记仇了 白小姐也是明说了 她附近让她过来带走慕容眷 其实就是为了教训她 报个仇 哎呀 这女人啊 就是这样 喜欢一个人的时候 能喜欢的命都不要 而开始恨一个人了 那就 说到这里 刑部侍郎瞪了她一眼 她才赶紧收了脸上玩味的神情 也反应过来了什么 不敢继续调侃下去了 毕竟对方是丞相的独女 她和侍郎大人都是得罪不起的 要是让她知道 她说了什么 告诉了相爷 那自己就惨了 既然是相爷要整她 让白纸又把她带走一会儿 倒也是无妨 反正郁亲王谋反 慕容眷这辈子 也算是完了 她也翻不起什么浪花了 日后也没本事报复谁 大人您说的是 等等 大人 怎么了 赶紧带本官进去 大人 这是为何呀 让你带路就带路 你这个蠢祸 被白纸柔给骗了 狱卒一头雾水 实在是不明白 大人为什么会这么说 但是他还是赶紧在前头带路 急匆匆地往里头走 牢狱之中 这个时候 白纸柔也已经走到了 慕容眷的牢房之前 慕容眷此刻正靠在墙角坐着 手里长年不离的扇子 随手丢在地上 脸色有点惨白 眼角却是不经意滴泪 整个人看起来有些恍惚 白纸柔看着她的样子 顿时有些心疼 但她还是做出一副冷硬的样子 看了一眼狱卒 开口道 还不快点把门给打开 慕容眷听见了动静 偏头看了白纸柔一眼 一贯风流血液的脸上 没什么神情 看起来几乎有点呆滞 狱卒打开了门 走到了慕容眷的跟前 开口道 郑世子 走吧 白城上要审问你 想给你点骨头吃吃 有劳你同白小姐走一趟了 慕容眷 你没想过 你和我今天吧 今日落在我白家手中 慕思要你脱层皮 本姑娘今日一定要你后悔 你当日那般欺辱我 慕容眷便起了身 打算跟着狱卒一起出来 她好像整个人都丢了魂 似乎不管自己被人怎么处置 都已然无所谓了 脚不虚幅地往外走 反正她都已经这样 还了白家的债也是应该的 看着她这模样 白芷柔心里更是不好受 只是她面上 还是要装作冷硬 为了取信于人 还故意说了一句 见着眷世子如今这副样子 我真是觉得痛快 今日也没白来走这一趟 我欠你的 今日换你 怎么换都行 这可是你自己说的 今日就是死在我们相府 想必你也是不会有怨言的了 还愣着干什么 把他绑起来吧 我现在就要把他带走 是 满着 玉祖扭头看向那边 便见着了刑部侍郎 大人 大人为何阻挠 是我父亲这个丞相 大人已经不看在眼里了吗 白小姐 丞相大人刚刚同本官 一起在宫中灭圣 眼下恐怕才回到相府 相府到天牢 也有一段不短的路程 可白小姐却已经来提人了 下官不禁想问 白小姐是如何得到相爷的指令的 古风欢拖延情有声趣 独一小狂飞 感谢您的收听 火音深刻出品 古风欢拖延情有声趣 独一小狂飞 欢迎收听 第五百三十二集 白芷柔眼神躲闪了一下 方才道 我父亲出门命圣之前 就已经对我说了 我父亲的印剑也在此 难道我还能蒙骗大人不成 那既然如此 还请白小姐捎带 本官请人去趟丞相府 问问相爷 到底是不是真的同意了 再让白小姐 带慕容眷离开不迟 本小姐现在就要带她走 白芷柔一下子也有些急了 慕容眷看到这里 也明白了 眼下的情况有些不对 并不像是白芷柔之前说的 只是为了教训自己 要真的是这样 白芷柔为什么要拒绝 让白丞相确认此事 哼 白小姐 本官明白了 相爷根本就没有让你来带慕容眷走 是你自己拿了相爷的硬件 过来私放罪犯 对不对 你不要信口开河 信口开河 那好 白小姐的目的 若真是为了折磨慕容眷 何必要回丞相府折磨呢 就在我们这刑部大佬折磨 也是一样的 本官愿意卖给白大人一个面子 把所有的兴趣 都拿出来给慕容眷上一遍 先用烙铁吧 白小姐 你说如何 何须 何须如此残忍 不用烙铁也行 就先打个八十大板 让白小姐消消气 反正御亲王都已经被陛下给斩了 就算把慕容眷打个半死 陛下想必也不会说什么 白小姐觉得如何 你 我父王已经 是 你父王已经死了 慕容眷攥紧了拳头 咬着牙 说不出话 刑部侍郎又看向白芷柔 接着道 八十大板也不想 这么看来 白小姐是舍不得 所以 所谓的你要带慕容眷走 只是为了折磨她 这个说法 想来是不可信的 白芷柔知晓 眼下局势对自己十分不利 可是 可是她总不能真的同意 在天牢对慕容眷用刑 这样的话 她非但救不出慕容眷 还平白害得她为自己受苦 看着白芷柔说不出话来 刑部侍郎再次冷笑 白小姐偏要说 是相爷派你来的 此事的真相 莫非是白丞相 其实 是玉卿王的同党 所以才让你来救人 你休要叛咬我父亲 这是我一个人办的事情 同我父亲没有关系 慕容眷已经看明白了 她是来救她的 她自也开口 助她脱身 白小姐 你还是先回去吧 我知道你想教训我 若是真想折磨我 便找你父亲来 你在此说什么 姓部侍郎都是不会相信的 晚了 白小姐现在就是要走 也走不了了 盗取相应 想要私放罪犯 都是重罪 可不是你随便几句话 就能脱罪她 来人 把白纸柔收药 本官这就请旨 奏请陛下此事 白纸柔是丞相独女 你这般 就不怕开罪丞相 开罪丞相 丞相还是先想想 怎么同陛下解释 他女儿来救你的事吧 牵扯上谋反之时 他自身都难保 还能将本官如何 来人 把他们关起来 白小姐既然对 慕容眷一往情深 就叫他们关在 一个牢房里吧 也当是本官 做了一件好事了 话到这里 刑部侍郎还猛地伸出手 夺过了白纸柔 手中的丞相印件 转身道 本官这就去灭圣 话说完 他便举步离开 白纸柔脸色一白 没能抢回印件 在狱卒的收押之下 同慕容眷关在了一处 他看了一眼慕容眷 说了一句 我还是没用 救不了你 你之前不是说了 让我离你远一点 眼下你这又是何苦 也许是因为我傻 因为我想不开吧 其实你不来 我也不会死 刚进监狱 无非变成众人不注意 一头撞死了在墙壁上 临死的时候 他把单数铁券交给了我 他说 他同父王商量好了 若是失败 就把生的机会留给我 但是母妃做的这一切之前 他没有问我想不想要 没有问我需不需要 他这样报我的命 今天 我的父王母妃都死了 我也是第一回知道 原来一个人的心 痛哭到极致的时候 竟反而掉不出眼泪了 如果能哭的话 我现在应该会好受一点 可是偏偏 我一点泪意都没有 一点都没有 白芷柔正正地看他出神 他没有想到 他离慕容娟最近的一次 慕容娟第一次 也是唯一一次 同他说交心的话 竟是在这种情形之下 我不知道 你有单数铁券 接着 两个人就沉默了下来 慕容娟靠着墙壁坐了一会儿 他眼神看向白芷柔 开口问道 那你想过 你盗去了你父亲的硬件 来救我 陛下会怎么处置你们家吗 我想过了 我想着我救你出去 等你平安离开京城之后 我就去找陛下认罪 说一切都是我做的 我父亲什么都不知道 我一个人承担下来 这些罪责就是了 陛下应当也就是 斥责父亲几句 或是罚疯 毕竟父亲贵为丞相 而且家在南方 陛下知晓罪魁祸首是我 我又付出了代价 应该不会太为难父亲的 你是打算用你的命换我 你觉得我值得吗 我觉得你不值得 因为你对我一点都不好 可是 我还是舍不得你死 我又能怎么办呢 但是现在弄成这样了 原来你有单书铁券 我近来完全是多此一句 等刑部射狼把我父亲 告到陛下跟前 父亲再告知陛下 他什么都不知道 是他出门之后 我刀取了硬剑 盼我斩首的消息 就应该下来了 他完全没想到的是 眼下竟然变成这样 他一个人却赴死了 四方要犯 是死罪 话到这里 他忽然看下慕容卷 开口问他 开口问他 如果我死了 你会记得我吗 是我问错了 今日你父王和母妃都没了 我同你说这些 你也是没心情听的 但是慕容卷 我还是想你记得我 哪怕就是偶尔想起来都行 甚至我才会觉得 我没白赖这一趟 也没白死 你不会死的 白纸柔一愣 不知道他为何如此缺心 慕容卷这个时候 却是把单书铁卷拿出来 递给了他 开口道 单书铁卷给你 收着吧 这东西可以保你一命 给我 你是为了救我 才楼到这部天地 我到底是个男人 自然不会看着你死 我死之后 你不用记得我了 忘了吧白姑娘 我活着的时候 没有喜欢过你 死了 便更不会 你好好去过你自己的日子 他们家设计谋反 寻场人都是避之不齐 白纸柔却是想拿她的命来换她 她心中自是动容 甚至也冤怪自己不是好歹 怎么就没能喜欢上 带自己这样真心的姑娘 可是事已至此 他们两个 恐怕只能活一个 既然这样 倒不如把话说得绝情一些 她死了之后 白纸柔还能重新开始新的生活 有丞相嫡女的身份在 叶瑶瑶这个未来的皇后 又是她的好友 就算她眼下跟自己有过牵扯 未来应当也不会嫁得太差 你就这么讨厌我 就一定要把话说得这么绝 你一定要说生和死都不会喜欢我 就算安慰我一下 你也不愿意吗 你都说了 我本来就不值得你来救我 因为我对你不好 我是什么人 你本意也是清楚 所以你何须我虚假的安慰你 你现在就该庆幸 我好歹还不是完全没有幸 愿意把单数铁券给你 免了你 为我这种人 真的丢了性命 没见过你这样的 早就说了不喜欢你了 还跑到监狱来多管闲事 最后连累我 真的 下辈子也别再让我看到你了 我们玉清王府的事情 跟你有什么关系 轮得上你来多事吗 你难道以为你这样做 我就会喜欢上你不成 不自量力 够了 她闭上眼 抱着自己的腿 低着头无声的哭泣 慕容卷动了动唇盼 想说什么 到底也没说 只是伸出手 把单数铁券 又往她的方向推了推 一直推到了她跟前 她才坐到远处的墙角 靠在墙上 没再出声 就在这个时候 监狱之外 传来一阵响动 慕容卷台眼看过去 本是担心 是来处置白芷柔的人 这么快就到了 然而看见的 却是叶夭夭和叶陈锋 还有银沙郡主 她愣了一下 白芷柔也愣了一下 狱卒很快地把门打开 看着叶夭夭倒 叶二小姐 叶小军 这里头两个人都是重犯 白芷柔之前还试图救走 慕容卷 所以上头已经下令 任何人都不能带犯人离开了 你们要说什么 也请赶紧他 不要让小乐太为难 我明白 辛苦了 狱卒转身出去了 叶瑶瑶看向蹲在地上 哭的白芷柔 立即上前 问道 你先别哭 殿下说了 慕容卷有单书铁券 不会有事的 你告诉我 你发生什么事了 怎么也被抓进来了 外头的狱卒都说得很含糊 说你私放罪犯 被刑部侍郎发现抓了 具体是怎么回事 她得搞清楚情况 才能知道有没有办法 帮白芷柔 白芷柔也知晓 自己这会儿哭 也挺丢人的 赶紧擦掉了泪 把事情都跟叶瑶瑶说了 一切都说完了之后 她苦笑道 都怪我呗 我要是不骂人行动就好了 我应该听你的 再经过功夫等你回来 这样的话 事情就不会搞成这样了 陛下对御亲王府 作乱的事情 十分生气 知道白芷柔盗取印件 私放罪犯 恐怕 刚才我们来的路上 并没遇见刑部侍郎 他应该是走了 另外一条道 进宫禀报消息 哥哥 我们现在出去的话 能不能追上刑部侍郎 你想干什么 把人拦下来 不管是威逼利诱也好 还是怎么样都行 试试看能不能让他松口 把这件事情压下来 但是刑部侍郎 已经走了有一段时间了 这下 整个天牢就安静了下来 倒是慕容隽 这个时候开了口 你们告诉陛下 单书铁券保白芷柔的命 此时就算了解 这原本就是我们 豫王府的祸事 也不该由白姑娘来承担 阿隽 我知道你担心我 但是陈锋兄 你应该明白我的 如果你是我 你也会这么选择 叶陈锋沉默 的确 若是有个姑娘 因为救自己要被杀逃 而自己手中有单书铁券 她也定然是会让给对方的 无关自己是不是喜欢这个姑娘 这是男人 应该有的担当 陈锋兄 你告诉紫霄和玉辰 咱们下辈子再做兄弟 古风欢托言情有声趣 独一小狂飞 感谢您的收听 火音声客出品 古风欢托言情有声趣 独一小狂飞 欢迎收听 第五百三十三集 慕容眷的话刚说完 外头就传来 韩紫霄刚毅的声线 狗屁 什么下辈子做兄弟 要我做就这辈子做 下辈子的事情 谁说得清楚 慕容眷抬眼 看见他们两个人 苦笑了一声 他其实是希望 所有人都不来的 父王犯下的谋反的罪 兄弟们 要是都离得远远的 才不会被连累 可是没想到 还是都到了 阿隽 抱歉啊 你父王和母妃的事情 没能帮上你 我父王和母妃的事情 谁都帮不上我 你们没什么需要抱歉的 是我自己蠢 上回陈锋兄 册封狮子的时候 我都对你们提过 我父王最近深深密密了 可我竟然也没深究 他到底是在做什么 若是我早一步发现了 说不定还能拦着他 现在说什么都完了 到时这个时候 韩子萧看了叶陈锋一眼 开口问道 陈锋 此事你之前知道吗 我也是今日中午出事之后 才知晓的 之前一无所觉 此事一直都是 十二皇叔在负责 先前我一直不太明白 陛下为什么让我 专心招待成颖国的使团 军务也让我少插手 如今想来啊 确实明白了 恐是陛下担心 我同阿隽的交情 怕我寻思 所以没透露给我 招待成颖国的使团 原本该是礼部的事情 却是让叶陈锋来做 起初叶陈锋还以为 只是因为自己之前 大败成颖国 陛下让自己来招呼 是故意示威 眼下看来 竟是为了这个 林玉成开口道 我觉得 不如我们去找陛下求情 阿隽 你就用单书铁券来自保 你们家犯的是谋反大罪 没有单书铁券 你必死无疑 白姑娘 却是因为儿女私情 做了错事 比起你的罪责 她被陛下原谅的机会 也许大一些 要是我们所有人 都替白姑娘求情 她要是丞相之女 说不定陛下 会网开一面 这倒是个好办法 晋国公府 明国公府 穆王府 一起为白姑娘求情 再请太子殿下帮忙 保住白姑娘一条命 应该不成问题 就是恐怕 这个死罪可免 活罪难逃 少不得会被流放啊 我不怕流放 你们就这么办吧 这两个人都有机会活 再说了 我也是不会听慕容劝的 拿单书铁券 保自己的命的 她若是会那样做 今日就不会出现在这里了 慕容劝生或者死 喜不喜欢她 都没有关系 反正她肯定不能为了自己活 让慕容劝去死 她这话说完 也没有看慕容劝 亦不再说话 慕容劝看了她一眼 也没再出声 事实上 若不是白纸肉 卷入今日的事情 她并不想多说什么话 她的父王和母妃都没了 她心痛到呼吸都难受 根本就没有交流的心思 叶瑶瑶开口道 那我们就这么办 眼下就进攻 好 对不起 瑶瑶 是我不听你的话 没等你回来 给你添乱了 事情都这样了 这种话就别说了 你在这等我们消息 嗯 叶瑶瑶等人便直接策马 往宫中而去 半路上 正好遇见一名士币 在路上急迟 叶瑶瑶认得对方 那是白纸柔的提神士币 她开口道 诶 等等 你这是去做什么 叶瑶小姐 是您 我们家小姐要去救慕容劝 所以赶我走 我偷偷在天牢外头等了许久 也没等到小姐出来 确实看见刑部侍郎往宫里去了 我就知道出事了 我回去找老爷帮忙 老爷近日从宫里出来后 正巧同友人去商量了些事 还没回到家 半途就被陛下派来的人 带入宫中 说到这里 势必拿出了几块布料 开口道 相爷问清楚了情况 也正好碰见了我找来 这是相爷当场撕下袖子的布料 写下的血书 说是让我送到好几个同相爷 交好的大人家中 让他们帮小姐求情 还说小姐的命 就交到我手上了 这事是白纸柔做的 相爷被盗取了硬件 并非是什么要命的罪过 最多就是被陛下斥责罢了 他何之于写下血书 让他人帮着求情 除非 丞相是知晓 白纸柔犯了死罪 他是必死无疑 所以想为他顶罪 说私放慕容卷是他一个人的主意 白纸柔什么都不知道 也只是听负命行事 再让他的友人帮忙求情 或许就能保住白纸柔一条命 极有可能是如此 丞相就这么一个女儿 他爱女如命 眼下血书都写了 定是已经做了赴死的打算 哥哥 我们赶紧进宫 啊 幻音落下 他们立即策马而去 势必站在原地想了想 也立刻拿着那些血书 去找那些大人们了 东宫 太子殿下处理了白天去平乱 没处理完的政务 便写了折子 严明自己派人去保护慕容卷 只是为了保护先帝的一命 递给了小安子 语气清冷的道 送给父皇 是 殿下 奴才收到消息 白纸柔方才被带进了宫了 已然进了御书房 嗯 为何 听说是白纸柔私自带了相印 去救慕容卷 陛下派人抓了白丞相来问罪 叶瑶瑶都已经那么着急地回去 找白纸柔说单书铁券的事 白纸柔却还是没稳住 白丞相上一次 因着白纸柔 被姑贵乏了那么长时间 事后也没有弹劾姑 想来是极其宠爱这个女儿的 白纸柔做出这种事 那 过去看看 慕容哲学起了身 小安子立即跟上 只是 这才刚刚走出东宫不久 还没来得及到御书房 天穷便急速来禀报了消息 慕容哲学听完 脚步便顿住了 殿下 这 陛下下手也太快了 白丞相进宫这才多久啊 就 而此刻 叶瑶瑶等人 还在路上急迟 到了宫门口之后 他们翻身下马 叶辰锋大步到了侍卫的跟前 有劳通报一事 说叶辰锋求见陛下 眼下 还没到宫中宵禁的时辰 加上今日还有人作乱 是特殊时期 所以纵然已经天黑了 但叶辰锋还是能求见的 然而 就在这个时候 刑部侍郎正好出宫来了 他看着叶辰锋 笑着寒暄道 叶将军 您现在要进宫见陛下吧 白丞相刚刚被斩首不久 陛下这个时候 正是震怒 眼下进去 怕是 啊 什么 已经斩首了 为什么这么快 也不知道 白丞相是怎么想的 偏要说 是他派女儿去救慕容卷的 陛下不相信 连问白丞相三遍 是否改口 白丞相还是坚持不改口 坚称他女儿只是奉负密行事 是他一个人的主意 请陛下赐死 饶过他什么都不知道的女儿 陛下震怒之下 就 他作为陛下的心腹 自然是知道 陛下对御亲王深恶痛绝 此事牵扯到御亲王 白丞相还一意孤行 非要认罪 陛下实在是太生气了 所以才会如此 叶瑶瑶脸色有些发白 不知道这事 怎么跟白纸柔说 林玉辰和韩子霄 进监狱的时候 就找御族打听清楚了具体情况 眼下林玉辰的脸色 一下子就轻了 瞪着刑部侍郎道 刑部侍郎 这都是你干的好事 我 林世子 话可不能这么说 做错事的是白纸柔自尽 下官只是公事公办 白大人也是自己承认的 这官下官什么事 白丞相也算是求人得人 他非要顶罪 他闺女的命 应该是保得住啊 这事 陛下心里也明白 真相是怎么回事 一国丞相就这样被斩首 陛下有气也消了大半 多半还是会念着白丞相 生前为天圣的付出 若是有人为白纸柔求情 他怕是流放都不必啊 都是白家于各位的府上 也没有多深的矫情吧 好似也只有一二小姐 同白小姐关系好 林世子啊 你这么激动干什么 大人去告密 得了什么好处 陛下是不是会给大人升官 刑部侍郎犹豫了一会儿 没回答 嘴角却是露出笑容 陛下眼下虽然没有直接给他升官 但是陛下对他的忠心是非常满意的 所以升官 这也是迟早的事儿 但是这话他当然是不好直接承认的 叶尔小姐 下官知道你跟白小姐关系好 所以你现在怕是有些记恨下官 但是下官也希望您能明白 下官这也是按照律法办事 所谓法不容情 就是这个道理 下官既没有栽赃 也没有陷害 你们指责我 不觉得过分了 大人说的是 法不容情 那就请大人一定兢兢业业 千万不要触碰任何律法 否则只要被我们晋国公府抓住 定然也会让大人切身体会 法不容情的感觉 还有 大人最好从前也没干过任何措施 不然很快就会被我们府上挖出来 用律法制裁大人 叶尔小姐 你这 他一时半会儿 还真的不能保证 自己从前有没有办错过事 否则当初太子殿下 求陛下赐婚取叶奥奥的时候 他就不会因为担心 破绽被太子殿下抓住 就不敢帮陛下反对婚事了 而且叶奥奥还说了 让他以后也小心点 他现在头皮发麻 大人不是说了 法不容情吗 我们晋国公府 以后也一定会帮着大人 尽早体会律法最冷酷的一面 刑部侍郎已经想求饶了 然而叶奥奥半点没给他求饶的机会 只说了一个滚字 刑部侍郎不想滚 但是看着众人的脸色 一个比一个难看 心知自己再不滚 下场恐怕更惨 便赶紧走了 叶晨峰看了一眼叶奥奥 开口道 奥奥 给白姑娘求情的事件 我们进宫去办就是了 我们三个分别是三大世界的世子 而白丞相身前 施恩过的大人不少 想必不少人收到了白丞相的血书 很快就会进宫来为白姑娘求情的 刑部侍郎有句话没说错 白丞相死了 又由我们一起求情 他应该流放都不必了 你现在先去大牢 把这件事告诉白姑娘 紫药秀 你的护卫借用一下 保护妖妖去大牢 这是他父亲的事 白姑娘有权利知道 而且眼下不知道 陛下处置他的时候 也是会知道的 与其到时候在陛下 或是宣旨的人面前失态 不如眼下就让他知晓 也免了他到时候 说出事情是他做的 跟白丞相没关系 那白丞相就白死了 韩紫药和林雨晨出门 都是带了护卫的 眼下也都跟着策马过来 韩紫药点了点头 便安排了几个护卫 跟着夜妖妖走了 天牢 夜妖妖在狱卒的带领下 迟疑着再次走进了白芷柔所在的牢房 白芷柔看见夜妖妖回来了 脸色却是不对 开口问道 妖妖 怎么了 怎么这个表情 是找陛下求情失败了吗 没事的 我本来就有父子的准备 就是失败了也没什么的 你也不用太难过了 我这次贸然行动 给你们惹的麻烦已经够多了 你 不是这个 那是什么 芷柔 你先冷静一点 听我说 你爹他 被陛下传召进宫 谈问硬件的事 古风欢托言情有声趣 独一小狂飞 感谢您的收听 火音声客出品 古风欢托言情有声趣 独一小狂飞 欢迎收听 第五百三十四集 白芷柔听到这里 握着叶奥奥的手 着急的倒 我爹只要说出真相 告诉陛下是我盗取了印件 不就没大碍了吗 陛下应该只会斥责罚疯啊 难道 难道陛下下令 这样走我爹了吗 我爹没事吧 芽芽你一说这么好 你帮我去看看我爹吧 你爹 没有说真相 他把所有罪责 一力承担了下来 他说是他派你来救慕容卷的 他说你什么都不知道 陛下一怒之下 下令当即斩首了 我们赶到宫门口的时候 你爹就已经 你说 我爹他 慕容卷脸色也有些难看 眼神跟着看了过来 叶瑶瑶点点头 你 姐 不可能 你骗我 我爹不会出事的 你骗我的是不是 瑶瑶 你是开玩笑的对吗 我爹肯定是知道 我办了蠢事不高兴 所以让你来吓唬我的 我爹不会死的 瑶瑶你跟我说真话 这是假的对吗 这都是假的 瑶瑶瑶看着他 并不出声 眼眶却是有点红 因为他知晓 白芷柔肯定很难接受 这个事实 白芷柔原本就很自责 没有听自己的话 在建国公府 等着自己回来 才闹出这件事 眼下 还连累他爹丢了性命 放在谁身上能接受 看着叶瑶瑶 只是看着他不说话 白芷柔的心里越来越慌 抓住叶瑶瑶的胳膊 摇晃着道 瑶瑶 你说话呀 你是骗我的 你说呀 芷柔 我不会拿这种事 跟你开玩笑的 不可能 这不可能 我爹他那么聪明的一个人 他一直都知道 怎么明哲薄身 他一直都知道 怎么在官场上 撇清自己 他怎么会 不可能 是他算错了 他算到了 怎么撇清他爹 但是他却忘记了 他爹对他的妇女之情 忘了计算他爹 会不会为了维护他顶罪 思绪到此 白芷柔疯了一般的 就要把头往墙壁上撞 哭着道 都是我 都是我 都是我害死了我爹 都是我这 只要你别这样 瑶瑶你别拉着我 如果不是我 不敢听你的话 在你家 等着你回来 现在什么事情 都不会有 我爹不会死 他肯定不会死的 我到底做了什么 我做了什么 叶瑶瑶的力气算是大 平日里拖着一个人都能走 但是白芷柔极其激动 往墙上撞 就是一副一心寻死的样子 决心极重 叶瑶瑶此刻 竟然都有些拉不住 白芷柔 慕容卷见此 便赶紧上前来 帮着叶瑶瑶拉住了她 她虽然武功比不上韩子香 但却也是有武功的 想要拉住白芷柔 比叶瑶瑶轻易得多 慕容卷心中也是满怀愧疚 若非是为了自己 白家也不会家破人亡 白芷柔见着是她 情绪更是激动 哭着道 你滚开 我要是没有遇见你就好了 我这辈子最大的不幸 就是遇见了你 哭 我为了一个不喜欢我的人 为了一个屡次伤我的人 害死了从小处爱我的父亲 我要怎么原谅自己 我一辈子 都没有办法原谅自己了 对不起 对不起 慕容卷不断地重复着这三个字 抱紧了白芷柔 拉着她 没让她继续往墙上撞 她一直说对不起 但是白芷柔其实知道 害死她爹的罪魁祸首 并不是慕容卷 而是她自己 慕容卷不喜欢她 也没有叫自己来救她 甚至还跟她说了 她是多管闲事来到这里 害死她爹的人是她 她一生里从来没有这样悔恨过 甚至恨不得自己根本就没有出声过 白芷柔想继续往墙上撞 却是无论如何 大不过慕容卷的力气 便只能哭 歇斯底里地哭 叶瑶瑶站在边上看着 心里也不好受 她知晓 白芷柔知晓了此事 一定会崩溃的 她一定会觉得 她自己是害死她爹的凶手 白芷柔坐在地上 哭了很久 情绪依旧没有平静 慕容卷始终抱着她 怕一个松手 她就会撞死在牢狱中 叶瑶瑶却是清楚 有些话得赶紧说 不能再拖了 她蹲在白芷柔的跟前 有些不忍的小声道 芷柔 你得记得一件事 你爹是为了 为了保住你 才替你顶罪的 所以你千万不能 辜负他的死 芷柔 不管是陛下问你 还是谁来问你 你都说你什么都不知道 是你爹让你来的 你听明白了吗 不是我爹让我来的 不是他 他什么都不知道 他是无辜的 他是枉死的 他是冤枉的 你这样 是想让你爹白死吗 他用他的命来换你 你这样 是想让他的死腹株流水吗 他这么做 就是想你活下去 好好活下去 你明不明白 叶瑶瑶知道 自己的话很残忍 这是在再次提醒白芷柔 他爹是为了他而死的 但是叶瑶瑶只能这么说 才能让白芷柔冷静一点 不要做傻事 一定要活着 不要辜负他爹的死 不能到最后 父女二人都丢了性命 白芷柔哭着更大声 转身就抱住了叶瑶瑶 撕心裂肺地哭了起来 叶瑶 我怎么办 我怎么办 我爱死我爹了 我怎么活呀 我爹要我怎么活呀 慕容眷见着他 只是要去抱叶瑶瑶 便也没强行拉着他 叶瑶瑶瑶抱着他 轻轻地拍着他的背 安慰他 也忍不住陪着他一起流泪 谁都没有想到 事情会弄成这样 白丞相这么做 的确是保住了白芷柔 这是一片爱女之心 可是白丞相又是否想过 他的女儿能否承担得起 这样一份过于沉重的父爱 芷柔 你听我的 你就听我这一次 别辜负你爹的死 你得好好活着 好好走完这一生 否则九泉之下 你要怎么面对他 你要告诉他 你对他的死 根本不领情吗 你爹去见陛下之前 还写了好几封学书 找那些朝臣们 帮忙保你的性命 他甚至不知道 哪一封学书是有用的 也不能确定他死了之后 那些人一定会为你求情 但他还是这么做了 哪怕只是一点 能帮你活下去的契机 他都没有放过 所以你真的要辜负他吗 你真的要对陛下 爹要来审问你的人说 你爹是冤枉的 都是你做的吗 白芷柔一下子哭得更大声 情绪也更为崩溃 满手在叶奥奥的怀里 肩膀一直颤抖着 渐渐搭了了下来 叶奥奥见词 心里便已经明白 自己劝他的话奏笑了 慕容卷看着白芷柔 心中也很是歉疚 想着自己不久之前 为了让他收下单书铁卷 说了那么多难听且绝情的话 更是觉得对不起他 白芷柔想想他爹的死 再想想他慕容卷 说的那些混账话 哪个姑娘能受得住这个 白芷柔又哭了许久 叶奥奥低声道 芷柔 你都说了 你后悔没听我的 再经过功夫等我回来 这一次 你听我的 好吗 半晌 白芷柔点了点头 整个人已然是失魂落魄 好 芷柔说得对 爹为了保护我 已经死了 我这条命 是爹换来的 我已经没有资格 自寻死路了 只能好好活下去 才算对得起爹 不管再怎样艰难 不管这一生 你自作怎样容易随行 我都只能活着 叶奥奥顿时松礼口气 天圣地看着面前的叶辰风 韩子霄 慕容卷 还有不少急急忙忙 赶到宫中 给白芷柔求情的朝臣 嘴角扯了扯 开口道 看来朕的丞相 人缘倒是不差呀 一众朝臣们战战兢兢 虽是不说话 却也还是弯着腰 保持着求情的姿态 白丞相的事情 跟御亲王府牵扯上的 他们这些来求情的 其实也不是没有掂量过 是不是会让陛下 连同他们一起怀疑猜忌了 所以也有人 收到了血书之后并没有来 但是他们这些来了的 都是感念白丞相对自己的恩惠 或是舍不得这一份交谊的 林玉辰开口道 陛下 白家就只剩下白芷柔一个了 丞相大人虽然做错了事情 但这些年对天圣也是忠心耿耿 立功无数 还请陛下网开一面 陛下 末将虽然不知道 白丞相为何要私放慕容卷 但是末将能担保 白丞相绝无谋反之心哪 天圣帝当然明白 白丞相没有谋反之心 这个人对天圣忠心耿耿 若是他忠心的人是自己 天圣帝也不会杀他 然而白丞相表面对自己忠心耿耿 但是天圣帝清楚 白丞相忠心的是这片国土 谁是皇帝 白丞相就忠心于谁 如果自己不是皇帝了 白丞相就会去效忠做了皇帝的人 这样的臣子虽是跳不出什么错处 但是天圣帝也没有保他的息子 既然他为了女儿一心求死 天圣帝自也成全 眼下区区一个白纸柔 也翻不起什么风浪 既然这么多人都求情 天圣帝便也道 既然你们都这么说 朕便也网开一面 白纸柔可以不杀 也可以不处置 但是他必须离开野阳城 一世不得返回 臣等替白丞相谢过陛下隆恩 叶阳城 就是如今的天圣京城 虽然不能返回叶阳城 但是至少也不必流放到 例如张城这种 满是胀气的鬼地方 陛下已的确算是网开一面了 行了 退下吧 是 等朝城门一走 天圣帝才变了脸色 把朝城门到来之前 自己刚刚看完的东宫送来的奏折 升了出去 这个慕容哲学 是偏要和朕作对吗 他让陈玉去处理了慕容卷 这个慕容哲学倒好 就是要派人去天牢 不让贼人去抢罗丹书铁卷 说是维护先帝的一命 但是天圣帝哪里会不清楚 慕容哲学是料定了 自己会想把慕容卷斩草除根 所以这是故意在跟自己这个父皇对着干了 小林子赶紧开口道 陛下息怒 慕容哲学新家上的那个人 不是跟白纸柔关系好吗 他竟也没为了叶妖妖 来给白纸柔求情 他若是来求情了 朕不好动他 却是可以拿白纸柔开刀 以消朕心头之恨呢 陛下 也许太子殿下 也是料到如此 所以才没来 太子殿下何等智慧 岂会想不到 陛下眼下正是气他的时候 他若是来求情 反而是会害了白纸柔的性命 而其他的朝臣们来了这么多 陛下多少是会给些面子 所以太子不来才是好的 天圣地被小林子这么一说 噎住了 朕怎么好像有种 又被他算准的感觉啊 这话 奴才不敢接 但是陛下 您可以自信一点 把好像两个字去掉 您的确又被太子殿下算准了 十二王爷府上 下头的人来禀报 十二王爷 慕容娟我们没有办法下手 天牢内外不少都是太子的人 我们实在是找不到机会 更别说今日又是白纸柔 又是叶辰风等人 出入天牢 我们下手的机会更少 此事 该如何办 无妨 那便也不急着现在杀他 等他被流放之后 再派人刺杀也不迟 玉心王临死 也不知道他儿子记得 竟然敢当众羞辱本王 慕容娟 一定要死 本王倒要看看慕容哲雪这一回 能保慕容娟多久 是 下人退了出去 慕容陈玉打开了手中的哲扇 来回翻转着官室 一双桃花眼里 擒着轻蔑的笑意 慢声道 本王确实做了很多年狗 极尽溜蜥拍马献媚之能 但是为了能成就本王的野心 做真正的天下之主 只是不知道皇兄玉心王你 知晓你死了之后 你瞧不起的好狗要撕了你儿子 把他挫骨扬灰 是不是会后悔你说过的话呀 古风欢托言情有声趣 独一小狂飞 感谢您的收听 火音声客出品 古风欢托言情有声趣 独一小狂飞 欢迎收听 第535集 天牢 叶辰风很快的 带回了天圣地的消息 白芷柔不用死 也不用流放 只是离开叶阳城 这已经是非常好的解决了 白芷柔却还是在哭 眼下也没有任何一个人 能够高兴得起来 叶辰风等人也是 说完了这个消息之后 便一句话也不再多言 林雨晨素来心软心善 眼下眼眶也是有点泛红 白姑娘这样的人 一生里也没做过什么坏事 如今 不过就是想用自己的命 去换心爱之人的命 可最终 却赔上了她爹的命 怎么能不叫人同情 白芷柔哭了许久 倒也想起来什么了 偏头看向叶辰风等人 开口问道 我爹的尸首呢 他的尸首呢 我们进宫的时候 宫里就通知丞相府 去收了尸 没把你爹丢到乱葬岗 你放心 被斩首的人 如果没有人收尸 便会被丢到乱葬岗 而涉及谋反的罪人 都是不被允许收尸的 倒是陛下心里清楚 白丞相不是谋反 所以倒也是给了他 一个入土为安的机会 林月辰这个时候 也开口道 白姑娘 陛下让你离开叶阳城 圣旨可能明日就会下来 你会被官差直接赶出京城 怕是没法给你爹下葬 但是你放心 你爹的后事 我们会帮忙办好的 若是你有需要 我们也可以把你爹的尸首 葬到叶阳城外 你也好祭拜你爹 若是葬在叶阳城 白芷柔这辈子 都没法子去他爹的坟上上香了 白芷柔想了想 最后摇了摇头 不用了 我爹一直是舍不得我娘亲呢 我娘亲葬在京城 我哥哥也葬在京城 我们家的祖坟也在京城 我爹时常说 等自己百年之后 就能同他们团聚了 不能为了我这个不孝女 让我爹跟他们分开 以后 他若是想祭拜 就远远地 对着叶阳城的方向 祭拜上香就是了 好 白姑娘你放心 此时我们会处理好 多谢 芷柔 你还有事情或是心愿 需要在京城完成的 都可以跟我说 我去帮你办 没有了 对不起芷柔 这件事 我没能帮上你多少 瑶瑶 你已经尽力帮我了 我知道你尽了全力了 都是我自己的错 是我自己不听你的话 弄成账的 如果我强力信任你 依赖你 在家等着你的消息 这些事情都不会发生 我这辈子 都不能回叶阳城了 也许我们这一生 都不能再见了 但是我会念着你的好 我一辈子 都记得你这个朋友 话到这里 白芷柔便又开始掉眼泪 叶瑶瑶抱着她 陪着她流泪 是 她真的很可能 很难再见到白芷柔了 因为她喜欢的人在叶阳城 未来也许是天圣之主 所以她只能留在京城 而天圣地已经下令 白芷柔一生都不能返回叶阳城 按照律法 就是美人太子未来登基了 也是不能更改这个决定 否则就是不遵先帝 放心 你走的时候 告诉我你决定去哪座城 等你落脚了 你也写信告诉我 你在哪安家 我找到机会就会去看你的 我们不会一辈子都不见的 白芷柔没再多说 两个人只是哭 韩紫霄叹了一口气 看了一眼慕容眷 阿隽 你父王和母妃的尸首 此事不必说 我明白 我父王谋反 就算他是亲王 按照天圣律法 也是不容许任何人给他收拾的 叶尘峰也不知道 该说句什么好 之前偶尔也会听见风声 有的大人们会私下议论 说先皇看好的继承人是羽亲王 他一直都是听听就过了 却是没想到 羽亲王竟然极其记忆这件事 陛下登记已经二十年左右了 羽亲王竟还是不曾放下 白芷柔哭了半夜 嗓子都哭牙了 叶瑶瑶担心他这样下去不行 并只能下了点安神的药 让白芷柔睡了过去 只是没敢下太多药 晚上可能会醒 也可能不会 叶尘峰开口道 瑶瑶我们先回去吧 明日白芷柔就要离开京城 我们也得回家 为了准备一些干粮 衣服和盘缠 明日也好送他离开啊 不然他就这样离开京城 以后怎么回去都是问题 嗯 叶尘峰的话是有道理的 叶瑶瑶把白芷柔放下 让他靠在牢房的被褥上 也看了一眼慕容眷 慕容眷 我知道白家的事情不能怪你 我也知道你现在心情也很不好 因为你父王和母妃 但是不管怎么说 褥肉带你也是一片真心 我们走了之后 你能不能帮忙照顾他一晚上 如果他晚上醒了 又想不开的话 你放心 你不说 我也会看着他的 本来 就是我牵了他的 他说的对 要是他没遇见我 他所有的不幸都不会发生 瑶瑶小姐 你不必担心 阿隽不是没有幸的人 嗯 叶瑶瑶这才放心 起了身 连同其他人一起离开 走出了大牢 叶尘峰等人 看叶瑶瑶的眼神都有些担心 叶瑶瑶擦了一把眼角 对上他们的眼神 开口道 你们不必担心我 我没事 叶瑶瑶这么一说 但是其他人都没能放心 因为他的眼睛一直都是红红的 方才 也是一直陪着白芷柔哭 他是一心把白芷柔当成了好朋友 白芷柔这样伤心 他当然也难过 叶瑶瑶深呼吸了一口气 想让自己平静下来 便开口道 走吧 我们先去一趟白家 给白丞相上一炷香 替白芷柔给他烧些纸钱 哥哥你再派人去 把白芷柔那个师币找到 看他还愿不愿意 跟着白芷柔一起离开京城 以后也好照顾芷柔 行 他们话刚说完 便绝不出发 刚走出去没多远 便见着几十米外站着一个人 正等着他 见着了他 叶湛峰等人 都向前行了一个礼之后 自觉地暂且退下 去远处等着叶瑶瑶了 叶瑶瑶看见他的一瞬间 还是没有忍住 扑到他怀里 难受地掉眼泪 殿下 我没帮到他 他爹没了 我一点忙都没帮上 慕容哲学 也就是怕他会这样 才在知道丞相出事之后 出了宫来找他 一直在天牢外头等着他 抱歉 是姑妹要处理好 跟殿下你没有关系 白芷柔偷了印剑 去天牢的时候 你还在面圣呢 我自己都没想到 他没再经过功夫 等我回去 直接就行动了 而且我之前找你帮忙 也是找你帮忙 保住慕容娟 谁会想到白丞相会出事呢 这事完全就跟他没关系 叶瑶瑶当然也不会怪他 慕容哲学没出声 只是更联系地抱紧了他 在慕容哲学收到消息 知晓白芷柔做了什么 也听完白丞相被压进攻 他便猜到情况不好 立刻赶往御书房 可还是来不及了 然而看到叶瑶瑶哭 他便会觉得自己没处理好事情 责任都是在他 是他没能照顾好叶瑶瑶所有的情绪 殿下 我就是有点难受 你尽力了 他不会怪你 叶瑶瑶当然知道 白芷柔没有怪他 他也的确是尽力了 这件事情也不是他的错 但是他还是很难受 看着最好的朋友崩溃成那样 自己却什么都不能帮他分担 这种感觉真的不好 两个人没再说话 好半晌 叶瑶瑶才终于平静下来 开口道 我得去丞相府给白丞相上香 还得给白芷柔准备行李和盘缠 他爹的事情没能帮上他 但他离开京城之后 我得保他衣食无忧 殿下 你先回宫吧 慕容圈的事情还要你盯着 虽然我不知道 他具体还会有什么麻烦 但是看你当时的反应 我就知晓 这件事情怕是不简单 你真的没事 嗯 殿下放心 我真的没事了 好 慕容哲雪 也的确该回宫 刚才宫里已经传信出来 说父皇 在叶尘峰等人 为白芷柔求了情 离开皇宫之后 又召见了慕容陈玉 不知道说了什么 慕容陈玉一走 便又连夜召见了他这个太子 小安子传信让他赶紧回去 只是他担心他 所以一直等在这里没走 慕容哲雪 把叶瑶瑶送过去 跟叶尘峰等人会合 慕容哲雪 便率先离开 银沙郡主 在他们进宫的时候 就没跟着他们了 一直在不远处看着 眼下 看他们出了大牢 叶瑶瑶去跟慕容哲雪说话 她便也到了 叶尘峰等人的跟前 问清楚了眼下的情况 这会儿见着叶瑶瑶过来 她也是满面抱歉 叶瑶小姐 这件事情我有责任 你要我在府上 陪着白芷柔 但是我却让她跑了 如果我能拦住她的话 事情就不会变成这样了 她也是趁着你不注意跑的 这事怎么能怪你呢 你不怪我就好 只是 就算叶瑶瑶不怪她 她心里多少还是有点难受 都是女孩子 叶瑶瑶进宫 找太子殿下的时候 她也听白芷柔说了 她跟慕容眷的事 她明白白芷柔对慕容眷的情深义重 如果入狱的是叶尘峰 她可能也会忍不住 做出些冲动的事情来 但是深情的人 却是没有好报的 一开始就没有得到心上人的喜欢 现在还没了父亲 要一辈子都心怀愧疚的活 这样的事 谁不同情 我们要去丞相府上乡 郡主你 我跟你们一起去吧 虽然你不怪我 但是我总觉得 我今天事情没办好 我心里也很难受 叶瑶瑶没有反对 一众人去了丞相府 按照天生律令 朝臣犯了大错被杀头 财产都是要没收充公的 所以白丞相被杀之后 户部的人 就已经来把财产都抄没了 能搬走的全搬走了 相府也已经被查封了 相府的管家对白丞相 还算是忠心耿耿 所以把白丞相的尸首 接回来之后 便拿自己这些年存的 所有的钱 置办了一个上好的棺材 棺材 却是停在了相府门口 眼下看着 一一一等人来了 他先是给所有人的剑了礼 才擦着眼泪开口道 相爷平日里 是不让我们这些仆人 随便收外头的银子的 所以奴才 这些年存的钱也不多 就只够给相爷 买一个这样的棺材 其他葬礼需要的东西 奴才却是无力承担了 还有相爷的棺材 也实在是不知道放哪儿 我家在这附近有一处宅子 毕竟是陛下下令杀头 按律令 葬礼不能大办 但陛下既然允许收尸 那我们低调协办葬礼 应该也是无妨 但总归是要让白丞相 生前的好友 都有机会来上一炷香的 便在我家宅子里办吧 那葬礼的其他花销 我们明国功夫负责 毕竟是为了阿隽 白丞相才落到这步田地 我们都得尽一份心 那好 那我就替白芷柔谢谢你们了 他离开京城的盘缠 还有日后过日子要花的钱 都由我来负责 也送我一份吧 郑务心里好瘦一些 好 玉书房 天圣地等了许久 慕容哲雪才到 太子的架子 如今是越发大了 朕要见你都等了这么久 儿臣不敢 行了 也不是什么大事找你 就是朕日前得了一样东西 乃是晒干后的药草所致 说是晚上睡觉的时候 放在床边对身体好 能够助眠 朕把他赏给你 你拿回去吧 话说完 小林子便端着托盘上来了 慕容哲雪的眼神看过去 便已认出了 是白银草 古风欢拖延情有声趣 独一小狂飞 感谢您的收听 火音声客出品 古风欢拖延情有声趣 独一小狂飞 欢迎收听 第五百三十六集 小林子走到了慕容哲雪的跟前 把东西递给了她 天圣地也说了一句 行了 不早了 朕今日确实折腾累了 你也退下吧 而朕告退 花音落下 慕容哲雪便带着白银草 退出了御书房 等慕容哲雪走了之后 天圣地冷吃了一声 既然方才召见陈玉 他已经说了 成尹国的使团不足为虑 朕若是想对太子下手 不必有顾虑 那朕便也不必多犹豫什么了 慕容哲雪想保慕容卷 朕倒是要看看 他眼下自身都难保了 还能保谁 这就是他从朕 作对的下场 从慕容哲雪 要娶夜夭妖 逼着天圣地 答应这桩婚事开始 他便一直隐忍着这口气 眼下这口气 也总算是出了 小林子也不敢评价此事 这毕竟是要储君的命 万一陛下哪天后悔了 那今日多说了 任何一句话的自己 都有可能没命 所以小林子便只是问道 陛下 天色不早了 今日去哪位娘娘宫中歇息 去怡平那儿吧 朕先前就答应过她 早晚会给她复位 只是怕慕容哲雪 从中作梗 便一直没有动作 等慕容哲雪死了 朕便着手 恢复她皇后之位的事情 那我才给你引路 东宫 一片静谧无声 慕容哲雪回宫之后 小安子也出言禀报道 殿下 我们的人一直盯着 十二王爷的人 天牢也守着 慕容君眼下十分安全 十二王爷那边 暂时是没有下手的机会 慕容君离京河 也继续保护 殿下的意思是 就算是慕容君 躲过了眼下这关 被陛下处置完了 十二王爷那边 恐怕还是不会收手吗 陛下就真的 非杀了慕容君不可 欲亲王临终 得罪了十二皇叔 看来眼下 要杀慕容君这件事情 起初是陛下 想要斩草除根 但是之后还追杀 便已然不是 陛下的坚持了 而是十二王爷那边 动了怒气 殿下放心 奴才一定会交代下去 让他们之后 也暗中保护慕容君 慕容哲雪没再出声 小安子也看了一眼 陛下赏赐给 太子殿下的白银草 此刻那东西 正用一名工人拖着 小安子小心翼翼地 看了一眼 自家殿下 开口道 陛下 此物当如何处理 放在郭的请殿 是 陛下不知道 殿下身上的毒 已经解了 白银草对殿下 已经没有任何损害 所以才赏赐了 白银草给殿下 目的是想用这东西 取了殿下的姓名 只是不知道 接下来几日 陛下发现 殿下什么事都没有 会是什么反应 天牢 白银草在 被褥里头睡着 因着烟药药 下的安神香 这会儿还没有醒 但是因着烟药药 没赶下太重的分量 所以白银草 依旧还是被噩梦缠绕着 夜间 她便已然开始梦逸 慕容卷听着这动静 偏头看了她一眼 看着她并没有醒 只是在说梦话 慕容卷还是起了身 走到了她跟前坐下 白银草的手一针乱抓 在睡梦中哭着道 爹 我错了 我再也不喜欢她了 爹 你不要错 爹 慕容卷只觉得心头 像是被什么遮了一下 伸出手 让白银草握着自己的手 白银草以为 自己抓住了她爹的手 这才稍微平静了几分 慕容卷 却是扯唇苦笑 她这样的人 死到临头 竟然还有这么多人来换她 父王坦然接受被斩 母妃自尽 都是为了她活 竟然还连累一个姑娘至此 只是这样的梦言 白银草这一生 还能摆脱得掉吗 许久之后 慕容卷听到一阵滴滴的啜气声 她叹眼看过去 发现白银草并没有醒 只是在梦里委屈地哭着 爹 女儿好难哭 你不要女儿了 她忍到下辈子 都不想见到我 爹 你能不能带我走 别把我一个人丢下 爹 对不起 对不起 慕容卷原本不是那个意思 她只是想让白芷草 安然地收下单书铁券罢了 可是眼下 白丞相的死 还有她之前说的那些话 是活生生地彻底将白芷草 推进了地狱 她原本是丞相府的嫡女 是白丞相的掌上明珠 可是她的人生 全部都因为慕容卷毁了 慕容卷之前一点都不知道 父王和母妃都死了 她一个人活着干什么 还有什么意思 但是现在她忽然知道 她活下去 是为了不辜负双亲的死 她也必须活着 弥补自己对这个姑娘的亏欠 外头的光 从窗口处 洒入了牢房 慕容卷觉得很刺眼 一晚上都没有落泪的她 看着外头的天光 眼泪反而从眼底流了出来 天亮了 一切都不是梦 但是她为什么还是觉得 很恍惚 她似乎已经变成了一张泛黄的树叶 已然枯败到不记得自己 从前是什么样的颜色 如果 父王没有谋反就好了 一切都还在原点 谁都不会死 谁也不会离开 她不会心痛至此 白芷荣也不会痛苦至此 外头有动静传来 慕容卷松开了白芷柔的手 用宽大的袖袍 抹掉了脸上的泪 狱卒也进来 看着她道 慕容卷 陛下宣招 慕容卷拿着单书铁券起了身 这个时候 叶瑶瑶也正站在牢房门口 对慕容卷对视 慕容卷清楚 叶瑶瑶是担心 自己今日一早被宣招 不放心白芷荣一个人在这里 所以才来的 她便也只是客气地 对着叶瑶瑶点点头 便跟着狱卒离开了 叶瑶瑶走进了牢房 白芷荣大概也是昨天哭了太久 太累了 所以完全没有醒来的迹象 她便也坐下 守在了白芷荣的身边 大殿之上 天圣地的眼神 一直盯着慕容哲学 一大早 没听到太子轰了的消息 她就觉得很奇怪 眼下上了朝堂上 看见慕容哲学 好好地站着 她便也只好压下了 心中的古怪 先让人传慕容卷来 只是 慕容哲学 为什么没死呢 白芸草莓起效 慕容哲学 似乎半点注意不到 天圣地的注视 她面色清冷地站着 熊色淡薄 似隔绝尘尸 天圣地没在她面上 看出个所以然 这个时候 也有其他的大臣们 在禀报别的事情 慕容沉渝 好正以降的谋光 已是在天圣地 和慕容哲学之间盘旋 看似在为天圣地 没得受忧虑 而事实上 却只是在看戏 就在这个时候 侍卫进来禀报 陛下 慕容卷带到 让她进来 罪臣之子慕容卷 拜见陛下 难得呀 你倒是知道你是有罪的 你的父王在临死之前 可是依旧死不悔改啊 只问朕 可何罪之有 你说 朕应该如何惩罚你啊 慕容卷没出声 就只是拿出了单书铁券 做出上城的模样 一些不知道这个单书铁券 存在的朝臣 都忍不住愣了一下 一下子就明白 昨天晚上 豫王妃为什么自杀 陛下又为什么说 豫亲王府的选择 陛下明白了 不少人 看着慕容卷红着的眼眶 心里或多或少的 也同情起来 慕容卷是个什么性子 经常没有一个人不知道 豫亲王是断然不敢 把谋反这种事情 交给他去办的 所以这孩子 应该是无辜的 闹到最后呢 这孩子倒是能保住一条命 但是父亲和母亲 都为了保他的命赴死 他也开心不起来 天圣地冷冷扯唇 扫了一眼小林子 小林子立即把 单书铁券收了回来 先帝赏赐给你们家的 单书铁券 朕原本是希望 你们家一辈子 都不要用上的 只作为一个荣耀 摆放在家里就是了 天圣的你父王 对荣华富贵性也不满意 狼子野心 做出如此大逆不道之事 罢了 这单书铁券 你也拿出来了 你这条命朕就饶过了 天圣地倒是一点都不想饶过 可这东西 先帝赐出去了 就非要认不可 然而即便是天圣地 已经这样说了 朝城们的心里 也是跟明镜似的 慕容眷就算有单书铁券 那可是死罪可免 活罪难逃 下场至少是流放 跟徐清清的下场 差不了多少 果然 天圣地这个时候 也开口道 既然如此 那便流放吧 你到底是朕的侄儿 张城 喜州 阳堤城 你可以自己选一个 仪仲朝臣再度安静下来 因为陛下说的这三个地方 没一个好 虽然上慕容眷自己选 也不过就是在三个都不好的地方 强行选出来一个吧 慕容眷这个时候 却是开口道 陛下 罪臣请求免于流放 你说什么 免于流放 回陛下的话 是 慕容眷 这单书铁券 的确是能保住你的性命不假 但是保命 可不等于免罪啊 臣明白 罪臣 请戴罪立功 戴罪立功 你倒是说说看 你要如何戴罪立功呢 父王要谋法 准备了许多银子 母妃在临死之前 递给罪臣单书铁券的时候 也暗中塞给了罪臣一封信 交代了财产的地址 想来 是为免失败 提前准备的信件 罪臣愿意交出这笔钱 以免于流放 慕容眷说着 闭上了眼 母亲还在信中说了 知晓她的性子 所以也不指望她拿着这笔钱 能做出什么事业 只希望留给她这笔钱 让她将来 不管被流放到哪里 有这样一笔破天的财富 还有舅舅怀音后暗中相助 也依旧能保她的富贵 但是 她不能被流放 如果被流放 就只能终身待在被流放之地 除非陛下下令赦免 否则永远不能离开 若是之前 倒是没什么 可是白芷柔的人生 因为她毁了 爹也死了 这件事情她必须要负责 所以她得跟着白芷柔 保护她 白芷柔去哪里 她就要跟去哪里 这笔钱 是眼下唯一可能 让天圣帝放弃流放她的筹码 下半生 就算没有银子 辛苦一点就辛苦一点吧 天圣帝听完了之后 倒是沉了眼 问了一句 这笔银子在何处啊 慕容卷很快地 说出了一个地址 还交代了进入密道 取出钱财的法子 天圣帝扫了一眼慕容圣雪 开口道 三皇子 你去看看 是否确有此事 除了慕容哲雪 那么下一个最适合太子之位的 自然就是圣雪了 是时候表示表示 朕的重用之心了 儿臣领命 白丞相私放罪犯 念在白纸柔什么都误知道 朕就只将他逐出叶阳城 这道圣旨 今日就搬下吧 谋反是株连九族的罪过 怀音侯 你是玉王妃一母同胞的兄弟 陛下 臣 说到这儿 怀音侯顿住了 为自己求情 怀音侯也说不出 因为她的确是玉王妃的血亲 但是谋反这个事 她也的确是不知道 玉亲王大概也是知道 她只有一个女儿 除非是昭旭 否则将来根本是后继无人 所以也没那个争权夺势的野心 于是根本没找她 所以她要是就这么被牵连杀头 自还是会觉得有点冤枉 好在天圣帝对她也没什么怨恨 怀音侯毕竟是侯爵 历代对天圣有功 杀了也不合适 便只是瞥了她一眼 开口道 陈玉已经查过了 你确实是与这件事无关 朕不杀你也不流放 只是废除侯爵 你去朝城做个郡守吧 多谢陛下开恩 从怀音侯到郡守 这时一下就贬了五级 但是怀音侯也没什么不满的 全家都能活着 平平安安最重要 再说了 做个郡守 日子虽然不如现在 但也差不到哪里去 话说完 慕容圣学也回来了 古风欢托言情有声剧 独一小狂飞 感谢您的收听 火音声客出品 古风欢托言情有声剧 独一小狂飞 欢迎收听 第五百三十七集 三皇子 怎么这么快就回来了 儿臣出去之后 思来想去 还是觉得 有件事应该先禀明了父皇 再去看那笔财产 是何事啊 白丞相犯下大错 被父皇下令处斩 慕王府却用了自家的院子 给白丞相办丧礼 民国公府更是出钱办这事 儿臣认为 他们这是对父皇不敬 在无声的抗议 父皇斩杀了白丞相的事 其实靖国公府 也出了不少人力 张罗丧礼 但是三皇子并没有提 没别的原因 因为他提起这件事 就是因着之前 韩子霄和林玉成这两兄弟 是如何一而再再而三地 对自己不敬 在夜11的面前 跟自己抬杠的 所以他觉得 自己应该抓住这个机会 好好回敬一把 民国公这个时候 赶紧站出来道 陛下 子霄是因着陛下开恩 准许丞相府的人收拾 便以为陛下是想给 丞相一个体面 这才帮着办了葬礼 绝无三皇子殿下说的 抗议这一说 夜晨也是这般想的 见陛下明鉴 我们两家对天圣 都是忠心耿耿 陛下 实在是因为白纸柔有流放 没法子给他接下葬 妖友跟白纸柔 又是归中密友 末将见陛下都准许收尸了 就提议给白丞相下葬 此时我们三家都有参与 但绝无三皇子殿下所说 是抗议陛下 还请陛下恕罪 慕容圣雪的嘴角 顿时就抽搐了一下 他故意没提晋国公府 就是不想晋国公府受罚 最后夜夭夭对他有成见 但是没想到 夜晨风竟然自己出来 把自己给交代了 这 父皇要是把三家都处置了 晋国公府倒了没 夜夭夭估计对自己更有成见 他忽然就开始后悔了 是不是不应该为了自己 同汉子消灵欲臣的一时之气 将此事说出来 这个时候 昨夜不少去上了乡的大臣 见着夜晨风都出来自己认罪了 心里明白 只要陛下一查 他们这些上了乡的 也都会被查出来 既然这样 还不如自首 可能被罚得轻一点 于是也都站出来 纷纷忍罪 陛下 臣有罪 臣昨晚去上乡了 臣认为白丞相是该杀的 只是 多少与他生前有些交情 算是送他一程 这才如此 还请陛下恕罪 臣也去了 陛下恕罪 一件小事罢了 仲卿家既然没有抗议的意思 朕自也不会出发 只是 下不为例 他们一个一个的站出来 有道是 法不择重 天圣地昨日都能准许收尸 自然也是无所谓 是不是给白丞相伴葬礼 此时众人不善的谋光 都从三皇子的身上掠过 对这个多嘴多舌的皇子 很是不满意 陛下让他去看看 有没有财宝 他走出一半了 都要回来搞黑状 三皇子跟他们这些朝臣 有这么多的深仇大恨吗 本殿下本来 只是针对韩子霄和林玉成 怎么最后好像得罪了一大批 这小子 这样的处事手段 比慕容哲学可是差太远了 一波损人不利己的操作 得罪了这么多人 唉 看来要除掉慕容哲学 是指望不上这段蠢负责了 慕容哲学也难得地扫了三皇子一眼 清冷的眸光 似透出不可思议 三皇子觉得 慕容哲学的眼神 仿佛就是在嘲讽自己是个智障 并且是蠢到上慕容哲学惊叉了的那种 慕容胜雪顿时觉得很是赌心 他待不下去了 便立即一拱手 开口道 父皇 儿臣去看那笔财产 话说完 三皇子就很快离开了 半个时辰之后 三皇子回来了 天圣帝的眼神看向他 等着三皇子禀报消息 毕竟准备谋反的钱 肯定不是一小笔 所以天圣帝多少还是有些觊觎的 慕容胜雪金殿之后 便开口道 父皇 的确有不少钱财 儿臣已经让人清点过了 这是单子 全是玉亲王这二十年来 私下收敛的财富 天圣帝扫了一眼小林子 小林子便立即过去 取过了三皇子手中的单子 拿过去递给了天圣帝 天圣帝打开看了一眼 原本很沉的脸色 这个时候倒是缓和了一些 这么多钱 的确是能充裕国库 而且 慕容卷把这笔钱都交出来了 足见这小子 的确是没有谋反的心思 否则他岂会放弃 这么一个 替他父王东山再起的宠骂 于是 天圣帝沉隐了一会儿 看着慕容卷倒 你肯交出这笔钱 看来你也是真的知道 你父王是做错了 既是如此 朕便免了你的流放 你便也同白纸柔一样 离开夜阳城 一生不得回返 你们二人 永不得被赦免 今日你们就出发 朕不想再看见你们 谢陛下 散朝吧 太子 你随朕来御书房 是 恭送陛下 阿隽 你不想被流放 是不是为了白姑娘啊 嗯 你对她 我也不清楚 愧疚更多吧 慕容卷的确是不清楚 她现在对白纸柔 是什么想法 父王母妃都没了 就连母妃留给她的信件 她昨日都不敢看 怕母妃留给她的是告别的话 她会受不住 便准备等日后再看 还是刚刚来灭生的路上 坐在囚车里 她想着自己要被流放 还有白纸柔的惨况 想着信件里 会不会有转机 这才悄悄打开看的 没想到 竟然真的有转机 儿女情长的事 她眼下也没心情想清楚 这个问题 事后再说吧 再说了 白纸柔梦已之中 都说了不会再喜欢她了 她想不想清楚这个问题 也没什么差别了 她以后要做的 只是护着这个人罢 叶辰峰点了点头 没再多言 众人都一起往外走 不少人都因为 三皇子找陛下 告状白丞相葬礼的事 还是一难平 离开之前 还给了三皇子 一个死亡注释 都别看我了 我错了行吗 皇旨 离开了叶阳城 也要小心呢 阿隽 你之后小心一些 你父王临终之前 对慕容陈玉说了 诸都难听的话 他极有可能报复你 我会小心的 对不起 舅舅 我们家的事件连累你了 要是你舅母和表妹 因此要陪着我一起被杀头 那你父王确实要跟我们说对不起 但只是贬值罢了 这件事情没有什么连累不连累的 而且这是你父王做的 你这孩子也是什么都不知道 道歉什么 你永远是我的外甥 你父亲 母亲不在了 也还有我这个舅舅 以后离开了叶阳城 有什么困难的地方 就来昭城找我 谢谢舅舅 太子 昨日朕赏赐给你的东西 你没有放在寝殿床头吗 朕特意赐给你的 你都没用着 这是不喜欢呢 还是瞧不上朕给你的东西 儿臣放在寝殿 果真 父王若是不信 可让人去查看 这倒也不至于 既然你这么说了 那应当也是真的 赐给太子一样东西 还明着派人去查看 这东西是不是摆在寝殿 传出去了 岂不是平白惹人非议吗 好了 太子没有不喜欢朕的赏赐 朕面放心了 没什么事了 你退下吧 是 怎么可能啊 白银草可以诱发 慕容哲学体内的毒 它为什么没死就算了 竟然看起来一点异常也无啊 从太子殿下身上 的确是看不出什么异装来 朕之前让你多准备一些白银草 可还有啊 还有部首呢 既是这样 那就想办法派人把这些白银草 全部都投入东宫 不管用什么法子都行 暗中去办 朕就不信了 他的命真的这么大 是 奴才这就去安排 太子殿下走出了御书房 小安子便已经在外头等着了 他开口道 殿下 回东宫吗 姑出城一趟 殿下出城 是有什么要事吗 他定会送白银草出城 姑怕他心里难过 哦 知道了 天圣地的圣旨下来之后 天牢的白银草就被人叫醒 押送出了城 烟烟烟一路上都在陪着他 慕容眷也差不多是同一时间 被皇宫的侍卫 一起押送了出去 此刻 城门口 叶瑶瑶 叶辰风 韩子霄 林玉晨 还有银沙郡主 都在给白银草和慕容眷送行 叶瑶瑶把之前 就给白银草准备好的包袱 从红卵手中接过来 交给了他 开口道 里头有些干粮 盘颤 你以后用得上的银子 还有一些换洗衣物 我爹的事情 我的事情 都多谢你们了 你这是客气什么 是啊白小姐 你这样使不得 大家都是朋友 你无需如此客气 我是真的谢你们 以后或许很难再见了 也许我这辈子 都没有机会报答你们的恩情了 说什么报答不报答的 朋友之间 这样反而生疏了 哎 你准备去哪座城池 你到了之后安居了 写信把地址告诉我 我们得空了就去看你 到时候可得指望你这个东道主 好好招待我们啦 嗯 一定 我准备去招城 那边风景秀美 我爹以前就说 梦忙的时候就带我们去转转 可是他一直都很忙 所以我也一直都没有机会去 如今只能我自己去了 我以后大概就留在那里了 瑶瑶 你得空了 一定要来看我 我等着你来 好 这么巧 阿隽的舅舅也被扁到朝城做军手了 说让阿隽去投奔他来着 阿隽 你也是要去朝城对吧 正好跟白姑娘在路上有个照样 慕容卷远想的是 白芷柔去哪儿 他就跟着去哪儿 没想到正好也是招城 他心里明白 叶辰风故意这么说 好让自己合理地跟着一起去招城 免得白芷柔不想看见他 不愿意同他一路 于是他便顺着点点头 是 我也是要去招城 慕容卷的舅舅 不是怀音侯吗 怀音侯也要去招城 叶辰风立即把怀音侯被贬的事情 也告知了叶瑶瑶 话刚说完 就见着怀音侯的马车 也从城内出来 怀音侯到了府上 并收到了圣旨 让他今日就出发去上任 所以便带上了贵重的物品 轻装俭刑 一家人先出发 家里的东西 便让仆人们接下来的几日运送过去 怀音侯府的管家 见着了叶瑶瑶等人 便停下了马车 禀报了一下 傅云庆正在被走得急 不能跟叶瑶瑶告别的事情难受 听说叶瑶瑶就在这 赶紧下了车 这下 叶瑶瑶原本就已经很差的心情 瞬间就变得跟狗屎一样 这就是说 他的两个最好的朋友 全部都要离开京城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古风欢拖延前有声句 独一小狂飞 感谢您的收听 火音声客出品 古风欢拖延前有声句 独一小狂飞 欢迎收听 第五百三十八集 老大 太好了 在这儿见着你了 我还以为跟你告别的机会都没有呢 你们家也是要去昭成 嗯 陛下让我爹去昭成当巨手 不过老大 你说 也去是什么意思啊 还有别人去吗 植和眷世子 也准备去昭成 那太好了 表哥 你跟我们一起走吧 姑姑和姑父他们 我爹和我娘都是很担心你的 你跟我们一起去昭成 也有个照应 虽然咱们只是表兄妹 但是在我心里 你一直就是我的亲哥哥 我爹娘也是把你当亲生儿子看待的 你千万不要跟我们客气 原本就是我们家的事情 连累了怀音侯府 上次庆幸福度自杀 我这个做表哥的 也因着在庆罗宿罪 没能第一时间赶过去 若不是叶瑶瑶 恐怕当时就连庆庆最后一面都见不到了 眼下 她却还愿意关心我这个兄长 我知道 谢谢表妹 白郡主 既然都是去昭成 你也跟我们一起走吧 虽然你之前跟我争夺在老大面前的地位 让我非常不高兴 但是老大的好姐妹 就是我傅云亲的好姐妹 以后呢 我也算是俊手千金 放心 在昭成 我照着你 老大 你放心把白纸肉交给我吧 我一定给你把他照顾得白白胖胖的 那 只要就有劳你帮衬了 还有你自己 下回见到你 你也给我白白胖胖的 知道了吗 老大放心 我保证照顾好自己 不过老大 那个 什么事啊 我爹现在已经不是侯爵了 我的郡主之位 也一起被废除了 所以 我给你当手下 你就没有以前那么有面子了 那老大 你还要我这个手下吗 哎呀 你想什么呢 我是那种贤贫爱富 你不当郡主了 我就不跟你好了的人吗 什么手下不手下的也别说了 咱们是好姐妹 是朋友 哪里有不要你这一说 倒是我在想 我最好的两个朋友都要离开京城了 我以后 老大 陛下只是让我爹去昭城做郡主 但是没有说 不让我再回来啊 你放心 你跟太子殿下大婚的时候 我会回来看你的 你到时候 记得在经过功夫的酒桌上 给我留个好位置 我还得吃你的酒宴呢 好 你放心 我等着你 我一定给你留个最好的位置 芷柔 你就跟云青一起走吧 你们路上有个照应 我也放心一些 嗯 好 白小姐的识别 我已经找到了 她很愿意跟着白小姐一起离开 她此刻在三里之外的识别消息处 等着白小姐呢 白小姐路过的时候 记得带上她 好 白芷柔没有在说谢字 这些朋友帮了他们太多了 她的谢已经说不完了 而且光说谢谢两个字 也太单薄了 瑶瑶说得对 如果一直客气 反而是生疏了 韩子霄这个时候 也递给了慕容卷一碟银票 她刚毅的声 也随之响起 阿隽 倒是你要见谅 我毕竟是个男人 没瑶瑶小姐这么细心 她给白小姐准备行礼的时候 还背上干粮和换洗的衣物 我就只给你准备了一点银票 你带上他们 日后 日子也会好过一些 兄弟的一点心意 你必须收下 多谢 得空了 我们几个弟兄 会一起去招城看你的 男子安大丈夫 没什么难关是扛不过的 兄弟们永远在你身后 我知道了 天色不早了 你们就出发吧 若是再晚了 天亮之前就赶不到下一个城池了 镇子上投诉没那么容易 就别耽搁了 后患有期 后悟有期 白芷柔上了马车 慕容卷也上了马背 都同傅家的车队一起出发了 叶瑶瑶等人不舍地目送着他们离开 倒是林玉成这个时候 赞许了一句 阿隽家的表妹倒是活泼可爱 是个好心肠的姑娘 上次见她闹着服毒自杀的时候 倒也没看出来 这姑娘性子这么好 一辰 你这是动心了 没有 绝对没有 我就是觉得人还不错罢了 我喜欢的明明是姚姚小姐啊 这个时候 慕容哲学也正出了城 眼神看向不远处的小姑娘 见着她 看着白芷柔他们离开的车队 眼睛有点泛红 心里也知晓 她的确是难过 慕容哲学扫了叶尘封等人一言 他们见了一个礼 立即识相地离开 其实韩子孝和林玉成 一点都不想每次都这么识相 可是姚姚小姐喜欢的人是太子殿下 他们不识相还能如何 叶姚姚回头看向美人太子 心情依旧很阴郁 嗯 殿下 以后这个京城 我就只有你和爷爷哥哥他们了 我最好的朋友都不在这了 这个时候能看见他真好 在我心情不好的时候 他总是能第一时间出现在我身边 他们都去昭成了 可惜我们家在叶阳城 殿下也只能留在叶阳城 所以我也不能跟他们一起走 若晋国公府可以不在叶阳城 若叶尘封可以去昭成任职 你也可以在昭成 你会开心些吗 如果晋国公府和哥哥都能在昭成 我的确是可以去昭成了 但是我不会开心的 我觉得 我应该都不会跟着哥哥他们离开叶阳城吧 因为殿下在京城 我不想离开殿下 姑不是这个意思 殿下不是这个意思 那是什么意思啊 在清清眼中 姑最重要 所以其他人都离开了昭成 你也会为姑留下 是吗 嗯 虽然会很难过 很不想跟大家分开吧 或许因为舍不得哥哥和爷爷 眼睛都会哭肿 但是我觉得 我还是会选择跟殿下一起 待在京城的 姑知道了 那殿下 你刚刚说不是这个意思 那是什么意思啊 姑之前的意思是 想让你给姑两年时间 姑会为你准备一个惊喜 这个惊喜是跟我能不能 再跟白芷柔他们常常见面有关系吗 可是 凤云庆以后随时能寻到机会 回到京城来 但是白芷柔和慕容眷 陛下都说了 他们两个人不得被赦免 就是殿下 您未来登上皇位 也是不能改变这个判决的 所以姑需要两年时间 你先别难过 相信姑 好不好 好 我当然是相信殿下的 那我就先不难受了 我就一门心思等着看 两年之后 殿下给我准备的是什么惊喜了 晴晴会喜欢这个惊喜的 殿下 为什么我觉得 你的心情好像也不是很好 姑没事 慕容哲学心情的确不太好 天生帝拿了白芸草要她的命 她怎么可能心情好 但是她的小姑娘 已经因为朋友的离开 心情很差了 她自也不会拿着她的事情 来令对方更不高兴 燕妖妖看着她 不太相信 殿下真的没事 看见你就没事了 那这么说起来 我还是殿下的灵丹妙样了 你是 而且还会上演 殿下 谢谢你 专程出宫来安慰我 不过我现在已经没事了 殿下不用担心 你肯定还有这么要忙 白丞相还没有下葬呢 她的葬礼 我也还得去别院看着 哥哥他们这会儿 应该也先去那个院子了 我也得过去 殿下 你也先回宫吧 姑先送你过去 好 随同慕容哲学一起来的护卫 很快地迁来了马车 送叶妖妖去白丞相所在的别院 叶妖妖上了马车 太子殿下也跟着上去 昨夜折腾了大半夜 今天叶妖妖又特别早地起床 去大佬守着白纸柔 所以她这个时候 颇有些困 上了马车之后 二话不说 就紧着美人太子的腿 趴着道 殿下 我休息一会儿 到了别院门口你叫我 好 叶妖妖趴在她的腿上 感受着她身上清冷的气息 没一会儿 便闭上眼 睡了过去 这个时候正在给白丞相办葬礼的院前 叶尘峰等人刚刚过来 驿站里头有人 跑到了银沙郡主的跟前 开口道 郡主 皇子殿下明日一早 就要跟天圣陛下辞行 让您眼下赶紧回驿站 把该准备的都准备一下 银沙郡主一愣 心里其实也明白 皇子早就想回国了 是他为了叶尘峰一直赖着不走 所以皇子大概也是看在他父王的面子上 多留了一些时日 眼下已然这么长的时间了 对方再不走 成颖国的局势会成什么样子都会很难说 皇子回去之后 是不是还能掌控也不好讲 所以 也是该走了 叶尘峰倒是看了银沙郡主一眼 开口问道 郡主 要回国了 本郡主要走了 叶尘将军一定觉得很高兴吧 古风欢托言情有声趣 独一小狂飞 感谢您的收听 您感谢您的收听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